南宫齐修摸摸他头你叫周岩吧 被这么好看的大哥哥摸头了 周岩一个激动喊了一声 小嗓门都劈叉了 周恒 丢人实在是太丢他的脸了 小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周岩整个人红着脸缩着脖子 恨不得藏到自己老爹身后去 没出息的样子 脑门被拍下 贾珍走到周岩身边 视线毫无顾忌地落到南宫齐修双腿上 站在南宫齐修身后的护卫脸上表情紧绷 眼里带着怒意 这人怎么回事 怎么能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殿下的双腿看 双腿经脉堵塞 腿骨断裂没接好 只看了一眼 还没上手他就看出了一些问题 南宫齐修和他身后的护卫都僵了一顺 小宝连忙眼巴巴地询问 那你看看能不能给哥哥治好呀 小乃英都带着些许急切 说着直接将人带到身边来 小宝自己都让开了些位置 南宫齐修手指握紧了轮椅扶手 抿着嘴唇看向那面容普通不起眼的老者 他的护卫更是紧张地盯着 小宝 南宫齐修叫小家伙 小宝拍了拍脑门 忘了和哥哥说了 大哥哥 他说自己是个很厉害的大夫 能给大哥哥看病 大哥哥不害怕 小宝在呢 那奶生奶气红小孩般的语气 已经很是熟练了 原本紧张的南宫齐修一时间 竟然有些窘迫和哭笑不得 他的妹妹啊 但被小宝这么一打岔 心情到底放松了些许 这次面对大夫的检查 也没有像以往那般抗拒了 只是心里到底是没怀着什么希望的 他的双腿 已经有无数大夫看过 拒都没有办法 每次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这也是南宫齐修 有些抗拒看医的原因 他自己在心里都觉得 双腿已经不能医治了 但是上次小宝失踪 自己却什么都不能做的无力感 让他第一次那么迫切地想要站起来 贾真摸了摸胡子点头 带我给你看看 在小宝期待的目光 以及他身边护卫紧张的视线中 南宫齐修缓缓点头 那些护卫均松了口气的同时 心情也激动了起来 只要殿下愿意就医就好 怕的就是殿下不愿意医治 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 每次找来想给他看病的御医大夫 都被他打发走 只让近身的人学了些按摩的手法 保养双腿活络筋骨 不至于让双腿肌肉萎缩 看起来很难看 现在他终于愿意继续就医了 这一切都是小公主的功劳 小公主可真是他们大殿下的福星啊 贾珍半蹲下来 挽起他酷腿的时候 南宫齐修身体还是紧绷了起来 他的双腿很难看 南宫齐修自己都不愿意多看 小宝想要凑过去 却被一双微凉的手掌蒙住了眼睛 小宝别看 那一向温润淡然的少年 此刻的语气却透着恳求 小宝眨眨眼睛 歪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瓜 在大哥哥手心蹭了蹭 很懂事地开口 小宝不看 大哥哥不怕 说话的同时 还用自己的小手拍拍大哥哥的手心 像是在安慰他 南宫齐修摸摸他的头抱歉 我怕吓着你 雪白的奶团子抱着他的胳膊 小脸埋在大哥哥怀里猫似的 拱拱小声堵脑 才不怕呢 大哥哥什么样子 小宝都不会怕大 贾珍手指在南宫齐修双腿 挤出地方按压几下 闭着眼睛似乎在感受什么 骨头错位生长 而且还有些碎骨 镶嵌在血肉中 经脉堵塞活性低 随着他那些话说出来 南宫齐修的护卫们心都凉了半截 有些话语虽然他们听不懂 但一听就不是什么好话 南宫齐修也抿唇垂眸 嘴角带着一抹苦笑 但这次倒也没有多失望 因为他心里本来就没多少希望 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南宫齐修的贴身护卫甲风 语气急切地询问 那么大一个硬汉 声音都带着些许哽咽了 南宫齐修很快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嘴角依旧带着温润的笑容 甚至还有心情开玩笑 没事 站不起来便站不起来吧 皇家又不是养不起我 小宝毛茸茸的小脑袋 在哥哥手心拱了拱 然后软弄弄的小奶音可坚定 小宝养大哥哥 贾真直接翻了个大白眼急什么 我还没说完呢 一瞬间 好几双视线都齐刷刷地落到了他身上 一向稳重的甲风 呼吸都粗重了些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贾真 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就连南宫齐修心里也重重地跳了下 抓着轮椅扶手的手指紧了紧 贾真不紧不慢地道 我说我有办法给他治好 不过 那吊人胃口的样子 简直让人恨不得抓着他的衣服摇晃呐喊 不过什么你倒是快说啊 小宝都有些着急地抓着他衣服扯了扯 养着精致的小脸 又乖又奶乎乎地喊了一声 师父 贾真摸摸胡子咧嘴笑得满足了 心想老夫还治不了你的小家伙了 不过嘛 我得割开他腿上的皮肉 将那些太过破碎的骨头渣子挑剪出来 还有他那些长错位的骨头 也得敲碎了 重新对准了让其长过 在这过程中可以和麻沸散 但麻沸散过后也将承受极大的痛苦 听到他的话 贾峰等护卫犹豫了起来 这样的救治方法简直闻所未闻 而且惊世害俗 要将双腿皮肉切开 这只是听着都令人头皮发麻 还有将长好的骨头敲断重长 这样的痛苦 连他们这些习武之人都难以忍受 更何况是大黄子 贾峰道你的运气还算好的 虽然经脉堵塞 但也没完全堵死 有人在保养你的双腿 所以你的双腿生机没有枯萎 若是再晚个一年半年的 那可就更难哦 断骨重接骨头后 站起来的机会有九成 至于其中痛苦 和你双腿被踩断之初 有过之而无不及 敢不敢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说完 贾峰拍拍手走到一边的椅子上坐下 翘着二郎腿端了一杯茶 就开始惬意地喝了起来 南宫齐修握紧双手问他 您有几分把握能将我骨头戒好 殿下 南宫齐修抬手制止了他们 只一双眸子盯着贾峰 贾峰哼笑 语气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却又带着胸有成竹的傲气 我曾给一孕妇刨腹取子 母子俩均活了下来 给一断臂之人接臂蓄骨 他那只手后来虽不及常人 但已能使用 你这虽比他们要复杂些 但把握还是有八九成的 听完他说的话 南宫齐修眼神坚定地选择了医治 麻烦贾医师了 即使身为皇子 南宫齐修待人也随和有礼 这样的品行总能给人留下好感 少年人意气风发 若是换成一些心境差邪的 由此打击恐怕一蹶不振 甚至脾气暴躁阴沉 但这些低迷的气息 在他身上全然不曾见 贾峻摸了摸胡子 对给这位大皇子制腿 也一点不排斥了 况且还得了个不错的小徒弟呢 要给南宫齐修制腿急 并不是这一时半会就能行的 前妻还要准备一些草药 这些都不需要贾真去操心 他只写下所需草药的名字 然后南宫齐修派人去寻找就行 小宝回到皇宫后 激动又担心 坐在小板凳上 小手撑着自己肉嘟嘟的精致小脸 脸上的表情在烛光下变来变去的 那叫一个丰富 南宫齐渊虽在处理政务 但也分了些许注意力在小宝身上的 见他这样 只嘴角微微上扬 也不去打扰 小东西脸变来变去的 看着还挺好玩 爹爹 你说大哥哥会不会站起来呀 师父说会很疼 有没有让大哥哥不疼的药呀 小姑娘自己终究还是藏不住时 小屁股动来动去的 最终靠近了自家爹爹 嘟嘟囔囔的开始操心了起来 人小小一只 操心的事情倒是挺多的 南宫齐渊已经知道了假真的事情 并且也知道了他的身份 诡异 这个他一直在暗中派人寻找都没找到 却自己送上门来的假伙 至于小宝和家鬼依相处时所说的话 他当然也知道了 鬼依教小宝说的那些话 在其他人看来过于叛逆妄为 但南宫齐渊却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他女儿这么手无腹肌之力 以后若是被欺负了 给人下点毒怎么了 所以 小宝拜师的事情 知道对他没危害 他就并不阻止 这么快就叫上师父了 南宫齐渊坐如轻松 骨节分明 带着老茧的手指指笔落下 在奏折上落下一个个 如刀般锐利的字体 小宝抓了抓脸 一双眼睛乌黑又明亮 嗯 那等大哥哥好了叫吧 南宫齐渊低沉的声音 透着冷静沉着 既然他有把握 你大哥哥必定是能站起来的 不过是些许肉体上的疼痛 已经坚持过来了一次 这次又有何惧 只听他那语气 仿佛肉体上的疼痛都不是事 对南宫齐渊来说也的确如此 他自上战场以来 身上大大小小的伤 有时候甚至危及性命 他都一一挺过来了 只要不死 那都不是事 他南宫齐渊的儿子 李英也如此 况且和带着希望的痛苦比起来 那种带着绝望的沉默和放弃 才是最为致命的 小宝一张小脸 揍巴巴的撅嘴 我被针刺了下 都好疼好疼呢 不和爹爹说了 小宝决定等大哥哥开始支腿后 就天天往皇宫外面 跑给大哥哥双腿舒灵气 争取让大哥哥不那么疼 早点好起来 有了主意的小宝哒哒哒 跑去洗漱 准备睡觉了 爹爹不要熬夜 早点睡觉 南宫十渊 淡淡地嗡了一声 看着那些奏折没风促起 忽然想起来 大儿子治疗期间 自己的奏折 怕是送不过去了 他倒也没丧心病狂地 想要让带病中的儿子 帮他批阅奏折 心情不爽的南宫十渊 想到了逍遥王 嗯决定了 就每天 让逍遥王来帮自己看奏折吧 不会看看 不懂没关系 他只是想要拉一个人痛苦着 自己心情爽了就行 逍遥王府的南宫里 忽然打个冷战 怎么回事 天气变凉了 在南宫齐秀未治疗 双腿做准备的时候 另一件事情 却要办好了 因为庙会上的事情 南宫里 到底还是被身为 老父亲的南宫十渊 迁怒了些 然后几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忙就算了 最关键的是 他皇兄还在精神上折磨他 每次上早朝 都被勒令不准迟到 这就算了 因为他已经自我摸索了一套 在朝堂上摸鱼的办法 反正大家伙都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只要他在朝堂上 缩在人群的角落 自我减小存在感 大家争吵起来 就能自动忽略他 而且有时候 站在角落里吃瓜看戏 其实也还挺不错的 但是 从小宝贝找回来之后 也不知道 皇兄是哪根筋搭错了 竟然在下朝之后 还把他叫去勤政殿 看那些只一眼 就叫人脑袋生疼 还特别想要睡觉的奏折 南宫离撒泼打滚 什么手段都用尽了 还是没能从这苦海中解脱出来 每天只能跟双打的茄子一般 陪皇兄看奏折 一张毅力俊美的矿石容颜 愣是被逼成了苦瓜脸 他好些字都不认识呢 也因此 对红敖虾宴的忙碌 导成为了他唯一解脱的方式 忙就忙点吧 总比在秦政殿 对着皇兄那冷冰冰 毫无感情的脸 以及令人昏昏欲睡的奏折来得强 好在一切的忙碌 都有了喜人的成果 红敖虾在小半个月之后终于来 接到通知 要带着家眷 去参加皇宫 红敖虾宴的所有大小官员 都猛了 他们纷纷都在私底下相聚 打听了起来 红敖虾 那玩意儿不是用来卫生处的 皇上怎么想的 这是咱们什么什么说 让他不高兴了 特意想出这个办法 来惩罚咱们的 不能吧 谁会想到 用这样的方法惩罚咱们的 是不是刘大人 你上次差点把官帽给扔陛下 那里却让他生气了 放屁 那事儿皇上都说翻篇不计较了 君无戏言 皇上肯定不会计较 本官这点小事的 倒是闻大人你 凭日李文之彬彬的 吵起家来好家伙 那还真是要多狂野 有多狂野 实在有辱斯文 依我看陛下就是被你给气找了 说着说着 一群文官开始互相攻击 接牢底了 阴阳怪气的同时还引经据点 不愧是文官 各位大人都别吵了 一本官之见 皇上肯定是被那群粗鲁无知 在朝堂上说话没有涵养 动不动就举起拳头 威胁人的五官给气找了 好一招祸水东引 这群文官只稍微愣了两秒钟 然后就同筹抵开 是急是急 那群家伙还都不爱沐浴洗澡 有一次吵上头了 不知道是谁 直接脱了鞋砸向我等 当真是差点被熏晕过去 陛下当时的脸都轻了 长得五大三粗的 还恐吓我等 真当读书人没有骨气 怕了他们不成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 这些文官私底下的讨论 被那群武官知道了 一群武官 本就大多是性格耿直暴躁的 当即就差点没抽出 自己四十米长的大刀砍杀过来 虽然没真的打打杀杀 但文武官之间的矛盾升级 那是肯定的 一天后 南宫实渊就收到了 如雪花般的弹和奏折 XXX文官和武官的马车 在街上相遇 谁也不肯让谁 然后由争执演变成了一场骂战 最后演变成了文武官员 当街打在了一起 XXXX文官和武官 因为就住在对门 出门的时候 相互看不顺眼 阴阳怪气接牢底之后 颜面无存 然后也有一场骂战 升级成为了打架 看到这些弹劾奏折的南宫黎 瞬间都不昏昏欲睡了 整个人从生无可恋的状态 变得精神异异 并且还抓着一个知情太监 问得不停 你快和本王说说 具体是怎么接短对骂的 然后又是怎么打起来的 谁赢了 笑死 那眼神里的八卦之火 根本就藏不住 他只恨自己 没能亲自在场 小太监冷汗津津地 看了上手的陛下一眼 见他没阻止 这才仔细说起了当时的情况 最开始是武安侯说 宁远侯家儿子 若不禁风看起来像 像是女娘一样 还学着汉子去逛花楼 和别人抢花魁被打 然后宁远侯就说 武安侯家儿子 像是没开花的猴子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蠢笨如屯 武安侯和宁远侯 就这么对骂了起来 说着说着就 武安侯不讲究的 把自己鞋脱下来 丢向宁远侯 宁远侯当然不能忍 也把自己手里的咽态 砸了过去 之后两位侯爷就打起来了 南宫离听得 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就差没翘着腿 来点瓜子了 甚至还很主动地追问下去 然后呢 然后呢 谁赢了 那小太监道 自然是武安侯 但宁远侯爷 抓破了武安侯的脸 南宫离 南宫十渊 这打架 怎么还冻上指甲了呢 南宫离听得意犹未尽 继续询问另外几个八卦 一时间都差点以为 自己是在逍遥往府了 直到太过得意忘形 哈哈大笑着拍腿 我怎么就没在现场呢 都怪黄 兄字还没说完 忽然接收到了冷冰冰 如刀子般的视线 僵硬地扭头 看向上面的人 这才想起来 不是在自己的肖牙王府了 他话音一转 熟练地开始拍马屁 都怪黄兄太一名神武了 要不然我在现场的话 就我这小身板 肯定得误伤啊 南宫十渊 声音凉嗖嗖怎么 不怪朕当你看戏了 南宫离善善一笑 狗腿地凑上去哪能呢 黄兄你可是保护了 我的人身安全 不过 南宫离有点狐疑地 看向自家黄兄 他竟然没阻止自己八卦 嘿嘿 黄兄自己其实也是想听的吧 毕竟这些事情 可比那无聊透顶的政务 有趣多了 爹爹 齐王叔小宝回来了 人为置声先道 软诺诺的小奶音 从外面传来 似乎还透着欢快 小宝顶着脑袋上的 两个小啾啾 伴随着丁铃铃 清脆悦耳的铃声 跑了进来 精致的小脸上笑容可甜 黑白分明的眸子 亮晶晶如夜幕星空 南宫离一阵稀罕地凑过去 将跑向南宫石渊的小侄女 给截过来抱在怀里 顶着黄兄那 黑沉沉暗藏杀鸡的视线 巴基在小侄女 肉嘟嘟的雪白小脸蛋上啃了下 这才耸细细地缩着脖子 将某只小奶团 送给了他亲爹 小宝也不在意 坐在爹爹怀里 笑出了整整齐齐的截白小牙 迟 眼眸弯弯似月牙 爹爹 小宝和师父一起去看他们打架了 才刚听完八卦 此刻的南宫离 对打架两个字就非常敏感 几乎是瞬间就双眼放光地看着小宝 谁谁谁 你看见谁打架了 小宝挠挠头有点眼熟 好像在爹爹这里见过 很好 果然是他们大下朝的官 是他哥的官员 南宫离双眼更亮了 南宫石渊沉默不渝 快展开说说 南宫离这当叔叔的 直接就坐到地上 一双桃花眼 可期待地看着自己小侄女 奈何三岁小奶娃娃 就算小宝平时再怎么聪明机灵 想要将所有经过 都清晰有趣地表达出来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南宫离就听得颠三倒四的 听得南宫离急得不行 最后直接指着跟着小宝的护卫 你来说 小宝眨白眼睛 乖乖地坐在爹爹怀里不说话 也跟着听故事 好在那护卫是个能说会道的 很快将所有事情经过都说了 因为要给南宫祈修治疗双腿的原因 小宝这段时间 隔三差五的就往外面跑 今天也不例外 去找了大哥之后 又去找贾珍 然后贾珍就带着他和周延两个 从周家溜出来到街上完了 他们找了家酒楼去吃东西 刚点好 就听到隔壁传来争吵的声音 贾珍完全就是个看热闹不嫌是大的 大多数人在听到争吵的几人 都是朝廷命官的时候都不敢凑过去 怕会惹麻烦 祸及自身 但贾珍那是真一点犹豫都没有 直接抓起一整只烧鸡 就拎着俩小孩 端着小板凳 直接坐到门口去光明正大地带娃看戏了 他不仅看戏 他还在一边拱火 然后就导致原本只是简单的小争执 以最快的速度陷入白热化升级为产斗 这也就罢了 顶多就是互相撕扯打架而已 贾珍倒好 提醒这个手边有个茶盏 怂恿砸向另一人 又提醒那个专门打脸 看得两个小孩都无语了 要不是后面小宝的护卫站出来 将几人拉开 恐怕不知道还得打到什么时候 当时虽然是文武官的争斗 按理说打架这种事情肯定是文官比较吃亏的 但当时的情况是五官只有一个 文官有整整五个 所以那五官也吃了不少亏 只听完后 南宫黎再次恨自己 当时没能在现场 南宫石渊的脸色就有点黑了 所以就这短短一两天时间 他的文武百官这就打了好几场了 他们为什么争执 那护卫恭恭敬敬地回答 好像是因为红敖瞎咽 文官聚集在一起 私底下猜测是不是有人惹着您 所以用这样的法子来惩罚他们 刚开始 那些文官还是互相指责 然后所有文官们的矛头都直指五官 五官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 气不过他们就开始互相找茬 后面的话不用再说 大家都知道了 南宫石渊脸更黑了 竟然是因为这个 南宫黎也一脸无语 这些文官想的也太多了吧 一个简单的红敖瞎咽 都能弯弯绕绕地想那么多 最后还弄成了现在的这样子 南宫石渊看着那些告来告去的奏折 冷冷一笑 那一瞬间 南宫黎哆嗦了下 总觉得自己皇兄要搞事情 很快 南宫黎的预感就应验 第二天上早潮 南宫黎来得格外早 打着哈欠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然后在看见五安侯的脸时 差点没直接笑喷出来 五安侯的脸果然被抓破了 看得出来 宁远侯下手还挺重 他现在脸上的伤根本就遮不住 当然 宁远侯也没好到哪里去 整个人鼻青脸肿的 当有人看过去的时候 他羞愤得恶狠狠地瞪了五安侯一眼 然后抬起手臂用宽袍长袖 遮挡住自己的脸 他今天本来都想告病不来上朝的 乃至皇上直接派人到他府上告知 不能告病在家 无奈只能修着一张老脸来上朝了 其实 在见看见那么多人的脸 和自己一样精彩后 他们互相尴尬着 好像也不那么尴尬了 没错 宁远后看见其他好几个文官的脸上 颜色也是相当精彩的 心里贴位的同时也分愤慨 那群莽夫 竟然专挑着他们的脸打 不知道读书人最重要的 就是脸面了吗 至于武官 有的应该也吃亏了 但比起文官来说 要更加皮糙肉厚一些 所以面上还看不出太大问题来 文武官一上朝 在皇上还没来的时候 一个个都跟斗鸡眼似的瞪着对方 那幼稚的模样 跟在比谁的眼睛瞪得更大一样 哟 脸上挺精彩啊 武官们看着那群文官的脸 只觉得解气 文官气愤不已 一群莽夫 无耻之辈 陛下让你们习武 是用来保护百姓 保护大夏朝的 可你们干了什么 竟对着自己的同僚出手 文官群情激愤 唾沫横飞地 对着对面的武将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一些厉害的引经据点 不带脏字 骂得对面嘴笨的武官话 都接不上来 脾气暴躁的武官 虎目一瞪 举起拳头怒吼你们 怎么着 你们还想在这里打架不成 真以为我们怕了 我们只是不想在这圣洁的朝堂之上 做出那等有辱斯文的事情来 不向而等粗笔小人 说谁小人 你们才是小人 一群伪君子 角落里的南宫黎 看到这一幕 激动得手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不枉他今天来这么早 就知道今天上朝肯定热闹 逍遥往此刻像集了瓜田里的茶 看得那叫一个起劲 南宫时渊和福海来上朝的时候 朝堂上的文武百官 此刻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彼此近身相互瞪眼 文官指着自己的脸来来来 宁有种呼 往这里打 武官穿着粗气 显然被气得不轻 拳头握得帮应 真以为老子不敢吗 气氛娇气灼热 仿佛下一秒 他们真的就能在朝堂上打起来了 福海 我的娘爱 陛下的脸色太难看了 他小心翼翼地跟在 仿佛要上战场 将所有人都杀光一般的陛下身后 额头上冷汗都下来了 诸位大人 这是在作死啊 陛下驾到 听到福海的声音 上一秒还剑拔弩张的文武百官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一个个老老实实地拿着户 乖乖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样子 仿佛之前剑拔弩张的气势 都是假的一般 南宫石渊坐在龙椅上 将所有人的表情 以及他们精彩的脸色 都尽收眼底 朕倒是不知道 朕的文武百官 竟然个个都潇潇勇善战 南宫石渊低沉中 带着冷意的话落下 所有文武百官都安纯似的 一声不敢坑 他将那些弹劾的奏折 丢回去自己看看你们干的好事 平时挺注重脸面的 怎么昨天一个个的都不要脸了 众人 话也不能这么说 他们那是傲骨争争 怎么能说不要脸呢 南宫石渊也不和他们废话 正看你们精神都挺好 即日起 文官每日去西大营跑一礼 文官们 陛下这是想要他们 这把老骨头的命啊 陛下不可 微臣等年岁大了 而且从不曾跑这么远的路程 这万万是跑不下来的呀 别说现在当官啊 以前没当官科考的时候 也很少有读书人做重活的 更别说现在每天都被奴仆伺候 出门坐马车软交的老骨头了 一群若不禁风的文官顿时哭诉起来 希望他们的陛下只是开玩笑 奈何帝王冷漠无情 南宫石渊冷笑 我看你们打架的时候 倒是没考虑到自己老了 就这么定了 一脸憋屈的文官们 皇上您会不会太偏心了 武官们在一旁幸灾乐祸 然而很快他们就知道 什么叫做乐极生悲了 南宫石渊声音凉凉至于武官 你们也挺有精神的 即日起起 每日抄写背诵论语诗篇 朕会亲自检查 什么是晴天霹雳 这就是了 一群只喜欢武刀弄枪 每次写奏折 都得憋大半天凑字数的武将 让他们去抄书背书 那简直比挨刀子都难受 当然 他们当中也不乏有学识的 但武将普遍都只喜欢看兵书 至于那些知乎者也 他们看着也很头大呀 皇上 南宫石渊 一个黑沉沉的眼神扫过去 武将顿时不敢说话了 坑坑吃吃半天 才憋出来一个尊子 看到对面那群武将难受 文官们心情也舒坦了 正所谓自己的快乐 都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 看到对家倒霉 他们郁闷的心情 就诡异的好了不少 皇上真是完美地 拿捏了文官和武官的弱点 这一番折腾下来 两边都老实了 也憋屈了 但暗中还在互相较劲 虽然八卦这种事情 谁都会有好奇心 但这种事情多了 不利于促进同事关系 被周边其他小国知道了 还有点丢大夏朝的脸面 教训完了文武百官之后 南宫石渊 再将红熬虾艳的事情提了题 文武百官的脸色更难看了 但这事完全就是 南宫石渊的一言堂 不服气 憋着 暴君 真真是个暴君 处理了一些家国大事后 南宫石渊留下逍遥王 和晋王散潮了 至于为什么会留下两人 这当然都是他那 爱折腾的女儿要求的 小宝此刻在偏殿 头上顶着一顶 精心编织的小草帽 正吭吃吭吃地 指挥着太监宫女摘西瓜 一眼望去 偏殿后院全是绿油油的 一个个圆滚滚 比两个成年人脑袋还大的西瓜 安安静静地出力其间 看着很是显眼 西瓜在没打开之前 香味并不浓郁 所以大家虽然好奇 却也没多馋 那个成熟了 可以摘下来 在阳光下 皮肤白的能反光的小家伙 身上清清爽爽 没有汗水 小手一挥 很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架势 很快就有人按照他说的 去把那大西瓜给摘下来了 南宫石渊他们过来的时候 瞧见的就是这么一幅热闹的场景 这小小片店 当真是热闹得很 当然这都是某位老父亲 给灌出来的 小宝正忙得欢快 小蜜蜂似的 跑到瓜田里 去这里看看那里看看 一时间还没发现 自家爹爹 叔叔和哥哥都来了 此时在他的指挥下 空地上已经放着 十几个成熟的大西瓜了 我家小宝 这是在忙什么呢 南宫里摇着手里的扇子 声音细细 小宝终于发现自己爹爹他们了 连忙从瓜田里跑出来 爹爹 小小一只 很是熟练地 挂在了自家爹爹大腿上 跟一只奶嘟嘟的 雪白小瓜剑一般 南宫石渊 也熟练地 将腿上的小家伙 撕下来单臂抱着 胳膊上 仅是流畅的肌理 充满了力量感 让小屁屁 坐在上面的小宝 充满了安全感 爹爹你看 那些都是小宝 给你种的瓜 那透着点霸气 骄傲的小模样 很有老父亲 挥斥方球的气势 三人顺着他 小手指着的方向 看过去 还真就看见了 那一个个圆滚滚的 大西瓜 南宫石渊 和南宫奇修 父子两个 稍微惊讶了下 但脸上的表情 没太大波动 这一看 就是性子沉闷的 南宫里就不同了 他很给小宝 面子的挖了出声 这是什么瓜 竟然能长这么大 某只奶团子小奶鹰 可想亮 骄傲西瓜 这玩意儿 大家还真没吃过 小宝立马就拉着 自己爹爹的手 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指着他特地 流出来的最大的 那个西瓜 爹爹这个是给你大 说完 小家伙一脸期待 求表扬的表情 看着自己爹爹 被特殊对待的小宝 嘴角微微上扬 修长手指 揉揉小家伙脑袋 怪 某位帝王 用他那低沉的声音 说出这个字后 他身边的小雪团 乌黑黑的毛子 肉眼可见地亮了起来 小宝眉眼弯弯如月牙 被爹爹夸奖的 小尾巴都翘着摇摆起来了 爹爹我们去吃西瓜呀 旁边的南宫里 又怨了小宝难道 就没有我的吗 是他不值得拥有是吗 小宝眨巴了下眼睛 然后小手指着那一堆西瓜 可好气 七王叔喜欢哪个 随便挑呀 看他大方吧 南宫里 不是小侄女给他挑的 不开森 俩人的脑电波 显然不在同一频道上 但南宫里的那点怨念 在吃到西瓜之后 什么都消散了 小宝特地给自己 爹爹留的大西瓜 不仅个头大 而且已经熟透了 刀刃刚碰到西瓜皮 稍微往下一压 咔嚓的清脆声顿时响起 一条肉眼可见的裂缝 顺着刀刃的地方 一路往下延伸 根本就不用特地去切它 自己就裂开了 南宫里 Sigma LLL 怎么裂开了 还以为是坏了 然而在看见西瓜里面 露出来的那些红色呱嚷时 南宫里顿时否定了这个想法 西瓜的清香味道飘散出来 那鲜艳的红色 更是令人口齿生津 一整个大西瓜 青绿色的皮 却只有薄薄的一层 瓜然红的刺目 一看就水分很充足 南宫时渊动作干脆利落 直接拿着剑刷刷几下 将西瓜按照小宝的要求 切成了大小相同的半月牙形状 这几十年的刀工真不是盖的 每一块西瓜 不仅大小形状都是一样 而且还没多少西瓜汁流出来 爹爹给你吃 小宝这个爹宝 拿着第一块西瓜 第一时间就是交给自己爹爹 南宫里心里酸溜溜的 羡慕极度的眼神 不加掩饰地递给自己皇兄 为什么他就没有这么一个贴心的小棉袄呢 南宫时渊面上淡定的 接过女儿递过来的大西瓜 但是谁的嘴角上羊了 谁知道 西瓜真的是夏日必备 结属圣品 清甜而不腻 瓜嚷又脆又煞 一口下去 汁水饱满 且带着丝丝凉意 清爽解渴 嗯嗯 只一口下去 就埋头苦干的南宫里 似乎想说什么 奈何吃得太多 说出来的话太含糊 根本没人听得懂 不过片刻的功夫 他手里的西瓜 就只剩下那一层薄薄的皮了 太好吃了 终于说出来了 南宫里迫不及待地 再拿起一块埋头啃了起来 属于王爷的面子啥的 早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南宫时渊虽然吃相优雅一些 但那速度也是一点都不慢的 相比起来 从小接受皇家教育 没从军抢过饭 维持着君子风范的南宫齐修 就要吃亏一些了 他爹和叔叔都啃了三块了 他才吃一块 小宝更吃亏 人小脸小嘴巴小 塞帮子圆鼓鼓的 但才吃半块 最后一整个大西瓜 几乎四分之三 都进入了南宫时渊 和南宫里肚子中 小宝总共就吃了两块西瓜 可 南宫里打了个宝格 原本因为这炎热天气 有些食欲不振的胃口 得到满足了 小宝你这西瓜 从今天开始 容身为你七王叔最爱了 小宝把嘴巴里塞得 满当当的瓜嚷咽下去 小眼神可无辜地看着他道 可是七王叔 你上次才说 草莓酱是你的最爱啊 上上次是番茄酱 上上上次是草莓 南宫里 喜欢这种事情 当然是随机应变的啦 南宫齐修 南宫里摸摸肚子 起身大步往外走 再去拿个西瓜来 小宝捣腾着小短腿 跟在他身后 软乎乎地喊冰镇西瓜 最好吃 南宫里立马询问 怎么个冰镇法 小宝放井里呀 然后第二个西瓜 就是冰镇的 虽然等的时间长了点 但事实证明 这样的等待是非常值得的 那透着凉意的西瓜 瞬间驱散了 这个夏季带来的炎热 真爽 四个人吃了俩大西瓜 最后直接都吃撑了 南宫石渊 也难得多吃了许多 最后一块凉嗖嗖的西瓜 被小宝抱着小口小口啃着 跟只小松鼠似的 可爱死了 南宫里和南宫齐修离开的时候 小宝直接送了两个大西瓜 给大哥哥 五个大西瓜 给七王叔 没办法 七王叔加堂哥哥太多了 其他的西瓜 则被送到了上书房 炎炎夏日 不仅大人感觉乏力难受 小孩子也受不了 此刻的上书房的暗台上 已经趴了好几位皇子了 一个个的 都跟缺水的鱼一样 夫子也没办法 毕竟这天是真的 让人想要睡觉 各位殿下 都打起精神些吧 今天的功课还没讲完呢 李润敲了敲桌子醒神 离太妇 福海带着几个台西瓜的 太监过来太妇 公主殿下让奴才 给几位皇子送些东西 陛下说了 这天热 可以适当地 让皇子们休息一下 其实这都是小宝心疼哥哥们 再加上要送西瓜 他过来撒娇卖蒙求着陛下 让几位皇子休息休息的 既然皇上都这么说了 李润当然也不会 讨人险地去做那个恶人 在所有皇子 眼巴巴期待的眼神中 李润摸了摸胡子点头 五皇子南宫其林 顿时一蹦三尺高 瞌睡虫瞬间没有了 快给我看看 小宝又给我们送什么来了 小八南宫其君 也速度一点不慢地跑过去 最后六位皇子 盯着篮子里的那些大西瓜 都一脸疑惑 好大一只 这是什么东西 就这么吃吗 小妹又弄出什么新鲜玩意儿了 六位皇子凑在一起 叽叽喳喳地说话 浮海在边上给他们解答疑惑 公主殿下说 这叫西瓜 须得切开 只吃里面的瓜嚷 听到要切开 南宫其林 月月月式地挽起袖子 去拿刀来 别看南宫其林 还是个不大的少年 但耍起刀来 那也是相当糊糊生微的 他一刀往西瓜上劈下去 里面的瓜嚷了出来 从冰镇的井里拿出来 就差人往这边送来了 整个西瓜的表面 带着水屋露珠 里面更是透着凉意 在这炎热的天气里 这清凉的感觉 让所有人都舒服了 吃起来更是又甜又清凉 心头的燥热 也在瞬间被驱散了 南宫其林一双眼睛贼亮 好吃 以前的夏天 竟然没吃到这样的东西 简直是人生一大汗事 太富 你也吃 这是小公主特意交代奴才的 李润摸着胡子点了点头 眼里的笑意隐视不住 上书房 皇子们啃西瓜啃的欢快 周家同样也收到了来自皇宫的礼物 周家主事人周恒 简直受宠若惊 要知道他们 周家虽然是皇商 但毕竟也只是商人 忽然就攀上小公主 这么大一关系户 这在以前 周恒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而且他打听过了 小公主送来的这什么西瓜 可是连当朝一品大官 都还没有的呢 送到他们府上的两个大西瓜 很快被分吃了 这滋味 真是以前从来没吃过的清甜 而且这么大一个瓜 里面除了无伤大雅的黑色小子 竟然没有果核 简直不要太实惠 小宝把西瓜送出去后 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哥哥们 以及朋友的礼物 他的在小金库又充实一些了 抱着装得满满当当金银珠宝的小箱子 某只雪白的奶团子 笑得像极了掉进米缸的小老鼠 可激动的小脸都红扑扑的 笑完后 小宝又撅着小屁股 当着自己爹爹的面 将小箱子藏在了床底下 南宫石渊 藏了 好像又没藏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傻兮兮的女儿藏东西 不知道避着点人 怎么这么笨 小宝文言扭头 笑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 爹爹你看 以后有不要的钱钱放小宝香香里呀 南宫石渊 好妈 这不是笨 这是太机灵了 爹爹小宝要给二哥哥送西瓜 你有木有什么 要送给二哥哥的呀 南宫石渊没有 那小宝给二哥哥写信 不会写的字 爹爹给写好不好呀 南宫石渊 倚靠在床边翻书 不会写多认字 小宝光着白嫩的小脚丫 站在床上 伸直了小胳膊 往自己头上比了比 然后点着脚尖 比了比爹爹的头 他理直气壮 又慢吞吞地说 小宝这么小小一只 不急不急 要慢慢来 南宫石渊 瞥了某只肉嘟嘟的小奶团一眼 是挺小 小宝微微抬着下巴里嘴笑 是吧是吧 所以爹爹要帮小宝搭 南宫石渊吃得倒是挺多 小猪也就吃这么多了吧 小宝 爹爹好过分 怎么可以人身攻击 鼓着腮帮子 小宝嘟嘟当当地说 自己是小猪猪的话 那爹爹就是大猪猪 然后这话 当然就被耳尖的南宫石渊听到了 一双手捏着他软嘟嘟的腮帮子 眼眸危险地半眯着 你说什么 嗯 那语气都透着十足的危险 小宝立马眨把眼睛 表情可无辜 他什么都没说的呀 红傲虾宴很快就来临 各位大臣们 不情不愿地 带着自己的家眷前来 我的菜肯定是吃不下了 还好我在家里吃饱了才来的 这红傲虾土腥味那么重 怎么做都不好吃 长得还忒丑 你们说这陛下究竟是怎么想的 须 都小声点 怎么李大人吃过那红傲虾 那李大人顿时心虚气短声音大哪有 本官只是听别人如此说的 其实他还真嘴馋试过 李润在其中看着那些同僚 欲言又止 其实 那红傲虾并不难吃 反而还很好吃来着 五官们对文官那矫情的样子 嗤之以敌 皇上又不是让你们吃毒药趴个肾 各位大人还真是娇贵身子 可怜了咱们这群习武的大老粗 上战场的时候 别说吃点带腥味的肉了 那是肉末子也没有 就是 这红傲虾虽然味道不好 但也是肉啊 要我说 就该建议陛下 让你们也去军营里吃吃苦头 就不会这么嫌弃了 文官们顿时怒目而视 我等怎可和尔等相同 目不时钉 只会五刀弄枪的莽夫 让你们去管理钱财 管理税收和正物尔等等吗 背个论语 都能末迹几天还背不出来 而等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先把论语背好了 再与我说话 我们文官才多少人 你们军队又是多少人 行军不吃粗粮 整个国家的国库都敢等算了 有本事你们来管啊 陛下交代的论语背完了吗 如此年岁了 不会连三岁至子也不如吧 那几个说话的五官 顿时被文臣群起而公之 喷得灰头土脸的 只恨自己没长了 那么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喷爽了的文臣也冷哼一声 仰着下巴 不屑看那群长得五大三粗的五官 他们的家眷们 这原来大人们在私底下 竟然是这样相处的吗 这和在家里威严无比的形象 完全是判若两人啊 不过惊讶之后 家眷们对今天这个宫宴 也愁得不行 以往的宫宴 他们谁不是欢天喜地 挤破了脑袋往着皇宫里钻 但是现在 知道是红敖虾宴 他们也不愿意来 但是不来不行 红敖虾宴开始没多久 几位皇子也来了 小宝也是跟着哥哥们一起来的 此刻被所有哥哥 围着问东问西的 主要是问小宝的西瓜 吃了一次之后 他们简直念念不忘 一天不吃都热得慌 那些大臣一见到几位 各有千秋的皇子 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这些个皇子里面 就有皇上的接班人 这运气好了 他们的女儿嫁过去那以后 说不定就母仪天下了 其实在他们心里 对大皇子的感官是最好的 大皇子年少成名 性格好学时好为人温和有礼 真是在适合储君不过 可惜天度英才 双腿被废 这基本就已经和皇位无缘了 二皇子 好吧 二皇子虽然性格乖利了些 但也是很不错的 而且在大皇子与储君无缘的情况下 是最有优势的 奈何他不知道怎么想的 竟然放弃这大好优势 自请去编程了 这猝不及防的变动 导致那些暗中支持他的大臣们 都扼腕不已 好些都已经在暗暗寻摸 下一位有可能成为储君的皇子了 毕竟编程战场上刀剑无眼 这二皇子一去啊 成功了那自然是手握兵权的十拳皇子 但若是不成功 那很可能就只是给战场上增加一抹英魂罢了 倒也不乏另一种可能 比如二皇子只躲在后方毫无剑术 但不论哪一种 他们都得另做打算以防万一 剩下的那些皇子中 三皇子像是个隐形人一样不起眼 性子沉闷不讨喜 最重要的是没有母族支持 这个就罢了 四皇子脑子全长力气上了 虽说天生神力 性子倒是格外单纯憨厚 但这完全不是当皇帝的料 五皇子倒是能有一搏 他的母族是郑国公 掌握南大营大军实权 他自己瞧着也是个傲然优秀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现在太小了 不过思来想去 目前还在的几位皇子中 就五皇子和六皇子最有竞争力了 六皇子自是不必说 和大皇子一母同胞 虽然现在年纪上小 但依然可以看出金娇优秀 余下两位皇子那年纪就更不必多说了 诸位大臣看着那几位皇子各自思量一番后 皇帝来了 皇上驾到 皇帝和他的妃子永远是压轴出场的 众人齐齐跪下喊万岁 抬头看着那气质威严冷沉 看起来格外俊美年轻的君王 诸位大臣之前心中打的小算盘 顿时稀里哗啦地碎了一地 他们的这位明明都是已经快笨四的人了 为什么看起来还是这么身强力壮 看起来能活个上百年的样子 好恨 他们该不会等到诸位皇子的儿子都长大了 才能等到这位离开吧 南宫石渊走到主位上坐 目录威严地看着下手众人 平身 南宫石渊也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直接就上了今天的主题 鼻脸还大的瓷盆里装着红凹虾 但被盖子神神秘秘地盖着 看不清楚里面具体什么情况 等所有瓷盘都上完后 那盖子才被打开 顿时一股从未闻过的香味扑面而来 所有人都被惊得瞪圆了眼睛 和瓷盘里死不瞑目的红凹虾 大眼瞪小眼 这这这 这是红凹虾 等等 的确是红凹虾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香 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跟着父王来的南宫 齐横南宫齐眼双胞胎兄弟 看他们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顿时感觉扬眉吐气 呵呵 之前不是还嫌弃这红凹虾 有本事你们今天别吃 诸位请吧 南宫石渊冷淡淡地说完 拿起放在旁边的手套戴在手上 其他人都在偷偷看着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瞧见他们高高在上的帝王 戴上手套后 就直接伸手从刺盘里 拿出一只红凹虾 开始霸气又不是优雅的包壳 不仅他 几位皇子公主 还有逍遥王都戴上手套 开始自己包壳 众人 正当他们惊恶之时 文官咱们发现 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叛徒 李太傅已经自然而然地吃上了 他身边的礼部尚书 眼皮子跳了条太傅 这滋味如何 李润点头甚好 看他那熟练的样子 李部尚书到我说李太傅 你之前不会就吃过吧 李润的确在逍遥王家吃过 李部尚书顿时美好气地 吹胡子瞪眼 怪不得我们这么闹的时候 你一句话不说 李润邪了他一眼 我在宫里教授皇子们上学 哪来那么多时间关心那些事情 等知道的时候 你们都已经闹大了 说完不等他说话自己尝尝 味道挺不错 李部尚书冷哼一声 气闷得没再多说什么 也开始笨手笨脚地 包起了红傲虾壳 只是一边动手包壳 嘴里也不断地嘀咕着这部哑观 但一吃上就啥也不顾了 文官这边还好 顾着君子李仪之风 但五官那边就完全没那顾忌了 吃的头都抬不起来 有些不讲究的 甚至直接连虾壳 都给丢嘴里吃了起来 那表情简直跟八辈子 没吃过饭一样 狼吞虎咽的 一边吃他们嘴里还不停地呜呜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文官看得嫌弃的不行 但他们现在啥也顾不上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 要是当年上战场的时候吃一顿 那坎人都有利己多了 他们咋现在才发现这玩意儿啊 女眷那边 也从刚开始的扭扭捏捏 觉得这种吃东西的方法太出格了 到后面也慢慢拉下面子 开始吃了起来 没见到陛下吃着 其实还挺优雅的 还有那几位皇子 特别是大皇子 动作也非常的掀起 可见这和食物没关系 完全是人的问题 这小龙虾 经过御厨的潜心研究之后 做出来的滋味 可比之前的要好吃多了 这一吃上啊 就完全上瘾丢不掉了 而且吃得差不多之后 又上来了一种 他们从未见过的水果 美人桌前摆放着 八掌宽的半月牙形水果 那红色的瓜瘾 看起来就特别清爽诱人 南宫石渊 声音低沉冷淡 这是九公主自己种出来的西瓜 产量不多 各位大臣尝尝先罢 众人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总感觉皇上在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是透着骄傲的 他们不由看向 那仿佛没什么存在感 但是存在感又格外强的小公主 自从这位到了皇宫以后 怎么感觉小公主人 虽然没在他们面前晃悠 但是他出现的频率 就是特别高呢 小宝还在欢快地吃着虾 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 似有若无的视线 他小眼神可茫然又无辜地到处看 咋地啦 在南宫石渊拿起西瓜 不紧不慢地吃了起来后 其他大臣也纷纷将 自己面前的西瓜拿起来 不失优雅地啃了一口 然后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小龙虾是很好吃没错 但这样的天气里 吃起来还是很热的 然而吃完后 配上清凉结暑的西瓜 感觉整个人的灵魂 瞬间都升华了 可惜只有这么一小块 吃完了 他们还有些意犹未尽呢 但是谁敢再找皇上要啊 只能巴巴地 用渴望的视线看着皇上 希望能再来点 南宫石渊就跟没看见一样 还想要 门都没有 偏殿就那么大一块地方 一根西瓜藤 只接两三个西瓜 就算这西瓜 再大那数量也是有限的 没见皇宫 还有这么多人呢 况且还有逍遥王那一大家子 小宝涵给他二哥 和四王叔镇南王 都送去了不少 剩下的皇宫 也吃不了两天了 眼神暗示 没有得到西瓜 他们只能遗憾地收回 不知道下一次 吃这水果得是 什么时候了 公主你多种点啊 这场被不看好的 红敖虾宴 最终在诸位大臣 以及他们家眷的 意犹未尽中 完美落幕 这还真是让他们 重新认识了 红敖虾这种 被嫌弃的不行的生物 不愧是御厨 连红敖虾 都能做成如此美味 还有那个叫西瓜的 不知道陛下 能不能赏点给他们 九公主也很神奇 才三岁 之前种出来的那草莓 陛下倒是赏过一些 给他们 但只有二三品官员 才有那么十个 拿回去都不够 家里人分的 偏偏那东西 滋味是真的好 家里小孩子老人 特别喜欢 吃完还嚷嚷着想吃 但只有那一回 听说那就是 小公主折腾种出来的 现在又来了 这个他们没吃过的西瓜 吃完 现在都还在回味 那味道呢 不知道下次小公主 又会折腾出什么东西来 忽然就有点期待了 如南宫石渊所想 红敖虾宴之后 那原本被人嫌弃不喜的 红敖虾 一下子风靡整个京都 诸位去参加宫宴的 大人都说好吃 连皇上 以及各位娘娘和皇子公主 都吃了 再也没人敢说 这红敖虾是下贱之物了 毕竟连至高无上的 帝王都带头吃了 他们在说 那是上部的台面的 轻贱之物品 那不是妥妥地找死吗 这红敖虾从宫里传出来 短短一天的时间内 就到处都传的都是了 无意不是夸那红敖虾 如何如何美味的 当然 那从没出现过的西瓜 也被传得神乎其神的 当然了 西瓜这种被当今 唯一的小公主 培养出来的水果 他们是不要想了 但是红敖虾没问题呀 因此 那些没吃过红敖虾的 也好奇了 纷纷去湖边捞红敖虾 他们一去好家伙 这捞红敖虾的人 还真不少 但是把红敖虾捞回去之后 他们又傻眼了 自己做的不好吃 他们也没那座红敖虾的配方啊 这个时候 真修楼就强势 进入了大家的眼中 真修楼内 小宝有些紧张地 扒拉着厢房的窗户 看着外面人来人往的人群 七王叔 我们的小龙虾 能不能卖出去呀 会不会有人来吃小龙虾呀 万一他们觉得不好吃怎么办 他的真修楼开业 小奶团紧张地 问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南宫里懒洋洋地 靠在贵妃椅上一点也不担心 放心吧 平时不是挺自信的 怎么现在反而对自己不自信了呢 小宝小声嘟囔 这可是赚钱的呀 小财迷的样子 逗得南宫里 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缺这点钱吗 平时黄兄没缺了你什么东西吧 小宝钱钱不嫌多 南宫齐修 也在旁边无奈地笑了笑 真修楼所处的位置好 而且牌匾上还画着一只 活灵活现的红傲虾 现在红傲虾这玩意儿 本就风大 而且这牌匾也新奇 大家还是第一次见到 在牌匾上作画的 还是这么大一只 活灵活现的大红傲虾 一时间不少从这里路过的人 都纷纷驻足观看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个新开的酒楼 那牌匾上 竟然画着这么大一只红傲虾 真是新奇 这酒楼不会是卖红傲虾的吧 应该是 那么大一只红傲虾呢 就是不知道那字写的是什么 就算有不识字的 单只看内话都能猜出 这酒楼主要卖的是什么 实在是太形象 也太新奇了 那三个字为真修楼 应该有红傲虾吧 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 忽然一股霸道的香味 从酒楼内飘出来 一时间 大家都狠狠地吸了一口这味道 有些沉迷其中了 这味道 我从来没闻过 竟然如此香 这不会就是那红傲虾的味道吧 听传闻说 那些从宫里吃过红傲虾 出来的大人 就说那香味能直接馋哭人 怎么可能 我家自己就做过 但根本不是这样的香味 人群吵吵闹闹 也就是这时候 店小二和掌柜都走了出来 看着人群客气开朗地笑着 想必大家都知道 最近风靡整个京都的红傲虾吧 想不想知道 贵人们吃了都称赞不已的红傲虾 是什么味道 那大家不妨进来试试 今日本店开张 每份红傲虾都半价售卖 那掌柜的口才不错 不过片刻的功夫 就调动了所有人的食欲 而且这味道实在是太勾人了 听到半价 他们更是迫不及待地往酒楼里挤 一份红傲虾一斤 50个铜板一份 半价就是25个铜板 价格有些偏贵 但做这红傲虾花费的香料什么的也贵 而且绝对物超所值 在这京都 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 就算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也比其他地方的百姓要有钱些 除非那些特别穷的 因此不到片刻的功夫 真修楼就已经满座了 一些不差钱的公子哥 直接包了厢房 各种口味的红傲虾 陆陆续续地被送了出去 只闻着那香味 就让人馋的口水都流出来了 已经培训好的店小二 还耐心地教他们 这红傲虾要怎么吃 这红傲虾个头大肉质肥美 吸满了汤汁的肉 一口下去能香掉人的舌头 而且里面还混合了些蔬菜 沾了这红傲虾汤汁的蔬菜 也好吃得不行 就算吃完了 那些汤汁也能打包带回去 伴着粗粮饭 也能香喷喷地让全家人吃一顿 这汤汁才是精华呀 这下你放心了吧 南宫黎笑着用扇子 在小宝脑门上敲了下 小宝嘿嘿笑了起来 可开心地点点头 放心 真修楼不仅买制作好的红傲虾 还收购红傲虾 这个消息一放出去 不知道多少贫穷的人 都会为之疯狂 毕竟红傲那春亭湖 以及相连的河道农田都很多 他们一天能捉不少 特别是对一些没有工作能力 也没有家庭的旗儿来说 每天只需要去捉一些 红傲虾还钱就能挣钱 请快点能挣好几天的饭钱呢 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真修楼也在主家的叮嘱下 特别照顾这些 身世比较凄惨的孩子们 也算是给了他们一个保障吧 我们家小宝真是个心软的小姑娘 没错 照顾那些旗儿的主意 是小宝提出来的 其实他也是无意间 看见好几个半大的小少年姑娘 带着一群旗儿来卖红傲虾 提出来的 真修楼虽然每天卖出去的 红傲虾量大 但再大也只有这一个酒楼 不可能吃得下太多 所以每天收的红傲虾 所需的量变动幅度都不太大 旗儿和那些自身条件 比较艰苦的人 能去抓红傲虾来卖钱 其他想挣钱的青壮年什么的 当然也行 虽然每一斤红傲虾 只能挣一个铜板 每天多抓一些 也是一笔不小的进账了 所以一些青壮年 如果和他们抢这份活计的话 那些年纪小孩瘦巴巴的旗儿们 就容易吃亏 南宫其修想了想 干脆就让掌柜的记下那些 来送红傲虾 过得比较凄苦的人 然后记下这些人 只固定收他们的红傲虾 当然这都得保证 送来的红傲虾是新鲜的 并且不会弄虚作假 不然一旦发现 就立马将他们名单中移出去 今天就是掌柜宣布 固定收购名单的日子 小宝 周延和贾真都来了 这次七王叔和大哥哥没来 大哥哥在王府休养 很快就可以开始给他治疗双腿了 七王叔又被爹爹叫去皇宫学习了 真修楼后院 掌柜的面前站着不少人 他们大多数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连一双鞋都没有直接光着脚 站在地上 瘦瘦小小一看就严重营养不良 但没办法 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没有父母的情 大多数都是女孩和身体有残缺的男孩 此刻他们正眼巴巴紧张地盯着掌柜 只要通过了 以后他们就有固定挣钱的办法 不用再每天乞讨 还吃不饱了 小树 小天 妞妞 苗苗 随着掌柜将这些人的名字念出来 那些半大的孩子脸上 顿时露出在开心不过的笑容 甚至激动地互相抱着彼此 红了眼眶 直接哭了起来 他们终于 终于也有一个挣钱的营胜 只要好好干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 这些孩子都是相互认识的起儿 因为没有父母没有家 他们聚集在一起相互取暖 成为了一父一母的兄弟姐妹 也因为吃过太多苦 直到饿肚子的难受滋味 他们干活就特别认真细致 不怕苦也不怕累 每天抓来的红傲虾都挺多 掌柜的见他们可怜就都瘦了 点完名字后 有好多人没被点名的 有些垂头丧气 也有的人一份填膺 凭什么只收他们的不收我们的 掌柜的看向那人 身强力壮一看平时就吃得好 而且他还派人去调查过 这人以及他身边的几个狐朋狗友 平日里都是出了名的懒汉 专门抢那些弱势之人的钱 这抓红傲虾挣钱的活计轻声容易 他们挣来的钱也不拿回家里花用 而是跑去赌场 有着力气和体格 去做点其他什么事情不好 再不计重庄稼也行啊 品行也不好他可不敢收 这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事 后悔都来不及 掌柜的腻了他们一眼 我是这真修楼的掌柜 我说收谁就收谁 他的态度很强硬 那几个人也只能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毕竟他们没什么身份背景 只除了能欺负下弱小 对上这种大酒楼的掌柜 也只有吃亏的分 况且是在京都这样的地段 开了这么大一家酒楼 傻子都知道这真修楼背后肯定有人 那几人离开之后 其他没被点名的人也走了 虽然失去了这个挣钱的营生 有些失望 但他们家里都还过得去 所以倒也没到绝望的地步 只除了一家三兄妹 那三个穿着洗得发白 就衣服的孩子 直接跪到掌柜面前 苦苦哀求 掌柜的您行行好 把我们的也收了吧 我们一定会努力去抓红傲虾 你少给点钱也没关系的 那三兄妹最大的 也不过是12岁的少年 最小的看着才7岁 还是个小姑娘 他们面容惨淡 和那些起儿差不多瘦 只是身上的衣服 要比那些起儿干净些 却也洗得发白上面 到处都是补丁 最大的那少年 哭着眼里透着绝望 周岩和小宝 都有些不忍心看了 掌柜得将三人扶起来 可三个孩子执意不肯起 他们的家里本来就比较穷 唯一的劳动力 还在去码头搬货的时候 砸了腰瘫痪在床 母亲每天去给人 将洗衣物手都泡肿了 还累出了病 家里都已经没有吃的了 眼看就要被饿死 真修楼收红傲虾的消息传出来 兄妹三个立马就去抓红傲虾了 每天得到的钱 不仅要买粮食 还要给父母抓药吃 根本就不够 如果现在他们 再丢了这个活计的话 那真的就只能等死了 总体来说 他们这种有亲人 需要吃药拖累的 其实比那些钱还要惨一些 掌柜的倒不收你们的红傲虾 是因为这真修楼 还有另外的事情给你们做 掌柜的当然也知道 这三兄妹家里的情况 因此特地将另外的活计 交给他们 你们兄妹三个 每天到真修楼 来清洗红傲虾 一天十五文工钱可愿意 一天十五文 他们兄妹三个 那一天就能挣四十五文钱 要是他们兄妹三个 去抓红傲虾的话 一天三十斤都顶天了 毕竟还有个小妹要照顾 那狐狸水深也危险 比起去抓红傲虾 这份固定的工作 对他们来说更重要 两个哥哥立马激动地 又哭又笑地 带着妹妹给掌柜的磕头 谢谢您 您是我们的大恩人 这边的事情 在楼上的小宝和周妍 看得一清二楚 周妍这个感性的哭包 整个人都眼泪汪汪的 呜呜 他们好惨啊 贾真呵呵一笑 这世上惨的人多了去了 小宝也眼泪汪汪地 吸了吸鼻子 拉着贾真的袖子 师父你能不能帮帮他们呀 给点药也行呀 小宝给师父精瓜子 贾真美好气地 戳了戳 他额头这个时候 知道叫师父了 这么容易心软 可不像我诡异的接班人 你得心狠一点 才不会被欺负知道吗 小宝软乎呼地呜了一声 但是有没有听进去 就不知道了 继续眼巴巴地看着他 小宝有小金库 贾真 所以他说的话 这小家伙 完全就是左耳进右耳出的吧 看在小宝的面子上 以及他今天心情不错 看那三个小孩也顺眼 所以贾真就大摇大摆地 带着小宝和周延 去那三个孩子家里了 既然决定了要收小宝 他给人看病的时候 当然也要带着小家伙 他们是以郎中的身份去的 给那三个孩子的父母 看病的时候 他将所有病症和应对方法 都给小宝和周延 事无巨细地都说清楚了 虽然自己那小徒弟 现在或许还不懂 但记着就对了 然后给两人试针开药 漫泻中没带一个铜板 轻飘飘地离开了 你的小金库师傅 我也不要了 回去好好看我给你的那本书 回头师傅可是要检查的 他诡异是那种差钱的人吗 小宝想到 那厚厚一本关于各种药材的书 植物的还好 但还有许多矿石 和瘦骨虫子类的药材 小宝鼓了鼓塞帮子 好的吧 小宝加油加油 周延捣腾着小胖腿 跟在两人身边加油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努力的意思 周延道那我也加油 爷爷也要我被药材呢 两个小家伙都愁眉苦脸的 确认过眼神满是同病相怜的人 贾珍被称为诡异这个名头 珍不是盖的 他给了三个孩子的父母试珍后 他们明显感觉就没那么痛苦了 之后再吃了他留下来的药 三个孩子的母亲 不过一天的时间 那缠绕他的病痛就消除了 等那三个孩子从珍修楼回去 得知有郎中给双亲看病 并且还分文不取 以及看着母亲的情况 明显好很多了 一家人自从父亲出世以来 第一次露出了满怀希望开心的笑容 珍修楼的生意逐渐走向正轨 小宝每个月都有不小的进账 那些零散的铜币 全被南宫里换成小巧可爱的金元宝 或者银子送到了宫里 小家伙每天都当着爹爹的面 将自己的金元宝藏起来 并且日常询问爹爹 有没有多余的小浅浅 南宫石渊 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个 小巧精致的金花生 某只小柴米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跑过去抱着爹爹的手巴鸡 亲了下 爹爹醉好了 然后把那小小的金花生收了起来 南宫石渊问他藏这么多钱做什么 小宝奶生奶气的回答 以后给爹爹养老用的呀 南宫石渊 我还年轻着呢 你就想到那么遥远的事情了 一时间他真不知道 是该生气还是感动了 被捏了软嘟嘟的小脸 小宝依旧没脾气软乎乎的鹅 对着自己爹爹笑了起来 马上就要到大哥哥治疗双腿的时候了 小宝心里紧张 一紧张 他就坐不住老翔往金王府跑 但是身为公主 他不能出宫太频繁了 爹爹给他的权力已经很大了 再频繁地出去 就得被御史台那些人抓小辩子 当然 这些都是春喜慢慢分析柔碎了 讲给小宝听的 小宝是个乖孩子 当然是不想给爹爹惹麻烦的了 既然宫外不能频繁出去 那他就去找其他哥哥们吧 因此 这几天给几位皇子们 教书授课的夫子和太夫就发现 他们的地盘上来了个不速之客 白白软软 玉学可爱的小家伙 坐在几位皇子中间 可以说是非常显眼了 夫子们对上小公主 那双眼巴巴的大眼睛 以及几位殿下的说情 到底没叫小宝离开 只是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陛下 然而 这位对女儿格外纵容的皇帝 只给他们一句话 只要他不捣乱 想去哪里去哪里 算起来 这整个皇宫都是他的家 他老爹最大 所以只要皇上纵容 他哪里是去不得的 好在小公主很乖 每次上课的时候 小胳膊趴在桌子上 可认真的听夫子们讲课 那小模样还挺讨人喜欢的 虽然态度认真 奈何听不懂 这完全就是催眠曲 小宝也每次都是从精神异异道 搭拉着眼皮小鸡灼米 似的点小脑袋 直到最后 实在坚持不住了 小脑袋趴击歪下去 他桌子上就彻底起不来了 他年纪这么小 也没学过这些 夫子他们 当然也不会去叫醒他 完全就是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放过了 整个上书房 就小宝能光明正大的睡觉 不知道是谁羡慕了 当然是同样听不懂 昏昏欲睡的小八男公齐君 小宝你在干嘛呢 刚一下课 男公齐君就凑到了 自己小妹妹身边 今天既然没打瞌睡了 还趴在桌子上 拿着软啪啪的小毛笔 不知道在写什么 哈哈 妹妹你写的字好丑 比我的还难看呢 小宝 他气鼓鼓地拿着信扭身 给自己小哥哥一个后脑勺 不去搭理他了 好吧 又把人惹生气了 男公齐君挠挠头 自己这笔脑子还快得嘴哦 别生气了 妹妹你看我给你做鬼脸 才做了一个鬼脸 男公齐君就被拉着扯开了 五皇子翻了的大白眼 这都是第几次了 七皇子笨 男公齐君 你们都针对我 我也要生气了 哥哥 小宝给二哥个写信 你们要不要写啊 五皇子 男公齐陵 语气酸溜溜 又要给二哥送东西呢 六皇子男公齐臣 更是抱着胳膊哼哼 果然是远向近臭 也没见你这么天天惦记我 小宝撅着小嘴嘟囔才没有呢 小宝又想着哥哥们的呀 男公齐陈指着他放边上的荷包 上面歪歪扭扭的刺绣 勉强能看出来是一只简易版的猫 还是小宝自己设计的Q版卡通猫猫头 春喜画出来的时候非常可爱 但是被小宝秀出来就很苛诚了 这个呢 就你二哥哥有事吧 这酸溜溜的语气 简直打翻了成年老促了 小宝拿着荷包 眼巴巴地看着围着自己的哥哥们 三哥哥盯着他手里的荷包 眼神黯淡失落 四哥哥眼里写满了也想要 五哥哥一双精神奕奕的眼眸 也盯着他手里臭臭兮兮的荷包 大有想要抢过去 给自己腰间挂上的架势 六哥哥一脸生气的样子 看着他的眼神 明晃晃地写着你不公平着 其余两个哥哥 也是一脸忧愿地看着他 小宝QAQ 他只有一只手 还是在学习刺绣 真的忙不过来啊 这个丑丑的 小宝在给哥哥们做一个好不好吗 软糯糯的小乃因撒娇什么的 他可太擅长了 对上他那双水汪汪可怜巴巴的眼神 谁还忍心说他什么呢 虽然那荷包丑兮兮的 但是妹妹亲手做的呀 他们一点都不嫌弃的 甚至在场的 谁要是第一个 得到了妹妹送的自己亲手做的荷包 肯定就第一时间挂在腰间 到兄弟们中炫耀去了 南宫麒麟 我从母妃那里得到了件皮药 听说那边冷得很快 妹妹帮我把那皮药 也送给二哥吧 说起来 已经快半年 没看见二哥了 既然妹妹要送东西 她也给二哥送点去吧 南宫齐晨阳了阳下巴 也帮我送二哥 一把防身的匕首吧 其他几人都陆陆续续 说了自己要送的东西 唯独三皇子南宫齐云 皱眉思索了半天 然后失落地发现 自己好像没什么可以送的 小宝凑到他耳边 超级小声地说 三哥哥 你送一个小宝的木头雕刻呀 二哥哥一定想小宝啦 某只奶团子 真的是超级自恋了 这是小宝最近才发现的 关于三哥哥的一个小秘密 他的三哥哥 很喜欢木头机关和雕刻 之前就送给他一些 特别活灵活现的小动物木雕 还子子细细递上了颜色 巴掌大的小木雕 不仅好看还很好玩 因为那些小木雕 都被安装了机关 可以自己走动的 小宝每天完了之后 就可宝贝地放好呢 南宫齐云有些犹豫二哥 会喜欢吗 他喜欢木雕 从小的时候开始 就喜欢一个人 躲在安静的房间内 身边趴着一只猫或者狗 自己认认真真的 将那些木头雕刻成 自己心里想要的形状 这会让他觉得安心 以及有种隐秘的成就感 但是这个事情 除了照顾他长大的奶嬷嬷 其余的谁都不敢说 因为奶嬷嬷说过 他玩这些 在别人看来是不务正业 木工是剑籍 他的身份却是皇子 如果被父皇知道 会更不喜欢他 被其他人知道 也会比是看不起他的 所以雕刻那些东西 他都是一个人偷偷的 从来不敢让人发现 却不想在一次无意中 被小宝发现了 但是妹妹没有嫌弃他 还很崇拜地看着他 夸他厉害 那一刻南宫齐云的心满满胀胀的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被肯定被欣赏 真的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 这也成为了他和妹妹的秘密 小宝也答应 他不会将这件事情 告诉其他人 小宝写信说 这个是三哥哥买的呀 南宫齐云 的确没什么东西 可以送给二哥的 显得有些窘迫 现在听了妹妹出的主意 他松了口气点点头 好 他回自己的寝殿 从床底下 拿出一个藏好的箱子 打开后 里面全是各种木雕小玩意儿 但每一种都精巧的 像是艺术品一般 其中还有好几个 穿着不同工装小裙子的小姑娘 神态和气韵被拿捏得很好 活灵活现 仿佛就是小宝的翻版 娃娃版小宝 捧在手心里 可可爱爱 根本舍不得丢掉 这个是他一有时间 就雕刻出来的 妹妹的一举一动 都硬刻在脑子里 雕刻出来也很好看 而且 和普通呆版的墨娃娃 不一样的是 南宫齐云雕刻的娃娃 四肢关节以及脖子 都是能活动的 也拿起一个自己模样的娃娃戳了下 虽然是用木头做的 但肉眼看上去 真的就肉嘟嘟很软乎的样子 终于明白 大人为什么都想要捏 自己的小肉脸了 嘻嘻 和小宝好像 三哥哥 你太厉害了 说着还竖起大拇指 南宫齐云 被妹妹夸奖的冷白的脸上 浮现两抹红韵 有些不好意思 但眼神却是亮晶晶的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被人夸奖欣赏 南宫齐云心里 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和成就感 但是选送给二哥的娃娃时 他有些犹豫了 因为每一个娃娃 都是他最喜欢的 都舍不得 最后挑来挑去 还是选了个手里 拿着草莓的娃娃出来 这个吧 那眼神和表情 老舍不得了 小宝抱着那个 有自己手臂长的 精致木娃娃 这娃娃 不仅身体是哥哥雕刻的 衣服都是哥哥做的呢 完全按照自己平时 穿的衣服 一比一还原 在这个时代 南宫齐云一个男孩子 还是皇子 做的这些被人知道了 肯定是会被看不起的 但小宝就不会想那么多 他只觉得自己 三哥哥很厉害 坐在三哥哥身边 摆弄了下那娃娃 女孩子都抵挡不住 这么漂亮的小东西 哥哥 这个娃娃 可不可以换衣服呀 小宝捏着木娃娃的裙子 看了半晌忽然问道 他记得以前那个世界 有些人也很喜欢玩娃娃 而且很漂亮 不仅可以换裙子 还能换脑袋和头发呢 可惜 哥哥做的这个娃娃 头发也是用木头雕的 虽然也好看 但到底不如那种灵活 小宝就叽叽喳喳地 和三哥哥说 可以换衣服的话 娃娃就和小宝一样 每天穿不同的衣服了 还有这个头发 能不能用真头发 做成假发 能取下来的那种呀 小宝每天的头发 也不一样呢 小宝巴巴地说着 却没有看见 南宫齐云的眼睛 越来越亮 他给娃娃做衣服的时候 从来没考虑过这些 做的时候 脑海里浮现出 小宝穿的哪套衣服 就给娃娃做的哪套 从来没想过要换 还有头发 他一直觉得 用木头雕刻出来的头发 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现在听小宝一说 简直蹄虎灌顶 可以换的假发 虽然有点难 但想想办法总能行的 到时候 这娃娃就更灵动了 南宫齐云 双眼亮晶晶地看着妹妹 直接把人抱起来蹭了蹭 嘴角上扬 笑得开心极了 谢谢你 小宝真是他的小福星 小宝 哥哥在说什么呀 从三哥哥那里离开 小宝是抱着两个娃娃离开的 一个是送给二哥哥的 另一个是三哥哥给自己玩的 美滋滋地回到勤政店 其他哥哥要送给二哥哥的礼物 也送到他这里来了 全部打包给二哥哥带去 上次成熟的西瓜少 所以给二哥哥那边送去的 也只有两个 这次可以给二哥哥送十个 但这批西瓜摘了基本就没有了 想吃还得等明年 将所有东西都打包好 小宝捣腾着小短腿 去找爹爹了 还有四王叔的 虽然还没见过 但他也是自己叔叔 不能把他给忘了 就是不知道四王叔要什么时候回来 他长什么样子呀 小宝再次给远在边城的二哥哥 寄包裹出去的同时 南宫祈修的手术也开始了 这天 就连南宫十渊都难得休假 黄贵妃更是出宫了 真的能行吗 初时听到鬼衣能给自己儿子 治疗双腿的时候 他是激动的 但是听了那治疗的方法 谢清燃差点没昏过去 并且极力反对 到现在 他都还记得自己儿子 当初双腿被马踩断时 那段时间他所承受的痛苦 他不想儿子再承受那样的痛苦 那简直比死还难受 但是他的皇儿却坚持要医治 争执了几天 终究还是被他的儿子给说服了 现在开始治疗了 他的内心紧张又慌乱 母妃 大哥肯定没事的 南宫祈俗握住自己母妃的手 小少年目光坚定一定会没事 他的大哥这么厉害 这点小困难 怎么会难倒他呢 谢清燃摸了摸眼角我知道 但是 双腿骨头被打断了重新掌过 你大哥好不容易才熬过了那段痛苦的时光 现在又要重来 他的命怎么就那么苦啊 想到现在自己皇儿承受的痛苦 他心里就越发恨那个加害他儿子的凶手 即便他已经死了 现在他却觉得那人死得太便宜了 娘娘 大哥哥会没事的 小宝也凑到他身边 奶生奶气地安慰他 谢清燃摸摸他的头发 眼睛红红地点头 所有人都在等 本就漫长的时间 在这样焦急的等待中 更是度日如年 但谁也没离开 小宝隔一会儿 趴那紧闭的门上 想听听里面的动静 奈何里面什么声音也没有 倒是每隔一会儿 就有一盆盆的血水端出来 看得人越发心惊胆战 小宝整个人都急得热锅上 蚂蚁式地转圈圈 终于 在两个时辰后 一切都结束了 鬼衣从屋里出来 两个时辰的治疗 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 他也有些受不了 怎么样 所有人都围了过来 先给我来杯水 贾珍声音都有些哑了 南宫其林跑得快 我去给你倒水 这个时候 也顾不得什么身份了 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中 贾珍摸摸小宝的头 放心 我诡异出马 就算是快死的人 都能给我拉回来 听到他这样说 大家都知道成功了 谢清染直接捂着嘴喜极而泣 太好了 太好了 南宫其辰也激动地欢呼起来 南宫时温松了口气的同时 看着眼前一派欢乐的景象 嘴角也微微上扬 小宝开心地咧着小牙齿 眼睛都快笑眉了 别高兴太早 虽然成功了 但现在大皇子吃了麻沸伞 所以昏迷过去没有知觉 等麻沸伞要效果了 他所要承受的痛苦更多 贾珍给他们泼了盆冷水 听到他的话 所有人都冷静下来了 现在这还只是个开始 后面能不能养好 也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这前面几天 这样的伤容易发热 更是需要人照顾 谢清染连忙到 我留下来照顾大皇子吧 说吧 他看向南宫时温目录恳求 身为皇帝的妃子 是不能随意出宫的 南宫时温却是个不在乎这些的 都没考虑 就点了点头 虽然表情冷淡 但这也是同意了 谢清染脸上顿时戴上了笑意 连忙朝他扶身 谢陛下 小宝也拉着自家爹爹的手 摇晃下爹爹 小宝也留下来好好 他想得很简单 就想用自己的灵气 帮助大哥哥减轻痛苦 现在他的灵气 已经恢复成 自己小精灵时候的三成了 别看只是小小的三成 但也能做很多事情的 南宫时温垂眸看着 某个养着小脸 眼巴巴看着自己的人 思虑了三秒后 也点头了 小家伙关心他哥哥 那就留下来看两天吧 至于自己没了小宝在身边 可能就失眠的问题 南宫时温面无表情地想着 之前几年时间都没睡好 他也挺过来了 现在就几天时间而已 现在就等南宫齐修醒过来了 麻沸散的药效很快过去 南宫齐修是被疼得醒过来的 躺在床上的少年 从安静到逐渐中眉 然后那张容颜无双的脸上 表情渐渐染上痛苦 脸色惨白 额头上冷汗也冒出来了 等南宫齐修被疼得醒过来的时候 他身上已经完全被汗水打湿了 骨节分明地 修长手指紧紧地拽着床单 直接都泛白了 他的皮肤呈现出一种 不正常的惨白 完全没了血色 连唇色都白得令人心疼 好像瓷器做成的人偶 仿佛一个不小心 他就会破碎了一般 修儿 怎么样 是不是很疼啊 谢清然拉着自己儿子的手 不断地给他擦身上的冷汗 眼里满是心疼 小宝也心疼得很 趁着大家的注意力 都在大哥哥身上 他赶紧悄悄 走到大哥哥双腿的位置 小手轻轻放上去 隔着被褥 给大哥哥的双腿输入灵气 南宫齐修的眉峰舒展了些 他看了眼房间里的人 即使现在承受着痛苦 嘴角依旧带着笑意 温和的声音带着些许颤抖 还好 母妃 母妃不必担心 双腿实在太疼了 南宫齐修用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话说出来 别说话了 你别说了 快给大皇子倒水来 贾珍在旁边倒用什么东西 沾点水涂到他唇上一点点胃 别胃太多了 谢清染文言 接过婢女端过来的水 自己很耐心地 一点点亲自照顾儿子 南宫齐修 现在根本不能动 只能这么躺着 而且还需要安静的环境养伤 所以除了小宝 谢皇贵妃 以及他的亲弟弟南宫齐城外 其他人在看过人之后 都叫贾珍赶走了 小宝趴在他双腿的位置 偷偷出灵气 一双明眸紧紧地盯着大哥哥 看他脸上的表情 南宫齐修此刻虽然还是很疼 但却在可以忍耐的范围 他也觉得奇怪 和自己双腿刚被马踩断的那段时间 好像不一样了 哥哥有没有很疼呀 南宫齐修摇摇头 也有了些力气了 虽然脸还是很惨白 看起来很脆弱就是了 没有以前疼 他说的是实话 谢清染却怕他是安慰他们的 让他赶紧睡觉 南宫齐修无奈地笑了笑母妃 我现在睡不着 就算睡着了 大概也会被疼醒的 这第一天就是最难熬的 进王府上下都紧张地盯着 南宫齐修的情况 小宝在给大哥哥 说了三个时辰的灵气后 也累得不行 感觉身体被掏空 打个哈欠 大赖着眼皮子就一脸疲倦地 趴在床边睡着了 虽然他没有输灵气了 但是之前的那些灵气 竟让南宫齐修的情况好了很多 这个晚上甚至都只是 轻微地发热了一次 后半夜都好好的 贾珍看了都觉得惊奇 怪了 这还是老夫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都准备好今天奋斗一夜了 这大皇子因为常年坐在轮椅上 身体素质当然算不上好的 要知道这样的伤 就算上了药 一些习武的汉子都得发热两次 现在可好 这看起来若鸡鸡的大皇子 一个晚上只发热了一次 而且时间还那么短 他只扎了两真人就好了 贾珍心里在这里奇怪地检查 而某只睡得香喷喷的奶团子 深藏公语名 不过这事对谁来说都是好事 第二天的时候 南宫齐修的精神头 明显就要好很多 谢皇贵妃看了 都要感谢个路菩萨保佑的那种 小宝心里惦记着哥哥 难得没睡懒觉 一睁开眼睛穿好衣服 就往这边跑 一个晚上过去 他的灵气又恢复了 可以继续给大哥哥减轻痛苦了 南宫齐修 甚至都做好自己这次 会比刚断腿那段时间 还要痛苦的准备了 谁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不仅没那么痛苦 一天天的他自己都能感觉到 情况在不断变好 贾珍也表情怪异地一脸沉思 怎么回事 这看起来若鸡鸡的大皇子 恢复的情况 竟然能和一个身强力壮的舞者相比 这不正常 养伤的日子虽然无聊 但是眼见的一天天好起来了 所有人脸上都带上笑容 谢皇贵妃双手合十看来 老天爷都希望我家齐修能早点好起来 正在给大哥哥舒灵气的小宝 是小宝的功劳搭 南宫齐修在养伤的同时 小宝给自己二哥哥送去的东西 也到了边城驻军区 二皇子 有您的包裹 正在南宫齐末这里商量事情的谢随安 以及谢老将军 还有其他人 顿时都齐刷刷地 将目光落到了南宫齐末身上 南宫齐末 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僵住 这包裹来的不是时候啊 但是其他人就不这么想了 那些脸皮身后的将领 一个个苍蝇搓手 嘿嘿 咱们来的还挺是时候的 都不用说不用看 他们就知道 这次的包裹里面肯定有好吃的 一群人也羡慕得不行 这二皇子自从来到这边城后啊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收到包裹 而且还不止一次 这就算了 每次包裹里面总有许多新奇的吃食 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 但是有好吃的不行的东西 就算是成熟稳重的谢老将军 上次在二皇子吃了一片西瓜之后 这次也想要厚着脸皮再要一席了 没办法 这大西北的土地比较贫瘠 粮食不容易种 水果更不容易 谢随安有些不好意思的 对着南宫其末笑了笑 然后挠挠头 也安安稳稳地坐了下来 南宫其末嘴角抽了抽 和这些人相处了 也算有一段时间了 他现在已经充分了解 这群人就是这么个不要脸的性子 毕竟这地方不实行什么君子之风 养的人性格那较一个操 以及大咧咧 特别是军队里的这些老兵油条子 你和他们说什么礼仪君子风范 他们能送你一个白眼 并且搭着嗓门 询问那玩意儿能填饱肚子吗 没错 在这军中 所有将领都操心的是相同的问题 手底下养着这么多人 怎么才能让他们吃饱不饿肚子 怎么才能弄到上好的牧草 养好战马牛羊牲畜 想要换上最新的武器装备保命 这才是他们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他们想要的是活命 只有那些不会担心自己生命安全 每天都能变着花样吃饭的 才会想到礼仪君子以及其他问题 当然南宫其末不否认 也只有这些才能约束一个人的道德 才能更好地管理一个国家 不过是体系不同 所接受的教育观念不同罢了 这次外出历练 让南宫其末跳出了皇宫的舒适圈 体验到了另一种更直观的 在刀尖上拼命的生活 他也懂得了很多事情 那个少年成长了不少 皮肤黑了些 少了些许来时的稚气 为毅力无双的面容 更多了几分轮廓分明的英气 他依旧喜欢一席烈烈红衣 每次骑马奔跑在草原上 都像极了蓄日东升的一抹烈羊 也成为了这军队里的一道风景线 南宫其末在蜕变成长 这军队里的人也在渐渐接纳他 毕竟谁也没想到 这看起来娇气身板孱弱的二皇子 每天都能早起和他们一起训练 竟然一直坚持下来了 努力坚韧的人总是值得敬佩的 特别是这位二皇子也很少端架子 也不用鼻孔看人 和他们所知道的那些嚣张跋扈的贵公子 是不一样的 他依然精骄傲气 但却并不让人讨厌 连谢老将军都见面欣赏他几分 每次商讨军务的时候 也不会避着他 这次依然如此 只是这次似乎他们运气不错 就撞见经理给二皇子送来的包裹了 这肯定是那位小公主寄来的 自从到了这西北边城后 给二皇子的包裹就经常来 有时候是跟着陛下送的信件前来 有时候是被一些标局的人送来的 每次都是那位小公主送的 这兄妹感情也太好了 看得多少人都暗暗羡慕嫉妒啊 包裹送进来了 谢老将军以及其他小将们 在看见那整整十个沉甸甸的大西瓜时 眼睛直接就亮了 谢隋安啊 这次送来这么多那个什么 西瓜是吧 上次只有两个 被在场的大小将都给分吃了 每人只有那么一小块 那大嘴巴呼噜一下就完了 吃完完全不过瘾 现在又看见了整整十个大西瓜 怎么能让他们不兴奋 这可真是太够意思了 二皇子不是我说 谁的妹妹都没这么心疼哥哥的 见天地往这里给你送东西 咱们这军营里谁不羡慕啊 二皇子出身好长得好 这还有个这么会疼人的妹妹 他们咋就没这么个心疼 他们随时随地都给寄东西的妹妹呢 南宫其末嘴角带着笑意 看着那些西瓜 眼神也柔和的不行 他也没想到 即使相隔那么远 小宝会时不时地给他送那么多东西 西瓜他自己留了两个 剩下的都分下去了 除了谢将军家 抢到一个没人敢抢的 其他人都为了剩下的七个西瓜 直接打起来了 说好了呀 谁赢了归谁 武将的解决方式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也是没办法 人多瓜少 不打一架解决不了问题 卧槽 你小子耍阴招 攻击老子下盘 呸 这叫兵不厌诈 别打脸 老子明天还得去找未来媳妇呢 兄弟们行行好这瓜 就留给我一个 去讨好未来媳妇吧 哈哈 你未来媳妇都有了 我们还没有呢 谁更惨 一群熊一样强壮的男人 扭打在一起 差点把帐篷都给拆了 画面太美 简直不忍直视 谢隋安嘴角抽了抽 看到自家老爹抱着的大西瓜 满足的黑黑笑了起来 起码他们家有一个大西瓜了 带回去家里 每人能分好大一块呢 男工其末 支着下巴看了会儿 就翻看小宝寄过来的 其他东西了 皮药 匕首 弓箭 他有预感 这些应该不是小宝送的 直到拿出最后一个 被不了小心包裹着的东西时 男工其末顿了顿 他小心地将那娃娃拿出来 抱着草莓的娃娃举起胳膊 眉眼弯弯地笑着 他仿佛听到着 娃娃用小宝那软糯糯的小奶音喊 二哥哥给你吃呀 明明这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娃娃而已 但是太像了 男工其末的手指 在那看起来肉嘟嘟的雪白小脸蛋上 轻轻戳了下 可惜的是触感硬邦邦的 和他的妹妹是不一样的 但是看着这个和小宝神似的娃娃 男工其末由心底产生一种喜爱 这礼物简直送到他心砍上了 不远处的谢隋安也看见了 他一脸惊奇 这也太像了吧 哪位大师做的呀 这腿和手竟然还能动 男工其末将娃娃收起来不给他乱动 然后又从包裹中拿出一些种子 每包种子里还写着字 西瓜种子 草莓种子 番茄种子 白菜种子 萝卜种子 都是些水果和蔬菜 纸条上面还写着 什么时候播种 怎么播种 以及种子生长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东西 那笔记虽然不是小宝的 但那些事无巨细的注意事项 一定是小宝说的 只有他才对植物那么了解 连一个种了多年庄稼的老把石都比不上 还有药 谢隋安看到那些药瓶双眼放光 就连谢老将军的目光都被他的声音吸引过去了 无他 之前南宫齐末带回去的那些药丸实在是太有效了 北末有一个大夏朝的劲敌北蛮族 就是之前在战暴里集结大军 试图和边城开战 却又莫名其妙离开的北蛮族 但北末却并不止那一个部落族 还有无数其他部落 也对大夏朝这块肥肉虎视眈眈 但畏惧于南宫石渊战神的神威 那些部落族就算是最凶残的部族 也只敢偶尔骚扰一下周边村落 南宫齐末到这里后 就间接参与了两场小战役 第一次看到那样残忍血腥的场面 南宫齐末回来后 加上身体有些适应不了这边的环境 就直接就感染风寒发热了 最后强撑了意识 让谢隋安将其中一瓶治疗发热的药打开 直接吃了两粒 等军医来检查 都没扎针 没来得及喝熬煮的中药 不到半个时辰 他身上的热度就逐渐退下去了 军医都连连撑奇 他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呀 这二皇子竟然就自己退热了 等南宫齐末醒过来 又吃了两粒那药丸之后 情况就更好了 他当时自己都没想到 妹妹送给他的那些药 竟然效果这么快 最重要的是吃着方便 不用等漫长的熬药时间 那军医和谢隋安知道 他能这么快退热 都是那小小药丸的功劳后 简直就将那退烧药当成饱了 最后南宫齐末分了些 给他们拿去 给其他因为受伤感染发热的人试试 效果也很不错 最重要的是节省时间啊 要知道 从抓药到熬药这个过程 得花不少时间那些伤患才能喝到 不仅费时间 还浪费人力 在这战场上时间就相当于是人命啊 就致即使不知道多少人能活下来呢 要是以后的药都是南宫齐末那种 便于携带能随时吃的药丸的话 那在战场上受伤的及时吃上几颗 都可能有不同的结果 可惜 小宝给南宫齐末准备的药丸 对他一个人来说挺多的 但对整个军营来说就很少了 用完了 谢老将军也看到了这种药 对整个军营的重要性 当即就写信回去 京都给皇上要药 话说现在那些药应该到了吧 谢将军 这是父皇写给你的信 在谢隋安和其他人的视线 都被那些药瓶吸引住视线的时候 南宫齐末却发现了 夹杂在自己妹妹 还有兄弟们书信中的一封不同的信 拿起来他眼皮子就跳了跳 父皇的胆子是真大呀 写给谢将军的信 都这么随随便便的 放在小宝送自己的包裹中 夹杂着带来了 四 谢将军和南宫齐末 分别在看书信的同时 谢隋安看着那药瓶上贴着的纸条 直接倒吸一口凉气 只见那纸条上 大咧咧地写着保命丸 后面的介绍 则是在生命流失的时候 就算只剩下一口气 吃了保命丸 也当捡回半条命 还有什么不屑丸 一气健体丸等等 这些不是药 这是仙丹吧 这是真的假的 谢隋安心里犯嘀咕 这样的名字怎么看着 都太高大上到不正经的样子 旁边的南宫齐末 却猛地站了起来 椅子都被带倒了 他却半分没在意 看着书信脸上表情狂喜 谢隋安诧异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见到二皇子失态的样子 诡异 诡异找到了 他声音都带着轻微的颤抖 南宫齐末紧紧地捏着那封信 眼睛更是看着那 关于诡异的几行字 舍不得挪开视线 生怕自己看错了 而谢将军和谢隋安 在听到他的话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谢隋安也顾不上 那几个药瓶子了 一个剑步走到他身边 连声询问 二皇子你说什么 你刚才盛世说诡异了 诡异在哪呢 不仅谢隋安关心 谢老将军也关心啊 毕竟这可关乎 自己外甥双腿 能不能治好的大事 二皇子你快给老夫看看 诡异在哪里呢 南宫齐末平复好 自己激动的心情 将小宝的信递给他们 还指着那几行字 二哥哥小宝跟你说 我拜了师父了 他的医术很厉害的 别人都叫他诡异 师父答应给大哥哥治腿 很快大哥哥就能站起来了 那字很多都是南宫石渊带写的 想也知道 肯定是小宝缠着自家爹爹 自己在边上小嘴巴巴地说 他则只比飞快写下内容 不过现在不是看笔记的时候 他们更关心那几行字 透露出来的消息 诡异找到了 而且不仅答应给大皇子治疗双腿 还成为了小公主的师父 这是个什么神奇的发展 谢家父子两个猛了一瞬 紧接着就是狂喜 按照这信上所说 现在的时间 岂不是已经治疗过后再休养了 哈哈哈哈 激动的谢老将军 直接哈哈笑了起来 太好了 太好了 南宫其末 现在更是恨不得 立马飞到京都去 也不知道大哥现在怎么样了 也不知道表哥现在怎么样了 谢随安说出了 南宫其末心中所想 不行 我现在就要写信 回去问问 南宫其末也是这么想的 几人对视一眼 直接抱着大西瓜 各回个家了 只留下其他的各位将领 一脸的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 怎么看着看着 就散场了 算了 他们还是继续争西瓜吧 对了 二皇子那些药丸 不知道能不能弄点来 那些可都是保命的药啊 谁不想要 南宫其末回去写信的同时 也让下人去搜集一些 这边的特产 给小宝他们送过去 这边别的东西不多 因为和其他周边 小国部落接壤 所以各种上好的皮子宝石之类的 是不缺的 给妹妹的 当然都要送去最好的 当然 他也没忘了其他几个弟弟 也回赠了些 这边想满各种宝石的漂亮武器 以及几头才得到不久的罕见的草原白狼幼崽 嗯 给妹妹也送一只宠物吧 草原狼太野性 自己妹妹那么可爱 当然也得送一只可爱的小动物 咪 正在想要给妹妹送什么小动物的时候 一个下人牵了一只毛茸茸灰扑扑的绵羊 从面前走过 那是一头母羊 在母羊身后 还跟着咪咪叫的小羊 毛茸茸看着就软乎乎 就是毛有点脏 等一下 南宫其末叫住人 二皇子殿下 这些羊带哪里去 那下人恭敬地道厨房那边 想给您做点羊肉吃 这两头羊 都是带过去准备宰杀的 南宫其末 微微皱眉这么热的天气 吃羊肉做什么 去把这两头羊洗干净的带过来 最后那两头羊洗干净带过来的时候 小羊倒是白白净净 眉清目秀得非常好看可爱 但母羊那毛就有点难看了 即使洗过干了 依旧泛着脏兮兮的黄褐色 南宫其末盯着那只小的 妹妹应该会喜欢的 于是大手一挥 直接将两只羊都往京都里送 当做她给妹妹的礼物 路上让人好生照顾着 特别是那只小的 别把毛弄脏了 是 对了 这边也是有些特殊水果的 一种叫蜜瓜的水果不错 还有葡萄 这边盛产葡萄 但是带新鲜的葡萄去肯定不行 走不了两天就得烂 所以南宫其末就装一些葡萄干 给妹妹还有兄弟们带回去 大包小包的 他们找了个规模比较大的标局 将东西都寄送了出去 又过几天后 在后面的军饷 办着已经制作好的大批药丸 也已经到了 前面给南宫其末带的药丸 自然是用比较珍贵的药材制作的 所以数量不多 后面倒的才是军需品 用的当然都是一些 比较普遍便宜的药材 制作的一些治疗风寒发热 以及外伤的药 虽然都是在普通不过的药 但对整个军营来说 却是再重要不过 看着那直接用大瓶子装的药丸 谢老将军激动的胡子颤抖 连连说好 有了这些药 他手底下这些士兵的伤亡 不知道要减少多少 军饷也到了 今天就杀起头猪庆祝一下 京都 南宫其修双腿的修复情况 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好 过了前面几天的时间 后面就没那么疼了 每天给大哥哥舒灵气 可累惨小宝了 就是爹爹的失眠症又来了 看着爹爹眼底的清黑 周身气压也在越来越低 小宝在第四天后 就回宫里陪爹爹去了 他也担心爹爹的情况 还叫师父给爹爹也看病了 贾真 行吧 看一个也是看 看两个也是看 贾真给南宫实员把卖后 得出一个结论 祸 你这病得不轻啊 小宝紧张细细地抓着爹爹的手 怎么了怎么了 我的爹爹怎么了 贾真摸着自己的胡子拧眉 面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谁这么阴毒 竟然给你下这种骨 到现在还没被折磨疯 也真是本事了 南宫实渊暗沉的眼眸微动 能治吗 贾真 你身上可不仅只有骨 你还中咒了 这两种 每种都因损无比 骨为是心 能影响人的心智 而且以你的心脏为温床 随着它的长大 你的身体会越来越虚弱 并且伴随着失眠症状 每到月圆之夜 心脏甚至是脑部 都会出现常人无法忍受的剧烈疼痛 至于内咒 这个就很稀有了 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多 不过应该也是影响心智的一种 特别是这两种叠加的情况下 皇上您这每一天 过得都是人间炼狱呀 现在竟然什么事情都没有 神奇 真神奇 贾真现在是彻底来了兴趣了 对着南宫实渊一个劲儿的猛瞧 不过应该有人在给你压制 不知道那人有没有给解药 南宫实渊对他说的那些神色平静 显然早就知道 慧远大师压制住了他身上的咒 只有每次月圆式心骨发作的时候 那咒才压制不住 给他带来的是加倍的折磨 但是想要拔出是心骨太难了 小宝在旁边听得眼泪汪汪 抱着爹爹的胳膊不放 原来 原来爹爹身上有那么坏的东西 在伤害他 倒是有药方 不过上面的一些药材难以寻找 他揉揉小宝的头 让福海将药方拿出来 递给贾真 贾真看了一眼后点头 的确可以 不过也难 我这里倒是有一种草药 瞬间三双视线都齐刷刷地看了过去 贾真美好气地瞪了小宝一眼 就当是给这小家伙的礼物了 小宝对着他讨好的 露出一个软乎乎的笑 师父 贾真摸着胡子 一脸高深地映下了 就是给出去 着实有点心疼就是了 他指着其中一种草药的名字 福古花 一种长在埋葬了 不知道多少骨头的沼泽地里 以福古血肉为生的药材 三百年长成开花 而且开花的时候 还伴随着不少于十种毒虫 生长之地就如此危险了 同时还需要生长了三百年时间的 还有毒虫 可想而知 这种药材有多难得 南宫石渊 听到是福古花的时候 他的瞳孔微缩 这也是最难寻找的三种药材之一 慧远师父甚至都怀疑 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福古花 却没想到 他的目光落到了小宝身上 好像自从小宝到他身边后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而且没有他 南宫石渊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坚持到找到这些药材 贾真见他只是情绪激动了一瞬就收脸了 不由高看了这位帝王几眼 小宝眼巴巴地询问那爹爹还差哪些药呀 南宫石渊其他的有些找到了 有些已经有消息了正在寻找 现在有了福古花 那就只剩下两种完全没消息的药材了 鬼一抖了抖那药方 都不用思索就到是三生花和千年冰残吧 南宫石渊点头 贾真撕了一声 这可难了 老夫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也只找到了传说中的福古花 这三生花有记载说 有缘者方能一窥其貌 因为这东西只在极冷的地方生长 且只有半夜的时候才会出现 并且看见它 这三生花似花飞花 古籍上记载它虽是植物药材 但却在晚上出现开花的时候 宛若一只翩翩起舞的幽蝶 好似乃徘徊在三生池畔的幽魂 千年冰残 虽说只是夸大了些 但想要拥有奇效的冰残 需要至少活了不亚于百年的冰残 而能活到这么久的 本身就得是一种制度之骨 而且同样生活在极寒之地 这茫茫雪地雪山 想要找到一只小小的冰残 并且抓到它 何其艰难 所以 这位皇帝身上的蛊虫难解啊 是心 恐怕就算是下这种蛊的人 自己都没有解药的 小宝去给爹爹找 如果这世上真的还有三生花的话 小宝有信心能找到 但是那个冰残 小宝咬着自己手指头 精致白净的脸 皱巴巴地想办法 南宫石渊 把他咬着的手指头捞出来 朕已经派人去寻找了 小宝嘟囔 但是他们都找不到的呀 贾珍直接翻了个白眼人 小小一只心还挺大 你去 恐怕还没到雪山 就得被冻成冰咯 师父 不要瞧不起小宝 他可厉害着呢 给你的时间摆药看完了吗 在师父悠悠地眼神下 某只奶团子 缩了缩脖子 还 还没呢 贾珍敲了下 他脑门书都没看完 还想去冒险 看书去 小宝爹爹的病有点棘手 小宝嘟着嘴巴 抱着小白的脑袋摸摸 三生花 千年冰残 极寒之地 他低头看了眼 自己现在的小身板 虽然不想承认 但好像是去不得 他不再是那个什么地方 都可以闯一闯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精灵了 QAQ 还在想呢 南宫石渊拿着毛笔 在他脑门上敲了下 我现在好好的 不必想那么多 小宝撑着肉肉的小下巴 歪头看向高大俊美的爹爹 他的爹爹这么好看 这么优秀 一定不能短命 爹爹 小宝一定会帮爹爹的 他握着奶乎乎的小拳头 漂亮的小脸上 表情可认真了 南宫石渊略微勾纯 你现在已经帮了 我很多了 小宝 他帮爹爹什么了 他自己怎么不知道呀 南宫石渊批乐奏折 烛光下身姿挺拔如松 低沉的声音 带着不易察觉的柔异 自你来了之后 我的失眠之症得以解决 这次也因为你被诡异 看中收尾图我 才得到了复古话 小宝眨巴了下眼睛 卷卷翘翘的眼睫毛 跟着扇动 那小宝是不是对爹爹 非常非常重要呀 雪白的奶团子 声音软糯糯 挨着身边的白鹿 像急了坠入凡间的小仙童 南宫石渊该去睡觉了 没有回答女儿那幼稚的问题 但也没有否认 小宝哼哼唧唧 爹爹不回答 他就自己回答 软啪啪地趴在爹爹肩膀上 小奶包捏着小嗓子道 是的 小宝就是爹爹 最最重要的小宝贝 南宫石渊 一时都被这小家伙给逗笑了 虽然只是短暂地笑了那一下 他戳了戳小家伙 软嘟嘟地小脸 但脸皮甚厚 小宝偏头趴下捂住耳朵 不管不管 小宝听不懂爹爹在说什么 和往常一样 这个晚上 某只奶团子睡着之后 跟没双好的二哈似的到处滚 更是在他爹爹身上 碾压好几次 熟悉的配方 但是却让南宫石渊 觉得安心 并且睡得更好 没了这番滚的小家伙 他还睡不着呢 第二天清晨 小宝从床台下爬起来 见怪不怪地 倒腾着小短腿爬上床 继续在床上滚了两圈 公主 该洗漱了 哦 今天的小宝 觉得自己格外地神清气爽 他检查了下自己的身体 然后开心地熬了一嗓子 奶声奶气的熬屋声 跟小兽一般 估计屁股后面 要是有尾巴的话 都已经翘起来 使劲摇摆了 小宝眼神亮晶晶的 他的灵气恢复丝成了 哈哈 插腰笑点 JPG 小公主 您怎么了 看到他这样子 春喜一头雾水 小宝开心地摇晃小脑袋 你们不懂 嘿嘿 春喜等奴才 穿好漂亮小裙子 小宝从枕头底下 摸出自己的荷包 然后惊讶地发现 有些沉手 小手捏了捏 然后他眼睛睁得圆溜溜的 连忙小心翼翼地 打开那荷包 只见原本只装着几颗 金花生的最漂亮荷包内 里面此刻却多了其他东西 小宝连忙拿出来 一个红薯 一包草子 还有小麦种子 小宝 哇 春喜公主怎么了 这些是什么东西 小宝喜得眉开眼笑 他迟钝的金手指 隔了这么久 终于又上线了 虽然这都是以前 他自己收集的种子 但小宝真的好开心呀 因为现在还没有红薯 和自己精心培育出来的 肥美草种子呢 没错 小精灵取名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这草的种子 是前世小宝 自己学着人类的培育方式 杂交繁殖 又用灵气温养出来的 长得又好又肥美 不仅食草动物喜欢吃 食肉动物偶尔都喜欢吃一些呢 看它们这么肥美 某只小精灵 就很直接粗暴地 取了肥美草的名字 而且一年四季皆可播种 是我的宝贝呀 小宝盯着这三样东西 掰着小指头 盘算自己收集的种子 还有多少没到自己身边来的 很好 十根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而且它那么多种子 但过来的只有这么一点点 小宝感觉好亏哦 它倒是想每天一觉醒过来 这荷包里面就有新的种子出现 但好像不太可能也 公主 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的 某只小精灵被叫醒了 春夏一脸担忧地看着它 公主您没事吧 该洗树了 哦 好的呀 春喜快给小宝洗脸 洗完了我们去种草呀 春喜满头问号 种啥 但是不论公主种什么 它们都陪着就是了 它们公主的兴趣爱好 与众不同 陛下也纵容 而且每次公主种出来的东西 都能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呢 把自己小脸收拾干净的小宝 捣腾着小短腿 带着宫女们 风风火火的就去偏店了 西瓜已经被采收完 现在那片地就是空着的 小宝直接将肥美草的种子拿出来 都不用翻地 直接均匀地撒在那片土地上就行了 它的肥美草 不仅能长得好 还能肥沃土地 而且生命力都格外顽强呢 随便找一个石头缝 都能顽强生长 至于剩下的红薯和小麦 小宝打算将之前种草莓的那些 盆给利用起来 现在就开始培育种子 小宝种田 撸起袖子就是干 春喜一脸忧愁地看着小公主 把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疙瘩 埋进一个花盆里 然后又拿着一包小麦种子 开始和稻谷一样催芽 公主 这个世界不是种小麦的时候吧 那三种东西 她就认出这小麦种子了 小宝认真地给放在潮湿布里的小麦种子 喷水并输入灵气 没关系 小宝能养大的 小精灵就是这么自信 好啦 等它们发芽就好了 这些种子都太少了 三岁的小奶团子 老气横秋地叹气 她要种多久才能 种出大片大片的粮食 来养爹爹和哥哥们呀 南宫石渊最近发现 老师在自己身边晃悠的某只小家伙 存在感减少了 她捏了捏鼻梁 浮海 奴才在 九公主呢 浮海九公主 现在好像在种什么东西 南宫石渊 她女儿这是种田 种上瘾了吗 去问她 要不要出宫 去看她大哥 嗯 浮海带着笑意离开 陛下这是不习惯了吧 以前的陛下喜欢清静 不喜人打扰她 但自从小公主来了之后啊 身边有个习惯 叽叽喳喳的小家伙 就热闹起来了 陛下也不觉得讨厌 这忽然清冷下来 就公主不经常往陛下身边凑了 不说陛下有些不习惯 她也觉得少了什么呢 爹爹要带她去看大哥哥 那当然是毫不犹豫的 要跟着一起去的呀 小宝立马扔掉了手里的小锄头 并且将挖出来的杂草丢一边 穿着灰扑扑的小裙子 小脸脏兮兮的 就要跑去找爹爹 春喜在她身后 连忙将人喊住 公主 公主把裙子换了 不能这样 去见陛下和晋王啊 小宝看了眼 自己沾着泥巴的鞋子和裙子 扭着小妖又跑回去了 春喜说的对 自己这样 跑去抱爹爹大腿 是会被嫌弃丢掉的 他自己都嫌弃呢 洗了个香喷喷的澡 再换一身漂亮干净的衣服 顶着可可爱的发型小宝出发了 爹爹 一跑过去 看见自己的爹爹 就很是熟练地抱住了他的大长腿 作为一只漂亮可爱的腿部挂件 小宝狠得胜宠 南宫时渊也很熟练地 将挂腿上的小挂件 撕下来放边上 正去换身衣服 他现在身上穿的那是那一身 威严无比的黑色龙袍 穿着一身出门 去换衣服了 小宝可乖得不吵不闹 无聊了 自己土泡泡玩 走吧 南宫时渊虽然换了一身衣服针 但依旧是黑色的 只是比起龙袍的精致复杂 此刻他身上的衣服 要更加干练修身 更显身才修长精壮 没有了失眠困扰 南宫时渊现在吃得好睡得好 他身上长肉了 比起以前有些阴力消瘦的样子 现在更加饱满 而且他每天都会抽时间去洗舞锻炼 虽然长肉了 却变成了紧实分明的肌肉 他的八块腹肌又回来了 爹爹好帅啊 小马屁精屁颠屁颠地凑到自家帅气爹爹身边 嘴巴可甜 南宫时渊见眉微挑 单手就将矮吞吞的小奶包抓起来 放到臂弯 小宝晃了晃只有之后 靠在爹爹宽阔的肩膀上 可以有安全感 爹爹小宝现在在种粮食 等小宝种出好大一片 然后把爹爹养得胖胖的 南宫时渊脚步微顿 何至于此 倒也不必如此孝顺 作为曾经的战神 南宫时渊对自己现在的身材 倒是挺满意的 我这样挺好 南宫时渊委婉拒绝 小宝拍拍他肩膀没关系搭 小宝养得起 南宫时渊并不是很想被你养 他就不明白了 自己究竟怎么就给小宝留下一个很穷的印象了 怎么在他眼里自己就需要养了 南宫时渊沉思两秒 决定等从大皇子那里回来后 就带着小东西去看看自己的私库 那里全是他私房钱 宫里出去的马车往进王府驶去 路上小宝依旧和往常一样 好奇地看着马车外面 哇 怎么这么热闹呀 今天出来看着街道上 好像比平常要热闹几分 而且到处透着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 南宫时渊诞生到中秋快到了 小宝挖了一声 跌跌中秋 是不是要吃月饼呀 都有些什么馅的月饼呀 白白软软的小奶包 浑身上下连着头发丝都透着期待 南宫时渊恩了一声 只是微微皱眉五人 豆沙 只是他不怎么喜欢甜食 所以平时也不喜欢吃月饼 小宝继续期待地看着他 试图等他再说点什么 然而非静止画面等五秒钟 小宝一脸茫然疑惑爹爹 没有了吗 南宫时渊恩更疑惑应该还有吗 妇女两个相互大眼瞪小眼 小宝掰着手指头 开始诺生生地数了起来 比如还有蛋黄 云腿 莲蓉 花酱 我的草莓酱应该也可以做月饼的吧 还有绿豆枣泥 南宫时渊 这些都是什么 你哪听来的 那个绿豆枣泥就罢了 他还能想象出来 但是其他的 听都没听过 第一次听说蛋以及肉可以做月饼的 小宝眨白眼睛 可无辜又真诚地看着自家爹爹 小宝就是知道呀 爹爹没吃过没关系 小宝也没吃过呢 嘿嘿 合着你还骄傲上了 都没吃过你怎么就知道这些了 看小家伙那一脸兴致勃勃 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 南宫时渊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下一秒就听到那小东西 大言不惭 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爹爹还没吃过 这个中秋小宝 一定会让爹爹吃上的 南宫时渊欲言又止 还是别了吧 小宝斗志昂扬 爹爹你就等着吧 这个中秋 爹爹一定终身难忘 南宫时渊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马车顶 到底没打击小宝的自信心 没关系 我还有弟弟 到底能不能吃好不好吃 到时候把蠢爹爹带去读就好了 正所谓 死到有不死频道 南宫离阿T 哪个刁民想害本王 进王府 小宝蹦跌着 跳到爹爹怀里 被抱到王府内 皇上万岁 南宫时渊面无表情 声音淡淡 进王呢 小宝东张西望 大哥哥呢 小宝的大哥哥呢 王府管家恭敬地道王爷 现在已经能坐在轮椅上 出来走动了 此刻正在花园里 和逍遥王下棋呢 南宫时渊就带着小宝敬直 往花园去了 心想真巧了不是 不久前才在想起 他这个好弟弟呢 皇兄到底什么时候 才给我放假呀 现在朝堂上 又没什么八卦 可听得了 好无聊 某位做的没个正形的逍遥王 一边将白子落到棋盘上 一边发牢骚 南宫齐修父皇 或许是在考验七王叔 其实王叔你能力不错 多帮帮 父皇也好 不好 一点都不好 不能睡懒觉 站那么久还得饿肚子 听他们炒这个炒那个的 本王头都要炸了 说完他还幸灾乐 或幸好当皇帝的是 皇兄嘿嘿 南宫齐修 您这样说真的好吗 跟在南宫石渊 身边的管家 偷偷看了眼皇上 冷汗不断地冒出来 逍遥王 您这是在作死的边缘 反复横跳啊 不过看那些文官 每天去跑步 累得跟王八一样 还有武官 每天背书抄字 抓耳挠腮的 也挺乐呵 是吗 正讲的起劲的逍遥王 完全没发现 这声音有什么不对 也没看见对面 给自己识眼色的大侄子 那是 你不知道 那些武官 终于发现 不对的南宫离身体僵住 并且求生欲极强地 在飙车快要掉进 悬崖的边缘 狂打方向盘 来了个飘移拐弯 要我说 也多亏了皇兄 明察秋毫 雄才伟劣 怎么就想到 这么个英明神武的办法 来惩治他们呢 这不就把文武百官 都给治理得服服帖帖的 我皇兄简直就是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这马屁 也是拍得相当顺流了 听得在场的人 都抽了抽嘴角 也不得不佩服他 这嘴巴真是张嘴就来啊 说拐弯就拐弯的 还拐得这么丝滑 然后还是被揍了 南宫离端端正正地做好 捂着自己被揍一拳的脸 委屈巴巴地看着他皇兄 又没有说你什么坏话 我还拍马屁了呢 拍马屁不费脑筋的呀 没有功劳 我也有苦劳的吧 至于这么小气巴拉的吗 南宫离丝毫不愧疚 并且不紧不慢地道 手滑了 手滑你揍我两下 腿如何了 他目光一转 看向自己儿子 南宫祈修脸上 带着笑意回禀父皇 已经在恢复了 假医师说我双腿的恢复情况很好 再过一个月的时间 便可以练习行走了 他本就是个心胸豁达的人 之前双腿 在一次次诊断中 没了希望都不曾自怨自艺 更何况 现在已经有希望了 内心那点心结打开 南宫祈修 看着更加温润沉稳 南宫十渊点头陪阵下一盘起吧 小宝和南宫祈就在旁边 撑着下巴排排坐当观众 看着自己还没下完的棋 就正被撤下去了 他都能抱怨 我都还没下完呢 皇兄真霸道 毁了几步棋子了 南宫祈心不在焉的回答 也就实来不把 说完将注 扭头对上皇兄冷笑的眼神 南宫祈修 和朕下棋的时候 倒是没见你毁棋 棋臭的朕想把你丢进军营里去操练 现在倒是仗着自己一把年纪了 来欺负自己侄子 脸厚如丝 一把年纪 脸厚如丝的逍遥王 他那那的缩着脖子 说话就说话 怎么还能人身攻击呢 小宝捂着嘴 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但是控制不住 哇哈哈 七王叔又双弱被跌跌教训了 南宫祈修也偏过头 肩膀一耸一耸的 没光明正大的笑出声来 已经是对逍遥王的尊重了 等那父子两个开始下棋了 南宫祢这才把恼羞成怒的魔爪 伸向了小侄女 软乎乎肉嘟嘟的小奶镖 敢笑话你七王叔 小宝捂着脸 没头没脑地乱赌木有 七王叔看错了 最后 小脸蛋还是被捏了好几下 小宝立马告状 跌跌 南宫祈俊一个眼神 杀看向南宫祢 他瞬间就老实了 小宝插腰 精致的小脸上 表情可得意哼哼 小宝有跌跌打 南宫祢 只有逍遥王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皇兄 四哥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他一个人在这里 被皇兄一家子欺负 可太难受了 所以南宫离不厚道的 想要拉着人一起了 是关于那个 从未见过的四皇叔的事情 小宝顿时正正惊危坐 并且只冷起小耳朵 光明正大的听了起来 南宫祢一妃子落下 棋盘上黑白棋子 已经呈现厮杀状态 南宵暂时安稳 今年千秋节 他会携带南疆南宵国使者 前往贺寿 南宫祈修拧眉南兆国 父皇拧 南宫时渊冷哼一声南兆国的杖 朕迟早和他们清算 南疆盛产五谷之术 他身上的谷 就是被南兆国的一个祭司 联合先帝下的 他强忍着身体带来的剧痛 硬是坑杀了南兆三万大军 使得南兆国元气大伤 并且还换了一任皇帝 要不是那里的地理位置 实在不好打 他又受伤重谷 以及要养精蓄锐造反 一定要将南兆国灭国 但就算杀了南兆国三万大军 也杀了那对自己下谷的祭司 他也没解药 能将是新谷拔除 是新谷难培养 化解这谷毒的办法 早在几百年前 就已经消失了 后面他和惠远大师 就算费尽千辛万苦 找到了一个办法 那药房上面所需要的药材 到现在也基本难以寻找 虽然南宫石渊 恨不得灭了南兆国 但那地方森林空气潮湿 还有瘴气 各种毒物也多 大下国的士兵进去 没有任何优势 就算最后能打下南兆国 他的损失肯定也很大 所以他当时就将全部怒气 都集中到了先帝 这个拖后腿的窝囊肺身上 即使远在南疆 也让当时的朝堂混乱起来 让他看着自己的儿子们 相互自相残杀 无暇顾忌自己 等他养得差不多 亮南兆国 暂时也不敢折腾什么 当即带领大军杀到皇城 南宫里冷哼一声 把那南兆国留到现在 可太便宜他们了 皇兄你干脆什么时候 去把他们打下来吧 这话说的没脑子 偏偏他自己还挺自信 南宫时渊和南宫齐修 都忍不住看了过去 南宫里相当得意 是不是觉得 我的想法很伟大 南宫时渊闭了闭眼睛 虽然蠢了点 但只是嘴上说说 没做太蠢的事情 拖震后腿就行 要是像先帝那样 蠢到他跟前反复横跳的 骨灰都给扬了 南宫里一整个僵住了 然后恼羞成怒 皇兄你这话什么意思 他怎么就蠢了 南宫齐修看着七王叔 叹了口气七王叔 南疆那边气候和大厦的不一样 南疆多森林沼泽 瘴气也多 更甚至还有毒虫 以及他们自己培养的蛊虫 这些对大厦朝的士兵 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 其一 大厦朝的士兵贸然到那边去 肯定不能适应那边的环境 到时候身体虚弱 呕吐无力 别说打仗了 看病治病 就要花费大量的钱财 其二 大厦士兵不如南兆士兵 熟悉他们的环境 且那边多山林 大批军队进入 肯定是会被分散的 本来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人多 这一被分散就完全失去优势了 如果被他们计谋 带着进入沼泽地 或者毒虫猛兽多的地方被坑杀 那对我们损失太大了 其三 南疆那边民风强悍 不服管教 且并不止南兆国 还有很多不足山匪 甚至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语言 那完全就是一个混乱之地 就算我们攻下南兆国了 想要治理那个地方 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 还有钱财 甚至可能会失去一些人才 得不偿失 而且我们若是先出兵打了南兆 那错就在我们这边 要想占大意 那就得他们先犯错再先 就算随便找个借口 我们也占了理 南宫黎听完大侄子这一通分析后 目瞪狗呆 你们搞政治的 脑子都是怎么长的 这弯弯绕绕的 怎么就能想出这么多问题来呢 南宫石渊对自己儿子的回答 挺满意的 虽然年纪不大 而且从来没参与过打仗 但起码理论知识过关 而且也不是死读书 知道根据当地的情况 具体分析利弊 哪里像他弟弟 某位帝王嫌弃的目光 很是隐晦的 看了逍遥王一眼 什么是千秋节呀 小宝听了那么多 感觉自己的小脑袋 有点不够用了 然后只问了一个 自己想知道的问题 南宫黎趁机捏捏 他软乎乎的小脸蛋 千秋节就是你父皇的生日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两个月的时间 对给一国皇帝 准备千秋节来说 真的不算长 各不要提前准备许多工作 而且当今不喜奢华浪费 所以他们还得想着 怎么用最少的银钱 准备一场 不会太过奢华 且又不会被其他国家 使成看清的千秋宫宴 小宝歪头亮 晶晶地看着自己 爹爹爹爹的生日 那他要给爹爹 准备生日礼物呀 小宝的生辰 好像也快到了 11月吧 小宝歪头 好像是的 下午从大哥哥那里 回到宫中 小宝就一直记挂着这件事 他想要给爹爹准备礼物 但又不知道 爹爹喜欢什么 忽然他拍了拍自己的小脸蛋 语气非常自信 爹爹肯定是最喜欢小宝的了 但他现在已经是 爹爹最喜欢的宝贝了 所以要找爹爹第二喜欢的东西 自己不知道 那就去问 小家伙给花铺里的花浇完水后 就哆哆哆跑去找自己爹爹了 爹爹 除了小宝 你最喜欢什么呀 南宫石渊微微顿了下 垂眸看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 小宝秘密 你就和小宝说吗 南宫石渊 不知道 并不是敷衍小家伙 而是他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这个回答 小宝肉肉的脸蛋皱巴巴的 那爹爹的愿望是什么呀 愿望 南宫石渊眼眸深沉 如果说有的话 国泰民安吧 这其实不是他的愿望 是他外公的愿望 那个威严的 如最坚硬的石头一般 坚守边疆的老人 他是个真正心怀天下的人 在南宫石渊 都有些模糊的记忆深处 七岁之前的自己 每次去外祖家 总会被外祖父抱着 和他讲百姓 讲民生 讲关于从军的故事 因为是边防将军 他在外公那里听到最多的 是如何领兵打仗 一个将领需要做的是什么 以及发愁要怎样 才能让手下的兵吃好 这些在他年纪小的时候 只理解一小部分 直到他的外祖父一家 都被那个背信弃义的男人 坑杀在战场上 母后被害死 他拥有强大的力量之后 有想过让这个王朝灭亡 但是他想到了祖父和母后 那个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用自己的身躯 坚守边城的英雄 小的时候他不明白 他以为外公他们 守的是这个王朝 后来他也进入了 边城军队 看遍了人生百态 才明白了 他的外祖父 舅舅和表兄们 守的从来都不是君王 以及那个王朝 而是身后的百姓 以及数万万家庭 他们的力量 虽然不足以改变 所有百姓的生存状态 但汇聚到一起 最起码可以保证 更多的人 不会因为战争 而失去自己的家 所以到最后 南宫石渊选择当这个皇帝 选择了保护外公舅舅 以及母后他们想要守护的东西 那 要怎么才算是国泰民安呢 小宝趴在爹爹大腿上 很认真地听着 南宫石渊百姓衣食无忧 守成将士 不受寒不受恶 这看似简单的愿望 如果只在很小一部分人身上 便很容易实现 但一个国家 千千万万人身上 何其艰难 小宝歪着脑袋想想 小宝知道了 他会努力帮助爹爹 实现愿望的 而且他自己也饿过肚子 所以也想要 很多很多人能吃饱 但是现在的粮食产量 实在是太低了 除非被他优化 用之灵气温养过的种子 一个是种子问题 另一个则是土地的肥力问题 小宝想到了 种在黄庄的那些水稻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等中秋节后就去看看 还有现在的小麦和红薯 要快快种出来 全送给爹爹 小宝去看了眼 自己的小麦和红薯 小麦专门画了一块地 出来种着 已经长出小苗来了 因为它养得好 土地肥力也不错 这小麦苗不仅长得 比一般的小麦粗壮 而且根系发达扎得深 一看就是优良品种 就是数量不多 这一批小麦 就算长大了以后 肯定也得留作种子的 然后就是红薯 红薯是直接埋花盆里的 种的时候也施肥了 红薯这玩意儿 虽然只有一个 但是发芽之后 就长得密密麻麻的 有好几百根红薯苗 每一根红薯苗 都可以种地里 种得好了 一根红薯藤底下 能长好多呢 就是它这里的地又不够了 还得去找爹爹药地 相比起红薯和小麦 肥美草的生长速度 是最快的 现在已经密密麻麻的 长了不少嫩草叶 看着就鲜嫩 小白每天都溜溜答答地 走到那边试图偷吃 被抓住警告一番后 依旧死性不改 最后干脆坐了围栏 挡住这只偷吃的小白鹿 还没长大呢 要是全被它 霍霍吃光了那还了得 小宝可是想要收集 好多肥美草种子的 背着小手 看完自己种的植物后 小宝又溜溜答答地 带着小白还有宫女 去御膳房了 吴大厨 小公主您怎么来了 吴大厨看见小宝也很高兴 乐呵呵地道 是不是有什么想要吃的 你交给我老吴来 保准给你做的好吃 小宝白手没有呀 小宝想问问 你们月饼要怎么做呀 原来公主是想要吃月饼了 这还不简单 公主想要吃什么口味的月饼 五人的还是豆沙 小宝眨把眼睛 我想吃蛋黄味的 吴大厨顿时满脸问号 啊 什么 什么蛋黄的 小宝可以做吗 有没有咸蛋黄呀 吴大厨紧张地搓了搓手这个 这个没有做过呀 小宝眉眼弯弯地笑着没关系 我们一起来做月饼呀 他不仅要做蛋黄月饼 还要把其他口味的也做出来 吴大厨满头冷汗 但还是按照小宝的指挥 让人去拿些咸鸭蛋 猪肉火腿 以及其他的馅料食材来 小宝自己还贡献了一些草莓酱 现在草莓已经没有了 这些草莓酱可是越吃越少呢 只是馅料不一样了 制作方法还是一样的 吴大厨虽然心里打鼓 但还是认认真真的 做了好几种不同馅料的月饼去烤 圆圆小小的月饼很精致 宫里的贵人两三口就能吃一个 等待中 小宝抱着其他的点心慢吞吞地吃着 时间差不多了 月饼出锅 但得等一段时间才更好吃 我拿一些回去吧 小宝眼巴巴地看着那些月饼 馋得流口水 他倒是不挑食 每种月饼都拿几个回去 还惦念着分给爹爹呢 哥哥们的也要分 但不是现在 现在做得少 等多做一些了再分给他们 带着月饼溜溜达达地走回去 但是运气不咋好 遇到二哥哥娘亲了 想到他曾经打过二哥哥 小宝很有小脾气地没叫人 大摇大摆地从他身边走过 李湘一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但是想到自己现在有求于他 只能硬生生忍住了自己那盛气凌人的脾气 九公主 小宝不情不愿地停了下来做什么呀 李湘一双美目盯着他带我去见陛下 明明是有求于人 但他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不肯低头的样子 从小就是这样 先帝还在的时候 他刚生下来就被封为郡主 自己的母亲是先帝的亲妹妹 先帝是自己舅舅 在宫里就算是其他公主对上他 也要礼让三分 所以李湘一一直觉得自己是高贵的 这个信念和自信伴随着他长大 渗进了骨子里 除了对皇上从来没对谁低过头的李湘一 现在就算面对皇上最宠爱的女儿 也没有丝毫想低头的意思 小宝毫不犹豫地拒绝不要 小家伙说完就要走 九公主 本宫是皇上的贵妃 只是想让你带本宫去见见他而已 小宝才不笨呢 那你自己去找爹爹啊 小宝不拦着你 李湘一指甲 差点没掐进掌心肉里 因为小宝的话 直接戳到了李湘一的痛处 他如何没去求见皇上 但是得到的都是不见的回答 秦政殿他更不敢闯进去 现在能随意进出秦政殿的 也只有九公主 其他人就算是皇子 也得先通报才行 只是一个公主而已 李湘一到现在都想不明白 皇上究竟是怎么想的 九公主 本宫是为了二皇子的事情 想去找陛下 之前做事不周 惹怒了陛下 他现在不愿意见本宫 所以 他深吸一口气 终究还是放低了姿态 请公主带本宫去见见他 那个寝字被他咬得很重 小宝瞬间警惕了起来 你是不是又想要欺负二哥哥呀 李湘一脸上的表情 瞬间将注 本宫是他的母妃 怎么可能会害他 到现在 李湘一都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他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能让自己儿子以后更好 他太知道 权力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了 可是你打二哥哥了 很疼的 小宝的娘亲 就从来没打过我 李湘一本宫那是为他好 他犯错了 本宫难道不该惩罚他吗 他脸上表情不耐烦 这是本宫和自己儿子之间的事情 和九公主没关系 你只需要带本宫去见皇上就行 小宝多了剁小脚才不要呢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 春喜他们连忙跟上 不过几个呼吸的时间人就跑不见了 李湘一气得一把 扯掉了旁边的一朵花给扯掉了 这个小贱人 这么点事情都不愿意帮忙 娘娘慎言 她的贴身嬷嬷发愁地提醒 李湘一美目凌厉地扫了一圈 他们谁敢说出去 一杆宫女太监 立马跪下来倒不敢 李湘一气冲冲地离开 心里恼恨不已 那现在怎么办 如果大皇子真的站起来了 本宫的儿子却在边城 以后她还拿什么和大皇子争 她眼神怨毒当初 怎么就没被马财死呢 娘娘 杜嬷嬷被脱口而出的话 惊得肝胆剧烈 这种话以后切不可再说 李湘一恢复了些理智 也知道自己失口了 她喝了杯茶 冷静下来必须想办法 让皇上赐婚 让她回来 李湘一之所以会这么着急 也是听到了关于大皇子双腿 有望之好的消息 她慌了 现在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很不利 她必须让自己的儿子回来 让皇帝给她赐婚 一个拥有十权大臣的贵女同时 也要娶李嘉 一女子为侧妃 这样不仅能有强大的后家支撑 同时还让儿子和李嘉的关系更紧密 如果不是现在自己的母家衰落了 他们家的女子 就算做皇子的正妃都使得 但现在为了拉拢朝臣 只有这个办法了 奈何她想得挺好 皇上却连面都不愿意见她 小宝跑回秦政殿那边的时候 感叹自己真是好聪明 月饼能不能吃了呀 把二哥哥的娘亲抛在脑后 小宝一心都扑在月饼上了 应该可以了 春喜也不在乎那位贵妃了 反正公主有陛下撑腰呢 在这后宫里 有谁能比皇帝更大呢 哦 好吃 不管能不能吃 小宝已经拿起一个迫不及待的啃一口了 这个是豆沙的 甜度适中 吃起来沙沙诺诺 小宝大眼睛里闪过惊喜 真好吃呀 她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是带着记忆的 所以生来就能记事 也比同龄人要聪明好多 和娘亲在一起的时候 也有过中秋节 第一年中秋节 小牙齿都没长 虽然馋得口水直流 但娘亲也没让她吃一点 只能怨念地看着娘亲吃 第二个中秋节倒是吃到月饼了 那月饼好大一个 她啃了好半天 才啃到里面的馅料 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做皮厚线少 而且只啃了半个小肚子 就吃不下了 这是第三个中秋 没了漂亮娘亲 但是有超级帅气厉害的爹爹 最重要的是 这次月饼小小一个 皮薄线多 还超级好吃 小宝抱着小月饼慢慢地啃着 雪白漂亮的小脸上神情 可满足幸福了 豆沙是玉厨已经做好久的 味道当然很好吃 就是不知道其他的怎么样 小宝仓鼠似的 抱着那个月饼啃完 小爪子又去抓了一个 其实 现在吃味道还不是最好的 得等一天左右 这月饼回油了 才更好吃 当然某个馋嘴的小家伙是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第二 他吃到一个咸蛋黄的 刚一掰开 蛋黄的咸香味就出来了 春喜看了一眼惊喜的说 看起来还不错 小宝高兴地翘了翘脚丫子 嘿嘿 不仅看起来不错 吃起来更不错呢 月饼外皮软中 带着点恰到好处的甜 里面的蛋黄咸香适中 还有点煞 吃起来没有干吃蛋黄的那种椰仁和寡蛋 小宝吃的眼睛都可亮了 好吃好吃 呜呜呜 以前光看人类吃那些美食 自己只能流口水 真的太惨了 原来是这么好吃的呀 小宝也不小气 将另一半分给了春喜 我不要 小公主你自己吃吧 春喜吃 小宝还有好多 吃不完的 春喜看了眼其他月饼 再看看小公主的小肚子 这才欢欢喜喜地接了过来奴婢谢公主上 小白也答答答凑过来 水汪汪的大眼睛眼巴巴看着她 里面写满了想吃的渴望 然后从她脑袋上 嗡嗡飞起来一只胖乎乎的马蜂 没错 就是那只马蜂王 只是跟着小宝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越发圆润了 飞一会儿就要找个东西降落歇脚 现在看着都不像是威武霸气的 蜜蜂中战斗机马蜂了 反而像急了那种胖胖蹲蹲的雄蜂 只是看着没有雄蜂可爱 她飞落到小宝肩膀上 支棱着脑袋 也眼巴巴地看着小宝手中的月饼 小宝是大方的孩子 而且还很会种植 她自己吃的 只要是小白和蜂蜂能吃的 都不吝啬分享给他们 这就导致家里养的马蜂 不仅个头大 还胖 好在除了蜂王 其他的马蜂 还是会兢兢业业地出去寻找食物 所以虽然大了些胖了些 战斗力却不减反增 而且不仅马蜂王长胖了 他的小伙伴小白也长胖了很多 刚来的时候 多纤细优美啊 现在呢 那胖的都快赶得上一头小马鞠了 小宝一边将手中绿豆沙口味的月饼 分给两只 嘴里一边唠叨 不能吃了 你们两个得减肥了 都快胖成猪了 春喜扑吃笑出来公主 您这样 他们怎么能瘦得下来呀 小宝姗姗地摸了摸自己小鼻子 但是他们看着我的这个样子 我控制不住呀 两只完全没有减肥的念头 胖怎么了这 在动物界这是富泰 说明不愁吃喝 别的动物见了 都得羡慕呢 当然 要是在野外 肯定也是第一个被抓的就是了 春喜提议到要不 你每天带着他们和陛下一起去锻炼锻炼 小宝眼睛顿时一亮这个可以呀 还能趁此多和爹爹待在一起呢 雅听不懂人话的 虽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但动物敏锐的本能察觉到不好 小白吃完月饼就赶紧溜了 马蜂王也飞到了他身上被带着跑 懒得都不愿意自己飞的 小宝 风风怎么比小宝还要懒啊 月饼小宝自己吃着都好吃 于是就带着其余的月饼 屁颠屁颠地去找爹爹了 去了之后发现七王叔也在 爹爹 小宝给你拿月饼来了 好吃的 南宫石渊淡定地N了一声 他早就听到小宝去御膳房和御厨 一起做月饼的消息了 也猜到小家伙会带月饼来找自己 虽然有点自恋 但南宫石渊的确发现 这小家伙每次有什么吃的 甚至他种出来的东西 都会第一时间拿来找自己 然后他就让人把逍遥王传来了 因为他身边的奴才去打听到的消息 小家伙带回来的月饼不少 他是真的致力于把自己养胖啊 南宫石渊忧心忡忡 看来今天又得多活动活动了 七王叔 南宫里打开扇子 很是骚包的摇了摇摇 小宝都做月饼了 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皇兄叫自己来是干啥来了 小宝乐颠颠的点头又摇头 是小宝提建议 吴大厨做搭 有五人的 豆沙的 蛋黄的 云腿的 草莓酱的 桃花酱的 小家伙掰着小小的手指头 小嘴巴巴地说了好多种口味的月饼 南宫里越听 脸上的表情越离谱 啥玩意儿 前面的两个是常规的 后面的那一串都是个啥 你真确定 这是月饼 而不是什么糕点 小宝念叨完了 还不忘眼巴巴地看着他询问 七王叔 你想吃什么口味的呀 南宫里挠挠头 那些能好吃吗 小宝用力点头 虽然有好多口味的他还没吃 但肯定好吃的 南宫里惊讶了之后 就来了兴趣 那你给七王叔 来一个草莓酱口味的试试 小宝嗚了一声 然后不好意思地 道对不起哦 七王叔 小宝也不知道 哪个是草莓酱口味的嘿嘿 口味太多了 好几种月饼的花纹 都是一样的 他的确分辨不出来 南宫里 就离谱 那你还让我选 南宫时渊嘴角抽了抽 竟然也没多意外 最后南宫里自己随便选了一个 小宝也给爹爹选了一个 两只白皙的小手 手捧着哒哒哒 跑到爹爹身边献宝似的 爹爹 小宝给你选搭 南宫里看了小家伙一眼 到底也没拒绝 啊 卧槽 这边南宫时渊 刚接过小宝手中的月饼 另一边南宫里刚掰开月饼 里面带着浓郁太花香味的酱料 就顺着那口子流出来 他手上衣服上 都没能幸免地被粘上了 南宫里 倒霉给倒霉他妈开门 倒霉到家了 福海都站着干嘛 还不快给逍遥王擦干净 去换身衣服 然后一干宫女太监 都飞快行动了起来 也准备掰开的南宫时渊 他默默地放下了一只手 面无表情地 在月饼上咬了一口 福海紧张地看着 生怕会出现逍遥王亮的情况 这哪是吃月饼 这是在吃炸蛋啊 还好 南宫时渊这个 并不是会流出来的各种酱 而是咸蛋黄的 味道竟然意外地不错 南宫时渊不怎么喜欢吃甜食 之前的中秋节 那些月饼 基本都是御膳房做出来 送给手底下的臣子的 他自己很少吃 今年的月饼 要不是小宝乐颠颠地 拿着跑来找他 他也不想吃 都已经做好翻车的心理准备了 入口咸香的咸蛋黄口味 他觉得自己能多吃几个 好吃不啊 奶乎乎的小团子 养着精致漂亮的小脸蛋 那占据了大半张脸的 黑白分明眸子里 全是期待地看着他 南宫时渊点点头 不错 这在小宝听来 已经是夸奖了 顿时就眉眼弯弯地笑了起来 等南宫时渊 吃完两个月饼了 南宫里才骂骂咧咧地回来 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 那衣服本王才穿第一次呢 小宝七王叔 你还要不要吃月饼呀 南宫里铿锵有力地道 吃 我都这么倒霉了 凭什么不吃 说完就又拿了个月饼 有了上一个的教训 这次他也没掰开了 一口咬下去 南宫里瞪大了眼睛 怎么是五人的 这口味的我都吃腻了 小宝之前说了那么多口味的 怎么这次偏偏就他 咬了个以前吃腻的五人月饼 这运气有点倒霉的离谱了吧 赏给你了 南宫里脸都绿了 随手将手里的月饼 递给了距离自己 最近的一个小太监 那小太监文言 立马没开眼笑地接了过去 奴才谢王爷 虽然是老款的五人月饼 但这里面的馅料可是十足的 各种糖啊花生碎之类的 在这个时代可是非常贵的 而且还是御膳房做出来的月饼 就算是中秋节 他们这些当奴才的 也没能服气吃 南宫里搓了搓手 这次选月饼之前 把小宝叫了过来 小家伙一脸茫然地走到他身边 然后小脸被捧住了 给七王叔点好运气 这次选一个我喜欢的口味 被七王叔压着小脸 嘟起嘴巴的小宝 七王叔这是在带什么呀 这次南宫里的运气不错 选到了他心心念念的 草莓酱口味的月饼 草莓酱本身就带着甜味 咬开了带着香甜浓郁的草莓气息 缩一口能完全 把里面的草莓酱吸出来 好吃 味道是真的不错 就是吃的时候得小心点 不然里面的馅料就流出来了 说是月饼 更像是嘉心的糕点 相比起南宫石渊 南宫里就有些偏爱甜食了 不过为了维持身材和自恋的 美貌南宫里平时就喜欢出去 跑跑马打猎之类的 毕竟跑马打猎 促居这些运动特帅 还很吸引女孩子崇拜的目光 这吃月饼跟开盲盒似的 南宫里想要吃到所有口味的月饼 有特别喜欢的就整个吃了 不怎么喜欢的就吃一两口 就赏给奴才 不过后面南宫石渊嫌弃他太埋态 直接让太监将月饼用小刀切成小块 他自己喜欢吃就多吃点 不喜欢吃就直接赏下去了 到后面完全就是这书纸两个坐在一张桌子上 脑袋凑一起叽叽喳喳地讨论 什么味道的月饼最好吃 南宫石渊完全没兴趣参与他们这样幼稚的话题中 多吃了几个蛋黄和云腿的月饼 就停下来了 他自律 吃完就想出去活动活动 不过他的活动却是往习屋场去 小宝间他起身 连忙从凳子上跳下来爹爹你 是不是要去锻炼身体呀 南宫石渊点头 他就连忙跑过去 肉肉的小手拉着他修长的手指 爹爹带小白还有疯疯去 他们都胖成猪猪了 南宫石渊文言 视线落到某只体重越发扎实的小奶团上 此刻南宫黎说出了他内心的想法 小宝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某只小奶团子 不仅把他的两个小伙伴养得胖嘟嘟的 自己也被养得胖嘟嘟的 小宝气呼呼地瞪了七王叔一眼 小宝不胖 但还是有点心虚地摸了摸自己小肚子 并且深深吸气 南宫石渊你也一起吧 小宝 石头砸自己脚上了 小家伙看了眼还笑得开心的南宫黎 可气愁得小手一指 七王叔也一起去 扑壳嗨嗨 小宝咱可不能这样的呀 我 可以 南宫石渊一个眼神甩过去 他立马就闭嘴了 最后深情苦逼地跟着一起去了习物场 南宫石渊的习物场是真的很大 林正清正带着人训练呢 看见陛下来了连忙迎过来 参见皇上 王爷 九公主 南宫石渊点头带他们跑几圈 小宝牵着他的手那爹爹你呢 我有其他事情 好吧 小宝乖乖带着小白 还有马蜂王走到林正清身边 林正清看着九公主身边的那只 肥鹿眼皮子一跳 皇上你给我找了个什么活啊 风风你飞起来 不准让小白带着你走了 你胖得最厉害 再不减肥以后都飞不起来了怎么办呀 小宝对着那只趴在白鹿脑袋上的马蜂 叙叙叨叨 看得林正清一个亮呛 这怎么还有这么大这么胖一只马蜂呢 这是马蜂吧 他这带的都是些啥 公主 逍遥王 那我们这就开始吧 南宫里搭拉着眼皮子我能骑马吗 林正清义正言辞地拒绝不能 很好 看来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了 小宝跟着林正清跑起来的时候 小白也跟上了 他脑袋上的那只马蜂 到底也被唠叨着扑通翅膀飞了起来 而此时的南宫石渊 走到洗舞台上 选了一柄看着就很重的长枪 开始洗舞 动作那叫一个行云流水凌厉帅气 小宝一边倒腾着两条小短腿跑步 一边小海抱鼓掌 他的爹爹怎么这么厉害的呀 南宫里看了多多少少是有点羡慕的 自己要是有皇兄这本事 出去随便刷几招 那得多招女孩子们的喜欢啊 跑了不到两圈 书指两个外加两只动物都不行了 马蜂王偷偷找了个地方就近降落 正好落到了南宫里头上 一点都不想扇动自己的翅膀了 小宝软着两条小短腿 直接趴击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不跑了不跑了 小宝的直游吼受不了了 南宫里也喘着促气白手不跑了 跑不动了 小白靠着小宝直接躺下来 摊着四条腿摆烂 完全没出汗的林正清 这也太废了 小公主就算了 逍遥王你个大人怎么回事 还有路不是最擅长逃跑的吗 这要放回森林里 却分分钟变成食物了吧 还有那只马蜂 你的翅膀是用来摆设的 这几位都是祖宗 林正清也不敢抢求他们继续跑 不过他拳头着实有点硬了 这要是他手底下的人 分分钟一脚一个屁股踹过去 跑不动了 小宝和南宫里就带着小白 以及马蜂王排排坐着 去看南宫石渊 此刻某位帝王正在和五个人对打 而且丝毫不落下风 随着一声惨叫 一人被踢飞出来了 小宝鼓掌爹爹好厉害 南宫里瞅了眼黄兄的身材 隔着衣服都能感受到 他身上肌肉的力量 自己呢 虽然也不胖 但肚子上的腹肌是一整块 等南宫石渊出汗了 也差不多把整个洗剧场内的人 都给打了一遍 最后和林正清打的是最精彩的 爹爹走 我们回去了 小宝熊啾啾气昂昂地 抓着爹爹的手爹爹 也教小宝呀 以后打坏蛋 南宫石渊淡定地道 每天跑五圈 扎马步半个时辰 小宝顿时缩了缩脖子 跑五圈什么的 他今天才跑了不到两圈 就好累好累了 那 那还是等小宝长大一点点吧 逃避对小孩子来说 是最有效的办法 南宫石渊 真是一点都不意外呢 小宝弄出来的那些月饼 虽说奇奇怪怪的 但是味道是真不错 不过等真的中秋这天 月饼口味却减少了好几种 草莓酱桃花酱 这些本来就比较少的材料 做不了那么多 小宝就让吴大厨做了 送给哥哥们 还有自己的朋友了 南宫石渊下潮后 看见某只正在 吭哧吭哧写信的小朋友 都有些无语了 又给你二哥哥寄东西 小宝黑黑笑着仰头 本来白生生的小脸上 沾了黑色墨水 看起来跟脏兮兮的小花猫似的 爹爹你怎么知道的呀 还有四王叔哦 南宫石渊面无表情地 想着我有什么不知道的 每次弄出来新鲜东西了 你不给他们都寄一份 这让南宫石渊都有些酸啊 自己从军的时候 可完全没有这样好的待遇呢 距离中秋节还有五天时间 小宝的中秋大礼包 就远程投送出去两份了 本来该高兴的 但小宝发现 爹爹好像不高兴了 连着浮海 以及整个勤政殿的气氛 都很沉重的样子 小宝一脸担心地问 他爹爹你怎么了呀 南宫石渊摸摸他的头 看着天上的月亮 黑尘的眸子 如古井一般幽深难测 他没有说话 但小宝自己脑袋 刮一闪想起来了 他的爹爹有病 月亮圆圆的时候就发病 以前虽然也有圆月的时候 但靠着小宝给输灵气 就能压制住 但是中秋 却是一年中 月亮最圆满的时候 看跌跌沉重的样子 应该也是并发最厉害的时候 保险起见 还是得叫师父来 小宝立马站起来 小宝去找师父 只是还没开始跑 就被拎了回去 南宫石渊 捏了捏他小鼻子 现在去找你师父 小宝拍了拍 自己的小脑袋是哦 那小宝明天就去找师父 鬼衣肯定是要找的 甚至临近中秋的时候 贾珍直接被接到宫里来了 贾珍刚开始不愿意 他本人是个崇尚自由的 这皇宫在他眼里 就是一抄大金丝龙 进去了 他就扑腾不起来了 但是受不住小宝的哀求 最重要的是 那小家伙带来的月饼 是真的好吃 皇帝也答应了 他过了中秋就让他离开 贾珍就勉为其难地 去宫里住一段时间吧 南宫里知道这件事 和小宝一起去接人的时候 嘴里碎碎念 我说你个糟老头子 别人要是知道自己 能去皇宫里住一段时间 那可是要感恩戴德的 你还嫌弃 你还嫌弃 两人都是看热闹不嫌是大 甚至还很会主动制造热闹的主 经过小宝这条纽带 两人也相互认识了 更是在后面的相处中 发现对方还挺对自己脾气的 然后在搞事情看八卦中 更对脾气了 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成好友 有事情一起搞 有热闹一起看 所以他们之间说话 都要随便很多 贾珍此刻直接给了南宫里 一个大白眼 说的那么好你 倒是自己住进去啊 南宫里打开扇子 跟花孔雀似的 你以为皇宫是谁 都能住进去的 再说了 本王在那里面住了十几年 早就住腻了 再你看看你现在 京城里那些大官 都没这福气呢 你看你多有福气是不是 贾珍这福气 给你要不要啊 他对着南宫里这一身 只只点点一大把年纪了 还学人家小年轻装风流 不知修不检点 跟你似的 身上破破烂烂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个 嘎拉出来的乞丐头子 拿个碗往街上一站 还有人给你投钱呢 我这是反扑归真 朴实无华 你就是嫉妒 我有一张 招风引蝶的脸和身材 嫉妒我被美女喜欢 放屁 我嫉妒你 老子当年也生得风华绝代 不知道多少姑娘 追着想要嫁给我 现在我只是不屑打理而已 我要是收拾起来 那肯定比你还帅 南宫里打开扇子 呵呵笑 那眼神可以说是 相当挑衅了 你这牛皮吹得破天了 糟老头子说的那么好听 你有媳妇吗 有孩子吗 贾真瞬间被戳了痛脚 跟猫被踩了尾巴似的炸毛 老子我只是不喜欢 谁跟你一样 花心处处留情 再说了 你有媳妇 有那么多儿子又如何 你没 有 女 儿 最后那几个字 说的有多重就不说了 反正南宫里脸都绿了 我有侄女 贾真一脸平静哦 你没有女儿 南宫里手里的扇子 都差点被他捏烂了 你没有儿子 贾真你没有女儿 南宫里恨不得 把手里的扇子 扔着老东西脸上 你自己不也没有 有什么资格说本忙 贾真飞飞一笑 你没有女儿 南宫里 整个人都快气炸了 同坐在马车上的小宝 你们两个幼稚不幼稚啊 就在两个新鲜出炉的好友 分分钟要反目成仇的时候 小宝忽然指着外面一喊 看 外面有人在打架 瞬间 那两个剑拔弩张的家伙 动作非常一致地 将脑袋探过去 贾真双眼放光哪儿呢 南宫里招呼马车车夫 快快快 过去靠近一些 哎呦 我咋看见一个熟面孔了 那看戏的眼神 简直不要太明显 贾真兴致勃勃 有瓜子吗 马车车夫 虽然很无奈 但还是听命过去了 南宫里又祸 这不是宣平侯府的小公子 这脸都肿成猪头了吧 怎么就被打成这样了 可怜见的嘖嘖嘖 虽然嘴上说这可怜 但是那表情 简直不要太信灾了祸 小宝歪着小脑袋 宣平侯 有点耳熟 你二哥哥母妃的娘家 小宝顿时就想起来了 另以前欺负过 他的二哥哥的表妹 此时 那边的争吵声 传入了他们的耳中 喜欢你个王八蛋 竟敢抢老子看上的人 吃了熊心豹子打了你 李家公子李浩存 眼神凶狠地 看着对面的人 骂骂咧咧 而他对面 一穿着电青色衣上的男子 打开折扇 笑眯眯地看着他 这怎么能说是 本公子抢的呢 咱们两个站在一起 是个长眼睛的 都知道选谁吧 两人站在一起 是真的不能对比 一个看起来是 气质风度翩翩的少年郎 长相也俊朗帅气 另一个被养得 肤态了胖了不说 整个人眼神轻浮猥琐 一看就很虚 的确是个长眼睛的 都知道该选谁 再说了 说抢那本公子 可比不上你们宣平侯府 你姐姐还真是了不得 本公子的兄长 都已经有婚约了 都挡不住他 想要抢人当夫婿的心思 挤怀眼里的冷光 一闪而是你们宣平侯府的小姐 是多恨价多仇价呀 李浩存顿时大弄 我们李家看得上 你们季家的人 那是给你们面子 别给脸不要脸 挤怀一脚踹过去 将人踢翻 老子今天还真就不要 你们这面子了 到底是谁 不要脸自己清楚 宣平侯家真是好教养 明知道我兄长 与人有婚约在 你们李家的姑娘倒好 竟是直接跑到府 让我兄长解除婚约 另娶她为妻 呸 还真当自己 是什么了不得的玩意儿了 李浩存被踢得 哎呦 叫唤都愣着干嘛 给我打她 不过眨眼的时间 双方的人又开始打起来了 不过己怀那边 明显有准备 带的人都是恐无有力 而且比李浩存 那带的人多 最后吃亏的是谁 就不言而喻了 九门提都的人来了 不知道是谁 嚷嚷了一声 看戏的百姓 以及一些公子哥 瞬间就散开了 最后李浩存和己怀 以及他们的人都被抓了 己怀倒是老神在在 很淡定地 和那同领型的毅力 都带走 己怀很识趣地 跟上没挣扎什么 反正这种事情 他爹会把他给捞出去的 李浩存就很生气了 放开本公子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就敢抓老子 快放开我 李小公子 不管您是谁 现在都请和我们走一趟吧 说完也不管他怎么叫嚣 都把人带走了 南宫离和贾珍 眼巴巴地 还想跟上去继续看戏 王爷公主 陛下还在等着咱们呢 贾珍 谁都不能阻止我看戏 快走快走 南宫离同样双目放光快快 赶紧跟上啊 小宝也双眼亮晶晶的 马夫 你们这样真的好吗 这 那两位就算现在被抓了 也不会立刻去提审 您几位在那里去等着 正是被认出来了 南宫离遗憾地 责了一声说的也是 那先进宫去吧 你找人给我们打听一下 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了 还有开审的时候 记得通知本王医生 马夫 是 耽搁了这会儿的时间 到宫里的时间就晚了些 但南宫十渊也没多问什么 只得贾珍把脉 你这体内的骨 的确有些躁动了 等预言之时就会作乱 得想办法压制 说着 他看向小宝 或许要用小宝的血一用 南宫十渊的脸色 顿时就变得不好看了起来 想也不想地拒绝不行 小宝倒是特别积极地 举起自己的小胖手 我可以的 小宝可以的 你可以什么可以 知道放血多疼吗 南宫离也心疼 不想让小宝放血 还有其他办法吗 别跟我说没有 你不是号称 没什么能难倒你的鬼衣吗 贾珍恼羞成怒我失衣 不是古诗 那不都差不多 不是有句话叫做 一毒不分家 毒和古是有区别的 不懂就多看看书别显摆 你那点智商了 啥也不是 你这人 说就说 怎么还带人身攻击呢 小宝赶紧劝架 我不怕疼的 南宫十渊 将他小脑袋挂抛过去 不怕疼 小宝想到 之前自己一点点小伤 都委屈巴巴地来找爹爹 好像他现在说 不怕疼没什么 说服力哈 贾珍美好气地翻了白眼 就显摆着你们两个 有多心疼这小家伙 我是他师父 那我还能害他不成 只需要三滴血就够了 南宫离嘟囔的手指 被扎一个口子也疼啊 贾珍一个眼刀子甩过去 他直接摆烂冷横小宝 能压制住皇上体内的骨毒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目前来说 用他的血是最好的 其他的 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 几人都看着他 什么 贾珍两手一摊 把人打晕了 直接用最结实的铁链 捆起来关着 你们自己选吧 众人 南宫离看了眼自己皇兄 哎呦我这心 怎么就有点蠢蠢欲动呢 南宫十渊平静地看过去 他心虚地缩了缩脖子 可 那还是让皇兄自己选吧 打不过打不过 最后晕得指不定是谁呢 小宝直接举起 自己的手指头 扎针 小宝绣荷包 也扎过好多针 南宫十渊黑着脸 声音可冷指这一次 贾珍翻了个大白眼 只要能下次这种日子 把骨拔除了 你们让我给小宝扎针 我也不敢 最后 在一群人紧张的围观之下 小宝软乎乎的小手被握住了 贾珍拿着一根银针 准备扎那么一下子 南宫离轻点轻点 南宫十渊虽然没说话 但那紧绷的下颚 以及虎视眈眈的目光 看得人整个凉嗖嗖的 贾珍 我说你们够了呀 这样我还怎么动手 小宝酷唧唧 师父你快点呀 你这样我害怕 还不如早点一针扎下去呢 贾珍一脸晦气地 看了那俩兄弟一眼 你者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碍事儿的 拉着小宝的手指头 他一针扎下去 鲜红的血珠子 顿时冒出来了 快拿杯子接上 三滴了三滴了 赶紧给小宝止血呀 南宫十渊 直接冷声命令 去拿血鱼膏来 贾珍 不至于 真不至于 这一个小真眼 就用价值千斤的血鱼膏来 小宝倒是见怪不怪 之前每次他身上 有一点点伤口了 就委屈巴巴地 来找爹爹要安慰 然后爹爹都给他 用的这个血鱼膏 拿到小宝的血 贾珍就闭关研究药去了 当然还没忘记 拉几个帮忙的 逍遥王整天没事干 那就来倒药吧你 贾珍心里 已经有了方向 需要的药材 就直接去太医院拿 那大摇大摆的 跟进自家药材库一样 我说你们这太医院的人 怎么回事 有个太医老眼神 怨念的跟在我身后 搞得我跟个负心汗似的 都不认识他的好吧 贾珍一边做药 一边忍不住抱怨 主要是 他去太医院的时候 那个眼神实在是 太有存在感了 令他这么脸皮厚的人 都有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南宫黎被抓来帮忙倒药 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应 谁啊 你要是真在太医院 有什么老相好 那事情可就好玩了 须知 太医院的太医清一色 都是男的 哈哈 贾珍 不认识 贾医师 你这边需要的药材 我送来了 一人的声音响起 贾珍抬头一看 好家伙说 曹操曹操到啊 贾珍手艺指示 他是他就是他 张太医 什么是他 南宫黎嘴快脱口而出 说你老相好 呸 这老头说你老盯着他 原来是张太医你啊 小宝又乖又礼貌地 叫了一声张太医 张太医眼神怨念地 看了那只小不点 一眼叹气 陛下最近不叫我了 九公主你也不去找我了 说完将药材放下 一脸忧伤地离开 几人 贾珍哈哈笑了起来 原来皇上和小宝 才是那个负心汉 小宝眼神可茫然 他和爹爹 怎么就成负心汉了 这个小插曲很快过去 在配药的同时 他们还关注着另一件事情 那李家胖子的八卦 那马夫倒是记得这件事情 来告诉他们消息了 官府没有审他们 李家的公子和季家公子 私底下解决 各自被带回去了 听到这消息 南宫黎和贾珍都失望了 贾珍要是我当时做点什么 激化一下矛盾 现在说不定就热闹起来了 南宫黎很难不赞同地点头 小宝举手投毒吗 南宫黎 嗨嗨嗨嗨 不是 小孩子别学这些 马夫虽然没审问两人 但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前因后果 奴才打探清楚了 瞬间 南宫黎和贾珍都支冷起了耳朵 开始认真听起来 原来在他们看到的那一幕之前 两人正是因为一个花魁大打出手的 准确地说是李浩存有意那花魁 锦槐完全是去找茬的 没见他带着的人都是专门带的能打的 这原因就在李南珠身上 宣平侯府虽然因为先帝没落了 但后来宣平侯以及和硕公主又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宫里 并且还封位了贵妃 以及生下了对皇位最有竞争力的二皇子 别人不知道宫里那位娘娘的贵妃之位是怎么来的 但指贵妃这头衔 以及二皇子就足以让许多人巴结宣平侯府了 所以李家的荣耀又回来了 这一家子在外一向是嚣张跋扈的 李南珠到了一婚的年纪 但是他却对季家那位有望考上状元的吉云安一见钟情了 回家就央求着祖母去和季家商谈 这宣平侯府的人一看吧 吉云安家虽然官职低 但他的确是个有才华有本事的清俊良才 这科举考之后他是相当有前途的 于是也都觉得不错 并且单方面同意了这婚事 但谁知道这一打听季家竟然有婚约了 但李南珠不管啊 反正就非吉云安不嫁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要家里人去商谈 反正也只是口头上的婚约而已 有没有真的谈婚论嫁 只要回婚就行了呀 这吉云安的父亲是兵部侍郎 按理说是完全无法和宣平侯府抗衡的 但七家夫妻俩都是名理并且有远见的 他们见过李南珠 更知道这是一个怎样性情的人 真要到他们家去了 那儿子以后的前途肯定毁了 这个时代娶妻娶嫁 可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娶一个名势力大方有手段的妻子 对丈夫来说是助理 但若是娶一个嚣张跋扈到处惹事的妻子 就算他娘家势力大 那也只是暂时的 长远看来完全就是必大于理 说不定还会获及子孙后代 况且他们的儿子早已有了婚约 还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姑娘 季家人都对这婚约很满意 所以在宣平侯府的人 嫁不住李南珠的赤缠上门商谈的时候 季家很委婉地拒绝了 李南珠虽然因为季家拒接他的事情恼怒 但他不仅没有放弃 还直接上季家的门 一脸施舍的表情和语气 告诉季家人说他不嫌弃吉云安有过婚约 只要他们解除婚约娶她为妻 他可以不计较 他以为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拒绝得了 当时直接就把季家母亲直接给气晕过去了 挤怀内暴脾气的 当即就大骂李南珠恨嫁不要脸 还直接把人给轰了出去 两家两子就这么结下来了 本来两家结怨 季家是绝对处于弱势的 但吉云安也不愧为 所有人都认定的状元之才 别人都以为宣平侯府恢复了以往的荣光 但吉云安却看到了宣平侯府 虚张声势下的不堪一击 就如直老虎一般一戳就破 他将这些和家人分析之后 只让父亲正常工作 如果遇到有宣平侯府的人使绊子 那就光明正大的告诉宣平侯府 去找皇上评判或者告状 宣平侯府哪里真敢闹到皇上面前去呀 别人不知道 他们自己还不知道吗 贵妃娘娘在宫里的待遇 甚至连妃威的妃子都不如 更不要说他们宣平侯府了 以前是先帝的忠实走狗 皇上对先帝有多恨 根本无需人追续 他们现在就靠着贵妃娘娘 和二皇子这层关系 才没被收拾了 真撞上去了 按照皇上那脾气 绝对是收拾他们的 就是他们不占理 最重要的是 不仅皇上那边 二皇子对他们李家的印象也很不好 所以还真被吉云安说中了 宣平侯府还真不敢拿吉家人怎么样 反而投鼠忌气 生怕他们会闹到皇上跟前了 姬大人试探几次之后 就明白自己儿子说的是真的了 于是更加大胆了起来 完全不鸟宣平侯府 宣平侯府被气得牙痒痒也只能忍了 但李南珠就不是个能忍的 他不服气就闹啊 他不仅到吉家去闹 还到吉云安未婚妻子那里去闹 把人好好的姑娘 给羞辱的委屈又伤心 要是心理防线在脆弱点的 都能上吊自杀了 这不终于把吉家人惹恼了 紧怀打听到宣平侯府的小公子 那天去找花魁 他也带人过去 以抢花魁的名义找茬 把人狠狠收拾了一顿 并且趁机宣扬了一把李南珠的做派 这下宣平侯府的姑娘 算是在整个皇城出名了 但凡傲古清白的家事 都不会娶这样一个姑娘进门 那些想娶她的 估计就是图她背后娘家势力的了 但这样的人 一般家事肯定都不怎么样 而且男人要么没能力 要么就是品德上肯定不过关 只把她当作升天梯的 但这种人 以后要是发现李南珠娘家的势力 并没有那么好用之后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人踹开 正所谓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以后就算李南珠真有这样的下场 那也是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 也怪不得别人了 听完整件事情的缘由 南宫离泽泽有声 宣平侯府 还是一如既往的狂妄自大呀 贾珍呵呵两声这一戳 就破得直老虎 也难为他们仗势 护家虎威这么久了 南宫离青蔑冷笑 我们这位好姑姑 惯会做好人 其实虚伪得很 当初皇后娘娘被诬陷 被先帝杀死 是她出面劝先帝 给了她一个体面的葬 也在皇兄想去大国寺 带发修行的时候 帮忙说话 她才得以顺利离开 虽然她这么做 也有她自己的目的 但皇兄还是成了她这个情 在反了登基之后 把当初参与陷害肖将军一家 以及皇后的所有人 都斩杀殆尽 唯独在和硕公主的囚情下 留下了宣平侯府 更是在后面 将李湘宇那女人 塞进她的后宫 还给了个贵妃的位分 但皇兄可不是好拿捏的 真以为这些事情 能让和硕公主 拿捏皇兄一辈子呢 肖家出事的时候 皇后被诬陷 被刺死的时候 没见出来 说过一句半句话 后面才出来 当马后炮施舍人情 踩着她皇兄刷名声 人都死了 有什么用啊 小宝从七王叔这里知道 爹爹以前的一些遭遇 心疼死了 她以后一定要对爹爹 非常非常好 整个八卦都听完整了 这下南宫里和贾真也满足了 认真的投入到了 配药事业中 贾真不愧是 生命在外的鬼衣 在中秋节前两天 就已经将药笔制作出来了 而且还是药丸子的形态 总共三颗药 白玉似的 透着点点浅粉色 看着好看 但闻着就是苦涩的味道 陛下 要不要找人来试试药 药这东西可不能乱吃啊 贾真找谁 还有谁和你家陛下一样倒霉的 福海 这问题还真没法回答上来 那 不用 南宫石渊抬手制止了她 直接拿起一颗药丸服用下去 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她 也没说话也没动 就这么非静止画面的 过了一分钟左右 南宫离皇兄有什么感觉 小宝爹爹有没有疼 福海陛下您 怎么这么莽撞啊 贾真冷哼一声 我的药能有什么问题 她对自己 就是这么自信 南宫石渊摇头表示 没事 等了一盏茶的时间 南宫石渊不仅没事 还感觉身体轻松了些 贾真把麦之后点头不错 能压制住 还剩下两颗 等中秋之日早上服用一颗 晚上感觉自己 要并发的时候 再服用一颗几颗 这下大家都放心了 认认真真的准备中秋宴事宜 主要的就是中秋月饼 每位大臣都发四个月饼 口味随机 草莓酱和一些比较稀少的花酱 全被小宝偷偷卖下来 送亲近的人了 所以中秋节的时候 那些大臣当然是吃不到的了 倒是咸鸭蛋口味的 和云腿口味的有不少 腌制的腊肉宫里不缺 就算不够 到外面去买一些来也行 咸鸭蛋同样 这年头 想要保存好蛋 大多数都被腌制成了咸鸭蛋 出去外面收一些也够了 中秋宴结束的时候 每位大臣都带走了四个月饼 他们也没多想 以为这月饼和去年的是一样的 但是等回家切开后 那不一样的香味 顿时就吸引了 辅上女眷和孩子们的注意 这是什么月饼 好像和之前的都不一样啊 这里面的怎么好像是肉 月饼还能这样做的 这个好像是蛋黄 吃起来还挺好吃 父亲 我要吃这个月饼 我不要捂人的 怎么就没有了 这么少 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在一家 总共就四个月饼 还跟开盲盒似的 口味各不相同 但吃完了就没有了 今年宫里赏的月饼 格外好吃 就是太少 大人还好 虽然遗憾 但还能克制住 但小孩就不会想那么多了 有调皮的 甚至直接在地上 打滚嚷嚷着自己还想吃 但就算大人疼爱宠孩子 也不能去找皇上再要啊 不过 今年皇上怎么整出 这么多花样来了 看起来不像是他的作风 皇宫 今年中秋节的月亮又大又圆 南宫石渊早在月亮露头的时候 就感觉心情反闷暴躁 整个人都要陷入一种狂躁的状态 小宝及时将那最后一颗药 塞他嘴里的同时 几乎将自己所有的灵气 都往跌跌身体里砸 双管齐下 那躁动想要做妖的是心骨 最终还是被压制了下去 直到整个月亮都露出来了 他依然好好的没有出现失去心智 陷入六亲不认的疯狂状态 浮海激动得手里的浮尘 都没拿稳掉落到地上 眼里闪烁着泪花成了 成功了 其他人也没开眼笑的 小宝更是直接蹦跌到 爹爹身上挂着了 南宫石渊将挂身上的小孩抱起来 嘴角微微上扬 连那双一向淡漠的眼眸里 都含着笑意 然后在小宝的积极组织下 他的爹爹 黄叔以及所有哥哥们 都到宫墙上把酒言欢庆祝 当然喝酒的是他们 小宝一个人抱着奶 和另外几个抱着白开水 还不能喝酒的哥哥们凑一顿 我们喝白开水干什么呀 小宝下意识地回了一句 多喝开水对身体好 哥哥们 为什么有种这句话很渣的感觉 小宝抿了口奶 眼神无辜地看着他们 小堂妹 听说今年的月饼是你弄的 很好吃 谁能想到蛋黄和肉 还能做成月饼啊 我最喜欢吃蛋黄的 我倒是比较喜欢吃绿豆沙口味的 甜而不腻 嘿 我喜欢草莓酱留心的 听着他们讨论自己喜欢的月饼 小宝越发骄傲地挺起了小胸脯 都是他提起来的 小堂妹真厉害 怎么想到这些的呀 小宝眉眼弯弯 那亮晶晶的眸子 看着和此刻挂在天幕上 圆月一样漂亮 不是小宝想的 小宝也是听别人说的 以前他只能看不能吃 现在终于有身体了 当然要把那些 记得的美食做出来吃了 哦 也不是 他自己可没大厨艺 但是可以口树呀 滴滴有好多厉害的大厨呢 想二哥哥了 看着空中的圆月 小宝抿了一口奶嘟囔 二哥哥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快了 是大哥哥的声音 小宝偏头 对月下如仙的大哥哥 露出一个软乎乎的笑容来 皇兄 你看这颗珠子 它又大又圆 本王打算把它摘下来送给 我小侄女 此时沙风景的声音响起 还带着醉醺醺一听 就不聪明的语气 小宝看着七王叔 指着的月亮 南宫石渊端坐一旁 抿了口酒 并不打算与傻子说话 小宝你等着 七王叔现在就去给你摘 说着 他脸颊红彤彤的 摇摇晃晃 就往宫墙边上走去 所有人 浮海连忙招呼侍卫 将人拦住 南宫黎被抱腰 拦着也不安分 伸长了手臂 跳起来打算去摘月亮 放开我 我要 我要把它摘下来 猴得那叫一个撕心裂肺的 他的儿子们纷纷无脸 很不想承认 这是自己亲爹 南宫石渊 倒是很淡定把人送回去 未免他持续作死 今天的中秋家庭聚会 就这么结束了 不过 大家倒是吃喝都尽兴 比在宫宴上 还得客套劝酒 要轻松一些 最开心的就属小宝了 回去的路上 都在跌跌怀里 叽叽喳喳说没完 南宫石渊 全程安静地听着 月色下他们的影子被拉长 浮海一脸笑意地跟在后面 这一年的中秋 终于不再是陛下 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的无疾而终 也不再是陛下 把自己关在四面围墙的地牢中了 以前的中秋月圆夜 本该是和家团圆的日子 偏偏也是陛下最痛苦的时候 现在真好啊 中秋过后 小宝一直惦记着的二哥哥 送的礼物到皇城了 看到那好几辆马车装载的东西 饶式小宝也惊讶地 小嘴巴张得圆溜溜的 好 好多东西呀 跟着送货前来的奴才 是南宫其末的人 此行一是为了看顾这些货物 二是有些事情 只有清楚的人跟着 才能和宫里的人交代清楚 其实也算不上太多 因为二皇子殿下送了有活物 所以此程时间长了些 活物 然后小宝就见他们将马车上 一被黑色幕布遮掩住的东西运上来 幕布拿下来之后 一人高的铁笼里面赫然装着几只狼崽子 有的是纯白色 有的是白色中夹杂着一些浅灰色或者黑色 就是看着状态都很不好 这是草原上罕见的草原白狼 二皇子他们去打猎的时候 得到的一些狼崽子 本来是几位将领分了 打算看能不能养起来的 但是都被二皇子殿下 要来送给宫里的几位殿下 其他几位将领 听说是送回宫里来的二话不说 都将自己养着的白狼给二皇子殿下了 顺便让奴才向九公主您问好 您给殿下寄送过去的那东西 他们也沾了光 都很感谢您呢 小宝文言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那我以后再多给二哥个寄东西 他看了眼笼子里的狼崽子 有些担心感觉快死了呀 小宝想也不想地凑过去 却被那奴才拦住了 九公主不可 这狼崽子别看不大 但脾气可不小 您这要是过去被他们咬了下可不得了 小宝不会 他说的笃定 但是谁也不敢相信啊 这九公主可是陛下最宠爱的孩子 要是真出了点什么意外 他们这些当奴才的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九公主 这些狼崽子经过长途跋涉 踩到这皇城 从边城到这皇城 就算快马加鞭的赶路 也得要七天的路程呢 我们走了近半个月 就算是人也累得很了 更不要说他们了 宫里有专门照顾他们的兽医 奴才着就将这些狼崽子 交给兽医医治 小宝依不舍地 看了那些烟头搭脑的狼崽子一眼 然后才点点头 那我就等你们不在了再去 公主 这个是殿下让奴才给你的 狼崽子送去兽碗 自有兽医照顾 这送给小公主的绵羊 就没有那么多忌讳了 这是温顺的食草动物 小绵羊出生还不到两个月 毛茸茸小小的一只 长得眉清目秀 眼睛水汪汪的很是可爱 但同样经过长途跋涉 在被精心照顾 都烟嘎嘎地看着 很不精神 小宝双眸亮晶晶地 摸了摸面前的小绵羊 一路上因为有人打理他的毛 所以看起来 不仅软绵绵毛茸茸的 还特别白镜讨喜 小绵羊 小宝将软白的小手 放到他脑袋上 悄悄给了他点灵气 原本还没精神的绵羊 忽然就在他手心轻腻地蹭蹭 咧咧叫着往他身上贴 两只软萌萌的小可爱 站在一起 简直就是双背加萌 看得人心软不已 这小绵羊还没断奶 所以殿下将母羊也带来了 就是母羊有些不好看 毛粗硬还泛黄洗不干净 小宝却眼睛更亮了没关系 给他剪毛 绵羊毛啊 这可是好东西呢 其他的东西 拉奴才也一交代清楚了 哪些是送给几位殿下的 哪些是送给陛下的 那些皮子 南宫其末找的都是品质最好的 边关那边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好皮子 但就算是好皮子中 也分等级的 细软好看的紫色雕皮 还有红色狐狸皮 都是给小宝的 有两块纯黑色狼皮 极为稀少 是给陛下的 纯白色没有一点杂质的狐皮 是送给大皇子南宫其修的 其他颜色纯正的狼皮 兔皮狐皮之类的 都送给其他几位兄弟 草原广阔 各种动物都泛滥成灾了 当地牧民和那些动物斗智斗勇 猎杀得到的皮毛 都会处理好了 拿出来交易 边城虽然对周边各部族之间的交易 非常严格 但也仅限于掩铁这些 对国家重要的物资 其他东西都是可以适量交易的 毕竟不仅那些游牧民族 需要生活物资 他们也需要从那些不足手中 得到一些草料 牛羊 以及最重要的马匹资源 对于牛羊马这些 他们大夏朝 肯定是比不过那些 专门营养牛羊 以及马为生的游牧民族的 这些皮子货物 也是那些不足用来交换的 重要物品之一 男工其末手里有钱 寄回来的皮毛 肯定都是好的 虽然有点费钱就是了 小宝带着自己和爹爹的东西 回到勤政殿 其他哥哥们的 都让那个奴才 给哥哥们送去了 白白软软的小绵羊 很乖巧地跟在小宝身边 连同那只母羊一起 小宝抱着一个小匣子的 漂亮宝石 和二哥哥给自己写的信 慢吞吞地倒腾着小短腿 还和身边的两只羊 唧唧咕咕的说话 你们的运气真好呀 我种的肥梅草 现在长得可好了 小白就非常非常喜欢呢 你们肯定也会喜欢的 咩 两只绵羊 时不时回应他一下 看着像是真在聊天一样 让人奇怪的是 两只羊都不需要牵引绳 以及人驱赶 就那么乖乖地 跟在九公主身边了 看样子还特别黏着他 准备帮公主牵羊的奴才 毫无用武之地 回到勤政殿 小宝先把两只羊 都安置到了偏殿 本来是把它们放到草坪边 就去找爹爹的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在去找爹爹之前 他得先解决一下 家庭矛盾才行 至于家庭矛盾等矛盾 就是新来的两只成员 以及家里小霸王 白白鹿小白之间的争端了 肥梅草已经长到 小宝小腿的高度了 它不仅长得茂密 且鲜美多只 食草动物只要吃一口 就绝对欲罢不能 这不 小白作为这个家里 唯一的食草动物 直接在那片草坪上 称霸王了 每天都霸占着草坪 慢悠悠地吃草 大有致力于 将自己吃成一头猪的架势 要不是小宝每天 压着它要出去跑步 以及混合着其他饲料喂它 这家伙绝对是 真把自己当猪养了 吃了睡睡了吃的 今天和往常一样 小白巡视完自己的江山之后 正美滋滋地卧在草丛中 只要低头深嘴 就能吃到最鲜美的草料 但是 它的主人却带着两只 丑兮兮的羊 来到了它的草坪里 看着那两只 长得丑的动物 一来就开始啃草坪上的肥梅草 小白简直晴天霹雳 然后它怒了 直接站起来 就奋力对了上来 夺食之仇 不共戴天 然后 母羊和小白就这么打起来了 才两个月不到 还在吃奶的小羊 都猛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 小宝也猛了 咋回事啊这 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打了片刻后 被小宝精心养着 娇气了些的小白 显然占了下风 但倔强的小白坚决不认输 就是要和这头丑羊干到底 小宝连忙让人将它们分开 小白 小白你干嘛呀 哟哟 小白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 愤怒地瞪着那头母羊 来别人地盘上吃草 还脱家带口的 臭不要脸 你 来站 母羊低头鼻子喷气 那斗智昂扬的架势 一点都不带怕的 一路回来的时候 小宝就时不时地 用灵气养养他的精神 现在看起来状态是挺不错的 都能打架了 小白你乖 这两头羊 都是二哥哥送给小宝的 以后就要住在我们这里了 小白 小白 他仿佛受到了 莫大的打击和伤害 整只鹿脸上 都带着人性化的不可置信表情 然后小白伤心又深深地 看了看那两头羊 又看了看 小宝扭头就走 那背影怎么说呢 仿佛自带悲情的BGM 看得小宝都愧就急了 咋回事 怎么就觉得自己 像个复心的渣女了呢 小宝 小白 小白你生时成精了呀 没见小白走后 两头羊没心没肺 继续美滋滋地啃草了呀 这才是正常动物该有的样子 小宝追上去 抱着小白巴巴地劝着 哄了好半天 才勉强好了 回来你乖乖的 我去找爹爹了呀 不要和他们打架哈 回来我给你吃好吃的 然后就带着二哥哥的信 以及送给爹爹的那些礼物 去正殿了 爹爹 二哥哥给你送礼物来了 小宝一找到自己爹爹 就献保式地 将二哥哥送给他的礼物献上 当然 小家伙是抱不动 那么厚重的皮毛的 都是身后跟着的奴才送上去的 还有二哥哥给你写的信 小宝也有呢 小家伙熟练地 钻入爹爹怀中 自个儿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但对于已经习惯了的福海等奴才 眼观鼻鼻关心 就假装没看见 爹爹你看你的 小宝看自己的 说着 他就摇晃下小短腿 打开了二哥哥给自己写的信 南宫石渊把信放到一边 倒是没急着看 而是等着 果然 不过几秒的时间 某只识字还不全乎的小宝 就小脸皱巴巴地举起手中的信 小手指头指着好几个字 爹爹这个字读什么呀 南宫石渊 只低头扫了一眼 就将那字读了出来 然后小宝继续看 看得两只圆溜溜的眼睛 都转圈了 好多小宝不认识的字呀 QAQ 小宝吸了吸鼻子 一边嫌弃 一边念念有词地读着 还时不时地软声抱怨 为什么这些字不能简单一点 二哥哥写的字好潦草 婴 爹爹小宝又不认识了 这绝对不是小宝太笨了 而是这些字都太复杂了 不说他这个 从来没上过学的小精灵了 就算是那些上过学的 到这里来 都得变成文盲 最后小宝还是苦了巴基地 把信交给自己爹爹 两只小手手放在膝盖上 可乖巧可期待地看着他 不识字没关系 小宝还有厉害的爹爹大 南宫石渊见怪不怪地接过信 开始低声读了起来 显然这一幕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没见连勤政殿的宫女太监 都一脸平静的表情 南宫期末给小宝的信前面 都是一些日常 主要交代了 他在那边过得很好 以及在那边的生活 挑选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洋洋洒洒地写了不少 然后他因为和士兵一起锻炼身体 强壮了不少 然后就是感谢他送过去的那些水果 不仅他喜欢 谢将军还有那些将领 也喜欢得不行 并且为了抢西瓜 都在营帐里打起来了 还有他的那些药 因为便于携带 而且药效很好 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 他郑重其事的询问小宝 能不能写一张 关于肥料的方子来 当然如果能带几个 懂得制作肥料的技术人员 去教当地的百姓 就更好了 信上写道 他和谢老将军下乡去体察民情的时候 看到了百姓在贫瘠的土地上 种田的艰辛 辛苦劳作一年 收获的粮食却少得可怜 再加上还要交税 一年下来 那些百姓甚至都吃不饱 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中 南宫其末想到了小宝曾经说的肥料 能够肥田 并且让粮食增产的办法 南宫其末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黄庄的时候 曾被自己所嫌弃的肥料 如今自己 却是迫切地想要知道 是如何制作的 其实这封信说是写给小宝的 不如说是写给南宫石渊的 南宫其末知道这封信 最终肯定会落入父皇手中 因为妹妹她识字还不多 信读完后 小宝也没多想 直接就对着那封信点头 我给二哥哥写 只要能帮到二哥哥 他急切地恨不得 现在就拿着笔 开始给二哥哥写信 然后被南宫石渊 弹了下脑门 急什么 帝王一掌 将小家伙按回去做好 然后拆开二皇子 给自己写的信 这是一封战报 主要写了北蛮族的异常 南宫其末 可没忘记自己去编程的墓地 调查北蛮族的异常 北蛮族所在的王庭地势隐秘 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 然后安排间隙探查王庭情报 然后他们得到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消息 北蛮王庭的克罕王被刺杀了 而且还是被他一个 不起眼的儿子刺杀的 为了得到更详细的消息 南宫其末他们在这上面 耗费的人力不小 但也得到了非常可靠的消息 北蛮克罕王在七年前 不知道在哪里 同性风飞 但那女子孤傲清高 一心只想回归自己的不足 克罕王怎么会允许 在那位妃子坚持不懈地 逃了几次 被抓住之后 将她的双腿打断了关在后宫 但是也渐渐对她失去了兴趣 后面那位妃子 怀孕但下一名皇子 但这母子两个 就是北蛮王庭后宫的小可怜 也是王后和一干妃子的 眼中钉肉中刺 于是就成为了 经常被欺负的存在 北蛮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那母子两个 根本不闻不问 反正她的儿女多着呢 那位王子在五岁的时候 她的母妃死了 从此 她在王庭的生活更加艰难 一直到七岁的时候 北蛮王准备发兵攻打大下潮 而当时那位王子 也正在王庭被欺负差点死了 然后再次醒来 性情大变 变得暴力且凶悍异常 直接在一个夜晚 北蛮王放松的时候 潜入北蛮王寝宫 将之刺杀 关键是 他一个从来没接受过 任何训练的七岁孩子 竟然刺杀成功了 而且刺杀完了北蛮王之后还逃了 到现在 那位王子都没被抓住找到 北蛮王被刺杀的突然 也没有留下船位遗诏 然后那些王子公主 就开始内斗了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谁还有心情去侵略大下潮啊 他们当然是要先把那个位置 搞到再说 除了调查来的这些消息 南宫齐末还在信中写道 他们已经集结了大军 打算趁着北蛮王亭 陷入混乱的时候搞他们 就算不能灭了北蛮王亭 也要打下来几座城池 在信的结尾 南宫齐末又提到了肥料和种子的事情 边城那样的地方 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 但因为土地贫瘠的原因 种植出来的小麦单扁 南宫齐末虽然不懂农物 但是之前他还是听见了小宝的话的 种子越优良 发芽率越高 以后长出来的作物也更优秀一些 但边城那边能用来做优良两种的小麦 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南宫齐修也就厚着脸皮来找青叠求助了 他有优良的种子 还有肥料啊 边城的百姓穷啊 他们军队更穷 快要吃不起饭了 父皇 孩儿在这里都快饿成排骨了 边城的百姓和军队都穷得揭不开锅了 只能辛苦父皇帮忙收集一下两种 还有小妹的肥料千万不要忘了 要是父皇能多给几个会制作肥料的人 以及种田好手就更好了 父皇皇庄里那么多人 一定不会舍不得的对把瞎化线 最后的那个可怜兮兮的减笔表情 跟谁学得不言而喻 南宫十渊 万万没想到 竟然有一天会被自己的儿子哭穷 不过南宫十渊并没有生气 反而嘴角上扬露出了浅浅的笑容 因为他从信中看到了自己二皇子的成长 他从一个皇宫温室里养出的小狐狸 变成了一只逐渐能适应外面环境 思考问题并且能想办法解决问题 正在迅速成长中的狐狸 南宫十渊不是个猜疑心重 并且对谁有偏向的帝王 他对自己所有儿子一视同仁 唯一不能忍受的是 他们荒废长大后变成没用的废物 所以对二皇子的成长 他也乐见其成 除了二皇子的信 还有谢老将军的军情情报 和南宫齐末的大同小异 只是要严谨很多 并且在信中请罪 没有等到他的寝室 就已经开始向北瞒发起战争了 对此南宫十渊并不在乎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如果谢老将军这样好的机会都不抓住的话 那他才要怀疑这位老将军的能力 爹爹你很开心呀 连小宝都感受到自己爹爹开心的情绪了 他笑得跟一朵小太阳花似的 爹爹 哥哥给找来的宝石能不能换成银子 给二哥哥送去呀 南宫十渊 你就从我这里薅银子 去养你二哥哥 小宝眼神略心虚地闪了下 戳戳小手指头用宝石交换呀 南宫十渊目着一张脸 宝石对我没用 小宝那能不能卖出去呀 他扒拉了下小匣子里的宝石 品质都是极好的 而且里面还有两块极品羊之玉 和上好的翡翠 那边的这种矿是多 但是购买能力低下 所以这些宝石什么的虽然好看 但是不吃香 毕竟变成穷人多 带到大夏朝来 就要卖得贵一些 但比起宝石翡翠这些 现在的人更喜欢的是 漂亮圆润的珍珠和上等玉石 所以小宝那一匣子石头 也就那两块极品羊之玉要贵一些 大概能卖个几百两银子的样子 南宫十渊不喜欢宝石之类 看着好看 实际上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东西 他只喜欢银子 因为银子能换粮食 交给米七王叔卖出去 他不需要 但是有喜欢收藏珠宝的人要 特别是那些整天没事干 就喜欢花钱的玩裤子 能卖出去换钱给二哥哥 给谁都没问题 然后小宝眼巴巴的 又让爹爹算算 这里面的宝石 大概能换多少钱 南宫十渊 垂眸看着小家伙 去找内务府的人来 他又不是买宝石的他 怎么知道这些多少钱 一个太监领命离开 南宫十渊 你四王叔寄回来的东西也到了 小宝眼睛刷了一下 就亮起来了四王叔 这还是四王叔 第一次给自己寄东西呢 南宫十渊点头叫他们进来吧 福海点头 出去几分钟再次进来的时候 身后跟着一群 抬着东西的人鱼贯而入 其中各种水果最为显眼 小宝一眼望去 就看见了椰子 芒果 枇杷 羊桃等等 直接用筐子装的 而且每种水果还不止一筐 其中荔枝是最为娇贵的 荔枝摘得晚一些 等其他货物都已经上路几天了才运来 送来的路上快马加鞭 还用冰冻着 小宝忽然就想到了以前那个世界 自己经常听到有人念的一句 关于荔枝的事 一记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识荔枝来 小宝眼睛都看花了 好 好多水果啊 南宫十渊面无表情 都是你四皇叔送给你的 在此之前 南宫十渊从来没收到过 来自四弟专程送的礼物 每次从镇南王那里 快马加鞭来的 只有军情奏折 以及要哭穷要军饷的信 福海笑咪咪的说 九公主别着急 还有呢 说着他唤了一声进来 然后又有人抬着东西来了 这次是各种海鲜 小宝甚至看见了 加上腿和一个人 差不多大的帝王蟹 比人手臂还要粗还要长的大龙虾 而且还是活的 虽然看着马上就要死的样子 其他的鱼类 倒是差不多 都是被晒干的咸鱼 其中一人 还捧着一匣子色泽亮丽 饱满圆润的珍珠来 里面的珍珠颜色 还各不相同 小宝眼睛都瞪得圆溜溜的 特别盯着那帝王蟹和大龙虾 口水都快馋出来了 一看就长得特别好吃的样子 南宫石渊的脸 有点黑老四 不是在合阵哭穷 那这些价值不菲的珍珠 是怎么回事 福海 壳 还有呢 小宝 还有 四王叔好厉害呀 送这么多东西 当然这是最后一个了 一个活物 当笼子拉上来的时候 小宝直接挖出了声 小宝 那黑白的毛茸茸团子 看着咋那么眼熟 哦 想起来了 好像是上辈子 某个国家的国宝 至于他为什么知道 因为草木小精灵 可羡慕国宝了呢 喜欢他的人好多好多 他每天只要吃吃睡睡 还有人专门给他们送食物 当然 这样胖吞吞毛茸茸的团子 他也喜欢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 在那个国家境内诞生的原因 他对那个国家的一些文化 也挺喜欢的 大熊猫 福海大熊猫 这不是叫石铁兽 小宝眨白了下眼睛 就是大熊猫呀 福海笑呵呵地道 比起石铁兽这个名字 公主说的大熊猫倒更合适 小宝扭着小身体 从爹爹身上下去 然后哒哒哒跑到 关着大熊猫的笼子前 南宫石银 倒也没阻止 比起狼 那大熊猫看着 就憨憨懒懒的 看起来毫无威胁的样子 但南宫石银 也不会真的以为 这小东西没威胁了 长得和熊如此相似 他甚至还知道 这是铁兽 长大的体型 也是和熊差不多的 杀伤力不可小觑 只是比起熊 这东西的主食是竹子 笼子里的大熊猫幼崽 和小宝的体型差不多大小 他在笼子里抱着一个苹果 没心没肺地啃着 对自己到了哪里 完全不在乎 他只在乎 自己有没有吃的 然后忽然发现 面前跑过来一个 和自己差不多大小 白白晋晋的生物时 圆溜溜的黑眼睛愣了下 歪了歪脑袋瓜 和小宝对视 一人一熊猫 就这么隔着笼子 相互对视了几秒 音音 大熊猫幼崽 奶声奶气地应了一声 犹豫了下 将自己爪子里 啃了大半的苹果递过去 那毛茸茸的脸上 仿佛写着你要吃不要啊 小宝的眼睛更亮了 不仅没要大熊猫幼崽的苹果 还拿了根香蕉递给他 熊猫幼崽的眼睛 瞬间就亮了 麻溜地把苹果叼嘴里 扭着肥胖胖的屁股走过去 就离小宝更近了些 一时间 整个勤政店的人都紧张地看着 生怕他会伤到小宝 好在那熊猫走近之后就坐下来 只将小宝手里的香蕉 扒拉到自己怀里 不仅嘴里的食物没丢 还多得了一根食物 熊猫栽栽心里美滋滋 屁股后面短短的尾巴 都欢快地摇晃起来了 福海看来这只熊猫 很喜欢九公主呢 小宝眼巴巴地看着南宫石渊爹爹 小宝可不可以养他啊 南宫石渊看了眼那只石铁兽 幼崽形态的石铁兽 的确没什么威胁力 既然小家伙这么喜欢 他就点头同意了 大了送他离开 团子 这名字都已经取好了 而且一如既往的烂 团子 这怕不是跟着他体型取的哦 刚有了名字的团子 小眼睛瞅了小宝一眼 卡卡几下把苹果啃完了 然后才扭着屁股 慢吞吞地从笼子里面出去 一出去 两只差不多大小的小家伙 就抱在了一起 南宫石渊 嫌弃点JPG 来人 带九公主和那只东西去洗澡 小宝和熊猫团子 都一脸猛逼地被拎去洗澡了 但是今天小宝心情好 就不和爹爹计较他 嫌弃自己的事情了 嘿嘿 四王叔和二哥哥 都给自己送礼物了 而且都有小动物 他一下子得到三只毛茸茸 洗完澡的小宝出来后 和同样洗完澡的团子 相互大眼瞪小眼 走团子 小宝带你去晒太阳 团子这一身的毛 等晒干 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 小宝带着团子 来到自己住的地方 这家伙是真懒 自己找了块干净的石头 小宝往他爪子里塞了苹果 他自个儿就趴下来 认真吃着不乐意动弹了 那你在这里晒太阳 不要乱跑啊 摸摸熊猫的头 小宝还是担心 小白和那两只羊 不知道自己走后 他们有没有打起来 一边走小宝 一边想着好多问题 团子的口粮问题得解决 他这里可没有竹林 不过他记得 大哥哥之前住的地方 有好大一片竹林来着 但是太远了 熊猫每天都要吃很多食物 所以他还是得想办法 在这里种一些竹子才行 但是种了竹子 那其他的蔬菜果树什么的 就没地方种了 这个没关系 爹爹有好大的黄庄 可以拿到黄庄去种 后院就种一片竹林 前院门口再种一棵 桃子树和苹果树 里面一棵葡萄树 葡萄是藤棵植物 只要在院子上方 搭一个葡萄架 就不会占地方 然后墙角种花 其他地方全撒上肥美草种子 小宝背着小手 寻视了一圈自己的领地后 基本就全部归化下来了 想象着未来漂亮的小院子 顿时就很心满意足了 还好爹爹住的地方够大 不然他都养不起这么多动物了 往草坪那边走去 还没靠近 就听到了热闹的争吵声 小宝心里预感不好 一去看 果然又是小白和那头母羊 开始干架了 快快快 把那只母羊拉开 小白 祖宗你别过去了呀 打又打不过 这力气咋就这么大呢 一群人为了拦住那两只 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小宝 他脑壳疼 小白 听到小宝的声音 白鹿也不和那只母羊斗了 吭哧吭哧地跑到他身边 老委屈巴巴地 将脑袋往他身上一埋 他被欺负了 茵茵 小宝看了看他身上 因为打架造成的擦伤 心疼又气恼 你和他打什么呀 赶紧让人拿药 来给小白上药 还好自己 从师父那里 薅来不少药 虽然是给二哥哥和四王叔的 但是自己也流了血 你乖乖的 小宝给你出气 把他的毛剃了好不好 小白终于被哄好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那只母羊 本来就是要被剃毛的 小宝 嘻嘻 为了体现自己新城 小宝立马就开始张漏 找会给羊剃毛的人 春喜奴婢去受碗找找 那里的奴才 是专门照顾动物的 应该有能喂羊剃毛的人 小宝立刻捣通着小短团 往外跑小宝 也一起去 他要去看看 那几只狼 现在怎么样了 春喜拗不过他 只能跟着公主一起了 前院团子 还惬意地在吃苹果晒太阳 这是一只懂得节约粮食的好熊猫 苹果盒都给他吃干净了 此刻正趴在 装着几个苹果的框子上 很主动地给自己翻了个面 晒太阳继续吃 小宝走过去 摸摸他的毛 还没有干 洗完澡后 干干净净的团子 等身上的毛干了 肯定更加毛茸茸 抱着手感特别好 团子小宝要出去一趟了 你是在家里玩呢 还是和小宝一起呀 熊猫团子 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他还太小了 不理解他话里的意思 小宝呢 你就乖乖在这里吃苹果 然后就往外走 但是走了没几步 这次团子竟然叼着一个苹果 倒腾着八字腿 屁颠屁颠地跟上来了 小宝团子要和小宝一起呀 那走吧 他蹦蹦跳跳 看起来好开心 瘦碗 小宝还是第一次知道 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春喜一路上 都在和他说瘦碗的事情 先帝喜奢侈 后宫的妃子 也喜欢养一些珍惜漂亮的动物 来彰显自己的地位 这瘦碗里面 养的都是其他国家进贡来的动物 听说之前养的都是猫 狗 以及狐狸 雕和孔雀居多 但是陛下登基后 就不喜欢养那些宠物了 都分给了下面的臣子 但是瘦碗里 现在却养着凶猛的猛兽 有狼 老虎 还有一种叫做狮子的动物 春喜不知道 狮子长什么样子 因为他只听说过 但没见过 但是小宝知道呀 爹爹好厉害 反正某只奶团子 完完全全就是个爹爹吹了 瘦碗里 一群人正焦头烂额 狼这个东西 性情骄傲又记丑 这一路上 他们吃的东西就比较少 还好带了一只母羊 他们多多少少 都是喝了一点奶的 但是现在到瘦碗来 他们不仅不喝奶了 肉迷也不吃一点 这些都还是没断奶的狼仔 大有要绝食 饿死自己的样子 那些照顾动物的奴才 正商量着 要不要给这几只狼仔 强行灌下去 这可是二皇子 给他兄弟们的狼 他们可不敢养死了 要不还是灌吧 这狼仔不吃东西 我们也没办法呀 怎么这烫手山芋 就交到咱们手上来了呀 三个太监都要急哭了 怎么了呀 还能怎么 这些狼 九公主 奴才该死 不知道九公主来了 小宝白白手不在意 跑去看那几只狼仔 九公主 您慢着点 别靠太近了 这狼仔子 牙齿可立着呢 小宝敷衍地回答 知道了知道了 但是人一溜烟地 就跑到了那几只狼仔面前 春喜人都快晕过去了 九公主 您嘴上说着 知道的行动 倒是也一致啊 他们不吃东西吗 狼仔子们挨在一起 看着病样样的 是啊 这些都是还没断奶的狼仔 狼这东西 既愁又傲气 可能还在因为 父母族群的死伤心 也不肯接受奴才们的头位 这本来就虚弱了 如果再不吃东西 那可就 后面的话他没敢说 但大家心里都清楚 有奶吗 小宝直接将其中一只 狼仔子抱了起来 春喜 公主的胆子 怎么这么虎啊 这是狼不是狗啊 QAQ友友友友 我们准备了养奶和肉迷 但是他们都不吃 那只被小宝抱起来的狼仔子 即使处于虚弱状态 那脾气也是不小的 刺着小牙齿试图咬人 看得春喜等人冷汗都冒出来了 然后 小宝一把捏住了狼仔命运的后颈 摸摸他脑袋 奶生奶气的哄 威胁 你乖一点 狼仔子真乖了 就不是狼了 春喜哆哆嗦嗦公 公主 还是奴婢来吧 小宝摇头 挠挠狼仔的下巴 灵气顺着指尖 输入狼仔的身体内 草木精灵的灵气 是最温和不过的 对植物有莫大好处 同样的动物也喜欢 不知不觉 小狼仔就在他怀里软化下来了 可怜兮兮的呜呜叫着 眼睛水汪汪的看起来毫不委屈 负责管理动物的那几个太监 见状都瞬间瞪大了眼睛 等等 这狼仔子之前 不是还挺倔强的 怎么九公主 挠几下下巴就好了 小宝眉眼弯弯地 摸摸小狼仔的头 乖乖吃东西啊 招呼人将养奶送过来 这次小宝喂的时候 他终于肯吃了 但胃口不好 也吃不了多少 其他的狼仔小宝 用了同样的办法 得天独厚的小精灵 亲和力就是这么高 不仅长得好看 动物都喜欢和他贴贴 就是喂食的时候 有花了点时间 最后几只狼仔 都眼巴巴地贴在他身边 不离开了 熊猫仔仔都被他们挤开了 但是团子脾气好 被挤开也不生气 就一屁股坐在边上 抱着苹果 慢吞吞地啃着 几只狼仔除了小宝 依旧对其他人警惕得很 春喜和那三个太监 想要靠近一下都不行 小宝坐在一堆毛团子中 衣服上头上都是狼毛 春喜欲哭无泪公主 您回去又得洗澡了 小宝 不想洗 但不洗 爹爹肯定嫌弃自己 小宝蹲在地上画圈圈 好啦 小宝要走了 他看着那三个太监 你们谁会剪羊毛啊 三人面面相去 然后其中一个长相清秀的 少年举手公主 奴才以前家里有养过羊 跟在父亲身边学过剪羊毛 春喜看了他一眼 摆出了公主贴身打工 女该有的威严公主那边 有一只羊需要剪羊毛 你就跟我们走吧 找到能剪羊毛的人了 小宝起身拍拍手 就带着团子往回走 但是刚走了几步 回头就发现 几只狼仔子 脚步虚弱地跟在身后 时不时还踉枪一下摔跟头 但很倔强地跟上了 小宝 你们得就在这里呀 小狼仔们不管 反正就是要跟上 那圆溜溜的眼睛 看着他好委屈 仿佛在问他为什么不带上他们 小宝蹲下来 和狼仔子们苦口婆心地说 自己不能带着他们 他们在这里 能被照顾得更好等等 小嘴巴巴地说了一通后 他在走 狼仔子们在跟 小宝 春喜 这是被赖上了是吧 公主这 那两个太监也拦不住 一靠过去 狼仔子们就刺着小乳牙 仿佛随时会给他们伸上来一口 小宝 先去我那里吧 明天带他们去找哥哥们 反正这都是二哥哥 送给其他几个哥哥们的 那就 那就暂时收留他们一天吧 明天必须送走 这么多动物 他怎么养得起啊 最终 小宝抱着最小的那只狼仔仔 身边再跟着一只熊猫仔仔 其他狼仔也一步一去地 跟在他身后慢吞吞地走着 这拖家带口的 就往勤政殿那边去了 春喜愁得不行 这要是让陛下知道了 会不会惩罚他们啊 公主的家在这一天 都快被动物占领了 精致雪白的奶团子 昂首挺胸地走在前面 这场面就很张扬惹眼 一路上走过的宫女太监 都忍不住悄悄往那边看过去 这一堆毛团子 真的就一个塞一个地软萌 陛下 大皇子和二皇子 已经到了可以商谈婚事的年纪 大皇子在皇城 有皇贵妃娘娘看顾着不着急 但是二皇子却不能不急呀 陛下 求您看在臣妾私子心切的份上 就给二皇子赐婚吧 正大摇大摆 带着一群毛团子 准备回去的时候 小宝就听到这声音了 而且听这话里的意思 爹爹好像也在 小宝眼珠子转了转 小短妥儿转了个 弯朝着那边的假山走去 后面的毛团子 被他这么猝不及防的一个转弯 没能反应过来 撞到了一起 有的被压着 有的直接四肢小短妥儿朝天 团子也被两只狼崽子撞到了 他摇了摇尾巴 迈着憨憨又可爱的小内八字 慢吞吞地跟上了小宝 狼崽子们晃了晃脑袋 也站起来跟上了 春喜 啊这 去偷听贵妃娘娘和陛下说话不好的吧 但是公主都过去了 他不跟上也不行啊 陛下 臣妾求求你了 就算不给二皇子赐婚 给他定下也行啊 南宫石渊 一脸冷漠地看着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女人 怎么 你对朕安排老二去边城的事情 有什么不满吗 李湘怡连忙低头 臣妾不敢 南宫石渊 朕不是月老 没那么多时间去给朕的儿子牵红线 李湘怡连忙到 那你让臣妾自己选 臣妾作为二皇子的母妃 给他选皇子妃 也是应当的 南宫石渊危险地眯着眼睛哦 姨贵妃想给二皇子 选谁当皇子妃 李湘怡擦了擦眼泪 脸上带着笑 臣妾不敢和皇贵妃娘娘抢 不然皇上还是让皇贵妃娘娘 举办一场公宴 正好把大皇子和二皇子的婚事 一起解决了吧 他虽然 鸡蛋也不是真笨 大皇子这边 都还没有任何动静 二皇子这边就开始选了 得罪了谢清染 那件人倒是没什么 怕的是会落下把柄 被父亲的政敌攻击 南宫石渊等二皇子回来再说 那怎么行 不说他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就他儿子离开时 那叛逆的性子 肯定不会乖乖按照他的安排行事的 他要的就是 自己儿子不在的时候 将事情定下来 只要陛下开口了 到时候 就算他儿子不接受 也没有办法拒绝 陛下 谁在那边 南宫石渊直接打断他的话 李湘怡顺着陛下的视线看过去 假山后安静了两秒 一只黑白团子的毛茸茸脑袋叹了出来 李湘怡脸色顿时难看了 这是什么东西 竟然打断了 还没想完 另一个小脑袋也从假山后探了出来 恰好就在熊猫脑袋的上方 小宝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可无辜地看着自己爹爹和姨贵妃 又是他坏自己好事 李湘怡娅娇好的面容 顿时被气地扭曲了一瞬 怎么哪都有他呀 爹爹 小宝怯生生地叫了南宫石渊 眨白眼睛无辜地看着他 下一秒 他脚边又露出好几只毛茸茸的脑袋瓜子 一双双清澈的毛子 整整齐齐地看着他们 南宫石渊 总有一种被围观看戏的错觉 他捏了捏鼻梁 冷声对李湘怡道你回去吧 不论是大皇子还是二皇子 他们的婚事 朕都会问他们自己的意见 李湘怡顿时急了 可是 其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皇上那冷漠不耐的眼神 给吓得咽了回去 李湘怡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是 离开的时候 脑恨地瞪了小宝一眼 小宝可乖地站着 看吧看吧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跌跌 等人走了 小宝才带着一堆毛团子 精致的小脸上 带着软甜的笑容 凑到南宫石渊身边 南宫石渊 垂眸看着某个小家伙 怎么在这里 小宝乖乖地回答说 自己去找能剪羊毛的人 然后被哥哥们的狼崽子赖上 准备回去 又听到那位贵妃娘娘说话的声音后 才过来的 南宫石渊 盯着他身后的狼崽子们 一个个都躲在自己女儿脚边 对自己字牙咧嘴的 他走了一声 回去吧 好 小宝和爹爹一起回去啊 说完就拉着他的手 小兔子似的蹦蹦跳跳 脸上带着灿烂无忧的笑颜 回到勤政殿 小宝先和爹爹往政殿去 他还没忘记 要给二哥哥写信呢 团子和那几只狼崽子 也屁颠屁颠地跟上 就是在上楼梯的时候 遭遇了滑铁炉 小短腿上不去了 上不去的狼崽子们 着急地抖着尾巴 张开嘴巴 冲着小宝的方向 嗷嗷乱叫 小宝扭头压了一声 放开爹爹的手 又哒哒哒跑回去 拖着狼崽子们的小屁股 挨个送上去 其他人想去帮忙还不行 因为小狼崽子们可凶 但是 还有比他们更凶的 南宫石渊伸手 面无表情地帮女儿 拎着其中两只狼崽子的后颈 小狼崽子 顿时乃凶乃凶的呲牙 南宫石渊 一个黑沉沉的视线扫过去 他们被吓得顿时就安分了 软啪啪地搭拉着爪子 蜷缩着小尾巴 乖乖被拎着丢了上去 小宝屁颠屁颠地凑到他身边 谢谢爹爹 今天的勤政殿甚是热闹 吏不上书带着农官走进来的时候 还差点踩到一只乱窜的狼崽子 他的心脏都差点给吓出来了 黄黄黄 皇上 卧槽刚才跑过去的那是啥 再往勤政殿一看 他更傻眼了 好家伙 一眼望去全是毛茸茸的团子 特别是九公主脚鞭 一二三四五只 吏不上书整个人都差点傻了 要不是那上面坐着的人 他都以为自己来错地方了 毛团子们多了 看起来就有点乱 好的是这些小家伙 不会胡乱扯嗓子好叫 不然南宫石渊是绝对不会允许 这些家伙继续待在这里的 福海滴眉顺眼地想着 也就是小公主了 这要换成其他人敢带进来试试 来了 南宫石渊冷淡的声音 将吏不上书 以及他身后那些农官 飘忽的思绪拉了回来 陈带了五名农官前来 他们分别擅长培育两种 观察土质善重的作物 以及水利 南宫石渊看过去 肥料的制作方法都学会了 五名农官 连忙诚惶诚恐地回答回皇上 我们 我们都回了 农官就是八品小官 平时哪能亏得盛严 今天突然 被传召人都差点激动傻了 但是真等见到陛下了 他们却连头都不敢抬 在皇上的龙威下说话都哆嗦了 甚至面对陛下询问的一些问题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回答的是啥 恍恍惚惚地跟着吏部尚书 离开了勤政殿 风一吹 那五名农官才回过神来 然后他们发现自己腿都下软了 吏部尚书将他们的状态看在眼里 并且见怪不怪 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不说他们这些没见过皇上的 就算是他们这些老家伙 在皇上面前也得跟孙子似的 毕竟这位一生气了 那是真的要人命的 这次陛下让你们去编城 帮助二皇子都认真点 陛下亲自召唤说明 他对二皇子很看重 编城虽然辛苦了些 但做好了也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五名农官 这才像是回神了般连忙点头 大人放心 我等定会为二皇子效力 吏部尚书此刻 其实也在揣摩陛下的用意 二皇子虽然到编城了 但现在皇上还记得他 而且还亲自传了他 来让挑选农官前往编城帮助二皇子 这以后谁能当太子 还真说不准呢 毕竟陛下身体强壮 等他老了 那其他几个皇子也长大了 和二皇子比起来 未必没有竞争力 忽然他脑子里闪过小公主 在秦政殿的样子 整个人顿时就僵住了 还好还好 小公主是个女娃 这小公主要是个皇子的话 就陛下那宠来的劲儿 以后皇位指不定就直接传给他了 但是 陛下竟然纵容小公主 在秦政殿那般胡闹 他自己胡闹不够 还带着那么些动物去 简直不可理喻 吏部尚书越想越气 但是又没那胆子说皇上 只能自己生着闷气回家了 他老七看他生闷气那样子 还有些奇怪 怎么 老爷进宫被皇上教训了 吏部尚书丘明让 美好气地道 你看你说的是什么话 怎么听着巴不得我爱训一样 你不知道 皇上都把九公主纵容成什么样子了 他没忍住 一通鸡里呱啦的 就将以前看到的听说的 以及今天的事情 和自己老七抱怨了出来 这可是皇上啊 怎么能如此任性呢 丘明让的妻子 隐晦地翻了个白眼 你都说了 那是皇上自家的事情了 关你这个老头子什么事 丘明让这就很不服气了皇上的事 那是天下大事 那我问你 皇上戴政了吗 荒废朝堂了吗 丘明让摸摸鼻子呢 那倒没有 他的妻子立马道 这不就是了 我就说你们多多少少是有点毛病的 先定那样的你们不敢说什么 现在的陛下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好好的 他宠下自己的女儿怎么了 整个皇宫可就那一个公主 而且小公主在宴会上的时候我也看到过 那看着是懂礼貌又很乖 被那么宠着也没见骄纵跋扈 这要是换成我家的我也乐意宠着 皇上怎么了 哦皇上就不是人了 他怎么就不能有点自己的爱好了 再说了 这宠女儿总比先帝荒废朝政 还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的好 丘明让气的手指颤抖的指着自己妻子你 简直荒谬 先帝的事情是你这辅导人家能随意理论的 丘夫人文言 直接将他的双脚丢洗脚盆里 给丘明让烫的熬一嗓子 老脸都扭曲了 哟 看不出来你还这么惦记着先帝呢 那婚君别说我现在理论她了 她仍站在我面 我还恨不得打她 我可没忘记 当初那刁蛮不要脸的三公主 看上了我儿子 那婚君差点就赐婚了 我跟你说 这三公主那刁蛮很毒 还养面手的 要真到咱们家来了 现在有你好日子过 你们父子也非得反目成仇不可 丘明让顿时心虚的嘟囔着 这不是还没成吗 丘夫人冷笑 要不是当今那时候及时造反了 你看这事成不成 也正因为这件事情 丘夫人一直很感激现在的皇上 虽然 虽然先帝是荒唐了些 但陛下继位的时候 手段太过狠辣 那关你屁事 杀的又不是你兄弟 再说了 你自己看看历史 有几个朝代 皇权交替的时候是没有流血的 就你还读书 还立不上书呢 读书读傻了吧你 就你这脑子这位置 还是让给别人吧 说完直接扭头就往外走去 丘明让被自己老七对得灰头土脸的 见他走了连忙道 你去拿 脚还没给我洗呢 黑 丘夫人发了个白眼自己洗去 老娘今天不乐意伺候了 说完碰个一声关门 丘明让 这老娘们脾气越来越大了 我就是抱怨两句 就在这时 门被推开一个小缝 立不上书还以为是自己老七回来了 顿时端坐了身体 打算亮亮他 爹 这一声爹叫得他身体瞬间僵硬 你又惹娘生气了 丘明让直接脸黑了 滚滚滚 哎好 好嘞 您自己慢慢洗哈 说完就溜走了 丘明让气得脸都红了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在宫里气了回家还得受气 他得被气得短受 皇宫 小宝磕磕巴巴地写了几个自己会写的字 其他全交给爹爹代笔了 末了还拿起来欣赏了几分钟 推不要脸的点头赞美 不错不错 南宫石渊 他寻思着这脸皮厚的小丫头到底是随了谁 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是自己 爹爹你不要忘了把小宝的心意起带给二哥哥呀 小宝去给养剪毛了 说完倒腾着小之忧之忧哒哒哒往外跑 狼仔们也赶紧倒腾着四肢之忧之忧跟上 福海等一干奴才笑咪咪地目送小公主离开 福海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南宫石渊垂眸 视线落到了团在桌子底下睡成一团的某只黑白团子 福海的视线跟着看过去 然后一拍脑门 我就说公主的团子忘带走了 小宝兴冲冲地忙着去给绵羊剪毛 的确忘了今天刚得到的那只黑白团子 甚至到偏电了都没能想起来 立马就带着那个太监去找母羊了 彼时的母羊正吃饱了躺在草地上 而那只白白净净对一切都充满好奇心的小绵羊 在一步步的试探下 终于靠近了那只浑身雪白的白鹿 他把小白当成是自己的同类了 都是白色的 都长着四条腿 还有和他妈妈一样 头顶上长着两只脚 小绵羊的眼中 没错了 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是兄弟 而小白在不厌其烦地驱赶了 那只缠绿的小白羊恩赐之后 终于选择放弃了 然后等小绵羊蹦蹦跳跳地跑过来 脑袋在他身上对了下 起来啊起来啊 一起玩啊朋友 小白 脏话脏话脏话 当然是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脏话 小宝就是这时候来的 一来几个太监就摁住了那头母羊 小白下化线 赶紧起来过去看戏 在母羊的惨叫声 以及众人鸡飞狗跳地 和母羊斗智斗勇中 花了整整一个半时辰 才终于将那母羊身上的毛拳 给薅下来了 好大一堆呢 小宝看着那些羊毛黑黑笑 小白看着光溜溜眉毛的母羊 幸灾乐祸 并且仰着下巴 骄傲地围着母羊转了两圈 呵呵 和本路抢 主人心里最重要的 当然还是本路 小绵羊的毛太浅了就没剪 母羊剪下来的羊毛 足足收集了好大一色皮带呢 公主 这羊毛山位好重啊 收集这个干什么 春喜捂着鼻子 剪下来的羊毛 味道实在太大了 而且还脏兮兮的 她实在想不明白 公主想要干什么 小宝做衣服呀 春喜 不要吧 这么大的味儿 这衣服做出来 谁敢穿啊 这个时代的羊毛 还没人用来做衣服的 因为味道实在太大 就算用了些去扇胃的办法 也不能全部去除 这种羊毛 多用来做羊毛垫子 或者羊毛毯子 细致漂亮一些 卖得好一些 但粗糙一些的就不行了 而且中原买这种 垫子毯子的人更少 所以这些羊毛的销量 一向不好 但小宝知道 用什么办法去除这种腥胃 只需要几种草 加上一种矿石 调制成一种药就好了 当然还得试试再说 这是她跟着师傅学习 认识了一些药 自己琢磨的 小宝说做就做 立马又跑去太医院抓药去了 张太医 张太医在不在呀 百无聊赖正坐着 翻看病历本的张太医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小公主已经跨进太医院 往她这边跑过来了 张太医脸上 立马露出了笑容 但很快又收了回去 之前那个 名叫假真的老头在的时候 没想起我 现在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才想起她了 张太医 我想抓几种药 你帮我找一下好不好啊 张太医哼哼两声 公主现在倒是想起老陈了 突然几个毛团子滚了进来 把她吓了一跳 或什么东西 小宝蹲下来 将那几只乱跑的小团子 给拎到身边 是狗狗 张太医看了眼 她身边的几只毛团子 又面无表情地 看向某只撒谎脸 都不红一下的小家伙 公主 晨还没到老眼昏花的时候呢 这是狼是狗晨 还是分辨得清楚的 她不理解的是 公主身边 怎么就多出来这么多狼崽子了 小宝声音奶糯糯地道 那你说是狼就是狼吧 张太医 小宝眼巴巴地看着 她看我给你带礼物了呀 这些是我四王叔 给小宝寄来的水果 张太医你要不要吃呀 后面的春洗 拎着一个精致的竹篮 里面装着的 正是几种不常见的水果 张太医看了一眼瞬间 就心动了 跟公主关系好了 别的不说 她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吃的东西都丰富了不少 好像是那些一二品的大员 都吃不到的呢 可 公主说说吧 你想要找什么 小宝脸上带着笑容 小嘴一张 就说出了几种药材的名字 张太医听得 直皱眉头公主说的这些药 听得怎么不像是用来治病的 对答 雪白的奶团子背着小手 老气横秋地点头 肉嘟嘟软嫩嫩的小脸蛋 瞧着可爱的不行 小宝是想要给羊毛去扇的 张太医文言摸了摸胡子 脑子飞快转动 思考着那几种药的特性 然后眼睛瞬间就亮起来了 妙啊 说不定还真的可以 而且迷香草还带着一种特殊的香味 沾染上了精酒不散 说不定那阳山味不仅能被去除 还会染上迷香草的香味 公主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小宝抓了抓自己的小脸 懵懂地道就那样想出来的呀 张太医顿时眼神很复杂地看着他 然后一脸恼横 我明明先和公主相识的 怎么就没能收你做徒弟呢 九公主在这方面是真的太有天赋了 但他也是嘴上说说而已 要是真收了九公主当徒弟 他还怕被陛下用剑给劈了呢 当然现在对那个名叫假真的诡医 很羡慕极度恨就是了 小公主打算怎么做 您知道具体的药方配比吗 小宝坦然摇头不知道呀 但是可以试验吗 小宝将自己的打算说给张太医听 他听着也来了兴趣 走走走这就去抓药 陈和你一起去做那个什么试验 一老一少就去耗太医院的羊毛了 把每种药都拿好几分才离开 看管药房的太医看了脸皮子直抽抽 这个张太医把太医院的东西往外拿 真的是一点都不心疼是吧 抓好了药 时间已经是下午了 张太医医不舍得将九公主送走公主臣明天去找你呀 小宝点头 带着要对张太医挥挥手知道了 溜溜答答回去的小宝 发现爹爹也在偏电 顿时露出开心的笑容 小短腿跑过去抱住了爹爹大长腿 爹爹顺势来找小宝的呀 南宫石渊摁了一声你丢东西了 小宝歪头茫然地看着自己爹爹 他丢什么东西了呀 下一秒南宫石渊被在身后的手拿走了出来 手里还拎着一只黑白团子 悬空的团子那乌黑黑的眼睛像是在控诉一般地盯着小宝 委屈巴巴地硬了一声 小宝看见团子心虚了又愧疚了 他不是故意的 团子 乃团子讨巧地笑了笑 从爹爹手里 结果那只仿佛受了好大委屈的黑白团子对不起哦 把你给忘了 团子整只熊都挂在小宝身上了 两只胖爪爪抱着他的肩膀 脑袋埋在他脖子上音音叫 小宝白细精致的脸上五官都快要皱疤在一起了 团子看起来胖胖的 也是真的胖啊 这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熊猫现在就挂在他身上 虽然抱起来软乎乎的很舒服 但是 但是他快坚持不了了 小宝没抱稳量呛了下 眼看就要摔倒了 一只手掌及时伸过来拎住了熊猫的后颈皮 小宝也站稳了 觉得怀里没那么重了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差点以为自己要被熊胖子压了 那肯定很疼 团子对不起 给你吃大苹果 小宝飞快地道歉 然后跑开去拿个大苹果来递给他 上一秒还在怨念的团子抱着苹果 顿时就安响了 咔咔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什么怨念委屈 在吃的面前都没有了 小宝摸摸他圆润的脑门 真好哄 然后他又被拎起来了 小宝可怜兮兮地看向拎着自己的人 爹爹干嘛呀 南宫时冤面无表情 去洗澡 这小东西身上也不知道哪里沾染的味道 而且还不止一种 他黑沉沉的目光 看向那些狼崽子 微微抬了抬下巴 给他们也洗了 春洗等人连忙领命诺 被爹爹拎走的小宝 扑腾了下小短腿 给小白也洗洗呀 于是 今天跟着小宝的所有动物 几乎都被洗澡了 那几只狼崽子 还不肯配合 乃凶乃凶的 好在那件羊毛的太监 有照顾动物的经验 最后虽然经过了一阵鸡飞狗跳的混乱 但有一个算一个 都给洗干净了 洗得香喷喷的小宝 穿着礼衣 吭哧吭哧地爬上床爹爹 水道是不是成熟了呀 南宫石渊 垂眸看像趴在自己腿上的小东西 你怎么知道 小宝黑油油的眼珠子转了转 肉肉的小下巴垫在手背上 小宝猜的呀 南宫石渊也不去追究那么多 这小家伙身上的秘密可不少 嗯 成熟得比以往早 很快就能收割了 南宫石渊想到了 今天看到的那份奏折 正好是关于黄庄水道的事情 日里万机的皇帝 当然不会随时去黄庄 观察那些水道的生长情况 自有下面的人帮忙看着 他知道小宝培育的哪批羊苗好 但也没想到 竟然能提前了一个月的时间成熟 其他用了肥料的水道生长情况也很好 今年的产量估计会翻不少 按照现在的情况 估计也会比以前的那些水道 要早成熟小半个月的时间 三天后我们去看看吧 好耶 小宝兴奋地翘了翘腿 谋若星光灿烂 第二天 小宝一早起来回片店 但还没靠近门口那早 几只团子就跌跌撞撞地跑过来了 春喜和伺候他的其他工人也跟在后面 包括那个会剪羊毛的太监 因为他的这一技能 以及会照顾动物的能力 成功从寿晚混到了 当朝备受皇帝宠爱的小公主身边 对此 他简直是欣喜若狂了 因此照顾这里的动物 也是很尽心尽力的 奈何除了团子 那只除了吃什么都不在乎的家伙 几只狼崽子 脾气简直又凶又倔 早上喂东西一个不吃 就一个劲地想要往外跑去找什么 好吧 他们看出来了 现在那么欢快地跑到小公主身边 根本不用猜就知道 他们想要找的是什么了 公主 春喜也惊喜地看着小宝 谢天谢地公主总算回来了 不然这些家伙怕是要造反了 面对把自己包围着都摇尾巴的狼崽们 小宝挨个摸摸他们的小脑袋瓜 很好 看起来很精神 待会儿就给哥哥们送去 听不懂人话 并且丝毫不知道自己 即将被送走的狼崽们 依旧欢快地摇着尾巴 就是怎么感觉凉嗖嗖的呢 小宝回来 他们也终于肯吃饭了 而且吃得比昨天多很多 肉迷都吃了不少 这些小狼仔 在小宝灵气的帮助下 不过短短一天的时间 就恢复到了最好的状态 照顾完他们吃早饭后 小宝带着小白去看两头羊 眼睁睁地看着小白昂首挺胸 踩着蹄子哒哒哒 走到那母羊身边转了一圈 那双清澈圆润的路眼 看着被剃毛的母羊 满是嫌弃 小宝 你还有完没完了 要嘚瑟到什么时候去 小宝看着正在吃奶的小绵羊 有点馋了 对不起哦小羊 小宝摸摸小绵羊的头 先说了一声对不起 然后指挥着人去抢小绵羊口粮了 陷挤得热乎乎养奶 小绵羊满脸猛逼地看着那些人 抢了他的奶 然后悠哉悠哉地离开了 母羊倒是淡定地继续吃着草 她分辨不清眉丑 在这炎热的天气 脱了一身厚重的羊毛 最开始虽然有些不适应 但现在她感觉清爽多了 所以 她吃着青草 练无表情地看了眼 围着自己转圈的那只东西 眼里只有茫然 干嘛呢 这是 养奶去腥后 小宝还让加了些茶叶 到里面煮 但是她这里没有 因为某只团子 平时喝的都是白金莲子泡的水 从大国寺住持那边顺来的茶叶 她给分出去了 于是 小宝就屁颠屁颠地跑到正殿去 熟闷熟路地 打开了其中一个柜子 爆出来一罐茶叶 职守的太监 看着九公主爆出来的 那价值千斤的茶叶眼皮子跳了跳 这姑奶奶可真会挑选啊 这可是最贵的云雾茶 求都求不到的 陛下也就剩下两罐了呀 等小公主离开后 那太监捂着心口可心疼了 虽然那也不是她的茶叶 张太一按照约定来找小公主的时候 在小厨房 正好就看见某位小朋友 站在小板凳上 抓了一小撮茶叶丢入白的养奶中 那茶叶的形状 色泽以及其高贵的气质 张太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急步窜过去 公公公公主 这是什么 什么茶叶 张太一死死地盯着她手中的茶叶 再看看已经融入到养奶中的茶叶 漂浮起一层飘渺的白雾 更加肯定了心里的那个猜测 顿时心疼的 说话都不利索了 小宝抱着茶馆 满眼无辜云雾茶啊 张太一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您 您知道呢 知道还这样糟蹋 给她心疼得快 不能呼吸了 张太一捂着自己胸口 默默调整呼吸 呜呜 看着还是好心疼啊 小宝一脸奇怪地 看着她脸上的表情变来变去的 我拿得爹爹的 没拿你的挖 小家伙抱着云雾茶眼神 警惕地看着她 张太一一脸丧气您就是想拿我的 那还没有呢 这云雾茶多珍贵呀 您就这么放羊奶里那多浪费 小宝撅着小嘴不服气才没有浪费呢 小宝要吃的 茶叶小白也喜欢吃 张太一顿时撕了一声 他失神的男男一头路都比我过得好啊 羊奶煮得差不多了 那头羊的奶还挺多 他自己一杯 至于剩下的 小宝扭头看向眼神没啥焦距的张太一 询问张太一 你要奶茶不要啊 张太一回神 盯着那锅里的奶茶 很坚定地点头药 给我拿大碗装 小宝哼记一声想得美 没那么多呢 最后 这一老姨哨拍拍坐在板凳上 软乎乎的奶团子 喝了一口热乎乎的奶茶扎巴嘴 好喝好喝 张太一在旁边点头 能不好喝 价值千斤呢 喝得他心口沉甸甸的 他喝的是奶茶吗 喝的是金子 这云雾茶多难得呀 一年就那么点 连皇宫每年都只得那么几贯泽 他这种小人物自然是没有的了 偶尔到谁家去蹭到一点 那简直令人回味无穷 但是现在 这茶叶就被有点败家的小公主 用来煮养奶了 不过别说 这叫奶茶的东西还真怪好喝的 喝完奶茶也该干正事了 小宝撸起袖子 没听春洗他们的劝阻 亲自上阵 他和张太一凑一起研究 配出了几种不同的药水 然后分别拿了一小撮羊毛 放进不同的药水里面浸泡清洗 过了五分钟的样子 再拿出来弄干 张太一这个不错 味儿没那么大了 小宝皱眉不行不行 还有点味道 小孩子不要太苛刻了 这个已经不错了 挨个闻过去 最后有两种配比的药水 效果最佳 一种没有任何味道 半点羊山味都闻不出来的 另一种是带着点点清新好闻的 芋香草味 张太一摸着自己的胡子 将两种羊毛凑在鼻尖闻了闻 嘿 还真成功了 小宝双手插腰 小宝厉害 一点都不谦虚地自夸 虽然有点自恋了 但张太一也不得不承认 这位小公主是真有几把刷子的 况且这才三岁呢 要知道 其他孩子三岁的时候 要么就为了不读书 和父母斗智斗勇 要么就纯粹地在玩 但是公主拿着羊毛 打算来做什么 成功是成功了 就是这羊毛能用来做啥 最多不过做地毯吧 小宝翘着小下巴做衣服呀 张太一一点都不理解 这羊毛要怎么来做衣服 但他也没打击反驳小公主什么 就笑眯眯地说 那微臣就等着小公主 做出来的衣服了 临走的时候 他还念念不忘小公主 别用云雾茶去煮羊奶了 太浪费了 说完就匆匆离开 小宝嘟着小嘴巴 哼记小孩子就要多喝奶茶吗 他就不听略略略 确定了两种药水 小宝就让春席指挥着店里的奴才 将羊毛分成两种开始清洗 公主 要不按照这羊毛的粗细分吧 奴婢想着 你如果要做衣服的话 那种比较细软的 做出来会更柔软一些 那些比较粗糙 颜色也不好看的 就做成垫子之类的东西吧 经常伺候小宝的总共有四个宫女 其中春洗当然是最大的那个 他照顾小宝的生活起居很细心 威严祖也擅长管理下面的人 另外三个宫女中 性子温柔且擅长针线活 并且细心的宫女十六 在清洗羊毛之前提出了这个意见 小宝对这些不了解 但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好呀 那把软一些的羊毛 挑选出来洗那种没味道的药水 给跌跌做衣服 等羊毛干了 还要仿线织毛衣呢 但是小宝不会 要麻烦你们咯 十六连忙摇头 不麻烦不麻烦 他们跟着公主的这些工人 都是经过陛下精挑细选的 本身能力就不差 而且伺候公主的人还挺多 平时分道手里的活针不算多 再加上公主和善 从不打骂为难他们 比起去伺候宫里的娘娘们 待在公主身边 没那么多勾心斗角 也不用小心翼翼地担心 随时会丧命 他们每个人都真心希望 公主能一直好好的 能多帮助公主 当然最好了 下人们行动迅速地 开始去挑剪羊毛了 因为知道公主是要用这羊毛 给皇上做衣服的 所以谁都不敢马虎 但羊毛味道实在太熏人了 小宝过去 看了一圈回来 也被熏得小脸皱巴巴的 回去就用一些旧的布料 剪了个口罩出来 之后 春席又按照公主剪的那口罩样子 剪了好几个 还是两层的那种 加层里面放了点带酸的成皮 分给了那些挑剪羊毛的人戴上 虽然不能完全隔绝味道 但要好受很多 等所有羊毛都挑剪分好 用药水浸泡上了 小宝就拿出自己的小宝箱 从里面拿出两颗金花生 让春席跑了趟御膳房 给大家做了一顿好吃的奖励他们了 然后自己也跑去爹爹那里蹭饭吃 几只毛仔仔 连忙屁颠屁颠地跟上 就连团子都卖着小内巴懒懒散散地 坠在尾巴后面 正好是吃饭的点 小宝吭哧吭哧地爬上饭桌 乖乖做好 南宫石渊斜眼看他拿我茶叶了 小宝 就 就一贯 心虚气短的某团子 缩着脖子不敢大声说话 还挺挑 其他茶叶不拿就拿云雾茶 小宝讨巧地对爹爹笑得可软呼 爹爹 小宝去大国寺找住持师傅 再换一些茶叶给爹爹呀 他眨巴漂亮的大眼睛 卷卷翘翘的眼睫毛 跟蝴蝶翅膀似的扇动 整张精致的小脸上 连白嫩嫩软嘟嘟的小奶镖 都在卖萌 南宫石渊修长的手指 掐住某只奶团子 软嘟嘟的雪白小脸蛋捏了捏 手感好的让人舍不得放手 真当这云雾茶这么好的的 你换住持大师就给了 小宝厚着脸皮 将两只小手比了个花形 举到精致的下巴下 因为小宝可爱呀 南宫石渊 小宝嘻嘻嘻 某只奶团子眉眼弯弯地 开始扒拉自己的饭碗 爹爹小宝想吃那个 胳膊短够不到 南宫石渊面无表情 有不善的宫女 爹爹帮小宝吗 奶团子软糯糯的撒娇 冷冰冰的亲爹都硬不下心来 小东西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如果南宫石渊知道 后世有个词叫小做精的话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将这个词放在这小东西身上 但软呼呼撒娇的小做精 却让人完全讨厌不起来 小宝贪吃 经常吃饱了 还停不下嘴 而且还嘴硬 南宫石渊吃饱了 小宝一双大眼睛 可真诚地看着他木有 小宝还能吃 他还能吃两个大包子 南宫石渊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你看我信吗 奶白漂亮的软团子 若细细地伸出一根手指头 一点点 还能吃一点点 奶糯糯的声音 带着撒娇又讨好的意味 为了点吃的他也是真拼了 南宫石渊无语片刻 给他加了块鱼肉 就这些了 小家伙撇撇小嘴 那好吧 吃完了他自己去御膳房 找老吴要去 仿佛知道他的想法一般 南宫石渊的声音忽然传来 我已经交代了御膳房那边 餐后一个时辰以内 不许给你任何吃的 小宝 爹爹 小奶音都飙高了 某只奶团子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亲爹 爹爹我生气了 小宝真生气了呀 南宫石渊看他着急的小模样 嘴角微微上扬 声音低沉 带着浅浅的笑意 你生气一个给我看看 小宝两只小小手插着小胖腰 一双漂亮如猫一般的 眼睛瞪得大大的 嘟着嘴巴 雪白软乎乎的腮帮子 瞬间变成了小河豚 现场生气 奶凶奶凶的 福海和在旁边 伺候的宫女太监都看笑了 但不敢笑出声 只能肩膀一抖一抖的 小公主太可爱了 哈哈 可惜这生气的样子 一点威慑力都没有 反而让人想要捏一捏 他软嘟嘟的小奶镖 然而宝宝生气也没用 最后某位冷酷无情的父亲 依旧没松口 小宝鼓着腮帮子 眼巴巴黏乎乎的 跟在男人脚边 小眼神可怨念 试图用着缠人的办法 让爹爹改变那个 令宝伤心的命令 然后他小脑门被谈了下 南宫十渊漫不经心地道 不是要送那些狼崽子 去给你哥哥 小宝 最后他还是气横横的离开 临走的时候 还奶凶奶凶的放下狠话 小宝很生气 要一天不理爹爹 说完带着狼崽仔们离开 福海倒是真心实意地 担心这妇女俩的关系 毕竟天界不比普通家庭 帝王的威严更是不容冒犯 陛下 小公主他 南宫十渊 抬手制止了他后面要说的话 语气淡淡 却透着点笑意 下午饭吃了就好了 这是半点不担心 某只小家伙真生一天的气 相处了这么久 南宫十渊早就把他 小东西的性子摸透了 时而聪慧一场 时而傻乎乎 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一顿不行那就两顿 听他这语气 福海就放心了 陛下没生气 公主那里就更不必担心了 小公主那么在乎陛下 怎么可能真生那么久的气呢 要是一天没见到陛下 小公主自个儿就找来了 而此时气鼓鼓离开的小宝 并没有先去找自己的哥哥们 而是扭身去御膳房了 他不相信 爹爹怎么可能 那么对待他最喜欢的小宝 然而现实往往总是残酷的 看着老吴为难 但是不敢给他任何一点 小零食的样子 小宝差点没挖的一声哭出来 不喜欢爹爹了 小宝要讨厌爹爹一天 吴大厨和春喜他们 在旁边听得直冒冷汗 这比当事人都还要胆战心惊的 吴大厨 小祖宗爱 这父女俩要是真闹起来 那整个皇宫绝对都得震动了 小宝看了看自己空空如也的小荷包 里面一颗糖都没有了 坏爹爹爹爹坏 哼哼唧唧的 小宝倒也没忘记 要去找自己的哥哥们 于是又带着狼仔子们 浩浩荡荡地去上书房了 此刻的上书房 黎润正在讲课 下面的几位皇子 大部分态度还算端正地 在认真学习 至于不认真学习的 有的是真没读书那天赋 就算黎润恨不得将那些知识 直接塞他脑子里恐怕都不行 比如天生神力的四皇子 那简直就是用脑子换来的力气 但就算他听不懂 态度也很认真 不像某些人 黎润的视线不嫌不淡地 看向五皇子和八皇子 五皇子只对兵书 以及五学课程感兴趣 上那些课的时候 宛若猴神在世 恨不得窜上天了 简直神气得不得了 上他们这些文学课程的时候 完全就跟上了暗的鱼一样 那缺水窒息的样子 仿佛下一秒就要死了 至于八皇子 呵 这位聪明有余 就是不放到正经事情上 不仅自己不爱听课 还经常搞小动作 带类七皇子 黎润面带慈爱的笑容 八皇子 南宫齐君 搞小动作的手顿住了 连忙将装着区区的小龙子藏好 身板瞬间做得端端正正 太傅 能否告诉老夫 您刚才在做什么 南宫齐君唯唯诺诺不敢说话 交出来吧 某位有点小机灵 但不多的八皇子开始装傻 啊 太傅你在说啥 黎润笑得更温和了 哦 既然你不知道 那八皇子背下劝学吧 南宫齐君小脸皱巴巴的 在他温和的目光下 磕磕巴巴的开始背 君子曰 学不可以以 清 取之于蓝 而胜于蓝 冰 水为之 而寒于水 顾目受绳则指 金就利则利 君子 君子 完了 后面的又想不起来了 南宫齐君抓了抓后脑勺 一个劲的给自己好兄弟 七皇子识眼色 快 是兄弟就提醒一下 南宫齐瑞 当机立断的翻了个白眼 并假装没看见 当谁都跟你一样傻 在太傅眼皮子底下给你提醒 那受累的不就是本皇子了 死到又不死平到 真兄弟就该将我的快乐 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 小巴 没义气 他只能老老实实地到后面 后面不记得了 李润也没骂人 也没惩罚 只点了点头道 不错 比上次多背了两句 完全没想到自己 还能被夸奖的小巴 顿时高兴傻了 呜呜 太富真君子 不像其他授课的大学士 只会骂他 朽木不可雕 哈哈 不枉他劝学被罚超了三十几遍 都能背这么多了 骄傲点JPG 下一秒他就听到 李润继续道 看来上次让八皇子 你超的十遍劝学 还是很有用的 那就劳累八皇子 再超十遍 争取下次 在背的时候能多两句了 语气依旧是那么温和无害 男公骑军医秒钟垮下脸 他要说回刚才的话 太富不是真君子 他里面是黑的 你究竟是怎么用那么温和的语气 说出那么冷酷无情 且残忍的话的呀 小八顿时可怜兮兮的 想要卖惨 然而离太富 早有先见之明的转身了 八皇子记得 明天把十遍劝学交上来 毕竟明天又是陛下 要检查各位皇子 课业的时候了 八皇子的那十遍劝学老夫 就一起拿过去 让陛下了解一下 八皇子的辛苦吧 小八 天要往往 要不是在课堂上 看着小八那生无可恋的样子 其他人怕是要直接哄堂大笑了 该 看到小八这么惨 他们一时都没有为 马上要被父皇检查学业而紧张了 所以 只有八皇子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李润回到了自己的讲桌前 嘴角带着无害的笑 忽然余光瞟到门口 一个黑乎乎的小脑袋闪过 他还以为是自己看花眼了 扭头看去 和一个小心翼翼 刚探头出来的小脑袋 视线撞一起了 小宝清澈的大眼睛 可无辜的眨了眨 见自己被发现了 立马又将脑袋给缩了回去 咬着自己 手指头心虚 他不是故意打扰太父上课的QAQ 小宝是个乖孩子 一般不会让给哥哥们上课的老师为难 要么提前来乖乖地坐在教室 和哥哥们一起听课 不吵不闹的 当最小也最乖的小学生 虽然他听不懂 要么就是等哥哥们下学之后再来 但是今天 被砌成河豚的小宝 忘记问春喜时辰了 直接就带着狼崽崽们过来了 然后离太父还在上课 小宝可怜巴巴地抱着狼崽崽们 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见太父去找八哥哥背书了 才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去 然后被抓了正着 完了 他打扰到哥哥们学习了 太父走出来的时候 瞧见的就是可怜兮兮 蹲在门口的某只小奶团子 以及他身边围着的树枝狼崽崽 听到脚步声 狼崽崽们齐刷刷地竖起耳朵 扭头看过去 一个个挡在小宝身边 嘶哑奶胸奶胸的 个子小小脾气倒是不小 小宝也扭头眼巴巴 看着太父乖乖认错 太父对不起 小宝打扰你上课了 态度端正 有礼貌又积极认错的 软乎乎奶团子 谁又忍心苛责呢 李润脸上带着笑意公主进来吧 他活了两个朝代 前朝的公主也见过不少 身为皇家的公主 他们在身份上就天生高人一等 即便只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在耳濡目染下 性格也变得目无下沉 有蛮横的 甚至完全不将人命放在眼里 像是小公主这般觉得 打扰了他们上课还道歉的 前朝怕是没有一个公主 有这样的心性 不说公主 几位皇子也各有各的好 虽然陛下对这几位皇子 完全就是放养的态度 但这种将孩子们 隔绝了后宫放在一起 成长学习的办法 不得不说还是很有用的 受到外界的干扰少了 皇子们的感情和亲兄弟一样深厚 也没学后宫女人 那般勾心斗角的阴毒手段 以后就算争夺皇位的时候 多多少少也会念着 现在的这段时光 希望不会发生太多悲剧吧 小宝带着狼仔子 以及团子 一步一驱地 跟在太傅身后走进了教室 教室里面瞬间热闹了起来 妹妹 小妹你怎么来了 小妹快到五哥这里来 妹妹和我关系好 应该到我这里来 教室里几个哥哥 原本还为妹妹的到来而高兴 下一秒就为争夺 他该做到哪里 而剑拔弩张地争吵起来了 太傅逆了几位 大大小小跟斗鸡式的皇子们一眼 很是干脆利落地 将人分配到了最前面的位置 公主就暂时坐在最前面吧 小宝乖乖呜了一声 眉眼弯弯地和哥哥们打招呼后 就到第一排坐好了 几只毛茸茸的仔仔们 也跟在他脚边 熊猫仔仔和他差不多大小 一屁股坐在他旁边 也跟一个学生似的 就是他胸前的兜兜里 装着不少吃的 竹笋和水果什么的 那黑白颜色的毛茸茸胖仔仔 一下子吸引了不少人的视线 这下几位皇子 连读书都没半点心思了 就在一个劲儿地 盯着小宝和他身边的毛团子们 李润赵就讲自己的 不过这次讲得要慢许多 到时间了 就下去离开 将教室交给这几兄妹 小妹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带这么多狗宅子来了 五皇子直接从暗桌上翻过来 休了一下就到小宝身边了 果真一到了下课 就跟猴神再是一般 他好奇地戳了戳团子 圆溜的脑袋刮着什么东西 看起来好呆啊 团子扭着屁股 往边上躲了躲不打算搭理着人 小宝指着那些狼仔子 他叫团子是熊猫啊 还有他们是狼仔仔 不是狗狗 二哥哥送给你们搭 哥哥你们自己选一只 狼啊 五皇子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真汉子就该扬猛兽 他立刻兴致勃勃地 盯着那几只狼仔仔看 准备挑选和自己心意的 嘿 还都是白狼 不过有的白的不那么纯粹 狼仔们缩在小宝脚边凶巴巴的 其中一只还胆子贼大队 朝他扑了过去 下一秒 那只狼仔仔就被五皇子薅起来了 这只其他地方都是白色的 就四只爪爪戴着深灰色 像是穿戴着手套一般 被拎起来 也张牙舞抓的性子 也最活泼 就他了 我就喜欢你比其他狼仔胆子大 说完他自己就开朗地笑了起来 性格如娇羊一般 明艳又炙热的少年 亲近这样的人会不自觉地放松 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 小宝摸摸那只在五哥哥怀里 挣扎的狼仔仔 你乖乖地跟着五哥哥 小宝以后会经常来看你们的呀 那只狼仔子也不知道是听懂了 还是被小宝安抚住了 虽然眼神委屈巴巴地看着他 却也没再闹腾了 我来我来 我也来选一只 小八男公齐君杂杂呼呼地跑过来 不是先选的狼仔 而是狠狠抱了下小宝 还捏捏他 带着软嘟嘟小奶镖的脸蛋 小宝禁锢着大哥哥了 都好久没来看咱们了 其他人点头就是 都是哥哥 当妹妹的可不能太偏心 小宝吐了吐舌头大哥哥 在恢复小宝要多照顾他的呀 小宝只有一个分不过来的 行吧 暂时先原谅你了 男公齐君兴致勃勃地 选了一只头上 带着一小戳黑毛的狼仔仔 这只 这只长得最有个性 最独一无二 五皇子率先不乐意了我的将军 也是独一无二的 好吧 这连名字都取上了 那两兄弟在掰扯谁的狼仔 最独一无二的时候 其他人也要选了 三哥你先选吧 男公齐晨虽然骄傲 但还是很尊重哥哥们的 男公齐云摇摇头 你们先选 他自觉自己是哥哥 应当让着弟弟们 这么让来让去的也没意思 男公齐晨直接推了推小七 你来 男公齐君耸肩 好吧 他盯着妹妹脚边的狼仔仔们 看了几秒 伸手抓住了那两只耳朵尖尖 和尾巴尖尖 都是黑色的狼仔仔 就你了 白切黑 男公齐晨直接薅了只全白色的 四皇子男公齐鹰选了只身上 带着点浅灰色毛毛的 这只体格最大 但性子却和体格完全相反 有点软 和四皇子相得一张 最后的三皇子男公齐云 也是一只全白色的 总共三只纯白的 这最后一只 当然是大哥哥的了 被挑走的狼仔仔 都可委屈了 每一只都搭了点耳朵 眼泪汪汪地看着小宝 小宝摸摸他们的头 怎么看起来好可怜哦 但你们是哥哥搭 以后可以跟着哥哥 经常来找小宝玩 有点同情心 但不多 他抱起最后那只都闹 等小宝去找大哥哥的时候 再把你一起带出去 五皇子逗完了 自己的将军笑容开朗 二哥送的礼物 可太合我心意了 他那边还差钱不 我把存的压岁钱 都给二哥寄过去 小宝点头 二哥哥要做好多事情呢 小宝也要给二哥哥寄钱 皇子都是有约钱的 过年的时候 长辈还会发压岁钱 就算是三皇子过年的时候 也会去皇贵妃娘娘那边 拜年的红风 她比别人吃亏的 就是美母家长辈 所以得的红风格外少 这个时候南宫十渊 还是靠谱的 每年让福海 多给她一些红风 不过她的那些压岁钱红风 都用来在过年的时候 打点给宫里的奴才 和御膳房那边了 那些照顾她的人 大部分都是母妃生前留下的 对她尽心照顾 就算她能力不够 也想多给她们一点钱 过好年 之前那些月钱 她也将将够用 甚至在这皇宫里 过得有些窘迫 但是自从被妹妹 特殊照顾之后 她的月钱 就基本没用过了 倒是存下来不少 看着怀里抱着的狼仔仔 南宫齐云都舍不得撒手了 本就喜欢毛茸茸的她 现在终于有一只 属于自己的毛茸茸了 因此 虽然自己存的钱不多 听到五帝这个提议 她也想尽点绵薄之力 去帮助二哥 五皇子抱着狼仔不撒手 询问小宝二哥 在边城的事情 乌黑黑的眼睛可亮 妹妹 你快和我说说 二哥在边城有没有去打仗 那边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熟悉熟悉以后 去了也好早点打仗去 这位是真的对打仗情有独钟了 小宝就说了些自己知道的 反正都是二哥哥 在信里告诉他的 要肥料干什么 小宝种粮食呀 五皇子满头问号 去那边不止是和北蛮 打仗就行了 为什么要种田啊 这个问题问得好 黎太夫的声音插了进来 原来不知不觉 又到上课的时间了 黎润既然各位皇子 这么想知道 那老陈就和各位讲讲 这关于打仗的课吧 说这个五皇子可就不困了 他们都乖乖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很有神采的 盯着前方的太夫 小宝眨了眼睛 都上课了呀 他还没来得及和哥哥们 告爹爹的状呢 黎润坐在守卫 面对着皇子公主 问道各位皇子不妨都说说 这打仗最需要的是什么 五皇子第一个举手 需要的是兵 精良的武器 最重要的是 还得有一个好将军的指挥 我母飞说过 兵耸耸一个 将耸耸一窝 这话倒是不假 还有呢 各位还知道其他的吗 六皇子难攻骑尘道 还需要军饷 军粮 四皇子老实道要马 还要力气 太夫这下 倒是多看了他一眼 四皇子能想到这些 很不错 被夸奖的四皇子 顿时不好意思地 挠挠后脑勺 嘿嘿笑着 看起来很高兴 其实他能想到这些 纯粹是因为 他也想要一匹马 而且他力气大 说的差不多了 在想他们这些 没接触过战场的 少年郎也想不出更多 离太夫便道 各位皇子都说得很好 那我们就五皇子 刚才提的那个问题 来分析吧 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 再有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 这两句话 想必各位殿下 就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也不陌生吧 可见 不论是对百姓 还是对我们的兵将来说 这粮草是绝对 不可或缺的关键之一 边城是守卫 我大厦朝的边防线 对我们整个大厦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那也是一个城 一个拥有百姓居住的城 不论是士兵还是百姓 他们都是人 对一个人来说 能不受饥渴 有一臂体不受动 这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 而一旦这些问题没能解决 人心就会乱 对守城的将士来说 人心是绝对不能乱的 一个好的将军 一直受欢迎的军队 不仅要军队内部 人心起一支对外 军队外也得百姓不才行 不然就会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李润说得很细致 且浅显易懂 就算是上课 喜欢搞小动作的小八 都忍不住听了起来 这些并不是书上那些知乎者 也令人听不懂的大道理 他们却格外的有兴趣 听完后 五皇子男男 所以要百姓吃饱了 手底下的士兵吃饱了 才能得人心 才能内安民 外遇敌吗 李润笑道不错 你们还小 没有体验过普通百姓的日子 自然不知道这粮食的重要性 编程不仅百姓的药种田 这军队里也有军囤 只是每年的收获太少 不够那么多人消耗 如果公主的那些肥料 真能让粮食增产 不仅对编程的士兵和百姓 对整个大夏朝 对自己能帮到二哥哥和爹爹感到开心 小宝以后还能帮二哥哥更多 李润哈哈笑了起来 那边城的百姓和将士们 可都得好好感谢公主了 这节课大家都学了不少 五皇子握拳道 以后我一定要成为一个 让手下的兵都能吃饱肚子 让百姓都能过好的大将军 南宫其臣你上次不还说 要成为天下第一 威武不凡的大将军 五皇子白手非常好 起小爷要两个都实现 他斗志上来了 决定以后多缠着太傅 或者其讲师都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未来的大将军要现在就开始努力 下学后 几位哥哥都带着妹妹玩 这个时代的游戏比较少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斗屈屈 小八就是因为不愿意 把自己的屈屈 交给李太傅才被劝学的 两只屈屈打在一起 看了一群半大小子 激动不已 南宫其云不喜欢这个 抱着他的狼仔仔不撒手 还不如回去磕木头呢 他看了妹妹一眼 蹭到他身边悄声道 小宝 要去看木偶娃娃吗 他们的头发我弄好了 小宝立刻扭头去 然后和三哥哥一起偷偷溜了 其余正沉浸在 两只屈屈比斗高潮中的人 并没有发现 因为上次妹妹的意见 南宫其云果然在那些 娃娃的头发上做了改进 真头发 他拜托五弟帮忙找的 这年代 虽然有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这句话 但人不可能真从生出来 就不剪头发 那头发长了一二十年的 得多长啊 不仅不好看 还累赘 所以最多长发 及小腿肚这些位置 盘好发际到腰臀这些位置 就差不多了 用钱去收集一些头发 也不算难 头发都是南宫其云 和他宫里的宫女嬷嬷 花了不少时间 弄到布块上 在盘弄成发型的 上面装有一些暗扣 这样就能随时 给人偶娃娃换发型了 木偶活动的关节 也不是简单的 用机关拼接的了 他听小宝嘟闹过 什么球形关节 明明只是一句 简单的自言自语 却被他听进去 还放在了心里 之后回去研究了 好久才弄好的 这下木偶娃娃 不仅几个手脚的关节会动 手指头和眼珠子都能动 而且还更美观 他改进后 做出来的第一个娃娃 是自己想象着 画出来在做的 比之前的那些 更显生动灵活 但受妹妹影响多多少少 还是加了些 他身上的元素 比如圆溜溜的大眼睛 和肉嘟嘟的腮帮子 小宝看到那个 只有自己手臂长的娃娃 直接睁大了眼睛 好漂亮 南宫其云被夸奖 心情更好 但很快 脸色就愧疚严肃了起来 小宝对不起 之前的那些 用你的样子做的娃娃 被我烧了 小宝茫然地看着他 嬷嬷说 那种和人太相似的娃娃 看着邪性不吉利 还和我讲了许多 巫蛊这方面的故事 我一害怕 就把那些像你的娃娃都烧了 小宝歪了歪头 对这些不怎么相信 没事的吧 哥哥很喜欢那些娃娃呀 南宫其云摸摸他的脑袋 我再做其他的就好了 不管是真是假 他都不希望有任何一点 会伤害到妹妹的可能 就是你拿回去的那个 和送给二哥的收回来了 小宝二哥哥喜欢 我也喜欢 小宝抱着三哥哥做的木偶娃娃 就爱不释手 女孩子有谁不喜欢 这种精致漂亮 能换头发 又能换衣服的娃娃呢 南宫其云见他喜欢 就直接送给他了 不要 哥哥做了很久的吧 哥哥喜欢的 小宝不想抢哥哥的东西 南宫其云我还能做其他的 这个送给你 我还有其他好玩的玩具 今天下学就可以休假回自己的宫里了 小宝和我一起去吧 小宝点头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他记在心里呢 某只闲不住的小家伙 巴巴的就把爹爹 限制他临时的事情给说了 还有点小记仇 说完还扭头问三哥哥 你说爹爹盛失很过分 南宫其云 他能说什么 只能点头罢了 告状完了 小宝转头又把这件事忘了 乐颠颠地和三哥哥 一起离开了上书房 有三天休假呀 那后天哥哥们 也和小宝一起去黄庄呀 去黄庄做什么 爹爹说 稻子成熟可以收割了 鱼肯定也长大了 我们去吃烤鱼呀 南宫其云 对水稻的生长情况不了解 文言只点了点头 要请示父皇 小宝拍拍胸脯 保证小宝去和爹爹说 你不是生气了吗 某只团子相当理直气壮 我跟爹爹说了 就生一天的气 明天就可以好了 南宫其云 还还能这样的 他真的是长见识了 三皇子所在的宫殿比较远 一大一小牵着走 小宝一点也不抱怨 身后慢吞吞地跟着三只团子 反倒是团子走着走着 不乐意了 直接跑到前面来 直接开始碰瓷往地上一躺 小宝 你怎么还会碰瓷了 南宫其云 倒是被吓着了 他怎么了 小宝戳戳团子起来了 别碰瓷 英英 胖团子 起不来要抱抱才行 最后没办法 这胖家伙 还是被一太监抱起来 跟着他们继续走 小宝碎碎念 这么大只还这么胖 都不知道减肥 团子大爷似的 躺在太监怀里 爪子里抱着一根竹笋 吃得喷香 三皇子您回来了 九公主也来了 看起来稍显清冷的 长信宫内 一个老嬷嬷和太监 大概知道 今天是上书房 皇子们下学休假的日子 早早在门口 不知道等了多久了 看见他们脸上笑容 那叫一个灿烂 殿下 九公主你们饿不饿 老奴 这就让喜鹊 去御膳房准备点吃的 南宫其云道 麻烦云嬷嬷和李公公了 不麻烦不麻烦 这都是奴才们该做的 两人都是这 长信宫的老人 他们都是看着 三皇子长大的 感情深厚 甚至可以说 将他当做 他们的儿子了 小宝也礼貌地叫了他们 这才跟着三哥哥 一起走了进去 云嬷嬷格外热情 几乎把长信宫 最好的东西 拿出来伺候小宝了 或许有八姐讨好的意思 但心意一切 都是为了三皇子 他知道 九公主帮了 他们三皇子许多 也真心想要 这对兄妹的感情 能一直这么长长久久下去 说句不厚道的话 他们不指望 三皇子去争那个位置 以后那么是 当一个闲散王爷 只要他能活得平平安安 不论是 他们还是死去的娘娘 都很满足了 云嬷嬷你去忙吧 我自己得带着小宝玩 那好 主子九公主 你们有什么需要 换奴婢一生就行 说吧 他就退下了 我这里的东西不多 吃吧 都是一些 耐储藏的干果蜜饯之类的 小宝一点都不客气 拿起一个梅子 躺就吃了起来 嗯 我终于吃到零食了 酸酸甜甜的味道 让小宝眉毛 都高兴地飞扬了起来 南宫齐云看笑了 就这么馋 小宝哼哼两声 我都快两个时辰没吃了 爹爹都只说了 一个时辰内不准吃呢 一边吃着东西 南宫齐云将小家伙 带到了他的坐墓宫的房间 云嬷嬷知道后 差点没下出心梗来 这 主子怎么带九公主去那里呀 着急的都转圈圈了 这要是被陛下指导啊 说咱们主子不务正义 可怎么好 李公公迟一道应该不会吧 咱殿下平时挺谨慎的 这么多年不都没暴露过什么 能带小公主去他那房间 说明他们兄妹感情是真的很好 这是好事 的确是好事 毕竟殿下除了自己生辰的时候 会带其余几个皇子过来 其他时候 基本都没带什么人来过 甚至如果不是 他生辰的时候会走个过场 其他几位皇子 恐怕都不知道 他住在哪里了 难得的带小公主过来了 还去了那个房间 这关系已经不是一般的好了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希望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而此时 被云摩摩担心的两人 却正玩得不亦乐乎 小宝从来没见过 这么多有趣的东西 能飞的鸟 蜻蜓 还有能在地上跑的马 和猫猫狗狗 这些原本只是普通的 没有生命的木头 却在这个沉静的 有些忧郁的少年手中 被注入了生命一般活过来了 而这些平时被南宫 骑云所宝贝的东西 此刻都被他一个劲的 往他怀里塞 这只猫的颜色要漂亮一些 小宝拿这只 还有这只机关鸟 飞得要高一些 这条蛇的游动距离 是最长的 这个 小宝我拿不下了哥哥 QAQ 这也太多了 南宫骑云不好意思的 笑了起来 要不找人搬你那边去 小宝看着面前堆积的 好多东西 三哥哥这是打算 把自己的家底 都送给自己挖 三哥哥 你送给小宝这么多 要是被爹爹发现了 怎么办呀 小姑娘发愁的不得了 爹爹肯定会发现的 南宫骑云的动作 顿时都僵住了 文言也开始发愁起来 小宝就坐在他身边 好奇地问 为什么不能让爹爹知道呀 三哥哥的这些 做得好好很厉害 是会被夸奖的呀 南宫骑云忧愁地叹了口气 不一样的 他也学着小宝的样子 坐在矮凳上撑着下巴 我是皇子 学这些是不务正义 父皇知道了 肯定要骂我的 平时面对父皇的时候 他都懦懦地不敢说话 恨不得藏在角落里 不让父皇发现自己 真要被骂了 他都不确定 自己会不会被骂哭 肯定一辈子都不想出去了 什么是不务正义呀 反正在小宝的眼里 自己三哥哥 能把木头做成这个样子 是真的很了不起了 没有认真读书学习 不能帮到父皇吧 小宝两只小手撑着下巴 黑亮的毛子 盯着那些机关小动物 忽然想到什么眼睛一亮 能帮到父皇 三哥哥这么厉害 肯定能的 南宫骑云茫然地 看着自己妹妹 他能怎么帮忙 哥哥可以把这些机关 都做成有用的东西呀 可以轻松收到谷 麦子的机器 可以让牛耕地 更轻松的机器 或者更厉害的武器 南宫骑云 一点头绪都没有 小宝虽然觉得自己笨 但上辈子活了几百年 也不是白活的 看过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他并不清楚其中的原理 但纸外形的话 还是能描述出来的 小宝第一个想到的 比较简单的 就是屈原梨 在这个世界的乡下生活了三年 他看到的梨地的工具 是那种需要两头牲畜 一起拉才能耕地的 但普通百姓 谁有那个经济条件 买两头牛啊 多是用人力在拉力耕地 类不说效率还不好 小宝立刻就把 深处的记忆给扒拉出来了 他只会描述屈原梨的外形 但也描述的 颠三倒四的不怎么清楚 要不是南宫骑云 有着做那么多木工的基础 恐怕直接都猛了 他拿着一张白镜的纸 和一只毛笔 开始根据小宝的描述写画画 经过几次改动之后 终于画成了 小宝记忆中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嘴巴都说干了 想喝水 QAQ 南宫骑云 连忙去给他 倒了杯温热的水来 谢谢哥哥 还想喝就找我 说完他又看着 图纸上的图案 你没思索这个简单 但我不了解梨的运作方式 要先去看看 其他的梨才行 不过小宝的话 倒是给了他 一个不同的方向 南宫骑云的机关术 是从母飞留下来的 一本关于机关术的书上学的 他在这方面 真的很有天赋 也没人叫他 自己慢慢地就摸索回了不少 但一直住在皇宫里的少年 毕竟眼界有限 身边又没人带着 只用那些机关术 做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倒是完全没有 往另一个思路去考虑 妹妹又给他 不同的思路了 南宫骑云一双眼眸 亮晶晶地看着小宝 谢谢妹妹 说着还抱起来巴基 在他软嘟嘟的脸蛋上亲了下 小宝也眉眼弯弯地 亲了下三哥哥 轻瘦的少年 耳朵眼见着就红了起来 咦 三哥哥好容易害羞呀 南宫骑云拿着图纸 在思索的时候 小宝就拨弄那些 木制的机关玩具 直到外面云嬷嬷 叫吃下午膳食了 才出去往肚子里一顿扒了 小肚皮吃得溜圆 南宫骑云 我终于知道 父皇为什么不让你多吃了 抱着小家伙给他揉肚子 南宫骑云表情相当一言难尽 这换成他 也得控制着小家伙的食量 肚子小小的 怎么就这么能吃呢 关键吃饱了还死撑 小宝哼哼两声 以前爹爹还让小宝吃苦苦的消食药呢 还好小宝让张太一 把药变成酸酸甜甜的味道了 南宫骑臣 那你为了点吃的 也真蛮拼的了 与此同时 秦正殿 南宫骑云放下奏折小公主呢 福海一直让人 关注着九公主动向呢 为的就是防止这一刻 在三皇子的长信公 现在应该 应该用膳了 说完他小心翼翼地 看了男人一眼 低眉顺眼的 就怕陛下生气了 却不想南宫骑云轻笑一声脾气还不小 福海小孩子贪玩 小公主可能在三皇子那里 玩得忘了时间 正好到了用膳时间 就和三皇子一起吃了 南宫骑云白白手 让人多看着点 把人安全接回来 嗯 吃完饭的小宝 打了个宝格 也开始想爹爹了 哥哥小宝要回去了 不然爹爹找不到 我要着急大 南宫骑云看了他一眼 心想你不是还在和父皇生气的吗 那些东西 小宝就先拿几个走 剩下的三哥哥你替我保管呀 兄妹两人达成共识 小宝拿着几只机关小动物 和三哥哥送给自己的木偶娃娃 就溜溜达达地离开了 团子直接在一个宫女小姐姐怀里 全程一团睡着了 全程被抱着走的 回到勤政殿 小家伙脚丫子下意识地 就想往政殿那边去找爹爹 但是想到自己现在还在生气来着 于是小鼻子哼哼两声 小宝还在生气呢 不去找爹爹 说完就往自己的偏殿去 但是一进屋就傻眼了 他的爹爹 此刻手里拿着一本书 翻看坐在屋里呢 似是听见了脚步声 男人微微抬头 露出了黑沉沉的眼眸 只一个眼神 就让人感受到了强大的压迫感 除了小宝之外的奴才都跪下了 参见皇上 小宝脚丫子 挪挪蹭蹭地挪到了爹爹身边 爹爹你生事来找小宝的呀 要是爹爹来找小宝的话 那他就不生气好了 南宫石渊 声音淡淡 听起来没什么情绪 不是 小宝 不敢相信 他的爹爹竟然不是来找自己的 某只小家伙更生气了 哼得好大声 那爹爹来干嘛的 南宫石渊理所当然 这整个勤政店都是我的 我想去哪就去呢 小宝 说得好有道理 小家伙委屈巴巴地看着他 小乃英都快哭了 爹爹是不是不喜欢小宝了啊 南宫石渊微微挑眉 不是要生气一天 小宝可怜巴巴地 红了眼睛和小鼻子 现在小宝没有那么生气了嘛 爹爹要轰轰小宝 哄哄就不生气了哇 可简单啊 福海等人被小公主 那委屈巴巴可怜的小模样 给看得心疼不已 恨不得立马就将 软乎乎需要红的小奶团 抱在怀里红起来 南宫石渊嘴角上扬 他招了招手 过来 小可怜立马毫不委屈地走过去 整个小人都往爹爹怀里钻 爹爹 小宝脸埋在爹爹肚子上 声音闷闷的 南宫石渊揉揉他毛茸茸的小脑袋 声音低沉悦耳 不是不让你吃 不论做什么 一切的前提都是在对身体好的情况下 人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 还准备生一天的气 小宝在爹爹怀里拱了拱 小胳膊紧紧地抱着他 对不起妈爹爹 小宝知道错了 不生气了 他养着精致的小脸 眼睛和小鼻子都红彤彤的 看得人心疼 南宫石渊将小家伙抱在怀里 手指擦了擦他眼角的泪水 不生气了 小家伙可乖地点头嗡嗡 小宝都听爹爹的话 南宫石渊正准备说什么 外面传来了咩咩的羊叫声 他的脸瞬间就黑了 春喜他们给吓得连忙跪下 小宝歪了歪头 是小羊 春喜点头 然后一脸的欲言又止 公主 这小羊过于活泼了 经常发出叫声 小宝啊了一声 那你们是不是睡不好呀 小宝自己虽然是跑去爹爹那里住的 但是春喜他们 却是在这边住的 南宫石渊养到黄庄去养 你那点草够 他们吃多久的 小宝没怎么思考 就答应下来了 因为小白今天又和母羊打架了 虽然因为惩罚给母羊剃了毛 但小白还是不愿意多出来两只羊 和自己抢粮食吃 特别是那只母羊 快头大吃得多 他能不生气吗 小白是一直跟着自己的 他当然会偏心小白更多一些 其实已经有考虑 要不要送走那两只羊了 那爹爹不要杀了他们呀 等养大的小宝 还要给他们剃毛呢 没错 比起当宠物来养 小宝更缠他们身上的羊毛 爹爹和他说过 边城的天气恶劣 冬天很冷 小宝要在冬天之前给二哥哥 还有谢将军和谢小将军也要送 因为他是大哥哥的外公和表弟呀 南宫石渊 嗯 明天就带走吧 把人哄好了 南宫石渊的视线 落到那些抱着玩具的人身上 那些是什么 话音落下 就感觉怀里的小家伙身体僵硬煮了 他不由挑了挑眉 小宝缩在爹爹怀里 埋着小脑袋不敢说话 完了 没想到爹爹会到他这里来 本来是想把三哥哥送的东西 都藏起来的来着 见小家伙直接装死不说话了 南宫石渊也不恼 自己不说 那就让他们交代吧 春喜他们顿时被吓得脸色惨白 是 是玩具 最终小宝还是自己吭吃吭吃地说了 只是声音小小的 两只小手也就着爹爹的衣服 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试图蒙混过关 然而暴君大魔王 并不是这么容易心软的 招了招手 让奴才把那些玩具 都放到旁边的桌子上 修长的手指随意拨弄了下 除了那个人偶 其他的都是动物形状的 做工倒是精巧 哪里来的 小宝扭扭捏捏不说话 南宫石渊不说 小宝抱着他的胳膊 呜呜假哭爹爹不问了吗 这是小宝的秘密 南宫石渊嘴角微扬 只见在他小巧的穷鼻上点了下 是你的秘密 还是你想要替水保密 某只奶团子 眼睛顿时睁得圆溜溜的 怎么回事 小宝还什么都没说爹爹 怎么就知道了 被他这圆溜溜震惊的眼神盯着 南宫石渊眉梢梢威扬 低沉的声音继续道 那是替你哪个哥哥保密的 小宝 又 又知道了 爹爹是会读心术的吗 别乱想 我不会读心术 小宝 他垮着小脸爹爹你骗人 小宝刚才想的什么 你都说出来了 还说你不会读心术呢 南宫石渊彻底笑了 不是那种浅浅的 看起来有些凉薄的笑 而是发自内心 带着愉悦的笑 经常没什么表情的冷酷男人 这一笑起来 好看死了 小宝都看呆了 自己的爹爹 怎么这么好看呀 怪不得自己也长得那么好看呢 福海等人也惊呆了 陛下可从来没这么笑过 这比过年还要值得庆贺 那不如让我来猜猜 是你哪个哥哥 让你保密的吧 小宝立马从爹爹飙升的 颜值中回过神来 努力摆着小脸 不让自己乱想 不知道不知道 小宝什么都不知道 哼哼 这样爹爹肯定不知道 小宝在想什么了 哦 你三哥哥 小宝 爹爹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过于震惊 小乃因都飙高了 脸上还带着 不可思议的猛逼小表情 南宫石渊捏了捏他的笑脸 狭长的毛子半合 还真让朕猜对了呀 小宝又傻了 猜的 那爹爹 为什么每次都猜得这么准 南宫石渊 声音不及不许的到 老四没拿脑子做这些 老五坐不住 做这种东西 需要耐心 且是个细致活 他坐不来 老六在黄贵妃眼皮子底下 是不会让他做这个的 至于你剩下的两个哥哥 都太小了 这样的东西 可不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就能做出来的 基本上把人都排除了之后 那就只剩下老三了 长信公只有老三住 其他人都是奴才 而且别看老三孤僻 不善结交 但却是个耐得住性子的 而且他手上有些剪子 不是炼剑造成的 之前他还不明白 但现在却知道了 南宫石渊 看着小嘴巴张得大大的 某个小孩暗笑 福海简直都不忍直视了 心里暗道 就小公主这傻乎乎的小白兔 还想和老毛深算的 狐狸比智商呢 都给爹爹猜出来了 现在是肯定藏不了了 小宝一脸的丧气 爹爹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既然怕我生气 那他喂食还要做这些 因为三哥哥喜欢呀 南宫石渊 手指放在桌面上 不轻不重地敲击着 发出有节奏的击打声 只给人心里 带来一股莫名的压力 那你可知道 在这个世道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不说你三哥皇子的身份 他所做的这些 却是连外面那些平民百姓 都看不起的见急 小宝急得小眉头 都皱起来了才不是 三哥哥做的事情很厉害 很有用的 南宫石渊垂谋哦 那小宝说说 怎么就厉害有用了 小家伙表情 可认真严肃地 为自己三哥哥辩解 三哥哥能把不会动的木头 变成会动的活的 这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他会做这个 以后一定也会做出 收到谷的东西 也能做出 帮百姓更快 更轻松更地的东西 还能做出厉害的武器 让那些坏人 不能欺负我们 他眼巴巴地 看着爹爹三哥哥 已经在努力了 爹爹不怪三哥哥 他真的很厉害的 南宫石渊 瞧着他着急上火 生怕自己会 责罚老三的样子 手指在他小脑门上戳了下 那朕就等着他 展现自己的能力了 小宝听他的语气 没有生气 眼睛顿时就亮起来了 爹爹不会生三哥哥的气了 对不对 南宫石渊 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他本就不是一个 循规蹈矩的人 老三做的这些 若是在前朝那样的环境中 肯定会被责骂打压 甚至被先帝 那样爱面子的人厌恶的 但南宫石渊 并不在乎那些 刚才也只是逗小家伙而已 他不喜的是 自己儿子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 最终变成一个 只知道仗着自己的 全是气弱小的人 那样的人他看不起 在他的眼里 有用无用 并不是读书的好坏说了算 登基之后 他见过太多只知道读书 对诗词歌赋高谈论阔 却对时政一窍不通的官员 用那样的蠢货来气自己 还不如去找那些老农 最起码他们还会种地呢 他花了很大的功夫 才将朝堂上那些 只知道掏他银子的 酒囊饭袋清理了一遍 再清楚不过这种人的危害 再如老四 或许在有些人眼里 他就是一个空有力气 却没脑子的蠢货 但他对老四的态度 和其他皇子都是一样的 不偏不倚 因为在他眼里 老四是另一方面的天才 一个天生神力的人 只要交好了 在战场上 他会是令敌人畏惧害怕的猛将 不会战术 不懂兵法没关系 他只需要听指挥就行 如果老三真能如小宝所言 在这方面有自己所长 南宫时渊垂谋深思 嗯 可以把人塞工部去 此时的南宫齐云不知道 他的未来 已经被自己亲爹规划好 要去公布给他爹打工了 三哥哥的问题解决后 小宝再次沾上了 爹爹走哪跟哪 仿佛之前自己说过的 要生一天气的话不存在似的 这妇女两个不闹了 最高兴的莫过于底下的奴才 终于不再时时担心了 黄庄的水稻提前成熟 这样所有人都惊叹的同时 也惊喜不已 管事看着那沉甸甸的稻碎 乐得见牙不见眼的 周边知道这消息的村子 乡长里长村长 什么都几乎天天都要求管事 让他们进来看看 这样好的稻子 他们就算是天天看 都不会觉得腻 管事也乐见其成 让他们都看看 他们的皇上有多了不起 这从皇宫里带来的央苗 就是不一样 这稻子当初可是主家带来的苗 长得这么好的稻子 以前没见过吧 老头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长得这么好的稻子 快看看这稻杆都被压弯了 大丰收大丰收啊 而且这稻子还提前成熟了 提前成熟都长得这么好 不知道能收多少 这金灿灿的看着 可太喜人了 不止稻子 你们看看那田里的鱼 长得那是又大又肥的 这稻田里养鱼 还真是闻所未闻 我看庄子里 其他田里的水稻 也比往年的要好 看那样子 也是要提前成熟的 里面的鱼也好啊 这些老农都种了一辈子地了 周边村子里的人 多是租用工价的地在种 主家收五成庄子 他们自己留五成 这田里的庄稼收成好了 他们自己也能多留一些 所以此刻看着 庄子里的这些长势 极好的稻谷 他们一个个的 可都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管是笑呵呵的 给他们打了个雅弥 这稻子之所以长得好 那也是有原因的 庄子里的这些田 这次都是用来试用的 如今这法子好 下一次肯定会扩散出去 你们几位就等着吧 工价的田 肯定少不了要用这法子的 那些村长文言 哪里还淡定得了 纷纷开始询问 他们要什么时候 才开始用那个办法 这个时候脸皮 就先放到一边去吧 是关粮食 就算豁出老脸 他们也得争取 生怕自己会被落下了 行了行了你们都先回去 肯定忘不了各位的 以后这法子 说不定还会推广得更远 主家要来了 你们自己可都得注意点 待会收割稻子的时候 都认真写 放心吧 咱们都是老把式了 这么好的稻子 可舍不得糟蹋 粮食就是他们的命 谁要糟蹋了 他们第一个就不放过 收割稻子要趁早 中午的时候 太阳是最大的 谁也不喜欢 顶着这么热的天气 在田里干活 南宫石渊吃完早餐后 小宝还趴在床上 撅着小屁股睡觉 赖床不愿意起来 皇上 几位皇子都在外面候着了 知道今天要去皇庄 几位皇子也起得格外早 最小的小八也兴奋得不行 长时间待在皇宫里的他们 能出宫一趟 都表现得非常积极 把公主的早点 装好放到马车上 说完南宫石渊胳膊一捞 直接将赖床的小朋友 给薅了起来单臂抱着 小宝哼哼唧唧地 趴在爹爹肩头 眼睛迷迷糊糊地睁不开 爹爹 小宝再睡一下下了 南宫石渊你哥哥们 在外面等着了 听到这话 小家伙勉强制冷起小脑袋瓜 小乃因软农乃诺 哥哥 哥哥们来了呀 小宝打着哈欠揉眼睛 感觉眼睛不是自己的 很努力地想要睁开 但是睁不开怎么办 QAQ 谁让你昨天晚上玩那么晚的 小家伙有了那些玩具 简直爱不释手 给那个木偶娃娃换衣服换头发 拿着机关鸟到处飞 机关蛇在床上乱爬 他倒是小巧了 老三做的这些小玩意儿了 小宝身体软啪啪 跟没骨头似的 肉肉的精致小下巴 垫在爹爹肩膀上磨牙 好玩吗 小宝有爹爹呢 就算是迷迷糊糊的 那小乃因都透着一股子 骄傲得瑟 他有爹爹抱着呢 起不来就起不来吧 南宫石渊也被这小家伙 给整没脾气了 没好气地捏了捏 小宝软嘟嘟的脸蛋 这才抱着人出去 一路靠在爹爹身上 昏睡着到了黄庄 但下了马车 看见大哥哥后 小宝的那点磕睡就跑了 大哥哥 还被爹爹抱着呢 小家伙就扑通着 小短吐儿想要过去 然后被爹爹拍下屁股 老实点 小宝 瞬间老实点JPG 南宫齐修 依旧是坐在轮椅上的 不过现在的精神看着很好 甚至因为有了 站起来的希望 他的眼睛里满是阴影光彩 本就温润如玉的少年 看起来更加夺目了 父皇 南宫石渊淡淡汗手 大皇子谦逊有礼 不论是气度 还是帮他批阅奏折时 对时政的敏锐和见解 无疑都是一个 很好的下一任接班人 等他能站起来之后 他身上唯一的缺点也没有了 同样的 现在南宫石渊 也在有意栽培他 其他几位皇子 也站在南宫齐修身边 他们一个个 虽然面容稚嫩 性格各异 但相互之间的感情 却是从小细节中 能看出来是不错的 小宝被放下来后 就拉着爹爹的手指 一步一去的跟在他身边 对所有哥哥 都咧嘴笑得 没心没肺老开心的样子 小孩子 特别是一个长相精致 可可爱爱的小孩子 笑起来是很容易 感染身边之人的 这不 原本面对父皇时 一个个严肃紧张的不行 但看一眼小宝的笑脸 嘴角跟着微微上扬 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再看一眼 然后笑容越来越大了 南宫石渊 正在问老大双腿的恢复情况 那张冷冰冰的脸 问问题的时候 不像是父子之间的问答 反而跟教导主任和学生似的 莫得感情 发现除了老大之外 其余的人都对着小宝 一个劲儿的傻笑 好吧 他女儿才是傻笑的源头 南宫石渊 目着一张脸 这一个个的 看着都不怎么聪明的样子 黄庄内早已等候的管事 和一干奴才出来 将他们迎进去 紧接着 就是一群大臣参见皇上 各位皇子以及公主 南宫石渊 淡定抬手平身 谢皇上 不论是稻田里养鱼 还是稻谷提前成熟 以及那粒粒饱满的稻穗 这都已经不仅仅是 吉姆 稻谷的事情了 往大的方面说 这可是关乎家国大事的 在这本就物产贫瘠百姓 经常出现吃不饱的年代 能让粮食增产的法子 上报朝廷 是要获得赏赐光宗耀祖的 众位爱卿 都陪朕去看看吧 南宫石渊 没有多说其他的植入主题 带着自己的儿子女儿 往稻田那边过去 穿着一身 降紫色官服的南宫梨 悄悄脱离了官员的队伍 来到小宝身边 和他说悄悄话 小宝小宝 有没有想七王叔 有没有觉得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他压低了声音 像是对暗号一般 旁边听到的官员眼皮子一抽 这逍遥王又要搞什么鬼 小宝也压着小乃因 诺生生地回答 小宝有每天都在想七王叔的 那是心里在想 还是脑子在想 小宝老诚实了 嘴巴在想呀 想吃七神神做的莲子羹了 扑吃 一不小心笑出来的人 赶紧捂住了嘴巴 对不起他们没忍住 小公主干得好 南宫梨 感觉瞬间没爱了 他眼神忧怨地 在看着自己小侄女 小宝笑嘻嘻地凑过去 拉着七王叔的手 顺顺毛 小宝又想七王叔的嘿嘿 一行人到了道田边 看着那被压弯了腰的 金灿灿道骨 那些官员 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 这 有些人激动得脸都红了 也顾不得君臣礼仪 连忙几步窜上去 手握着那些沉甸甸的 稻碎话都说不完全了 好 好啊 站在后面的黄庄管事 和一些农夫 看那些当官的大人 都这么激动 他们就更激动了 他们可是有幸和这些大人们 一起见证了 如此优良的稻米的 稻田里还有水 只要稍微拨开稻谷 就能看见里面游动的大肥鱼 一个个的精神头好看着 就很好吃的样子 那些官员 都被沉甸甸金灿灿地稻碎 吸引了注意力 五皇子却第一个想起的是 当初放进去的那些鱼苗 于是迫不及待地 扒拉开一丛稻谷 立马就看见了 成年男人两个手长长 露出几倍在水里游动的鲤鱼 祸 这鱼都这么大了 笨就是贪玩的年纪 南宫麒麟一看到那鱼 瞬间就激发了 自己内心的蠢蠢欲动 这么一眼 就能看见水海浅的鱼 它要是不抓 就不是南宫麒麟 所以在谁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少年花大一下夏天了 动作敏捷 又迅速地抓住了 自己看准的一条大飞鱼拿起来 哈哈 好大一条鱼 少年的动作和清朗的笑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 往他手上一看都豁了一声 还真是好大一条鱼 小宝馋的流口水 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好动的小八顿时冲了过去 就连平时比较稳的七皇子和六皇子 也忍不住跑了过去 到底都还是孩子 都是贪玩的年纪 看到兄弟这一下子窜进去 抓了这么大一条鱼起来 怎么可能忍得住 五哥五哥 你这是在哪里抓的还有没有 小八急吼吼地凑上去 就想要往田里钻 被老四一手捞住了 他挠了挠头 刚毅且憨厚的脸上 眼神像是看傻子似的 看着小八 八弟 里面都是水呢 你这么矮这下去走不动啊 小八 四哥你可以不用说话 谢谢 哇 好多鱼 这边也有 我看到好几条呢 一群少年兴奋地 叽叽喳喳地到处找鱼 然后这岸边的鱼 都被他们吓跑了 五皇子抓着那条鱼上岸 但鞋子和裤子衣服什么的 都被打湿了 其他还沉浸在 稻谷上的大臣们 这时候才注意到田里的鱼了 一个个双眼放光 这在田里养鱼的法子 果然行得通 他们不由将赞赏的目光 落到了大皇子南宫祈修身上 他们可没忘记 当初就是大皇子 提出的这个想法 晋王殿下果然会演独到 晋王的这个想法甚好 如今见了成效 再扩大范围是一两次 如果可行 就能大范围推广下去了 如此普通百姓 也能过上经常吃肉的生活 在这肉类缺乏的年代 鱼肉也是不可多得的肉了 现在的晋王 也就是大皇子南宫祈修 对着他们笑了笑 然后温声开口 各位大人谬赞了 非我的功劳 我也只是听到妹妹的话 才想到的 旁边原本不出生 几乎当透明人的南宫祈云 也忍不住多嘴一句 这些道谷 也是妹妹培养的 她眼神悠悠地 看着那些大臣们 宝贝的不行的道谷 怎么就没听你们夸我妹妹一句呢 南宫石渊这时候 也冷声到 让粮食增产的办法 亦是从九宫主处得来 穆秀于林峰必催之 小宝这样的年纪 做出了太多惊世骇俗的事情 在其他人眼中 有些至多禁腰了 但是对南宫石渊来说 谁敢催一个给他看看 那他就催他九族 后台过于强硬 小宝就算表露出 与普通孩子不同寻常之处 那也没谁敢打他的主意 不然小命还要不要了 公主大德 百姓一定会铭记 公主对他们的恩德的 李润最先站出来赞赏公主 一派淡然和欣赏的样子 而且这还不是庄的 其他大臣 怎么哪哪都有你 其他不管是 真正关心百姓的官员 还是心里个有小九九的 此刻也站出来吹了些彩虹屁 不过他们吹的彩虹屁 可不是那种直接且庸俗的 而是引经据点 还用上诗词歌赋了 那吹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 用词委婉 又不失雅之悦耳 一同来的几位武将 听的那叫一个目瞪狗呆 好家伙 原来你们的嘴 除了骂他们 还能这么把人夸出一朵花来呢 小宝昂首挺胸的 站在爹爹身边 眼神亮晶晶的看着他们 虽然有些话我听不懂 但会说话 你们就多说点 这臭美的小东西 南宫石渊嘴角 带着浅浅的笑一薅了 小家伙头的头发一把 放水 割道 随着南宫石渊的一声令下 早就等不及 蠢蠢欲动的农民开始放水 当然因为田里有鱼 也不会全放 只看看留下那些鱼 不会被渴死 也不能游动的程度 这样好个割道 也好抓鱼 五皇子第一个拿着竹篓 跳出来举手我来抓鱼 其他人几个皇子也没落下 一个个的都拎着竹篓 气氛欢快地下田去了 小宝也捣腾了小短腿 趁着爹爹不注意 就脱了鞋子 露出自己软胖小脚鸭子 打算往田里钻 但那粉白色的小直幼直幼缸 触碰到水面 他就被一只手给拎起来了 小鸡仔似的 小宝扑通了两下 乌溜溜的毛子 网难之手的主人看过去 看到了一脸严肃的护卫 以及护卫旁边 一双双眸温和似春水的大哥哥 小宝撅着粉嘟嘟的嘴巴 看起来老不高兴了 大哥哥 你快点让他放开小宝呀 看着哥哥们 在田里抓鱼抓得高兴 他可眼馋 南宫其修语气温和父皇 让我看着点你 怕你下田里 果然想偷溜下去 此刻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田里的稻谷和鱼上 谁也不会注意到 一只偷溜着想要 浑水摸鱼的小团子 但是 某位亲爹太了解自己的女儿了 一早就叮嘱大儿子叮烧呢 小宝软嘟嘟的塞帮子 瞬间气成了小河豚 过分 爹爹竟然那么不信任自己 那语气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别人的错呢 南宫其修将小家伙抱怀里 须止刮了下他小鼻子 没好气得到 那你说说 某只打算偷偷溜下田的小家伙 值得信任吗 小宝抓了抓圆润漂亮的脚趾头 眼神飘忽的嘴硬辩 就是喜之忧之忧 说着 他还翘起自己白嫩嫩的脚丫子 也理不知气也壮 没错 小宝就是喜之忧之忧呀 南宫石渊 看看田里那浑水 再看看 他白净小巧的脚丫子 似笑非笑 洗脚 小宝也看了眼水 略心虚地缩了缩小脖子 最终 想要下田的小宝 还是没能如愿以偿 只能眼巴巴地被大哥哥抱着 在田岸上看着 撑了小下巴 爱声叹气的 南宫其修摸摸他的小脑袋 等长大了再来吧 小宝瞅瞅自己现在的小身板 掰着手指头 算算自己距离长大到 能和哥哥们一起去田里摸鱼 大概还得要两年的样子 顿时掩一飞 觉得人生无望了 还要等那么久的呀 这批水道太受欢迎了 即使是没做过农活的文臣 站在岸上都兴致勃勃地 卷起袖子 拿起刀 准备割一把 那拿刀的姿势 看着旁边的农民 那叫一个胆战心惊的 生怕他们这一刀子下去 割得不是刀 而是他们自己的手指头啊 大人您慢点 看准了割呀 这些文臣 经过上司惨无人道的惩罚 却跑了几天步 身子骨瞧着 是比之前结实了些 皮肤也黑了些 但到底不是做农活的料 而且他们也不想下水 所以都只在岸边割两把 过过瘾就行了 倒着自己割下来的 沉甸甸道骨 可沉 但就是这样 才让人打心底里喜悦 别说他们了 那些内行的老农一上手 就大概能感觉出来 这些水道的亩产 绝对能翻倍 面对这样的大丰收 没有一个人脸上的笑容 不带着喜悦的 老农们有黑的脸上 褶子都笑出来了 弯腰割到动作一气呵成 但是在将割下来的 稻谷放地上的时候 动作又格外小心翼翼 生怕会掉落一粒鼓粒 那样子看得人心酸 但也理解 大家的目光都在割道上 南宫奇云的目光 却关注着那些 给稻谷脱利的人 经过小宝的点拨 南宫奇云就有心去观察 这田里的每一个过程 割道的还好 黄庄内收割稻谷 用的都是锋利的铁制刀具 打磨得很锋利 所以那些干惯了 浓活的老把石 割得也很起劲 但是给稻谷脱利这边 就要慢一些了 南宫奇云看着他们 将收割下来的水稻 整整齐齐地 码在一起扎成一束 然后拿起一根很长 看起来有些笨重的木质 和锄网刀立上锤 但因为害怕 把这么好的稻子碾碎了 所以动作也格外小心 但这样效率就慢了很多 大部分锤下来后 还要用一根小棍 耐心又细心地 将上面维脱落下来的 继续打下来 这样繁琐麻烦的工作 他们却是面带笑容在做的 南宫奇云看着他们 满是老简粗糙如枯木的手 一家干活干得满头大汗脸上 却依旧带着满足笑容的脸 心里被狠狠触动了 如果以前的南宫奇云 是想要得到父皇的认同 而做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按那么现在他想的则是 他要为这些普通人做点什么 下定了决心的南宫奇云 开始认真地去观察 这些百姓们使用的各种工具 脑子已经不断地在思索着 要如何做 才能再轻松又快速地 让这些古力脱落下来 甚至他还走过去 亲自使用了下那些工具 去了解其中的原理 询问他们很多关于农具的事情 南宫奇云这细皮嫩肉的 很明显就是贵公子 看到他过来帮忙一起干活 那些普通的农民 都受宠若惊的同时 干活都有些拘谨了起来 这样敲打 就能将古力弄下来吗 南宫奇云试了是那个稻储 虽是木头做的 但也很重 他这个没干过什么重活的人 上手没两下胳膊 就出现酸软的情况了 贵人让证咱们来吧 我们干挂了这种力气活 南宫奇云点点头 也没逞强将稻储让了出去 转而拿着一根小棍 开始和几个妇女一起拿起那些 已经被稻储捶过的稻碎敲打起来 你们一直用的都是这些工具 啊 是 是的贵人 旁边的人紧张回答 南宫奇云耿直地指出 这些工具的弱点很重 也很麻烦累人 速度还慢 或许是南宫奇云年纪不大 混在他们中间 还主动和他们说话 看起来有些平易近人 有胆子大的 就不那么害怕了 还能回答他的问题 累是累了点 但是看到这些稻米 咱们心里也踏实 只要能活下去 再累也不怕了 这话听的人心酸 但老百姓的现状就是如此 南宫奇云在皇宫 虽说是个小透明 但从小到大 除了没有母妃庇护 过得比其他皇子要拮据一些 但也从来没少了吃穿的 所以在此之前 他虽从讲课的讲师们口中 大概知道粮食的重要性 但却深切地体会 现在看着这些人 恨不得将每一粒米 都从地上捡起来的样子 终于真切知道了 粮食对百姓的重要性 这是他们的命 这样想着 南宫奇云也认认真真的 将手里道和尚的骨粒 都弄下来 你们没有想过 改进这些工具吗 一边干活 一边和他们谈话 南宫奇云没干多久 汗水就出来了 倒谷的麦芒弄在身上 混合着汗水 有些刺痛也有些 他忍不住伸手挠了挠 手臂上白皙的皮肤 顿时红了一片 改进工具 这工具要咋改进 对呢 那可都是读书人才有的本事 咱们这些大字都不识一个的 可不知道怎么改进工具 南宫奇云摇头不是的 读书人大多数没干过农活 他们更不知道要如何改 你们又觉得自己改不了 所以一直用这种笨重的工具 这些百姓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辞的 在他们眼里 读书人是什么都行的 但是这位贵公子却告诉他们 原来读书人不是什么都能做 可是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改进这些工具呀 几辈子下来都用的这个 南宫奇云倒立是需要击打 才能落下来的 到处笨重用久了手酸 而且经常弯腰腰疼 这些倒立都需要收集在一个干净的器物里 不能接触地面 他一边将收到立的缺点说出来 脑子里已经才模拟改进的办法了 可以站起来击打使倒谷脱力 想要不让这些倒立落地 就要在一个容量大的器物里 他忽然丢下手里的东西 随便捡起一根树枝 开始在地上画了起来 嘴里念念有词 时不时在手背和脖子上挠一下 那个 贵人你看 要用清水洗一下吧 您的手都被挠红了 南宫奇云摇摇头 不用 说完就没作声 继续在地上画了起来 周围的人相互看了一眼 就继续做自己的工作了 今年的倒谷这么好 他们得赶紧收起来上称称 虽然不属于自己 但是他们这次来是有工钱的 而且能看见粮食产量翻倍 就算不是他们的 只看着听着也开心 而且他们听说啊 下一次 他们也能用肥田增产的法子呢 至于那位贵公子说的 改进工具的事情 他们是真想不出来 这工具还能咋改进 而且他这么年轻 又真的知道吗 所以大家也没放在心上 南宫奇云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地上写写画画 旁边什么时候来了人都不知道 南宫石渊早 发现自己这三儿子 不仅没和其他儿子一起去抓鱼 反而还跑到这边来 帮着给稻谷脱利了 他也没阻拦 此刻见他蹲在地上写写画画 倒是好奇起来 索性没什么事情 就带着小宝和大儿子过来了 见他认真到都没发现他们过来 三人也没打扰 就安安静静地在边上看着 小宝蹲在三哥哥旁边 撑着小下巴 看三哥哥画好了一个 什么东西没几秒 又毁了丛画 一双大眼睛里全是好奇 渐渐地 等他最后画好的时候 小宝瞬间瞪大了眼睛 这 这不是后世用来打倒鼓的工具吗 而且 有一个很俗气的名字叫打斗 虽然名字不咋好听 还有点拗口 但这工具 在机器时代之前 一直都是最好用的 倒鼓脱利的工具 这个他可什么都没和哥哥说 但他自己就琢磨出来了 三哥哥也太厉害了吧 这个应该可以 做出来试试看 南宫奇云画完嘟囔 然后抬头 突然看见 站在对面的父皇 给吓得魂兜差点没飘出来 直接后退几步 以屁股坐地上了 南宫石渊 他看起来很吓人 小宝举起自己的小手手 在他眼前挥了回三哥哥 南宫奇云 脸色惨白惨白的 看起来被吓得不轻 但看见是谁后 又红着脸 连忙起身行李 父皇 丢脸丢到父皇面前了 好想把藏起来 下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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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宫石渊也不和他计较 只盯着地上 他画的那东西 问这是何物 南宫奇云红着脸 有些不好意思 支支吾吾地回答我 我自己想的 用来给倒谷脱利的工具 说完他小心翼翼地 看了父皇一眼 生怕他会生气 奈何父皇的脸色 除了在妹妹面前 其他时候万年如一日地 冷着一张脸 看不出其他表情 他心里顿时忐忑不已 小宝悄悄拉住了他的手 仰着小脸 对他笑得可甜 仿佛在安慰他 不要怕 南宫奇云果然放松了些 看了看父皇 他鼓起勇气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见父皇耐心地听着 并没有训斥自己 他说的也越来越多了 听完后 他直接招来工部的人 下一批水到收割之前 着三皇子入工部 带领工部众人做出此物 在场的工部官员拱手诺 然后视线齐刷刷地 落到了三皇子身上 南宫奇云猛了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手忙脚乱地道 是 父皇 他激动的一张清秀 好看的脸都红了起来 倒不是因为 这个进工部的机会 而是因为 自己所做的东西 得到了父皇的认可 他红了眼睛 忍不住看向旁边的小宝 小宝笑容灿烂乖软 看起来倒是 比南宫奇云还要高兴 南宫奇修 嘴角也带着笑意 在周围几位大臣 隐晦的视线下温和道 三弟真能改进好这工具 乃整个大下朝百姓之福 兄妹三个都高兴 并且毫无隔阂 但皇上这一命命 则让不少爱多享的人思索 这三皇子 是不是要的皇上重用了 如果小宝知道 他们怎么想的话 肯定一个小白眼甩过去 本来就是三哥哥 想出来画出来的 不让三哥哥去 还要谁去 这批道谷本就不算多 就三亩地 和整个皇庄 其他大几百亩的田地 比起来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在这么多人 齐心协力的努力下 道谷很快就被收完了 皮肤有黑 脸上带着皱纹的农民们 满头是汗 太阳出来的早 后面他们都是 顶着大太阳干活的 但此刻谁也没叫苦叫累 一双双朴实的眼睛 都盯着铺开晒好的鼓励 这样的大太阳下 下午太阳落山后 就可以收了上撑 跟着家里长辈 一起来的一些小孩子 此刻正收在晒骨场 帮忙翻晒骨子的 同时也要驱赶那些 想要飞落下来偷吃的麻雀 他们虽然眼馋地 看着正在田里抓鱼的人 但也记得自己的任务 不敢离开 早有奴才准备好了酸梅汤 放到晒骨场上 随着黄庄管事的一声吆喝 这些浑身是汗的农民 就走上前 自觉领了土碗 排队领酸梅汤喝 一口下去清凉解暑 还带着甜味 从没喝过酸梅汤的他们 瞬间眼睛就亮了 小孩子表露得最明显 娘 是甜的 阿爷 这个汤酸酸甜甜的真好喝 爹我还想要 大人喝完 也感觉全身心都凉爽了 酸酸甜甜的酸梅汤 就算小宝也喜欢喝 更别说其他人了 管事扬声道 这都是主家大善 给你们的奖励 喝完了就去领午膳 吃饱喝足 继续下田去捉鱼 鱼捉完了 就可以去领工钱 所有人顿时都欢呼热闹了起来 连声说着谢谢 有的双手合十 甚至求菩萨保佑主家 长长久久平平安安什么的 他们的词汇量不多 远不及那些读书人 用词华丽精巧 却透着满满的真诚 所有农民脸上 都带着淳朴且满足的笑容 在屋子里的几位皇子 听到欢呼声 坐在窗前探头往外看 天气太热 他们抓鱼的时候 身上难免也沾上麦芒 暴露在空气外的皮肤 都犯着痒 混着汗水的时候 还刺痛不已 从来没受过这种苦的少年们 一早就回来了 这个时候都洗了个澡 换了身衣服 准备要用午膳了 看着外面那些皮肤有黑 长得并不好看的人 欢呼雀跃地喝了酸梅汤 就去领几个粗粮大馒头 混着泡菜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忽然 他们听到有人惊呼 馒头里面有肉 瞬间那边所有人都激动起来了 心急的人 甚至直接将馒头从中间掰开 果然露出了夹杂在中间的肉粒 真的有肉 谢谢管事 谢谢主家大人 这次他们都是各村村长 选的性格踏实 村里做农活的一把手 本以为这一趟能得二十文的工钱 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了 没想到休息的时间 不仅有酸酸甜甜的汤喝 馒头里面竟然还有肉 这主家是天人下饭 来普度他们的吧 不仅孩子们欢呼雀跃 大人都激动得一张张老师淳朴的脸 红彤彤的 明明是很高兴的一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几位皇子此刻看着心里就有点闷闷的 那么点肉 怎么能高兴成这样 他们是多久没吃肉了 他们的工钱是多少 每人二十文 南宫祁云出声回答 这个是他和那些农民聊天的时候知道的 什么 五皇子震惊的声音都飙高了就二十文 这么点铜板够干啥的 他吃的糕点都不止这二十文 他不理解 他们顶着这么大的太阳这么累 就二十文的工钱 怎么这么少 其余皇子纷纷点头 黎润看着那一个个义愤填膺的皇子们笑着摇摇头 几位殿下可知道 对你们来说很少的二十文钱 却是普通百姓家里一个男子出去做工四五天的工钱 四 四五天 他们都差点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了 原来 原来二十文铜板竟然这么多的吗 咱们大下国这万万人口中 百人里可能才会出一位读书人 不到五人从工 不到十人从商 这商里面还包括了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 这剩下的大半就全是不识字 只具现代一个小村子或者小镇上的只会干农活的农民 剩下的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卖身为奴 不论是我们大下朝还是周边其他小国 这除了种田干体力活的农民占了整个国家的大部分 而能供他们选择的工作却少之又少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人力却是最为廉价的 这些人生活在黄庄附近的村子里 在黄城脚下能干的活已经很多了 在更偏远的地方 更多的却是没人要的牢里 哪怕一个月十文钱多多的是人抢着想去做 虽说是农工商农户的阶级地位占第二 但最苦的却也是他们 而且他们之所以看见那馒头里有肉就如此高兴 因为有的人家里几个月甚至半年都吃不上肉 更穷困一些的可能一年到头都吃不上 因为对他们来说 填饱肚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肉类更是奢侈 南宫其臣皱眉抿唇问南道 南道就不能改变吗 黎润摸着胡子摇摇头 难啊 五皇子急吼吼的太傅你只说难 就说明有办法的是吧 黎润摇摇头不再深入 再深入讲就涉及到更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了 他们现在还不能懂 南宫石渊坐隔间抿了口茶 抱着小宝安静地听着 并没有出声打扰黎润对他们的教学 他需要的就是这种能教他们实事的老师 而不是那些只会按照书本上的内容灌输知识的方式 几位皇子都陷入了恍惚中 脸上的表情一会沉重一会又不解 心里沉甸甸地消化着黎太傅刚才说的一切 小宝也看着外面那些人 因为酸梅汤里带着甜味 那些孩子脸上的笑容 开心得都像是过年了一般 还抱着碗小口小口珍惜地喝着 他甚至还听见有人问管事 能不能把酸梅汤和他们分道的馒头带回去 和家里老人孩子分享 爹爹 糖甚至很贵呀 小宝在小溪村的时候 偶尔娘亲也会给他带点麦芽糖回去吃的 但白糖却从来没见过 还是到了皇宫里后 他才见到了那种白糖现在被叫做雪霜糖 嗯 南宫石渊眼眸深沉以前在军队的时候 一两雪霜糖时纹 一两就那么点 价格比米贵多了 小宝眼睛瞪大好贵哦 特别是才听了太夫说的 百姓想要挣钱有多难厚 为什么呀 他记得上个世界的糖都很便宜的 南宫石渊看了福海一眼你来 福海 奴才知道的也不多 只知道这糖产自一种名为甘蔗的作物 但这适合甘蔗生长的环境 却只有南方某些地区才有 产量太少了 而且想要做成雪霜糖 还要经过一次的加工才能得到些许 所以价格就比较昂贵 小宝歪头除了甘蔗 甜菜也可以产糖的呀 北方最适合种甜菜了 他奶声奶气地说完后 发现爹爹和福海公公的视线 都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小宝无辜地眨把眼睛 怎么了 甜菜 南宫石渊带着一问那是何物 为什么他没有听说过 福海也一脸茫然 他也没听说过呀 南宫石渊淡定地问长什么样子 正让人去找 面对自己才三岁的女儿说的话 某位亲爹甚至都没有怀疑一下的 小宝举起双手 比划一下长得和萝卜一样一样的 圆圆的红红的 吃起来甜甜的 这形容就很小宝 最后还是找了画师 根据他的形容将甜菜画了出来 南宫石渊把找甜菜这件事记下来 让画师多画几张图 并且记下甜菜的特征 没办法 现在的话都是水墨黑白画 他打算以悬赏的形式 全下发到各个城市 让人去寻找 就不幸找不到 之所以这么看重甜菜 因为不仅他们大夏朝对堂的需求量大 其他国家不足也一样 如果真能找到甜菜 并且如小宝所说 这东西产量大的话 完全可以当作国库重要经济来源 毕竟就算皇帝也有缺银子的时候 户不经常入不敷出 皇帝也得喂银子 中午吃饱喝足休息了一段时间后 大家继续去田里捞鱼了 管师看着那么多鱼是高兴又担心 鱼长得这么好还多当然开心 但问题是这么多鱼要怎么卖出去啊 南宫石渊完全不慌先捞一部分 其他的继续放水进去养着 小宝举起手可以送一些到真修楼去啊 真修楼的主打菜目前只有小龙虾 完全可以加鱼进去 煎鱼 红烧鱼 糖醋鱼烤鱼 松鼠桂鱼 想想小宝的口水就要流出来了啊 南宫石渊捏了捏他腮帮子 小馋猪 低沉的声音带着宠溺 这是对女儿特有的 养在田里的鱼个个看起来肉多又大 这一条恐怕就有好几斤 黄庄外又来了马车 管事将这件事告诉了南宫石渊 放他们进来吧 看他的表情并不意外 小宝和哥哥们凑在一起 叽叽咕咕咕地商量着 要怎么吃鱼的时候 忽然听到有熟悉的声音在叫他 他扭着小脖子看去 一眼就瞧见了自己的小伙伴周岩 周岩迫不及待地从马车上跳下来 就准备往这边跑 然后被他爹抓住了衣领 并且不客气地在他脑袋上拍了下 小兔崽子老子在马车上 教你的规矩都喂狗了 今天不同往日给老子安分点 周岩父亲周恒压低了声音 教训自己儿子 这坑爹的家伙 可别莽撞冲动地 给皇上留下个不好的印象 以后还和小公主当个屁的朋友 小胖子不情不怨地嗡了一声 总算老老实实地走过去 没再跑了 假针腰间挂着个酒壶 慢吞吞地从马车里走了出来 小宝见了周岩 高兴地举起手挥舞 周岩快来看鱼 周岩高兴地应了一声 本来想跑过去的 但是瞅了眼身边的老父亲 正眼刀子盯着他呢 周岩 这亲爹绝对是假的 草民参见皇上 周恒拉着儿子跪地行礼 南宫石渊起来吧 谢皇上 周恒还是很紧张的 毕竟皇上和公主可不一样 作为整个大下朝 至高无上的掌权人 他只是简简单单地站在那里 周身都带着强大的压迫感 不愧是战神陛下 这一身的气势 可都是实打实地 从战场上打下来的 周岩虽然面对南宫石渊的时候 也紧张拘谨 但很快 他就被小宝拉过去看雨了 小胖子感动得两眼泪汪汪的 还是小宝对他好 然而下一秒 七双视线齐刷刷地落到了他身上 小胖子周延 小宝的哥哥 哥哥们好 被那七双视线盯着 小胖子说话都不利索了 他是知道小宝有八个亲哥的 但是他们 怎么和小宝口中的哥哥 感觉不一样啊 他记得小宝口中的哥哥们 明明是温和好说话 对人热情 善良性格好 总之就是特别特别好 而他现在看到的 一个个眼神 都好凶地盯着自己 QAQ 五皇子抱着胳膊 眼睛一些妹妹的朋友 周延乖乖点头 像急了面对大灰狼的小绵羊 他感觉小宝的这个哥哥 想揍自己 剔剔 四皇子捏了捏 他胳膊这么脆弱 怎么保护小宝啊 你不行得多锻炼身体 依旧是那样耿直地打直球 反正在四皇子 南宫齐鹰眼里 他妹妹柔柔弱弱软乎乎 是需要保护的存在 作为哥哥要保护他 作为朋友 也得有保护他的本事才行 要不然他都不放心 六皇子南宫齐臣哼了一声 傲娇地不说话 只是走过去 挤到了妹妹和他中间 周延 南宫齐臣你有意见 整个小少年 就充分演绎了 什么叫做霸道 周延 没有 南宫齐羞声音温和 却也不动声色地过去 再将两人的距离拉开了些 到这边看鱼吧 是也好点 周延一脸猛逼的嗡了一声 不是 这都抓上来的鱼 在哪里看不一样的吗 南宫齐羞摸摸小妹的脑袋 有点发愁 要是那周延和小宝 一起长大的话 就是青梅竹马了 不行 他的妹妹还这么小 而且以他的身份 以后什么样的青年才俊配不得 不能掉在一棵树上 以后得让小宝 多见其优秀的小孩 眼界宽点 也不怪南宫齐羞 现在就考虑这么多了 毕竟这个时代的孩子都早熟 女子15岁 急急就要订婚 商量婚事了 有的人家甚至更早就开始相看 所以 别看小宝现在才三岁 但其实长大 也就是几年的时间而已 当然 南宫齐羞不希望 自己妹妹这么早就嫁出去 怎么也得年纪更大些才行 所以 更不能受眼界所限 只盯着身边的人 不然相处时间长了 有感情怎么办 周延小可怜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列入戒备名单了 误入进狼窝的小绵羊 欲哭无泪 小宝快来救救他呀 可惜小宝觉得 自己哥哥们都是最好的 所以完全没get到 周延求救的眼神 小家伙 这么半天了都没发现为师 老夫这怕不是说有假徒弟吧 小宝的小辫子被扯了下 捂着头发 表情茫然地看向 站在自己身后的中年美大叔 但是声音怎么这么耳熟 贾珍摸着自己光溜溜的下巴 感觉还有点不习惯 师父 小宝睁大了眼睛 试探性地叫了一句 贾珍背着手 故作高深地点头 怎么样 我这模样 是不是比你七王叔好看年轻多了 溜达过来 找自己小侄女的男公黎 正巧听到这话 顿时就收了扇子不满意了 眼睛上下打亮着 那人嘴巴跟抹了毒一样 哪里来的丑东西 还想和本王比美 眼睛太小略猥琐 鼻子太大有点塌 嘴唇太厚 本王打眼一看 还以为你被蜜蜂遮了 发际这么高 你这发量不行啊 嘖嘖 这也就算了 你这头还干燥枯黄 扯一把草在头上 都比你现在好看 他手指勾着贾珍的一缕头发 表情简直万般嫌弃 贾珍气地用手指着他 男公黎用扇子 将他的手指挡开 围着人转一圈 继续嫌弃地指指点点 你这人什么衣品 这灰扑扑的一身本王 都要怀疑 是不是耗子成精了 贾珍顿时给气得 火冒三丈口吐芬芳 男公黎跳开 语气矫情得不得了 哎呀呀 你这人不仅没衣品 还没口得 还想和本王比美 当谁眼瞎呢 这嘴巴的战斗力 也是杠杠的 看得皇子公主纷纷侧目 没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七王叔 哎 我怎么突然感觉 身上有点痒 上一秒还嘚瑟嘴毒的男公黎 下一秒就觉得 自己身上像是有小虫子 在爬一板 他顿时脸色大扁 这下换贾珍得意了 呵呵 让你知道 得罪本诡异的下场 男公黎面色猛的一变 视线盯着他那张脸 没忍住卧槽了 你是贾珍那邋遢的老头子 你去换脸了 都短暂的忘记 自己身上痒痒了 贾珍跳脚屁 这才是老子的真实样子 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亏我还和你一起 喝了那么多酒 别就剃了胡子 你竟然就认不出来了 还兄弟呢 你这兄弟不要也罢 男公黎挠挠身上 才是真憋屈 你这叫知识没了胡子 你声音 身形气质哪点没变 认得出来才有鬼了 你是不是给本王下药了 快把解药拿出来 你这个王八蛋 贾珍贱兮兮的 拿着解药瓶子 在他面前转了一圈 就是不给 然后两个年纪一大把的 就很幼稚的追打了起来 小宝老气横秋的摇摇头 哪生哪气地道 幼稚 大家好笑的看了他一眼 周恒他们之所以到这里来 主要是为了那些鱼 周家虽然主要经营药材生意 但其他副业也是会抓一些的 其中就有酒楼生意 不过他们周家的 酒楼生意并不好 有时候还会出现亏损的情况 所以经营的酒楼生意并不大也不多 真修楼那边一定是要吃下一些鱼的 但只有一个真修楼 那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这就要找合作伙伴了 南宫石渊考虑到 小宝和周家的关系 就算没有周延 还有贾珍这一层呢 叫人去查了之后发现 他们家也在经营酒楼 就干脆地去信一封 这就是周家人 怎么会出现在黄庄的原因了 不过和周恒谈生意的 当然不可能是南宫石渊 这事就交给黄庄的管事了 最后抓了田里 抓了600多条鱼3000多斤 这批鱼大部分交易给周家 并且还是持续性的交易 田里还养着不少呢 不仅现在的三亩水田 其他水田里也养着 周家既然决定 接下和皇上的这笔合作 回去之后 自然会从鱼这方面入手 整改酒楼 现在很少有人规模性养鱼的 大部分酒楼没有固定的鱼肉来源 他们不用担心鱼肉会断货 想要卖得好 就必须再做鱼这方面下手 鱼的卖货渠道解决了 这又是一笔不菲的紧张感 抛除了工人工资 以及用在黄庄维护 和其他零碎费用之后 其余的钱 都是要冲入皇帝自己的私库的 毕竟这是皇帝自有的私产 不用说 今年的黄庄 绝对是收获满满的一年 太阳西斜 终于到了所有人最期待的时刻 被太阳暴晒的稻骨 更耐储存 收集晒骨厂稻子的时候 南宫家的兄妹几个 就没人想去体验了 晒干的稻骨 有太多的脉盲 体验过一次浑身痒痒刺痛 就算洗完澡都不怎么舒服的感觉 没有人想要再去体验一次了 等所有稻骨都收集好 装起来后 在管事的指挥下 又开始风风火火地上车了 最后得出来的结果 却叫管事拿毛笔记录的那只手 都哆嗦了下 多 多少 抹掉灵头 总共2300斤 账房算完后 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 声音都在颤抖 2300斤听起来是不多 和以前黄庄的总收获比起来 看着不起眼 但别忘了 这只是三亩地的收获 不只管事和账房 不敢相信这样惊人的数字 周围的农民 更是直接惊得张大了嘴巴 呆滞的样子 足足保持了近十秒的时间刺啊 有人说话 娘哀 三亩地呀 三亩地2300斤 哎呀 有人拍着大腿 激动的眼睛都红了 连毛拉着旁边的人询问 2300 是2300吧 我没听错对不对 说着说着 他甚至都红着眼睛哭了起来 但此刻没人觉得他丢人 这是一位保金风霜的老人 还是逃难到这边住下来的 他吃过饿肚子的苦 吃过没有田地的苦 对粮食精心伺候的程度 简直比伺候自己的老娘儿子都要好 但就算这样 他也从来没种出来过 甚至听说过 有母产700斤 还要网上的产量 要知道他们种的稻子 顶贴了母产300斤 而且还得是精心伺候 且田里的肥力特别好的情况下 但是现在 这小小三亩地的水稻 产量不仅翻倍 还多了不少 这 这稻米看着就特别好 都没什么空壳 全是这种饱满的看着就喜人 我们的田要是也能种出这么多 以后就都不用饿肚子了 还有小麦 管是你说的那个办法 能不能让小麦也长得那么好啊 这以后要都是这种产量 我们全家都再也不用饿肚子了 多余出来的 还能换钱买点不乐 我家娃几年没穿过新衣服了 这群老实巴交的汉子妇人 其实很好满足 愿望也都很浅显 他们只想要吃饱肚子 全家不饿 余钱能买点不来做衣服穿 就很满足了 管是安抚住了激动的人群 并且明确地告诉他们 下一次的播种 不管是水稻 还是小麦都会用上肥料 肥料不仅对水稻有用 对小麦也有用 这下大家更激动了 因为现在收的是别人的 那下一次收的 就是自己家的了 他们的粮食 也很有可能会翻倍啊 黄庄的小麦 用肥料的时候 已经过了播种的季节了 都是后面追肥的 但就算这样 那小麦的长势 也比往年的要好许多 等这批提前成熟的水稻收割了 他们也要开始着手收割小麦了 不知道今年的小麦产量 情况如何 这边人群激动的时候 三亩水稻的总产量 也报告到了皇帝 和那些大人们所在的地方 别说普通百姓 连这些大官都不淡定了 其中一个正在品查的 甚至被惊的 直接一口水喷了出来 你们说什么 2300斤 仅仅是那三亩地的稻谷 千真万确 他们撑了好几遍 也算了好几遍 并无出错 来禀告的人 语气也有些激动 粮食这种 是个人都不能或缺的东西 不仅底下的百姓们关心 上至文武百官和皇帝 哪个不关心 不过他们虽然提前就预料到 这三亩地的水稻产量会增加 但是谁也没想到 竟然会增加这么多 最稳重的人都淡定不了了 陛下 恭喜 震惊激动了之后 他们纷纷朝着皇帝贺喜 那喜气洋洋的模样 仿佛产出这么多水稻的 是他们家的一样 南宫石渊此刻嘴角也上扬了 只是没有他们那么夸张 但心情好是肯定的 于是他大手一挥 此为九公主功劳 传证口语 金九公主南宫锦西 培育水稻两种 及肥田之法有功 特封九公主为正义品昭雪公主 他话音落下 好些大臣直接傻眼了 好家伙皇帝你不讲武德 这高高兴兴的 你突然来这么一招 让他们想要说什么反驳的话 都说不出口了 李润又是第一个 站出来的臣恭喜皇上 恭喜昭雪公主 他这一跪下 好几人顿时对他怒目而视 南宫石渊 声音凉嗖嗖地传下去 怎么 各位还有什么意见 那带着杀意的声音 这下想都不用想 其他人也直接跪下恭喜 要不然脖子凉嗖嗖地 感觉脑袋 要保不住的感觉 暴君 一言不合 就威胁他们的生命 昭雪是封号 三岁的正义品昭雪公主 他们还从来没听说过 说实话 按照皇帝那平时 宠小公主的尽头 不会是早有封这位公主 为正义品公主的打算了 现在完全就是顺势而为吧 公主封号和品级 一般都是出嫁的时候才封的 从来没有哪个公主 在未出嫁前 就拥有这样的尊容的 小宝就一脸猛猛茫然地 被一群人跪着道喜了 唉 他不还是公主咩 心有不甘 比较固执的老古板 眼神眼巴巴地 瞅着几位皇子 希望几位皇子 能提出反对意见 这不合理法呀 奈何 那几个皇子瞧着 竟然比九公主本人还要高兴 他们差点没被气吐血 这皇家没救了 几位皇子 完全没get到几双义愤填膺 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他们都真心为自己的妹妹感到高兴 他们的妹妹是独一无二的 在宫门关闭之前 皇帝带着自己的儿子女儿回皇宫了 其他大臣也各自回家 于是 不到一个晚上的时间 皇庄三母帝 产出两千三百斤水稻 以及九公主封正义品 招雪公主的事情 就这么轰动地 在小范围内转开了 这个晚上 不知道多少人辗转反侧没睡好觉 有的人关心粮食 恨不得早早天亮去上朝 找皇上问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亩地就能产出那么多粮食来 也有的人关注九公主 才三岁 就得了正义品公主等级 而且还有了封号 皇上顶着那么多人 毫不犹豫地下的这个口谕 而且几位皇子没有一个反对的 可见这位小公主知圣宠 不说后无来着 前无古人是肯定的 于是他们的小算盘打起来了 别的不说 以后谁家要是娶了这位公主 那绝对是容胜不衰的 第二天的朝堂上 本因粮食丰收该高兴的 但是有些人就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南宫黎穿着一身酱紫色的官服 站在一群老头子中间 看起来是最好看的 当然也不排除 他就是故意往老头子中钻 就是为了让那些穿着同样官服的老头 衬托自己的好看 就算犯困也不影响他的小心机了 属于是 他打着哈欠 揣着手看起来吊铃铛的 斜眼往旁边 拉着一张老脸的李布老头看去 咋的 李布尚书这是家里发生啥不好的事了 骚眉大眼的 不知道还以为睡前没还似的 南宫黎当然知道 这老头为什么拉着一张脸不高兴 李布这帮家伙最在乎什么规矩了 他皇兄昨天 传口欲封小侄女为正义品招雪公主 这家伙指不定一整宿没睡着 憋着气呢 逍遥王不是明知顾问 李布尚书黑着眼圈 明显看着就像是没睡好觉的样子 此刻心情糟糕的他 看谁都不顺眼 南宫黎呵呵两声 看你这黑眼圈重的 都和小宝的团子有得一拼了 你不高兴本王就高兴了黑 哟 邱尚书这脸上怎么多了几道印子 李布尚书邱明让黑着一张脸 含含糊糊的说不小心撞的 家里的老娘们 昨天晚上因为心烦睡不着觉 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他夫人被吵得不耐烦 就没好气地问他到底怎么了 然后他就把皇帝封公主的事情 和自己夫人说了 本来是想在夫人那里得到认同的 却没想认同没有 反而被对得好一阵没脸 最后不知怎么就吵起来了 然后他脸上就被生气中的夫人 打了一巴掌 还给踹下了床 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今天这脸上的痕迹都没消 这让他怎么出门见人 南宫黎乐呵呵地道 你这状的造型挺别致哈 本王怎么瞧着 导向是被女人给抓的 怎么邱尚书惹你家夫人不高兴了 当谁不知道你 邱明让在家里 是个怕老婆的呢 邱明让搭拉着一张老脸 又红又骚 恼羞成怒 语气就不太好了 逍遥王眼神倒是好 想必没少被女人打过脸吧 南宫黎见兮兮的那怎么可能呢 哪个女人舍得抓本王这张脸啊 本王这是看别人被打过 这不瞧着和邱尚书这脸上差不多吗 招惹完了邱尚书 南宫黎又跑去骚扰 其他脸色看起来不好的人了 这一痛下来 所有人见了他 都跟见了瘟疫似的 看见人就躲得远远的 南宫黎摇摇头 爱声叹气地去找大皇子和三皇子了 双腿已经不疼的大皇子也可以来上朝了 三皇子则是因为要去公布 今天也被特立叫来了 兄弟俩亲眼见证了 他们黄叔见兮兮不要脸的骚操作 忍不住都抽了抽嘴角 大侄子 三侄子 你们黄叔我被排挤了 两人 为什么被排挤您心里没点数吗 哎 这帮老头子 就是见不得本王长得比他们好 他们这是在嫉妒 听到他话的老头子们 拳头硬了 算了 本王不想站在你们身边 和你们站在一起 都没人能衬托出本王茂盛攀安的容颜了 说着又溜溜答答的往老头子中间钻去了 众人 啊啊啊 这人怎么就这么欠得慌啊 就在众位大臣都快憋出火气来的时候 皇上终于来了 规规矩矩的行礼过后 大家开始商量国事 不少都被皇帝雷厉风行的现场解决了 三皇子 南宫齐云走上前而沉在 第一次参加朝会 说不紧张是假的 而且他的性格本来就属于比较内秀 不喜欢和人社交的那种 此刻被这么多人盯着 南宫齐云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没让自己丢脸 因三皇子发现了 可以更快让道谷脱离的工具 县令公布辅助三皇子 尽快将其制作出来 公布尚书站出来行礼 臣遵旨 而臣遵旨 回到原来站的地方 南宫齐修俊秀的脸有些苍白 忽然一只修长如玉的手按在了 他手背上 别怕 南宫齐修温润的声音 带着令人安心的安抚 嗯 谢谢大哥 眼见着朝会就快到尾声了 皇帝也抛出了 昨日皇庄道谷创高收的事情 使得整个朝堂都振奋人心 特别是武将和一些年轻的 意气风发的官员 这些武将 当初都是和南宫齐修出生路死过的 性格上或多或少会有些瑕疵 但受他的影响 对手底下的兵也是真在乎 道谷小麦这些的收成 基本都会和居梁挂钩 能多收对他们来说 当然是好事 至于那些 才因为科举考进来没几年的新鲜血液 南宫石渊是个实干的皇帝 选的也不是那些 只会做诗词歌赋的文人 而是对国家正式农士等等 有所了解的热血青年 他们还没被朝堂上钻营的风气影响 都有着想要为百姓 谋服的热血和冲动 粮食能增收 他们也是真为百姓感到高兴 本来吧 那些老臣也是该高兴的 但是谁叫这件事和公主挂钩呢 而且 昨天皇上还亲口封了那位小公主 为正义品的昭雪公主 现在 福海还拿着圣旨 在全朝堂宣布了一遍 礼部尚书捂着心口 给其中一官员识眼色 那官员立马站出来 陛下 从古至今从未有位出嫁的公主 或封号品级的 陛下此举不合礼法 请陛下收回成命 南宫石渊不为所动 那今天就有了 陛下 家有家规国有国法 公主封号向来都是出嫁时所得 如今公主尚才三岁 怎能封为昭雪公主 臣等以为不妥 请陛下收回成命 南宫离第一个站出来反驳 怎么就不妥了 就算是一个普通人 献上让粮食增产的方法 赔出优良两种 都能得到赏赐 怎么九公主就不行了 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还欺负一个三岁小孩 你们还要不要点脸了 逍遥王莫要强词夺理 臣并不是说 不能赏赐九公主 只是组织规定 公主封号品级 乃公主出嫁所有 此举有为祖宗规定 祖宗哪条规定说了 公主封号 只能公主出嫁的时候 才有的你给本王找出来 只要你能找到本王 肯定不对你了 逍遥王这就无理取闹了 祖宗规矩 怎么可能将这样的小事写下来 但公主嫁娶之时才得封号 这不是大家都默认的吗 忽然有人问 大皇子三皇子以为如何 面对众位官员的实眼色 南宫其修淡定地道 先祖定制的不合规定 尚且可以更改 公主嫁娶或封号 也只是大家的默认而已 为何不能三岁得封 南宫其云听到他们说 自己妹妹就很不分我妹妹 自己凭本事得的 你们究竟在闹什么呀 反对的大臣们 这年头皇子也指望不上了 那又不是你们 亲妹妹这么维护干什么 南宫离一脸傲气 我说你们就是闲吃萝卜但操心 整个皇宫就我小侄女一个公主 皇上封他自己的女儿 都还得听你们的 这脸未免也太大了吧 礼不可费 如果都不在乎的话 那一切不都乱套了 谁说的 我们南宫家老祖宗 打下江山那会儿 还没有科举考试呢 后面还不是费了世袭查局 改为科举了 你们甘说科举不好 此事怎可与科举比 抄抄个没完 南宫十渊抬手制止了 他们不停地吵闹 他表情平静 声音冷淡着皇帝给你们来当 陛下恕罪 一众官员都被他这话给吓到 连忙跪地 南宫十渊居高临下地 看着他们今天不敢 那就不要交正做事 朝堂上顿时一片窒息的安静 浮海事实站出来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南宫十渊退朝 说完话直接离开 南宫离站起来拍拍衣服 我说你们这不纯属 没事找事 礼部就算管理制的 但也没必要连皇上的家事都管吧 整个江山都是我皇兄的 他每天这么历经图治 重重女儿 怎么着你们了 在逍遥王眼中 难道就没有一点礼法了吗 南宫离讥讽一笑 要真什么都遵从礼法 本王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呢 说完他潇洒离开 在场的老臣都知道 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顿时脸色就变得特别难看了起来 因为皇帝就是不遵守礼法 是富沙兄用铁鞋手段 坐上的这个位置 如果不是南宫十渊 坐上的这个位置 而是其他人 他南宫离要么早被杀死 要么被打压得不成样子 哪里还能这般逍遥快活 封九公主为正义品 招雪公主的事情 谁都不能改变皇上的想法 甚至连整个皇宫的皇子 都没有一个阻止的 可见九公主在皇宫里的得宠程度 渐渐的 有流言传出 宁惹皇子不惹公主的传言 后宫 姓谢的那件人是死的吗 这种事情 他都不去劝说阻止皇上 李湘怡将一茶杯摔下 跪在他面前的宫女 都不敢躲一下 皇贵妃 皇贵妃娘娘还在 还在为招雪公主准备宫宴 李湘怡的脸色更加不好看了 手指死死地拽着手帕 她倒是脸都不要了 一个皇贵妃 竟然去巴结讨好公主 难不成还真如外面所说 她还祈祷了所有皇子 脑袋上不成 娘娘 她身边的嬷嬷 惊呼连忙制止她 贵妃娘娘 公主和咱们又没什么关系 现在她又得陛下宠爱 咱们何必和她计较那么多呢 李湘怡一个凶狠的眼神 看过去什么没关系 本宫的二皇子 就是被她叫缩着到边城去的 她坏了本宫那么多好事 凭什么她现在如鱼得水 本宫却被皇上咽弃 那嬷嬷都被李湘怡 争鸣的样子给吓到了 只觉得心头发凉 自从二皇子忤逆 她离开这皇城后再 贵妃娘娘的情绪 就越发的不稳定 甚至有风魔的迹象了 她真怕贵妃娘娘 要是一时不清醒 犯下什么大错 可怎么办是好 到时候 她们这些跟着伺候的人 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可就算知道 她们做奴才的 不仅不能说 因为现在贵妃娘娘 越来越不听劝了 她们还不能做什么 否则一不小心 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这皇宫里唯一的公主 还是陛下最喜欢的公主 获得了封号和品级 当然不会就这么平淡地过去了 所以皇贵妃要着手 举办一场小型的宫宴 主要请那些大臣的夫人女儿 来完一天就行了 这是一场 只有女人的小型宴会 因为这场宴会 小宝光是穿衣服梳头发 就折腾了好久 为什么这么多衣服呀 好热的 小宝扯了扯自己的衣服 摸摸自己的小脑袋瓜 好了没有了 某只无聊的奶团子 撑着自己肉肉的小腮帮子 无聊地询问 快了快了 公主您在忍忍 终于弄好的时候 小家伙都快打哈线睡觉了 公主我们去找些皇贵妃吧 小宝乖乖地嗡了一声 但刚出去就碰到了爹爹 小宝穿着一些 藕粉色小仙女般的裙子 踩着绣花的漂亮小鞋子跑过去 头发上细软的流苏 在脑袋上灵活晃动 精心打扮的 小宝真就像是小仙童下凡了一般 只奔自己爹爹而去 爹爹 南宫十渊 将奶乎乎的软团子抱起来 然后猝不及防地 就被过分活泼的小家伙 巴唧切了下脸 爹爹小宝好想你哦 抱着爹爹脖子 小宝肉嘟嘟的脸颊 再贴在他脸上 挨挨蹭蹭 像急了黏人的小年糕 我带你去找黄贵妃 好 一路上 南宫十渊 这个有些沉默寡言的男人 却陡然变得话多了些 你是公主 宴会上谁也没你身份尊贵 所以不必让着谁 有不长眼地欺负你 就去找黄贵妃主持公道 或者回来告诉我 别自己傻乎乎地 和人正面冲突 你还小打不过 小宝很认真的听着 然后点头 嗯嗯 小宝都记住了 南宫十渊 将人亲自交给 谢皇贵妃后才离开 谢娘娘 小宝要麻烦你了哦 谢清染看着小家伙 嘴角上扬 纤细的手指 轻轻捏了下他小鼻子 这么乖呀 别紧张 宴会上你只需要 吃吃喝喝玩就行 如果有玩得来的小朋友 就带着他们 去自己喜欢的地方逛逛 玩不来的也别勉强 小宝点点头 牵着他的手 跟着去往宴会 只有女子的宴会 小宝一眼望去 全是穿得 漂漂亮亮的 阿姨小姐姐 参见皇贵妃娘娘 朝雪公主殿下 小宝看 漂亮小姐姐们 差点没看路 撞到皇贵妃娘娘身上 他仰着小脸 露出灿烂好看的笑容 各位都起来吧 小宝被安嬷嬷抱着 坐到了 挨着皇贵妃旁边的椅子上 努力挺折小背 一双乌溜溜的毛子 盯着下面的人 满是好奇 他在看这些 京城贵妇贵女的同时 下面的一干女子 也在不动声色地看她 有人觉得她十分惹人喜爱 像是小仙童一般 小小年纪 就长得这般出色 也怪不得陛下 会宠爱这个女儿 当然也有对她怀有恶意的 觉得她能长这样 她娘肯定也是个 长得妖里妖气的狐妹子 不然一个乡下丫头 能把皇帝迷得团团转 没错 自从小宝越来越受宠之后 有想得多的 就猜想陛下真正爱的 是不是这位小公主的娘亲 对九公主的宠爱 不过是爱乌及乌吧 甚至有更离谱的人 还猜测陛下 天度红颜九公主的娘亲 早早死了 没那个福气 享受这般荣华富贵 而且他们这些贵妇的圈子里 私底下还流传了 好几个皇帝和九公主 那乡下生母的爱情故事版本呢 当然 这些皇帝本人和小宝 肯定是不知道的 宴会开始 其实就是这些夫人小姐们 各自聊天 但他们说话可就厉害了 要嘲讽或者借机才某人说的 那都是七拐八拐的 没有点道行的 还真听不懂他们话里的意思 小宝听得眼睛都成闻相眼了 啥也没明白 行吧 那他就吃东西吧 刚把腮帮子称圆溜了 忽然就被点名了 说起来 咱们家里的孩子三岁的时候 才开始接触琴棋书画呢 昭雪公主就能做出 让粮食增产培育到谷两种了 果然还是咱们的孩子 眼界小了些 被困在深归中学 那等没用的东西 公主见识广 倒不如和咱们等说说 让粮食增产和培育两种 都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话一出来 整个宴会上都安静了下来 歇皇贵妃 他这话看似处处都在贬低 自己家里的孩子 但话里的意思 谁还听不出来啊 无非就是在嘲讽九公主 被接回宫里以前 是乡下泥腿子 不会琴棋书画 就会做那些 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来讨好皇帝 嗯 塞帮子还圆功滚得 小宝歪头疑惑的 看着说话的那人 黄贵妃眉眼稍冷的 和小宝道说来 昭雪公主还不认识太长公主 也怪陛下和本宫疏忽了 太长公主许久没来皇宫 倒是线下才好好认认吧 小宝来 小宝乖乖过去 被他牵着手 嘴角带着笑意 有所指刚才说话的那位 便是你黄爷爷的妹妹 你该喊一声姑奶奶的 不过以后估计见得少 你还小记不住也没关系 有陛下提醒着呢 小宝乖乖的嗡了一声 神奇的发现 那个姑奶奶的脸都红了 当然 太长公主的脸 完全是给漆红的 谢皇贵妃介绍的时候 没有说是皇帝的姑母 而是先皇的妹妹 这就直接和现代的皇帝 拉开关系了 再着重提了几次 许久没来皇宫 这不明理按理告诉大家 她和皇帝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亲厚 这些话对太长公主来说 简直就是 在她的心窝子上插刀子 老疼了 她最在乎的就是自己 身为公主的颜面 以及和皇室关系的亲密程度 同为公主 先帝在的时候 她作为先帝的亲妹妹 还是很受宠的 但那些宠爱 却远不及现在 小宝得到的千分之一 而且 若不是她为出嫁前 因为经营自己的名声 顺水推舟 帮过南宫石渊 那小子两次 恐怕李家连同她也没了 本来她还算沉得住气的 因为有二皇子在 就算现自己的女儿 和二皇子母子 两个闹了矛盾 但血缘关系在 她不相信二皇子 真的不管李家了 但得到九公主 被封为昭雪公主的时候 这位一直稳坐 李家的太长公主失控了 心态不平衡了 都是公主过来的 为什么她就能这么好命呢 太长公主难得的尝到了 什么叫做嫉妒 哪怕对方只是一个 三岁的小孩 所以今天她就没忍住 刺了她一下 但是谁能想到 谢清染那小贱人 竟然这么护着那小崽子 直接把她的脸皮 当众接下来往地上踩 看太长公主 都气得翻白眼了 谢清染故作担忧 姑母您怎么了 这是 快去叫太医来 您可是陛下的长辈 千万不能出事 要不然臣妾不好 和陛下交代啊 就是这长辈 水分有多少 就不知道了 不 不用 太长公主脸上 笑容勉强老毛病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李南珠眼神恨恨地瞪着他们 都是他们祖母 才被气着了 谢清染嘴角冷笑 您宣平后府的姑娘 眼睛这么红 本宫看 还是叫太医来看看吧 不 用 这两个字 几乎是从太长公主 牙齿缝里挤出来的 她紧紧握着李南珠的手呵斥 还不快去做好 李南珠被祖母 严厉的眼神吓着了 委屈地退了回去 太长公主也闭目养神 不再搞什么幺蛾子了 全程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交锋的小宝 小脸茫然 谢清染笑着摸摸 她肉嘟嘟的小脸 和我们坐在一起 也没什么意思 小宝 你带那些小姐 去梁亭那边 去看荷花喂鱼吧 吏不上书的夫人应和可不是 咱们这些大人聊的话题 小孩子听不懂吴聊着呢 还是你们同龄人 多多相处着玩 明月你也去吧 你要大些 多看顾着公主 是 祖母 所有人都默契地转移了话题 不过这一场 倒是让大家都知道了 这位平时比较低调的黄贵妃 也不是好惹的 但是有些夫人的眼神 就有点微妙了 这替别的女人照顾女儿 还照顾得这么周到 瞧瞧刚才对太长公主的样子 真是没留半分余力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昭雪公主 是她的亲生女儿呢 皇宫的每一处风景 都是被精心设计的 碧波如玉的湖水中 摇曳着令人心醉的莲花 层层叠叠的花瓣 或舒展或包裹成水滴形状的花苞 蜻蜓展翅落到花间上 这样的天气 除了湖里的荷花 里面价值不菲的锦里 也是一大亮点 漂亮精致的湖心小柱中 穿着鲜艳漂亮的少女们 端庄优雅地坐在一起 面前的小桌子上 放着各种漂亮好吃的小点心 小宝作为东道主 当然也是在这些 漂亮小姐姐当中的了 她旁边坐着的 是一个比自己大五岁的小姑娘 长着一张讨喜的鹅蛋圆脸 眼神明亮 她叫秋元 正是吏部尚书 秋明亮家的小孙女 小姑娘听了自己祖母 自己身为大姐姐 要好好照顾好小公主 所以此刻就坐到她身边了 而且秋元很喜欢小宝 她长得真的太可爱 太漂亮了呀 公主 这里的小零食都好好吃啊 秋元是个喜欢吃的 所以比起同龄人都要胖一些 但也因此 除了特别玩得好的 其他小朋友 都在明里暗里嘲笑她 吃得多长得胖 与她真心相交的朋友也少 但秋元自己不在乎 比起和那些碎嘴的人交朋友 还不如多吃一只烧鸡呢 是吧 我也觉得特别好吃 秋姐姐你尝尝这个 是奶糕做得松松软软可香甜了 小宝还会做奶茶 等哪天我做给你吃呀 嗯嗯 好啊好啊 秋元嘴里塞着东西连忙点头 也拿起一块小奶糕喂给小宝吃 两个小吃货凑到一起 话题可多了 但都是吃的 旁边的贵女们有些好笑地听着 只觉得两个小孩好玩 有的羡慕地看着 他们也想吃 但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 多吃一点回去都要被教养摩摩责怪 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并不能如两个小孩这般 肆无忌惮地吃东西 但是看着他们吃得真的好香啊 呜呜还是一开视线眼不见为净吧 但有的眼里却露出不屑鄙夷 其中以李男猪优胜 吃这么多 当心胖成猪 但这话他也只敢在心里想想 现在李男猪在小宝面前 是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嚣张了 毕竟他的表哥 都是站在这个小贱人身边的 还是皇宫里的景致好 快看那边开的是病地莲吧 有锦里跳起来吃莲花了 哈哈那只锦里好胖啊 都是一群少女 就算因为生长的环境 心思多了些 但除了那些野心很大的 到底都是贪玩的年纪 凑在一起三三两两的目光 很快就被这里的风景吸引了注意力 小宝塞帮子圆滚滚地扯了下 身边一人的衣服 这正是谢家的姑娘 谢皇贵妃的侄女 也是谢皇贵妃安排来照顾 带着小宝认识在场其他贵女的 蓝叔姐姐 你们要不要鱼食呀 可以喂鱼的 这些胖鱼可贪吃了 小宝每次来的时候 都会带不少鱼食来 往水里一洒 围过来一堆胖鱼鱼呢 小孩声音软呼 懦懦的 听得人心软 谢兰叔没忍住 轻轻捏了下小姑娘 肉嘟嘟的脸蛋 那就麻烦小公主了 小宝白白手不麻烦不麻烦 都是春喜他们去拿鱼食的 其他贵女听到小宝说的 喂鱼也蠢蠢欲动 公主经常到这里来喂鱼吗 他们不怕人的呀 小宝摇头不怕 他们笨笨的 有吃的就往手里钻 你还用手喂过呀 小宝指着岸边 移出地方那边要矮一些 小宝都在那边喂的 几个年纪小的 都跃跃欲试的样子 谢兰叔不得不出声 那边地方太小了 可容不下咱们这么多人 而且站在湖边危险 咱们呀 还是就在这里喂着看鱼吧 听到他这么说 那几个人才消停了下来 等春喜他们把鱼食拿来的时候 几位贵女一人抓一把 在手里撒下 不过几秒的时间 颜色漂亮 被喂的胖胖的锦里 就争先恐后地游了过来 来了来了 好多 真的都好胖啊 皇宫里的鱼 和咱们家的都不一样 一看伙食就很好 公主这鱼食是用什么做的 我家也养着鱼 看他们这么喜欢吃 也想回去做一些 出来喂给家里的鱼儿吃呢 他们都被家里人交代过 到宫里来 就算不能讨好公主 也绝对不能惹到她 所以他们都尽量找话题 想和公主多说说话 一群马屁精 李南珠暗暗翻了个白眼 跺跌脚咬牙走开 现在 这男公锦西风头正盛 祖母多番叮嘱她 不能任性要避其锋芒 但看着那小贱人 重心捧月的样子 她只觉得难受极了 以前这样的待遇 明明是自己的 这一转身 她就看见了 另一个让自己 恨得牙痒痒的人 几青青 这带着恨意的尖锐声音 吓得小宝一哆嗦 嘴里塞的米糕 都差点没掉水里去 其他人也被这声音 吸引了注意力 谢兰叔脸都垮了下来 这李男珠怎么走到哪里 都要搞妖蛾子 几青青你竟然还有脸来 李男珠双目喷火地 看着湖岸上的明艳少女 少女穿着一身湖蓝色裙子 身上戴着的首饰很少 只发现戴着梅花不摇 看见对面的李男珠 少女也是很灵性地 翻了个不雅的白眼 粉唇一张 却是半点不客气地对了回去 乔里小姐这话说的 这又不是你家的 我凭什么就不能来了 你家我还不稀罕去呢 李男珠咬牙 这个贱人 季家都是一群不识好歹的 他这样的身份 吉云安竟然还不娶他 还有几怀和几青青这两个贱人 一个在外面打他们李家的人 还散播谣言 几青青也在圈子里坏他名声 拜他们所赐 自己的婚事现在更不好找了 是个清白的贵族家庭 都不想娶一个性格跋扈 还名声败坏的女人到家里去 你们季家把我害成这个样 现在满意了 本小姐告诉你 几青青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几青青冷笑笑话 那不是你自找的 好歹也是一侯府小姐 得多自亲自见 才上赶着 要拆散一对有情人 想要嫁给我哥 怎么你做的 还不允许我们说了 两人一见面就开始吵了起来 其他人顿时开始看戏 这几家和宣平侯府的八卦 虽然过去有一段时间了 但每次只要有什么聚会 这两家人碰到一起 必定会发生点什么 大家也乐此不疲地讨论八卦 这时候 谢兰叔也尽职尽责地 给小宝介绍了几青青的身份 兵部左侍郎家的小女几青青 她有两个哥哥 之所以吵架 是因为之前 我知道我知道 小宝积极举手 小宝和七王叔和师父 一起听八卦的 谢兰叔 那这李南珠海 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哎呀 几青青你这贱人 我杀了你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李南珠说不过 对方好似 受了什么刺激一般 直接就朝着几青青扑了过去 所有人都惊呼震惊了起来 嘴上说说可以 但是打起来 那可就坏事了 这可是在皇宫啊 快 拦住他们 众人都上前 想要将互相薅头发的 两人拉开 一时间场面乱作一团 而且打着打着 两个人都落湖里去了 救 救命 两人都不会游泳在水里扑腾 惊呼声中 现场更乱了 快叫 小宝刚想说快叫人 身后突然传来一股 强大的推力 在一片更大的惊呼声中 他掉入了湖水中 公主 公主快来救人啊 公主掉水里去了 跟在小宝身边的秋原 直接吓哭了 扯着小嗓门大喊 谢兰叔听到这喊叫声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脸刷了一下就白了 快 快去救公主 秋原趴在栏杆上 哭得眼睛都红了 公主掉下去了 从这里掉下去的快就他 所有人此刻都被吓傻了 不明白怎么就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 人呢 大家围在一起往水里看 汇水的人跳下去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人 一个个的脸色惨白惨白的 这位小公主 要是真出了点什么事情 那皇上恐怕是要杀人的 就在大家感到一阵 绝望恐慌的时候 不远处的锦里 忽然汇聚到一起 非常有序地转圈圈 然后一个毛茸茸 势答答的小脑袋 自己从锦里群的中间 钻了出来 你们在干什么呀 看到岸边围在一起的人 小宝两只手一起推开 使劲往自己身上凑的锦里 脑袋懦生生地询问 像是不解 站在岸边的 以及飘在水里的人 都傻眼了 听到消息 连忙往这边赶来的 一群大人也傻了 哇 秋元哭得好惨 他还以为小伙伴没了 吓死他了 小宝 谢皇贵妃看见水中的小宝 眼睛一翻 差点没晕过去 好在被身边的宫女 搀扶住了 有人跑去 告诉他们 小公主落水的时候 天知道她的心有多慌 真怕她会遭遇到什么不测 小宝 快 快回来 不不不你别乱动 你们快去把小公主就回来呀 要不是看那小家伙 现在没事 谢清然恨不得 自己跳水里去 将人捞出来了 不用 小宝自己会游泳 然而没等她自己游泳 水里的胖鱼们 都汇聚到了她的身下 跟一片漂亮的地毯一般 将人给顶起来 浮在水面 欢快地摇着尾巴 拖着人往岸边去了 小宝睁大了眼睛 哎 小宝不中的呀 在水的浮力下 的确不中 而且还有这么多鱼呢 看那规模 怕不是整片湖水的鱼都来了 即使才受到相当大的惊喜 大家也被这神奇的一幕惊呆了 景里向来就代表了福运 祝福等美好的愿望 此时直接坐在景里群中 被拖着游过来的小公主身上 虽然湿搭搭的 但依旧粉雕欲灼 在这样的情况下 更像是仙童下凡了 小公主不会真的是仙童转世吧 我的老天爷呀 在本就迷信的古代 一点异象都能和老天爷挂钩 小宝这掉入水中 又被景里拖着送回来的场面 无疑给了他们很大的震撼 阿弥陀佛 咱们的小公主真的是神仙转世啊 小宝被搀扶着上岸 所有人都用格外炙热的眼神看着她 至于为什么不会觉得 她是妖魔鬼怪之类的 一是因为她是皇帝的女儿 真龙天子的女儿 怎么可能是妖魔 二一个就是 那可是锦里呀 代表福运的锦里 还是那么多 小宝身上都打湿了 谢清染连忙让人抱着去换衣服 人安全没事了 她一双美目冷锐地 看着在场所有人 小公主是怎么掉湖水里去的 她不相信这是意外 这件事当然要查清楚 但当时大家的目光 都被李南珠和锦青青那边的混乱吸引了过去 所以一时间还真没人能说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事情闹得太大 南宫石渊当然也被惊动了 听到消息的时候 她甚至直接将手里的鼻给折断了 她二话不说 直接起身 脚步匆匆地就往那边赶了过去 当时在场的几位大臣 看着她那黑尘如铁的脸色 以及浑身压抑不住的杀意 心里顿时咯噔一声 感觉不妙 因为他们的家眷也在其中 完了完了 总有一种乌云照顶的感觉 匆匆小跑着 跟在皇上身后 他们还不断地擦着额头的冷汗 并且在心里祈祷着 这事千万别和自家人有什么关系啊 南宫石渊到场的时候 谢清燃已经将所有人都控制起来了 小宝呢 俊美的男人此刻宛若杀神 吓得在场的所有人脸色白如宝纸 匆匆低下头 根本不敢看她一眼 臣妾参见 小宝呢 她沉声打断 乌黑的眸子深沉不见底 连谢清燃都只看了一眼 就不敢再看 陛下放心 小公主她没事 谢清燃话音刚落下 小宝软糯糯的声音就从后面传来 跌跌 换了一身衣服 披散着湿润头发的小宝 飞快地倒腾着小短腿 跑过来抱住了自家跌跌的大长腿 那一瞬间 众人明显感受到 压迫在自己头顶的厚重乌云 像是散开了一般 南宫石渊 在听到那一声熟悉的跌跌时 感觉身体内被冻住的血液 瞬间都注入了暖流 她弯腰 动作丝毫没有凝滞地 将挂在身上的小软糊糊小奶团抱起来 仔细看去 却发现她的手指都带着微微的颤抖 抿着的脖唇也有些苍白 在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 南宫石渊只觉得脑袋像是被炸开了一般 一路匆匆走来 内心的力气都控制不住 那一刻 在战场上被千军万马包围时 心跳都没多一下的南宫石渊 再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害怕 第一次是母后和外公家出事时 她一度以为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爹爹小宝没事 爹爹不怕 被她紧紧抱着的小宝刚开始还有些难受 但是发现爹爹在轻微发抖的时候 小家伙立马就抱着她的脖子 轻腻地在她脖子上蹭蹭 并且软糯糯地安慰她 嗯 南宫石渊抱着怀里软糊糊的奶团子 内心的力气终于平复了下来 周围见证了在这一幕的人 心里不能平静 以前各种传言 虽然多多少少知道 他们的这位帝王对小公主的态度是不同的 但是今天亲眼见了 还是和听说的不一样 但随即心里就有些发紧 因为今天这事他们都在震怒中的帝王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更何况这还是一位在战场上杀人如麻 甚至还敢是复杀兄的帝王 这其中 季家和轩平侯府是最害怕的 因为说到底 这也是因为他们两家的姑娘惹出来的事情 南宫石渊抱着小宝面色 沉冷地坐在守卫 下面跪了一片人 各个心里发紧 沉默中的安静是最令人窒息的 明明那么多人都在 但此刻却安静到 哪怕一根针掉落到地上都能听到的程度 终于 帝王发话了说说吧 都是怎么回事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但谁都能感受到这平静之下的危险 陛下 臣妻来说吧 谢清燃在他来之前 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整理清楚了 因此也不偏不倚地 将他所知道的整件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听完后 南宫石渊眼眸深沉那公主是怎么掉入水中的 这个谢清燃就不知道了 按照大家所说的 当时都注意几青青和李南珠了 小公主很可能是没站稳滑进去的 小宝扯了扯他的袖子 自己回答 爹爹 小宝不是滑进去的 有人推我 他可委屈了 好好地站在那里 还想要去叫人救他们呢 背后突然就被大力推进了湖里 因为当时是背对着的 所以小宝也没看清楚 推他制人的样子 但是他看到一片衣角了 是个穿着浅粉色宫女服的人 虽然只是一片衣角 但是宫里宫女的衣服是统一的 所以小宝认出来了 南宫石渊冷冷到真是好大的胆子 其他人也没想到 本以为小公主是在混乱中 自己不小心滑入湖中的 竟然是被推进去的 老天爷这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 竟然在皇宫里 还是为公主准备的宴会上 做出这样的事情 把当时在场的所有宫女都找来 南宫石渊的人 效率还是很高的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所有宫女都到齐了 他们低着头 一个个脸色惨白 看起来被吓得不轻 那一个人就牵连了不少人 但宫女太多了 而且小宝还没看见人的正脸 所以这着实不好找 审问吧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的时间 才能问出来 就在南宫石渊 打算让所有人都还原 当时场景的位置时 一道声音出现 打破了沉寂 我 我知道当时站在公主身边的几个宫女 出乎所有人的意外 出生的竟然是一个小胖妞 也是小宝今天 最弹得来的吃货小朋友 秋元 秋尚书一看 是自己孙女站出来了 白眼一翻 差点没晕过去 这小屁孩 本来没他们什么事情的 现在皇上正在愤怒中 万一要是说错话 被罚了怎么办 秋夫人也被自己的孙女给吓找了 被这么多人看着 秋元当然也是有些害怕的 特别是抱着公主的那个人 好凶哦 但是 她是公主的朋友 公主也是 唯一一个 一点都不嫌弃的她胖 还说她长得可爱的人 她一定要为公主找到害她的凶手 小宝亮晶晶的眸子 和秋元亮晶晶的坚定小眼神对上 秋元 放心吧 我帮你 小宝 感动点JPG 南宫十渊招手上来 秋元对着小宝笑了笑 屁颠屁颠的就上去了 话说小宝的爹爹 真的好好看哦 秋尚书瞪了自家孙女一眼 出生牛独不怕虎 究竟是谁把他家闺女 教得这么虎了八级的 圆圆 小宝张开小胳膊 拉住了秋元的一只小手手 秋元给皇上请安 小姑娘声音脆声声的 也被家里教得很有礼貌 知道面前的人是让她祖父都害怕的 见面要请安 南宫十渊点头 你记得当时站在小宝身边的人 秋元点头记得的 我记性好 那你认一下这里面的人都抬起头来 秋元点头 睁着一双大眼睛 认真地挨个看了一遍 那些但凡被她视线扫到的心里都一紧 脸看起来更白了 她 她 还有她 秋元指了三个人 而被她指导的人也瞬间身体贪卵在地 皇上 皇上不是奴婢 真的不是奴婢推的小公主 他们恐慌的争辩 奈何皇帝冷心冷情 没有丝毫动容 当时是不是你们站在公主身边 三人惶惶不安 在南宫十渊的逼问下最终点头 也证明了秋元没有指错人 但究竟是谁推的 当时太乱了 谁都没注意到 不过范围小了 审讯的工作也变小了 这就要快些 最后南宫十渊叫人带下去审问 过程可能有点泄心 就不让小宝看了 但一个宫女 肯定是没那胆子去害公主的 所以她背后肯定还有其他人 去查查那三个宫女都是哪个宫的 或者与谁有什么联系 是 南宫十渊 将所有事情都安排下去之后 现场又安静了下来 在这样压抑恐慌的气氛中 简直度秒如年 所有人都不敢说一句话 并且在心里骂娘 好端端的一个宴会 为什么非要有人整那些幺蛾子呢 这个时候 他们谁也不敢提离开的事情 皇上 审问出来了 一炷香的时间过后 林正清带着血气回来 一众女眷都松了口气 反正他们问心无愧 就算是问出来了 也不关他们的事 只希望皇上不要迁怒就好 特别是纪家的人 纪夫人已经暗暗 瞪了自家女儿好几次了 这次要不是他们在宫里闹事 也不会让人觉得 有可乘之机对公主下手 将人带上来 说完 她顿了顿看向怀里的小宝 谢皇贵妃 先带昭雪公主下去吧 我不要 小宝抱着她的胳膊拒绝小宝不走 小宝和爹爹一起 南宫石渊被审讯的宫女很恐怖 你不害怕 小宝养着小脖子 小宝是爹爹的女儿 不怕 瞧这漂亮小话说的 大家都忍不住看了过去 这马屁拍得好啊 南宫石渊现在心情不错 摸了摸女儿的小脑袋挂心想 不愧是她南宫石渊的种 然后一挥手 就让人将那宫女带上来了 被皇帝的人审讯 即使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那宫女现在的状态 也好不到哪里去 浑身是血 脸色惨白如鬼 凌乱的头发 已经完全被打湿了 整个人看着精神状态 也有些不对 在场的女眷们被吓到了 不少年轻没见过这种湿面的 更是差点被吓晕过去 小宝虽然说了不害怕 但是看到那宫女的惨状 抓着爹爹衣服的手指也更紧了 抿着小嘴靠在爹爹怀里 一只熟悉的手掌 放到她眼前捂着她的眼睛 跌跌跌沉又带着安抚的声音传来 别怕 小宝乖乖点头 说说吧 为什么推小公主 是谁指派你的 那宫女跪在地上浑身发抖 是 是宣平侯府的李南珠李小姐 她的话音落下 宣平侯府的太长公主 第一个站了起来 铁青着老脸看向那宫女 你这贱臂在胡言乱语什么 李南珠也猛了 随即发了风似的冲上来 对着那宫女拳打脚踢 你这贱人胡说 我没有 皇上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让她推公主 而且这个人 我都不认识她 李南珠双目冲血一般 怨恨地看着那宫女 她很想将那不要脸的贱人打死 但很快 她就被两个宫女拖开了 放肆 南宫石渊重重的一声呵斥 李南珠顿时被吓得白着脸跪了下去 真的不是我 我没有让人推公主 南宫石渊将她的反应看在眼里 看着不像是装的 而且李南珠那没脑子的 也装不出来 如果真的是她 此刻就是心虚了 南宫石渊危险地看着那宫女敢糊弄阵 宫女瑟瑟发抖地摇头 奴婢不敢 李 李小姐身边的大丫鬟 是奴婢的妹妹 我们一直有联系 五天前 奴婢妹妹就传消息给奴婢 让 让奴婢找机会害 害小公主 来人 传宣平侯府大小节的丫鬟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在听到那宫女话的时候 李南珠就陷入了不可思议中 自己身边的大丫鬟 和宫女人有联系她 竟然不知道 此时 人老成精的太长公主 心里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今天这事 怕是没那么简单了 姨贵妃呢 南宫石渊声音平静 却让太长公主的心脏 剧烈跳动了起来 谢卿染到姨贵妃说 她近日身子不舒服 就没来 去把人叫来 皇上 此事 太长公主强自镇定 走出来想说他们是冤枉的 但南宫石渊 却直接抬手打断了她要说的话 姑母 此事到底如何 镇字有决断 太长公主清晰地看到 皇帝那双深邃如古井的眼里 看不到丝毫 她对自己这个姑母的血脉亲情 太长公主闭上眼睛 心泪又恐慌地重新坐了下来 李南珠却是跑到她身边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冤 这件事真的不是她做的呀 太长公主手掌死死地 握着椅子扶手 自己的孙女是什么德行 她当然清楚 嚣张跋扈目中无人 但也没那胆子 在这样的场合去害公主 所以 这件事只有可能是她女儿 也就是现在的姨贵妃做的 但是 太长公主此刻在权衡 牺牲孙女和牺牲女儿 虽然不愿意 但是她得做出一个选择 很快 姨贵妃娘娘到了 她依旧是那样美丽动人 但脸上的疲惫 却是连白粉都遮掩不住的 臣妾参见陛下 南宫石渊随手指了个位置 先坐着看吧 等轩平侯府的那丫鬟被带来之后 审讯也开始了 李南珠双目赤红地看着那个跟在自己身边好几年的大丫鬟 婢女红琴 宫女碧兰指认你 指使她害公主 可有此事 问话的是林正清 红琴身子发软 看着旁边被折磨得如此惨的碧兰 就更害怕了 是 是 谁指使你的 如实说来 红琴战战兢兢地看了李南珠一眼 指这一眼 在有心人眼里 就觉得是真是李南珠指使的了 李南珠却像是发疯了一般贱臂 我什么时候指使你去伤害过公主了 你这个贱人 此时的李南珠 已经完全没了宣平侯府小姐的骄傲 犹如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一般 恨不得能吃了那两个诬陷她的贱人 是 是李小姐 红琴死死地握着手指 声音哆嗦地道之前在给小公主准备的宫宴上 小姐曾经和几位小姐嘲笑公主胖 是小地方找回来的上部的台面 但不巧被公主和她身边的宫女听到了 几位皇子都是护着公主的 连二皇子也是 小姐被落了脸面 还因为她被二皇子打了脸 所以一直对公主怀恨在心 几次念叨着要让得罪她的公主不得好死 还说 还说 林郑青说 红琴还说她 就算公主又如何 不知道是哪里随便找来的野种 迟早 迟早要被皇上发现 身份处死的 贱人 我没有 我没有说过这些话 李南珠毫无形象地嘶吼 但这次和之前不同 她心虚了 南宫石渊的脸黑沉下来 啪 正在这时 太长公主忽然站起来 对着自己的孙女 就抽了一巴掌 她眼里满是失望和痛心 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是公主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害她的事情来 她这话是完全将小宝的事情 按在李南珠身上了 李南珠捂着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祖母 祖母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呀 怎么连你也不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做 你闭嘴 到现在还不承认 你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 是想害死我们整个宣平侯府吗 她这话其实在暗示 如果李南珠够聪明 并且顾全大局的话 就要将整件事情背下来 即便不是她做的 但李南珠是个没脑子 并且做事容易冲动的人 她不仅没认 还将目光落到了一贵妃身上 姑姑 姑姑你救救我 你快和皇上说 这不是我做的 这个时候连祖母都不相信她了 李南珠只能将求救的目光 落到一贵妃身上 她的姑姑是贵妃 肯定能帮她的 李湘怡白着脸珠 这真的不是你做的吗 李南珠摇头 都是这两个贱臂在冤枉我 我从来没说过要害公主 李湘怡握紧双手 目光复杂中 又带着愧疚 看着李南珠 可是 红琴是你的人啊 她预言又止地看着陛下 好似想要求情 但是又不敢 她的确没那胆子求情 你也不相信我 姑姑你说过 我是你最喜欢的侄女啊 李南珠生死力竭 此刻的她无助极了 看起来可怜且可悲 奴婢是李小姐的人 我一个奴才和公主 又没什么恩怨 除非主子的命令 我不敢违抗 否则我怎么会做 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 如今红琴有错 愿意以死谢罪 说完红琴 歉意地看了小宝一眼 眼里带着决绝 猛然往不远处的 假山石上撞去 但被眼疾手快的侍卫拦住了 不过也撞晕了过去 南宫石渊 黑着脸冷声呵斥 拉住她 她指着的 却是红琴的妹妹碧兰 但碧兰也是个狠的 看见姐姐没撞死 竟然直接咬舌自尽了 这样血腥的一幕 却是看得在场的人 都恐慌尖叫了起来 来参加这宴会的 都是后院的女人 她们虽然知道 不少后宅阴司 但是却没直面过 这么血腥的一幕 特别是一些年纪小的小姐们 此次回去 恐怕得做噩梦了 那些夫人连忙抱住 自己女儿 遮挡住她们的视线 不让看 南宫石渊 面色沉冷 倒是死得快 她阴冷的目光 落到太长公主 和姨贵妃身上 两人都低着头 不敢看她的眼神 来人 将宣平侯府 大小节关押起来 姨贵妃毕宫思过 没有真的允许 不准踏出永安宫半步 皇上 姨贵妃本来在为自己 之所犯的错垂类的 但此刻听到她的话 猛地抬头 皇上 此事纵然是我宣平侯府 没教育好孙女 是我们的错 但与娘娘无关啊皇上 太长公主神情悲戚 那白发苍苍苦苦哀求的样子 的确令人不忍 但这也要看所求的对象是谁 南宫石渊 从来都不是能被人 用各种理由裹挟的人 只冷冷地看了 太长公主一眼 南宫石渊 并不理会太长公主 和姨贵妃的苦苦哀求 只带着小宝起身离开 谢清染看了李湘怡 一眼后跟在她身边 娘娘请吧 扶海善后 得看着人去她的宫里 则这人啊 手伸得太长了 可不好 李湘怡心如死灰的同时 也忐忑不已 皇上是不是猜出什么了 他是不是知道了 但就算他再怎么纠结忐忑 被带回永安宫之后 身边的人都被换了 就连他的嬷嬷 也换成了不认识的 他再也谈听不到 外面的任何一点消息 只能在自我怀疑和不安中 饱受折磨 事情当然不可能就这么完了 虽然碧蓝死了 但还有一个红琴 要继续审问下去 后续的事情 小宝就不知道了 他回到勤政殿之后 正和爹爹讲自己落水的事情呢 南宫石渊你会游泳 他看着小家伙 这小小的 还没自己腿长的小身板 实在想象不出来 这小胳膊小短腿的 是怎么在水里游泳的 小宝可神气的 扬了扬下巴士呀 爹爹你别小看小宝 他当时落入水中 没有辨认方向 直接就憋气扑通着 小胳膊小短腿 在水里游了起来 在水里的时候 岸上发生的一切 他都没听到 也没看见 跟着几条金里游着走 然后憋不住气了 才冒出来的 南宫石渊 捏了捏小家伙的脸 同时也安安庆幸着 还好 还好他会游泳 虽然他的小宝没事 但是伤害他的人 他南宫石渊 一个都不会放过 以前他不信神佛 但现在 就算为了小宝 他也愿意去相信 如果真的有地狱中 那就让他一个人下去 宣平侯府 南宫石渊 眼里闪过冷芒 这大厦可不缺 这一个侯府 爹爹 那另外两个宫女 怎么样了呀 小宝眼巴巴地看着他 南宫石渊 让太医去看了 他自己背负的生命太多 却不想小宝背负 任何一条无辜的生命 与此同时 宣平侯府也并不太平 出了这样的事情 不仅他们自己 无头苍蝇似的 没了办法 朝廷上所有人 都对宣平侯府 必如蛇蝎 谁能想到呢 这宣平侯府的大小姐 竟然有这个胆子 平时看着就挺嚣张跋扈的 但是也真没想到 他们宣平侯府 竟然连公主都不放在眼里 真是找死 可不是 这次还差点害了咱们 你说 这宣平侯府的人 到底怎么想的呀 瞧瞧那叫红琴的丫鬟说的话 那些话要不是李南珠经常念叨 他一个丫鬟怎么敢说 当然 此刻他们在讨论的同时 也忘记了 当初小宝出入皇宫的时候 他们也曾私底下看不起的 不过这种事情 没谁会那么没脑子 大大咧咧地说出来 也就李南珠那种真蠢的 当然 也有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的 谢国公府 老国公作为开国元老 已经七十几岁的他 早已退位 将国公府交给了自己的长子 他的二儿子继承了老国公的意志 去边疆战场拼搏 最终自己挣了个将军回来 而且 其女儿还成为了后宫掌权的些皇贵妃 距离后卫仅有一不知遥 整个皇城 谢家的权势也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谢家人拥有如此大的权势 他们本身却很低调 就算大皇子和七皇子 与他们有着血亲关系 他们也从不干涉皇权之势 此刻 皇宫发生的事情 当然也传入了他们二中 谢兰叔回来之后 也仔仔细细地 将所有事情都说了一遍 老国公摸了摸胡子 虽满头白发 却气势不减 这位也是从战场上杀过来的 一个宣平侯府小姐 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在皇宫 做出如此没脑子的蠢事 谢兰叔惊讶地 看着老人老祖的意思是 这件事不是李南珠所谓 李南珠冲动愚蠢 在宫宴上 将昭雪公主推入湖中这样的蠢事 看似是她的性格会做出来的 但你们也知道她的性格 既然是个蠢的 那她在被供出来时的表现是如何的 谢兰叔回忆了下道 不论表情还是反应 不似座位 那她能伪装出来吗 谢兰叔摇摇头 或许家里的男人 不清楚李南珠的性格表现 但他们这些女子 却是再清楚不过 如果李南珠真有那心机 也不至于名声那么差了 想通这些后 谢兰叔惊讶不已所以 这是不是李南珠做的 但幕后之人 有意在此事败露之后 让她顶替罪名 但是 但是太长公主也承认 说到后面她也停了下来 因为她意识到一个问题 难道太长公主那样 聪明的人会不知道自己孙女的性格 但是她当时说的话 却变相地承认了 当时没多想 但现在仔细想来 太长公主的态度明显有问题 老国公赞赏地看了自己曾孙女一眼 家里几个女孩 就这个孙女要端庄聪慧些 想明白了 谢兰叔点头到太长公主 在明知道将公主推下湖中 不可能是李南珠所谓的情况下 还将错就错推到她身上 说明太长公主在保护幕后之人 而能让她放弃自己的孙女保护之人 后宫那位 不必说得太清楚 在场的都是聪明人 自然知道她所说是谁 但正是因为知道才更惊讶 谢兰叔的父亲不可思议地道 那位娘娘疯了吗 昭雪公主只是一个公主而已 她的存在 根本威胁不到后宫的任何一位娘娘 我倒是听说一些消息 二皇子离开之前 和姨贵妃闹翻了脸 好像此事和昭雪公主有些关系 这是孙女倒是知道一些 谢家众人的目光 不由看了过去 谢兰叔道也是离开之前 姑姑叫我到她那里去与我说的 其实说起来 也与李南珠有些许关系 之前为公主的回宫准备的宴会 李南珠在宫内口无遮拦被听见 但她不仅不悔改 还继续侮辱公主 后被几位皇子教训 更是被二皇子打了脸 这是被姨贵妃娘娘知道了 惩罚了二皇子 还想让她去和李家道歉 最后的结果却是 二皇子转身就向皇上自请去边城了 二皇子自请去边城 姨贵妃知道这消息之后 还在宫里大闹了一番 最后被关禁闭了 这事宫里人基本都知道 谢皇贵妃 当然将所有事情都给弄清楚了的 听谢兰叔说完 老国公都无语了 真是 明明是一盘好奇 却被他折腾成这样子 也是自作孽 他到底怎么想的 要一个皇子给李家道歉 就没听说过这么离谱的事情 而且这件事的起因说起来 都是那李家太过自视甚高 连一国公主都不放在眼里 这样的子孙 除了败坏家族 给家里带来灾祸 还能干什么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以后我们谢家若是出了这种子孙 就别怪我不手下留情 在场的大人 纷纷心里都紧了紧 他们谢家虽然低调 但也不是没有玩裤子的 看来以后得看岩石点了 要不把人丢军营里去练练 和谢家一样 猜到那里的人很少 但也不是没有 不过他们都在观望 看陛下到底会怎么处置 宣平侯府 小宝一天下来也累了 早早地就上床休息 南宫石渊等人睡熟后 亲自去了趟大理寺 大理寺把控严厉 且大理寺卿还是皇上进城 就算宣平侯府想朝红琴下手 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进去不久后又出来了 只是手指上和脸上 都多了鲜红的血迹 男人浑身血气 却一脸平静淡定 用下人端来的热水洗了手 却把他的家人找到带过来 是 等再次回到皇宫的时候 他洗了澡换了身衣服 才不紧不慢地往 自己寝宫而去 原本在床上的小宝 已经滚到地下了 小身体贪成大字 睡得四仰八叉的 寝衣还往上缩了一点 露出雪白的小肚皮 一点美女孩子的样子 南宫石渊面无表情地走过去 拎起小家伙放到床上 站在床边思索着 做个围栏的可能性 历代皇帝 恐怕从来没有如他这般 想要在龙床上加个围栏的 不然写到史书里 等南宫石渊躺下后 小宝自动凑近自己爹爹 白白胖胖的脚丫子 搭在他肚子上 小小的呼吸都软绵绵的 就是这么脆弱的小生命 宫里还有不安分地 想要害他 要不是 看在老二的面子上 现在李湘怡那女人 已经死了 等一切证据到齐了 那女人就去冷宫 度过自己的后半辈子吧 一夜过去 小宝第二天是被吵醒的 爹爹不在 但哥哥们都来了 也正因为几位皇子 都胆大包天地 翘翘过来找人了 春喜才不得不来 叫醒熟睡中的小宝 迷迷糊糊的小家伙 听到哥哥们都来了 睁着无辜又茫然的大眼睛 挠了挠自己被压出 一些睡痕的小脸蛋 哥哥 茫然了两三秒 哥哥 哥哥们来找他了 有那么点点清醒了 但不是很多 小宝打着哈欠 等了等小腿 张开小胳膊 软绵绵地撒娇 春喜给小宝穿衣服吧 搭拉着毛茸茸的小脑袋 衣服穿好了 洗脸漱口 等头发也梳好了 小宝看着铜镜里的自己 心情美美搭 小仙女真好看 又是臭美的一天 小宝神清气爽了 昂首挺胸 嘴里叼着个香喷喷的肉包 两只小胖手里也得拿一个 踩着铿锵有力的小步子 去找哥哥们了 刚到偏店门口 小家伙就被突然 从树上跳下来的人 给吓得一哆嗦 被嘴里没吃下去的包子 给噎得直翻白眼 五皇子人傻了妹妹 妹妹你怎么了 那嗓门大的跟嚎桑似的 小宝被噎得白眼翻得更大了 春喜水水水 快拿水来 小公主被噎着了 出师不力 在自家门口 被包子给噎着的小宝 好一阵才缓过来 被众多哥哥们 眼神关切地围着 小家伙坐在椅子上 抚摸胸口若鸡鸡地道 五哥哥 小宝的包子 被你吓着了 都给吓得卡喉咙了 难攻其尘 我就说五哥迟早惹事 小六背着手 小大人似的 板着一张脸 老到五哥你也不小了 是哥哥了 不能再像以前一样 老窜树上和屋顶上 还有那边小宝养的马蜂 也别老想着去掏 那么多马蜂折人很疼的 某人趁机告状 小宝乃兄乃兄地 瞪着自己五哥 五哥哥 说了多少遍了 不准打蜂窝的主意 南攻其林 我没 好吧我知道了 说着 他瞪了小七一眼 别看这家伙 平时看起来老是芭娇的 但心最黑 昨天怎么回事 宣平侯家的那个什么猪 欺负你了 不过不是对小宝的 而是对李南珠的 他们还是等所有事情 都完了之后才知道的 那时候已经很晚了 派人来打听小宝的消息时 这小家伙已经睡觉去了 所以他们只能今天一早来 但看小家伙精神还不错 他们就放心了 小宝拿着包子 奄奄地啃了一口 坏 推小宝到水里 小宝的几位哥哥 也是心有余悸 他们的妹妹还这么小 如果她不会游泳 那么深的湖水 恐怕就算就上去了 也得被呛得不轻 更是背下了生病 这个时代的医疗技术 本来就落后 人被惊吓后 很容易发烧 更不要说 还只是一个三岁的小孩 而且就算最后 没什么生命危险 恐怕也会落下病根 一想到这些可能 几人真恨不得 将那个猪给撕碎了 宣平侯府是吧 五皇子眼里闪过杀气 他打算找时间 向父皇请假出宫 去看外祖 还有表哥表弟们 晚上给宣平侯府的人 套个麻袋什么的 反正出不了这口 恶气他心里不舒服 光明正大找麻烦 还得端着皇子的架子 不能亲自动手 暗中动手就不同了 你不说我不说 套了麻袋 就是一顿胖揍 谁知道是他们揍的 五皇子将自己的主意 说出来后 好几双眼睛 顿时齐刷刷冒光地看着他 六皇子难攻其成 不愧是你五哥 这笋招太适合 宣平侯府的人了 小八苍蝇搓手 一脸期待五哥加我一个 我也要向父皇请假 小七比较严谨 我们得先了解 宣平侯府的人 一般都会经过什么地方 要先定制好计划 四皇子憨憨地挠头 那我也去 我打人疼 别 其他几位皇子一口同声 小八杂杂呼呼四哥 你那力气打人的确很疼 但一个不小心 把人打死了怎么办 小七严肃点头似的 虽然我们是皇子这 但教训人和打死人的性质 就不一样了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我们 五皇子可闭嘴吧 你整天叽叽歪歪 牢牢叨叨叨地 跟着小老头一样 显摆你学的知识比哥多啊 小七委屈脸那是事实 他和四哥五哥小八 这几个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家伙不一样 他是智慧型的 几人脑袋凑一起 开始商谈作战计划 我们先这样这样 小宝点脑袋 嗯嗯 然后再那样那样 小宝啃包子点脑袋 不错不错 再然后 小宝咽下包子 摸摸自己小肚皮点脑袋 很好很好 终于发现了 某个存在感 不是一般强烈的小家伙 几位哥哥的视线 同时看向他 五皇子推了下 他脑门大人说话 小孩子不要偷听 六皇子小宝乖乖在宫里 等哥哥们的好消息就行 小七板着一张小脸 一本正经地教训哥哥们 商讨的事情 不适合小孩子的成长 被哥哥们排挤的小朋友 一脸委屈 当事人小宝请求加入 不行 哥哥们拒绝 给人套麻戴下黑手这种事情 怎么适合软弱无害的小仙女呢 小宝我要去 小宝乖 女孩子不可以打架的 对对对 李家人都皮糙肉厚的 把你手打疼了怎么办 哥哥们替你教训他们就好 小宝越发可怜巴巴的 看着他们真的不可以 摸哥哥小宝不拖后腿 保证乖乖的 说着 他还举起四根手指头发誓 我发誓 哥哥们看着他那四根 胖嘟嘟的手指头 表情一言难尽 发誓不是这么发的 小宝我可以给你们忘疯呀 小宝有疯疯 见哥哥们还在犹豫纠结 小家伙干脆耍赖皮 往地上一坐 张着嘴巴就开始干好 表情可怜又委屈的样子 好吧好吧 别哭了别哭了 四皇子快头大 连忙将妹妹抱了起来摸摸头 妹妹不哭不哭 没真哭的小宝 趴在哥哥的肩膀上 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行吧 小宝就和咱们一起去 我们这么多人 难不成还照顾不了一个小宝啊 于是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但是怎么找借口 让父皇同意 放他们出宫呢 小宝举起小手手去看大哥哥 南宫齐修已经在附件中 他们作为兄弟 去看看病中的兄长这个借口 再合适不过 于是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还是得小宝去向父皇撒娇卖萌 让小宝去啊 万一被父皇发现了 会不会凶小宝 四皇子一脸纠结 五皇子斜了他一眼 要不然你 去向父皇撒娇 几双十线 看着四哥略显魁梧的身体 再想象一下猛男撒娇的场景 呦 他们自己都受不了 更不要说父皇了 可能得一脚将人给踢出去 小宝 自己倒是拍拍胸脯保证 我来我来 小宝来 等南宫十渊回来后 就看见自己的女儿 带着除了一二三以外的 五位皇子过来了 他微微挑眉 就端坐着看他们也不说话 就看他们想搞什么 爹爹 我们想大哥哥了 让我们去看大哥哥好不好呀 小宝熟练地 拉着南宫十渊的胳膊 一顿猛的撒娇 今天的声音格外软甜 笑容格外灿烂 眼睛眨呀眨 也是非常努力地 在利用自己的优势卖萌了 南宫十渊捏着他小鼻子才出事 就想往外跑 小宝想大哥哥了吗 南宫十渊哼笑一声 看着自己那几个儿子说实话 扑通一下 所有皇子都跪了 想 想去给宣平侯府的人 套麻袋揍他们一顿 他们怎么就不自觉地说出口了 QA听那一瞬间 不论是跪下的 还是没跪下的 都沉默了 几位皇子 一时和南宫十渊和小宝 大眼瞪小眼 过了一会儿 小宝才弱生生地道我 我要不要也去和哥哥们一样 跪下呀 南宫十渊捏了捏鼻梁 只留下一句 不要把人打死了 他的话音落下 兄弟几个眼神就齐刷刷的亮了 小宝也眼神亮 惊惊地欢呼了起来 南宫十渊 垂眸捏着他的小脸 你高兴什么 你不准去 晴天霹雳 小宝顿时垮下一张精致的小脸 眼神可悠悠地看着爹爹 我要去 不准 小宝吸了吸鼻子爹爹 你逼小宝的 说完就一回生二回熟的 一屁股坐下 这次还直接抱住了 南宫十渊的大长腿喉 呜呜 爹爹不喜欢小宝了 小宝好伤心好伤心 南宫十渊 井浩 哪学的 小宝爹爹 我乖乖地不给哥哥们添乱 小宝想一起出去玩吗 南宫十渊俯额 这小东西 就是仗着自己纵容他是吧 他是那种 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妥协的人 五分钟后 南宫十渊面无表情 看着某只脸上 带着灿烂笑颜 动蹦跳跳 跟着哥哥们一起离开的某只奶团子 福海小心翼翼地看了他一眼 陛下 您 南宫十渊派人暗中跟着他们 是 出宫后 小宝趴在马车窗户上 哥哥我想吃小馄饨 大包子 糖葫芦 还有糖炒栗子 挖那边 还有卖饼的 好香好香 小家伙一出来就完全就放飞自我了 一路上都在念叨吃的 六皇子南宫齐臣 相当豪气地一挥手买 然后下人就带着钱 带着沿街去买好吃的了 买好了 就往马车上送 小宝左手糖葫芦 右手板栗高 吃得腮帮子圆鼓鼓 哥哥们的头位 忽然 小家伙看到外面正在乞讨的小孩 看了看自己面前的东西 干脆地将大包子大馒头 打包起来不少 给外面的乞丐们吧 小朋友现在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不会饿肚子了 见着外面那些乞讨的 虽然不能帮助他们一辈子 但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 能帮一下试一下 就当是日行一善了 哥哥们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也发现了那些乞讨的人 冲奴才点点头 去吧 再去买几个馒头 馒头比较顶宝 小宝真乖 南宫骑臣摸摸他脑袋 小家伙养着小脸露出可甜的笑容 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 去找宣平侯府的人 而是争去了大皇子的晋王府 南宫骑修正在一个侍卫的搀扶下 慢慢站起来走路 复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才刚开始的时候 每走一步都感觉像是在刀尖上行走一般 虽然疼 但他也忍着 比起这样的疼痛 一辈子都站不起来 才更令人绝望 看到小宝他们的时候 南宫骑约已经疼得脸白 且前面的头发都被汗水打湿了 哥哥 大哥 大家都围了过去 看到他这样子担心得不行 南宫骑修吐出一口气 让人扶着他到轮椅上 你们怎么来了 他的声音依旧轻润 但带着虚弱和疲倦 南宫骑修视线落到小宝身上 招了招手过来我看看 昨天没被吓着吧 他当然也知道了 昨天皇宫内发生的事情 虽然也迫切地想要去看小宝 但自己的身体情况却不允许 小宝没事 哥哥不担心 小家伙可心疼地看着大哥哥 从自己的小兜兜里掏出一张手帕 举起小胳膊垫着脚尖给他擦汗 呼呼 小宝呼呼 呼呼就不疼了 小家伙声音软糯糯的 在给哥哥擦汗的同时 还不忘用自己的灵气 减轻大哥哥身上的痛苦和疲倦 被妹妹奶生奶气的安慰 暖到并且真感觉精神好不少 也不怎么疼了的南宫骑修 一脸茫然 怎么回事 是他的错觉 每次小宝靠近都感觉好多了 他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 但说的也是真的 其他人都没相信 唯有小宝自己知道 多给大哥个点灵气 让他早点好起来 南宫骑修坐下 和自己的弟弟妹妹聊天 然后就知道他们 这次出宫是为了什么了 他 你们小心些 纠结了几秒 南宫骑修最终还是留下了这么一句 其实若不是他性子沉稳 还双腿不变的话 倒也想亲自给妹妹出气 不过和少数人一样 南宫骑修并不相信 这件事是李南猪做的 晋王府的人给你们拿去用 五皇子笑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看起来可阳光灿烂 那就谢谢大哥了 我们还得先打听一下消息呢 他们出来揍人 当然也不是直接上门去揍的 得专门挑那些在外面惹事的 也算是替天行道了 几位皇子行动起来的时候 小宝本也打算 屁颠屁颠地跟上去 但下一秒就被大哥哥拎住了 你先别去 哥哥们只是去打探消息 你先陪肉肉和二哈玩 肉肉是小宝送他的那只狗狗 性子软软憨憨的 二哈则是二弟送给他的那只狼 名字也是小宝取的 虽然不知道这名字究竟是什么意思 二哈性子有些霸道 才到他这晋王府来 不久就将肉肉当做自己小弟了 除了让他这个主人和小宝摸 其他人一概不准 小脾气还挺凶 而且喜欢咬东西 一不注意 说不定晋王府某根椅子的腿 或者门就被啃得稀巴烂 好吧 哥哥你们记得来找我哟 知道了知道了 记着你呢 忘了谁也不能忘了我们妹妹啊 离开之前 几位哥哥都捏了捏小家伙 肉嘟嘟的脸蛋 然后才兴冲冲地离开了 兄弟几个第一次干这种事情 都有些兴奋 小宝等看不到哥哥们了 才和大哥哥一起去陪肉肉和二哈玩 此刻专门为两只狗子修建的院子里 二哈精神力十足地做捕猎的样子 朝着一只矮小的木马 就冲扑了上去 一边啃还一边嗷嗷嗷地叫 看起来可凶 肉肉跟在他屁股后面 汪汪叫 明明他的体型看起来还要大一些 但肉肉当小弟也当得心甘情愿 因为他打不过二哈 两只狗子一看到小宝 就什么也不顾地扑上来了 二哈也是 明明是只狼 尾巴却都快咬成狗了 肉肉甚至还摔了一脚 直接在地上圆润地滚了一圈 又猛圈地站起来跑 差点跑错方向了 晃晃脑袋 才捣同着四只小只有只有 哒哒哒跑过来 汪汪 肉肉一点都不愧 对小宝给他取的名字 大概是这晶王府火石过于好了 这浑身上下都是肉嘟嘟的 看起来颇有喜感 抱着也舒服 小宝动物园极好 这不听说钓壶里 都是被锦里救上来的 被传得神乎其神的 现在几乎整个皇城都知道这事了 在这个本就迷信的时代 小公主几乎被大街小巷 都传成了祥瑞将符 小宝抱着两只狗狗 一脸乖巧地坐在小板凳上 听大哥哥说皇城内的传言 南宫齐修 看着自己妹妹 精致漂亮如小仙童的模样 笑着打去 大家要是知道小公主长得这么好看 恐怕都会说一句仙童将士了 小宝挠着二哈的下巴 这只对外凶巴巴的狼仔子 此刻舒舒服服地在贪坐在他身边 年年糊糊地和之前的二哈 简直判若两郎 不是小仙童 是哥哥们的小宝呀 又卖萌又撒娇的 这样软糊糊的小家伙 就问谁不喜欢呢 大哥哥 你知道三哥哥在做什么不啊 自从三哥哥被爹爹叫去公布 好久没见到人了呀 当然 就算在公布 三哥哥每天都会让人从外面 带一些好吃的到宫里给他的 南宫奇修点头 我看他在公布干得挺自在的 说来谁也不知道 老三竟然喜欢做木工 以前倒是一点没表现出来过 我要给你二哥哥写信 又要带给他的东西吗 听到他的话 小宝的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 连连点着小脑袋瓜要个要的 小宝要给二哥哥送好多东西呢 说完他自己就开始盘算了起来 从小福带里得到的种子 小麦番薯在他每天精心用灵气的浇灌下 现在已经可以收获了 给哥哥留种子过去 从福带空间里出来的小麦和番薯种子 都是经过后世改良过的优良品种 以后种出来的规模大了 收获肯定不会少 二哥哥说编程种粮食收获少 番薯肯定能收很多的 这个还顶宝 还有草莓 他又种了一批草莓了 这次的可比之前的那批要多好多 然后就是肥梅草的种子 肥梅草是他用紫花木栩 和一种生长在他出生的地方 含有些微灵气的草杂椒培养出来的 带着木栩优点的同时 也带有些微灵气 最得食草动物喜欢 肥梅草的种子 也可以先收一小批 先给二哥哥用着 他了解了编程的地理位置后 根据前世去过的浪多地方 大概知道 二哥哥那边应当是最适合种木草的 小宝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嘀嘀咕咕的 有些话被南宫齐修听到了 你又弄出什么种子了 少年郁白的手指头 在小丫头额头上点了点 小宝歪了歪 小脑袋刮粮食 木草 南宫齐修对自己妹妹 时不时就能弄出一些奇奇怪怪 但又格外好吃 有用的植物 已经习以为常了 小宝也没瞒着他们 每次都是信任感满满 且光明正大的 大哥哥 小宝知道一种长在土里面 一根藤能长十几个那么大的果子 吃了还管饱的粮食哦 南宫齐修 温润的少年 待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你说 可以吃 管饱的粮食 小宝点头 之前没人发现过 小宝无辜脸摇头 小宝不知道呀 南宫齐修符额 什么时候发现的 小家伙奶生奶气小宝 已经种了一批可以收获了 南宫齐修 他有预感 自己这妹妹 恐怕又要弄出什么大动静来了 这是 父皇知道吗 小宝继续摇头还不知道呢 小宝想把番薯给二哥哥送去 此事先别急 看父皇那边怎么说 小宝乖乖地哦了一声 继续和两只狗子完了 完全没考虑到 自己抛下了多大一个炸弹 看着他没心没肺的样子 南宫齐修 真是哭笑不得 小宝的五哥哥哥 打探好消息之后就回来了 并且还得小宝带回来一套衣服 全身漆黑的夜行衣 小宝茫然 我们晚上去打人面 五皇子南宫齐修 已经穿上一身夜行衣了 一筒墨发 扎成帅气的高马尾 别说这一身 他穿起来还挺帅 不是啊 现在就去 其他人也兴冲冲地 换上了夜行衣 臭美地在兄弟面前瞎显摆 哪个少年 还没个闯江湖的武侠梦呢 小宝看着他们身上的衣服 皱着小眉头可是 可是白天穿这个出门 很显眼的呀 大白天的 穿着这一身衣服走出去 不怕被当成贼呀 几人也反应过来了 傻乎乎地相互看了看 好像 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那怎么办 南宫齐修 他现在是真的不放心 让这几个小子出去了 南宫齐晨一拍手 那就晚上行动 晚上没人看见 这时代没灯 大部分人都是早早就睡了 但也有一些 特殊职业的晚上更热闹 这便是青楼 好巧不巧 宣平侯府的几个玩裤子 最喜欢去的地方 就是青楼 而且 这几个人臭味相投 不仅喜欢到青楼这样的地方 也喜欢欺负人 甚至是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但碍于宣平侯府的权势 那些被欺压之人 要么被摆平了 要么只有忍气吞声 他们都已经打听好了 宣平侯府的这几个玩裤子 从昨天晚上直接住宿在青楼 到现在都还没回去 所以也还不知道 宫里发生的事情 而且 这几位一玩就要玩好几天 但那样的地方 不好带着小宝去啊 我们去把人抓出来 南宫齐林 自信满满的道 对付那些家伙 小爷我一根手指头就能解决 抹了他还看向四皇子四哥 和我一起去 那样的地方我 我不敢去 南宫齐林恨铁不成钢 有什么不敢的 还是不是男人了 不就一群女人而已 还能吃了 咱们不成 那 那好吧 南宫齐林 看向剩下的三个弟弟 你们和小宝在这里等着 我和四哥带着侍卫进去 将人直接套麻袋 把人扛出来 说完就熊啾啾气昂昂地离开了 四皇子和五皇子 带着晋王府几个身手不错的人离开了 小宝也穿着一身小小的夜行衣 和其他哥哥们在一棵树下等 他们把人带出来 但是等着有些无聊 于是南宫齐晨就提出我们来讲鬼故事吧 小八南宫齐军一脸被我抓住了 把他牵揍表情哈 七哥你竟然看话本子 南宫齐晨半点不客气地堆回去 我看话本子怎么了 课业我写完了 父子太父们教的课程 我能背下来 你行吗 南宫齐军顿时一脸地憋屈我 不能 南宫齐晨一脸骄傲地 抬着下巴学习垫底的 没资格说本皇子 学渣本渣南宫齐军 南宫齐瑞给了巴蒂一个活该的眼神 这种挑事的学渣不值得同情 来吧 本皇子不相信你们就没看过画本子 南宫齐军眼神飘忽 南宫齐瑞指着兄弟 我从他那里找来的 七 谁还不知道谁了 然后兄妹似的盘腿围成一个圈 开始了故事大会 南宫齐晨提起的那就他先来 有一个穷书生 进京赶考的时候走错了路 不小心走到了一处山林中 他讲的时候另外三个脑袋瓜都认认真真地听着 其实就是一穷书生误入山林 然后遇到一女鬼用幻境编织的宅子 天色已晚 那穷书生就借助在了里面 并且与女鬼化作的小姐互生情愫的故事 那书生在那位小姐家借助了几日 并且约定等她高中状元 就会前来迎娶这个小姐 女鬼将自己的所有戏软都送给她当作上京的盘缠 然而女鬼等了三年 五年十年 却只等来自己心爱之人 被绑下卓续和一个达官贵族小姐成亲 最后女鬼带着怨气去找那穷书生 却被穷书生知道她的身份后 找到是将其魂魄打散的故事 听完后 三个小子围在一起热烈讨论 那穷书生还要女鬼的戏软 白眼狼懦夫 答应了女鬼 却没实现承诺 反而另娶他人 忘恩负义 这种人竟然能成状元 完了 说完 他们就对着小宝齐刷刷的教育 南宫齐臣小宝 穷书生都不可靠 咱们以后看见了 就躲得远远的 南宫齐瑞男人都是白眼狼 鬼话连篇不可信 小宝 哥哥你咋还把自己给骂进去了呢 南宫齐君妹妹 要不你跟着哥哥们习武吧 以后遇到这种人就打 南宫齐臣拍了自己八地后脑勺一巴掌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咒谁呢 咱们妹妹才不会遇上这种人 不然父皇能把他皮给扒了 哥哥们愁啊 虽然现在他们自己 都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纪 但男子成婚比女子成婚要晚 他们自己不着急 一想到以后妹妹长大了 也要嫁到别人家 去他们就急 这未来妹夫还没出现呢 几个哥哥就恨不得将他人道毁灭了 小宝乖乖听着乖乖点头 嗯嗯 知道了知道了 那小宝你总结一下 从这个鬼故事中你学到了什么 小宝歪了歪小脑袋女鬼姐姐眼瞎 那个书生都浪不好了 还考了状元 那个皇帝肯定没有爹爹当得好 打官贵人小姐姐也眼瞎 小宝在上辈子 虽然没接受过人类的正经教育 但那是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 他游荡人间的时候看得多了 也有了比较正的三观 穷书生小白脸 凤凰男 吃软饭 渣男 三个哥哥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妹妹 虽然有些词不明白 但不妨碍他们能听出来 这是骂人的 小白脸我知道 凤凰男吃软饭和渣男 这是什么意思 小宝就是靠媳妇 还不感恩呀 好吧 略过这个话题 南宫齐瑞和南宫齐君也各自 讲了个鬼故事 但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主人公都是穷书生 大概是穷书生捅了花本子的窝了吧 怎么还没回来呀 三人都讲完了 见着还没回来 更无聊了 小宝很积极地挤举手 我我我 我也要讲故事 小宝你也看花本子啊 自认全了吗 小家伙哼记一声 不要小看小宝 行吧 那你也来讲一个 然后小宝可端正地做好 一脸神神秘秘地 开始讲故事 只是声音奶乎乎地 听着耳朵舒服 一个乔夫上山砍柴 不小心摔昏过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 他额头上带着血回家 却发现自己迷路了 然后遇到了一个 穿红色衣服的人问路 那个路人说 现在天色晚了 你跟我回家住一晚吧 乔夫没多想答应了 然后他们一直走一直走 乔夫感觉越来越冷 问他路人什么时候到 忽然停下来 指着前面的坟头 声音悠悠地说 已经到我家了 说话的时候 那红一路人身体没动 脸从前面转到了后背 小宝声音虽然软诺诺的 但是他还挺懂调动情绪 在说到那鬼 指着坟头说 已经到我家了的时候 对面的三个少年 已经一脸惊恐地抱到了一起 这特么 这特么鬼故事 还能这样讲的 后面脸转到背后那一段 不仅三个少年人被吓走了 躲在树上暗中保护他们的影位 也听得头皮发麻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们咽了咽口水 只都感觉身上凉嗖嗖的 又不敢说话 小宝的声音还在继续 瞧夫被鬼吓得跑了好久 以为终于逃脱的时候 忽然一只冷冰冰的手 从黑暗中伸出来 搭在他肩膀上 而这时候 一只手正好拍在了 南宫骑尘肩膀上 啊 鬼啊 卧槽啊 鬼啊 一时间 一连串的啊呀惨叫 想撤云霄 树上的影位 要不是职业素养好 也得从树上被吓得跳下来 只是拍了下弟弟肩膀 就看着他们三个抱头 尖叫的南宫骑鳞 咋的啦 少年一脸猛圈地 看着自己的手 你们干嘛呢 此时的三个人 紧紧抱在一起 小八甚至直接跳起来 挂到了自己七哥身上 三张稚嫩青色的脸上 全是惊恐 众人面面相去 安静地仿佛有嘎嘎叫的乌鸦飞过 五哥 你刚才吓死我了 作为被拍肩膀的人 南宫骑尘 此刻腿都在哆嗦 南宫骑鳞表情茫然你们 怎么了 三人视线齐刷刷地看向小宝 你刚才讲的那是什么呀 这也太恐怖了吧 小宝满脸无辜鬼故事呀 非常非常纯正的鬼故事 三个哥哥 是他们见识少了 原来鬼故事还能这样讲的 不过想想 这才叫鬼故事吧 之前他们讲的一点都不吓人 更像是酸腐还没啥智商的爱情故事 不是吧你们 竟然被一个鬼故事给吓着了 哈哈 南宫骑鳞笑得可嚣张 南宫骑尘 五哥你脸上是什么呀 还这么红 这下轮到四皇子和五皇子僵住了 而且一张脸迅速地红成了番茄 后面扛着人的侍卫暗自憋笑 让我瞅瞅 这怎么像是女人的口之印啊 四哥五哥 你们厌福不浅啊 南宫骑鳞恼羞成怒胡说什么 这只是不小心蹭上去的 他使劲擦脸 南宫骑鳞表情郁闷地在旁边拆台 我都说了我不去了 五弟你还说那些女人没什么好怕的 他们比教习还要可怕 想到他们去青楼找人的场景 南宫骑鳞就一脸惊恐 才到门口呢 就被两个楼的姑娘拉着胳膊扯 他们好吓人啊 要不是我和五弟立即大身板结实 都逃不出来了 就算逃出去了 这脸上也不知道被那些姑娘 给亲的到处都是口之印 以后那地方我再也不去了 瞧把这孩子给吓得 都有心理阴影了 在其他三兄弟哈哈哈哈地嘲笑声中 南宫骑鳞拉着一张脸 哪里还有刚出来时意气风发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表情看着很是憋屈 谁能想到呢 临走的时候放下的大话 还不到一天就被打脸了 他的衣服都被扯得到处都是褶皱 虽然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很努力地整理了 但看起来还是有点乱 毕竟是不经事的半大少年 青楼也只是听说过没去过 哪里见过那场面 因为长得俊俏穿得好 他们一去就被两个互相看不顺眼的青楼姑娘们拉着不放 别说四哥他都给吓得不轻 笑什么笑 干正事了 他目光恶狠狠地看着那三个被麻袋套着 并且被打晕过去的人 就这三个 一个宣平侯府侯爷的嫡出公子 长得跟头肥猪似的 另外两个 一个是李家三访的 一个是侯爷家的树出 平时没少跟着那李浩存干缺的事 到底还是比较热血的少年人 打听到这几个家伙 平时都干了什么事之后 眼里只剩下厌恶 把人弄醒 之后都不要说话了 中头戏要开始了 包括小宝在内的人都围了过去 侍卫负责将人给弄醒 醒过来后 手脚被捆住眼前一片黑的三人 先是猛逼茫然 紧接着就是害怕和威胁恐吓 谁 是哪个狗胆包天的 敢绑小爷我 知道老子是谁吗 快放开我 砰 被绑了还这么嚣张 活该被打 好疼 你们是谁好大的狗胆 我可是宣平侯府的少爷 拳头夹脚地踢打在三人身上 看他们疼得 哎呦哎呦叫着满地打滚 从刚开始的叫嚣 威胁到后面的痛哭流涕的求饶 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等打得差不多了 南宫麒麟把妹妹往胳膊肘一夹 捞起人就撤 不过片刻功夫 安静的荒郊野外 就只剩下三个被打得叫声 都虚弱的人 走远了 几人才敢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活该 总算出了口恶气 忍宣平侯府这群人很久了 果然还是自己动手痛快 可惜不能杀了他们 替那些被他们害死的人报仇 因为那三人做得恶 那些无权无视的普通百姓 没少直接或间接地死在他们手上 这三人身上都背负着至少两条人命 南宫麒臣这样的人不能留了 回去就和父皇说 想到他们做的那些恶 死的那些人 几个少年脸上的表情都有些凝重 小宝拍拍五哥哥的手 小乃因可怜兮兮的 哥哥 哥哥快放小宝下来 头好晕呀 他被夹着头脚朝下晕乎乎的 南宫麒麟 这才赶紧一脸抱歉的 将人放下 师父有药 双脚踏实落地后 小家伙忽然吐出这么一句 没头没脑的话 给他们下药 不举 用软糯糯的小奶音 说出这么凶残的话 在场的男人都亮枪了下 小宝疑惑脸 不行 那剪刀咔嚓了 嘶 这特么什么虎狼之词 南宫麒臣赶紧捂住他嘴巴 你这哪里听来的 小宝眨巴了下漂亮清澈的大眼睛 整个奶团子纯净又无辜 但你用这么单纯干净的样子 说出这样的话 真的好吗 猪猪咔嚓了就乖了 肉多还好香 众人 什么跟什么呀 这都是 小宝却暗自琢磨着 什么时候让父皇带自己去黄庄 把黄庄里养的猪都嘎了 不过 小宝说的那要可以试试 那三个玩意儿 都是靠下半身思考的东西 就因为这个 才有不少女子和其家庭遭殃了 用要一劳永逸了最好 南宫麒麟摸着下巴道走 明天找诡异前辈 他们先回进王府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至于那三个被打得半死的人 在一个时辰后 被他们的奴才发现并带了回去 本就因为宫里的事情 闹心的宣平侯府 更是雪上加霜 李浩存顶了一张 轻轻子子的肿胀猪头 醒过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人去查揍他们的人 奈何他们平时做事太毒 仇家也多 想要查出来并不容易 在李浩存大张旗鼓 打算用更多人去查的时候 却被他亲爹宣平侯 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 现在整个宣平侯府 都处于风口浪尖上 你这个孽障 还对老子添乱 给我回去好好在自己的屋里待着 谁都不许出去 李浩存气得要死爹 你还是我亲爹吗 我都被人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竟然叫我忍着 你现在还有精力在这发脾气 等宣平侯府倒了 你看看这个皇城 谁还认你是宣平侯府的少爷 说完他甩袖离开 并与匆匆赶来的夫人争吵了起来 两人就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相互指责推脱 最后甚至还打了起来 宣平侯府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忐忑中 越来越乱 暗中监视的人 将这一切都报告回皇宫 南宫石渊擦干净手中的 见冷声问证据都找到了 已经再回来的路上了 下去吧 冷情的帝王站在窗边 抬眸看着深沉鬼局的夜色 这看似平静的黑夜中 风起云涌 自李南珠入狱 姨贵妃娘娘被关进壁后 宣平侯府到处打点 但皇帝根本就不见他们 这个时候连太长公主的面子 也不好使了 宣平侯含着一张脸 母亲怎么样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太长公主不仅在皇上面前 都说不上话了 甚至因为这次的打击 整个人都病倒了 她本就是上了年纪的人 心思焦虑之下 身体每况愈下 太长公主忧思过重 如今也只是用药吊着 以后要好好僵养才行 狼终离开后 宣平侯去看了太长公主 满头白发的老人 拉着她的手 恨恨地到那个狼崽子 早知今日当初 应当叫哥哥杀了她 以绝后患 这是太长公主最后悔的事情 当初谁都以为 那个小少年没有任何威胁 为了彰显他们的人善 留下这么个孩子 翻不起什么浪花 但终究是他们太过自负 没看清楚那孩子的狼子野心 竟让他杀亲是父 谋夺了那个位置 导致了如今 他们宣平侯府处处受前置 杀亲是父的白眼狼 迟早 迟早要遭天谴 太长公主喘着粗气 恶狠狠地咒骂着 宣平侯打断了她 宣平侯目录惊骇地看着她 手心已经出了一层冷汗母亲 当心隔墙有耳 太长公主壮弱疯癫地大笑了起来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她难攻十渊 这次是铁了心要收拾我女儿 收拾我们宣平侯府 她那双浑浊的眼里 带着怨毒不知感恩的白眼狼 迟早要下地狱 下地狱 此时的宣平侯 内心已经绝望凄凉了 向来睿智的母亲 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看来在她眼里宣平侯府 一定将会被皇帝拔除了 但是她不想死 她还如此年轻 还有那么多荣华富贵要享用 宣平侯草草吩咐奴才 照顾太长公主 就亮呛地走了出去 难道 难道真的 就只能等死了吗 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身心疲倦的宣平侯 绞尽脑汁都想不到任何办法 只能烦躁地骂人 骂李南珠 骂她的妹妹姨贵妃 她已经从母亲口中 知道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这些天 她去周旋打听的时候 却察觉到了这件事背后的隐秘 从那些蛛丝马迹中 宣平侯知道 这件事有蹊跷 有人借着她女儿的手 去害昭雪公主 但顺着那些线索查下去 却也让宣平侯更愤怒绝望 因为幕后黑手 竟然是她的妹妹 她好妹妹一贵妃 她是疯了吗 那个毒妇 她是要害死 我们整个宣平侯府的人啊 宣平侯眼睛泛红 要是李湘怡在此的话 她可能恨不得掐死她 本以为她入宫 会给他们带来荣华富贵 却不想如今等到的 却是灭顶之灾 这时 宣平侯夫人拉着一张脸 走进来去找二皇子 就算二皇子和姨贵妃 再怎么闹 终究是带着血缘关系的 你是她的舅舅 她怎么也不可能见死不救 宣平侯顿时像是 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对 还有二皇子 我们还有二皇子 她连忙开始写信 从皇城到边城 就算快马加边送信 也要五天的时间 如果皇上在这个时间 内定咱们的罪 宣平侯写字的手顿住 那要如何 那要我怎么办 她喘着粗气 整个人陷入狂躁之中 宣平侯夫人 目录嫌恶地看了她一眼 这个窝囊废 当初要不是 看在长公主的权势上 自己怎么可能还给她 而且因为 上次两人打了一架 多年的夫妻情分 都给打没了 举办丧事 逼二皇子早些回来 她眼里闪过 深深的算计和狠绝 宣平侯猛地抬头 目录惊骇地看着她 如今最适合举办丧事的 除了病重的太长公主 不做她选 而且太长公主病逝 皇帝就算再想除掉宣平侯 也得看在宗亲和孝道的面子上 先放下此事 等二皇子回来了 他们再想办法 让二皇子求情 虽然大逆不到 但是 宣平侯夫人 讥讽地看着面露纠结 优柔寡断的男人太长公主 活了这把年纪 该想了荣华富贵想了 老儿不死是为贼 况且你不要忘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谁而起的 办法我已经给你了 用不用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 是要你那垂垂老蚁 拖着宣平侯府的母亲 还是要整个宣平侯的性命了 说完他就离开了 独留宣平侯 失魂落魄地坐在房间里 拿着毛笔的手紧了右松 最终他下定了决心 母亲 您都活了这么久了 也够本了 儿子我还没活够呢 您会体谅儿子的对吧 隔天 太长公主病逝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皇城大街小巷 这次宣平侯穿了一身校服 请求面见皇帝的时候 终于见到人了 一见到皇上 他就悲痛地哭着跪地陛下 说我们对不起陛下 他说着宣平侯府的错 是他们没教育好孩子 以至于让女儿犯下了滔天大错 又说着太长公主 临死前的懊悔和悲痛 卖惨和打感情牌一起来 南宫十渊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等他额头磕出血了 声音都哭喊得沙哑了 这才慢悠悠的道 既如此 李家小姐的事 便等太长公主下葬再审吧 以贵妃剥夺贵妃之位 令她到宣平侯府守校 宣平侯脸色变了变 最终什么也没说陈谢主隆恩 南宫十渊转身离开 眼里闪过鬼局之色 剥夺了贵妃之位的李湘怡 回去宣平侯府 面对恨不得吃了她的宣平侯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没错 宣平侯查出来的那些线索 都是她故意让人放出去的 太长公主终究还是 为了自己的女儿舍了孙女 也没将这件事的真相告诉儿子 但还是在南宫十渊的运作中 真相被宣平侯发现了 也因此 宣平侯才更愤怒 妹妹利用亲侄女害昭雪公主 也害得宣平侯陷入危机中 她的母亲却为了女儿 将这件事瞒下来了 这也是宣平侯最后下定决心 用她夫人所说那个办法的原因 继续盯着宣平侯府 是 藏在暗处神出鬼没的影位消失 而宣平侯却不知道 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 皆为皇帝所掌控 皇城发出的消息 在快马加鞭之下 不过五天就到了鞭城 南宫齐墨先收到的是 自己大哥的信 信上讲了宫宴上发生的事情 虽描述的不偏不倚 甚至没从信中提到 一贵妃在其中的作用 但聪慧如南宫齐墨 几乎是瞬间就猜到了 那件事究竟是谁所为 她看完之后 险些将那张信给捏碎了 她怎么敢 少年双目带着愤怒 她都已经远离皇城 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了 表达的意思也很明显 自己是不会去争那个位子的 但总有人不甘心乱折腾 还好 还好小宝没事 看到信上父皇对母妃的处置 南宫齐墨倒是松了口气 关进币也好 到底是亲生母亲 即使自己心里 在怨对她的感情再淡 她倒也不至于 狠心地希望她去死 只要她不再作乱 哪怕是一辈子被关在宫里 她养她一辈子也行 但如果她继续蜂魔偏执下去 南宫齐墨都不确定 父皇重罚她的时候 自己会不会求情 江信放下后 这天晚上 被沉重的心事 压得她快窒息的少年 并没有睡着 南宫齐墨 做好了 宣平侯府的人会送信来的打算 却没想到 伴随着信送来的 还有太长公主病逝的消息 她一时间都以为自己看错了 再反复看了一遍 才确定自己没看错 这才过去多久 太长公主就去世了 对自己这个外祖母 南宫齐墨心情是复杂的 她对自己好是毋庸置疑的 但前提是 自己是一位皇子 这些好都是夹杂着利益的 但不论如何 到底是自己的亲人 她必须得回去一趟 此时的南宫齐墨并没有多想 也从未想过 自己的那位舅舅 竟然有胆子 毒害太长公主 他安置好自己在边关的一切事宜 只带着几人 就匆匆骑马离开了 皇宫 二哥哥要回来了 小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惊喜地睁大了眼睛 手上一使劲 抓着的番薯藤被扯了出来 连带着地理比成人手掌 还要大不少的番薯叶 被扯出来三个 那番薯桥这个大饱满 还带着泥 除了被扯出来的三个 松软的泥土下面 还埋着不少 南宫齐修虽然坐在轮椅上 但胳膊一伸 也将跌坐在地上的小家伙 给捞了起来 小宝却顾不得 自己被摔得有点疼的小屁股 眼神亮晶晶地 看着自己大哥哥连声追问 大哥哥 你没骗小宝 二哥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什么时候到呀 脆生生的小奶音 都透着点急切 南宫齐修屈指在他小鼻子上 刮了下这么想你二哥哥 小宝可时生地点点脑袋想的呀 好久没见到二哥哥了呢 应当还有三天就到了 二弟带着人轻装赶路回来的 所以要快许多 小宝高兴得眉眼弯弯的 绕着自己大哥哥转圈圈 手里还托着番薯呢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粮食 南宫齐修目光 落到小家伙手上 小宝嗷了一声 连忙将番薯举起来 是啊是啊 小宝吃一个就能吃饱呢 一根藤有好多 但老吃番薯肯定不行的 吃多了放屁 小宝很实诚地 将番薯吃多的缺点说了出来 不能经常吃的 吃多了放屁 臭臭 难攻其修 无语了几秒 他让人将土里其他的番薯 都给挖了出来 小宝的这些东西 虽然是种在院子里的 但打理得好 虽不是花园 这样精巧的菜园子 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看着也颇为赏心悦目 特别是不远处那片 长世极好的草坪 瞧着都有人的小腿高了 一头白色小鹿 晃悠悠地在草坪里悠闲散步 另外就是一只黑白色的毛团子 也喜欢坐在草坪中 旁边放着不少吃的 熊猫长得圆拱滚 毛茸茸的招人喜欢 团子的性格还憨憨懒懒的 这院子里就没人不喜欢它的 平时就喜欢拿着东西去投喂它 嫩竹子 各种蔬菜以及水果 只要是团子能吃的 而它们也有的 都会忍不住拿去投喂它 所以这小家伙 每天最不缺的就是吃食 就算他身边暂时没吃的了 这家伙往草坪上一躺 爪子扒拉着肥美草 就开始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虽然小宝让人种的绿竹还没长起来 但有这些零食和肥美草在 总归不会饿着他就是了 秦政殿是比较严肃的 他的父皇也是比较冷肃的风格 那里英设施都是看起来低调 但却很有内涵奢华的东西 严谨得很 但距离秦政殿不远的偏殿 却处处透着清新自然 又悠闲可爱的风格 明明是格格不入的 但就像父皇和小宝一样 又很融洽 南宫奇修神态轻松地 看着在草坪上玩耍的一鹿一熊猫 这时候那些番薯 已经被洗干净带上来了 他抬眸看去 一根藤上就接了12个番薯 虽然大小不一 形状不一 但都有成年人手长大 拿在手里还沉甸甸的 这个要怎么吃 小宝掰着手指头算煮 烤都行 这个还可以放到米里一起煮粥 带着甜味 吃了还管饱呢 对了对了 还可以做成番薯粉 番薯粉可好吃了 但是现在做不了 行 让他们除了番薯粉 可做一种来 做好了叫父皇来吧 南宫奇修作为大皇子 政治敏锐也聪慧 只听小宝说的这些 就能想象得到 这番薯对他们大夏朝来说 有多重要 番薯被带去御膳房了 做法很简单 小宝只一遍春洗就记住了 他自己则带着哥哥 去看宫女们织毛衣的成果 对不是植物的东西 小宝只是在人间游荡的时候 了解知道一些 但是却不会 树叶有专攻 他自己不会仿线织毛衣这些事情 当然是交给绣活好手 又灵巧的宫女们去研究了 纺线很容易上手 那些被清洗挑剪过的 羊毛被小梳子梳得蓬松了些 然后宫女们 仔仔细细地将其纺成细线 雪白的毛线又粗又细 比较粗糙的羊毛背纺 成了粗一些的线 小宝打算用来做一些抱枕 或者做垫什么的 细软的羊毛纺的线就比较细 因为细线织毛衣 密实不容易透风 保暖还好看 小宝对织毛衣不了解 只知道用细长的织针 怎么知就不知道了 于是就交给宫女们自行去研究 研究出来了 还有奖励的那种 经过几天的努力 终于有一个宫女研究出来了 红袖是个擅长打烙子的宫女 那只毛衣的方法 就是最先被她研究出来的 为此公主还赏赐了她十两银子 不知道被多少人羡慕了 现在用中等毛线织出来的 第一件衣服 就是出自她的手 这第一次尝试 趴顺坏了毛线 所以不敢用那种最好的 但用毛线织毛衣 有一点好处就是 就算有地方知错了 将毛线拆开来 也能继续用 红袖用她打烙子的巧思 这第一件用来实验的毛衣 治好了 纯白色的毛衣 小宝调制的药 不仅能去除羊毛带来的腥味 还能将一些比较硬的羊毛软化 这件毛衣 虽然是用中等的羊毛制成 但上手一摸 触感就非常柔软舒服 小宝让宫女 把那件毛衣拿出来给哥哥 哥哥看 毛衣 小家伙拿着毛衣炫药 圆溜溜的清澈大眼睛里 仿佛在说夸我呀 快夸我呀 南宫齐修摸摸她的头 小宝奶猫似的 很是得寸进尺的 将小脑袋拱了上去 半眯着眼睛 爬在大哥哥大腿上 哼哼唧唧娇气的小模样 就差没摇尾巴了 小宝很厉害 对夸奖的小家伙 顿时得意的尾巴都翘上天了 是吧是吧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好厉害的呀 因为小宝有超级超级厉害的爹爹 还有好厉害的哥哥们呢 这小嘴巴巴巴的 自恋的同时 还不忘拉着爹爹和哥哥们 也是很厉害了 南宫齐修一时间哭笑不得 等小家伙把那件毛衣放自己手里 这才认真看了起来 因为是第一件 为了保险起见红袖 只用了一种针法 所以这件毛衣看起来就要平庸一些 但纯白如云朵的颜色 看起来也格外讨喜 而且是冬天穿在里面保暖的 倒是用不着多出彩 南宫齐修摸了摸 放在自己膝盖上的毛衣 只用触感就能感受出来 若是天寒的时候 穿着肯定会很舒服 这是羊毛做的 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不是小宝说 他自己真猜不出来 他也不是没见过羊毛做的东西 但都是一些地毯之类的 因为价格不算贵 所以在一些有点家底 但又不是非常富裕的 家庭中用的比较多 但他们中原人 倒是对羊毛织品很少用 那些富裕的人家 用的都是真正的瘦皮 但是他从来没想过 羊毛竟然还能织成 如此柔软的衣物 南宫其修立马就想到了 其中的重要性 羊毛不贵 如果大量制作这种羊毛衣 天气寒冷的时候 编程的士兵 以及所有百姓 都是最需要的 小宝自己也去摸了摸 那毛衣嘟囔 二哥哥还要不要去边关呀 要去的话 就要多做一些 小宝自己没考虑太多 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是很单纯的为了哥哥 因为他听爹爹说 编程在冬天的时候很冷 恰好二哥哥又给送了 两只绵羊回来 小宝立马就将羊毛 给利用起来了 就想给哥哥做毛衣 让他冬天的时候不冷 就连种植那些粮食 也单纯的是因为 他自己身为草木精灵的喜好 却没想过 他自认为小小的举动 将会给整个大夏朝 带来了多大的震动 南宫其修温润的目光 落到自己小妹妹身上小宝 你可真是咱们 大夏朝的小福星啊 小宝仰头 纯红纸白的小脸蛋 带着笑意 小福星能让哥哥 和爹爹好起来吗 能 南宫其修温和的语气 格外笃定 小宝开开心心地露出 灿烂软甜的笑容 那小宝要变成大复兴 让爹爹和哥哥好更快 南宫其修目光温和 清润如春风的笑容中 更是带着宠溺 好 然后他招来一个侍卫 你去试试这件毛衣 现在已经入秋的天气 时冷时热的 今天倒是个 不冷不热的阴天 那侍卫拿着毛衣换上 从房间里出来 不过两三分钟的时间 浑身就热得不行 殿下 这毛衣真保暖 我现在就已经感觉很热了 而且这毛衣穿着 还很柔软舒服 比我平时买的布料还要好 虽然热 但一想到冬天的时候 穿着这毛衣 再也不怕冷了 那侍卫的眼神 就火热了起来 对普通人来说 冬天最是难熬 夏季 就算天气最炎热的时候 也不会热死人 但是冬天就不一样了 那是真的会冻死人的 有了这衣服 就算在外面 也没那么冷了 南宫其修点头 那侍卫又去将毛衣 换下来之后 依不舍地递了回去 去见父皇 小宝一听 要去找爹爹 双眼地叫一个亮 走啊走啊 小宝也一起去找爹爹 无庸无虑的小朋友 蹦蹦哒哒地 跟在大哥哥身边 远远地看见 那棵大树上挂着的 巨大风潮时 跟在南宫其修身边的侍卫 都忍不住头皮发麻 公主真乃神人 竟然在家里 养那么大一个风潮 南宫石渊 此时并不在秦政殿 而是从西北大营演舞场回来 爹爹 小宝都等你好久了 自己坐在秦政殿门口 看书的小宝 见人回来了 立马就将手里的书 放下跑了过去 等多久了 南宫石渊将人抱起来 越来越成熟了 小宝趴在他的肩膀上 嘟嘟囔囔 番薯早就能吃了 我和大哥哥 一人吃了个烤番薯 甜甜的 糯糯的可好吃 但是好饱 小宝的肚肚 为什么那么小啊 要是有爹爹那么大 就能吃好多好多东西了 他的爹爹虽然吃饭好看 但是也能吃呢 南宫石渊捏捏他的小脸 等你长大 那小宝要什么时候 才能长大呀 十几年吧 父女两个一边走一边聊 身后跟着的奴才 都安安静静的很拾去 父皇 南宫齐修 被人推着过来迎接 南宫石渊点头 众人到秦政殿内 小宝和爹爹待了一会儿后 自己到边上 安安静静的继续看书了 他师父交代的任务呢 明天就要抽背了 要是没背下来 小宝得三天不能吃零嘴 晚了几天 小宝这最后的两天 才临时抱佛脚 抓紧时间看书 师父好过分 竟然串通爹爹 定了这么丧心病狂的惩罚 春喜 快给我端点蜜剑来 我怕明天被不好得三天 不能吃小零食了 所以在此之前 他要吃个够 南宫石渊 没管某人的小心思 此刻正在和南宫齐修 谈其他事情 首先就是番薯 作为粮食 小宝种出来的番薯 重要性毋庸置疑 南宫石渊 自己在吃了烤番薯 煮番薯 以及番薯粥之后 腹中的饱腹感 是骗不了人的 这番薯带着甜味 怎么做都好吃 当初他在军里的时候 要是有这东西 也不用处心积虑地 去弄粮草了 我问过小宝了 番薯很容易种植 而且更适合 比较煞的土地 但是需要施肥 才能长得更好 一颗番薯种 能长出不下 50根番薯苗 一根番薯藤 能产不下 10个成年人 手长大小的番薯 如果以后都是如此的话 番薯的亩产 比现在所有的 任何粮食都要多 南宫齐修 不愧是从小 就出色的大皇子 方方面面都仔细地 和自己的父皇 会报到了 南宫石渊拿起番薯 即使不喜鹿鱼形色的他 眼里也闪过一抹激动 不管什么时候 粮食作为人生存的根本 都太重要了 小宝种了多少 南宫齐修 瞧着有一亩地的样子 南宫石渊大手一挥 决定了那 小小一亩地番薯的未来 全都收起来 留作种粮 就番薯的问题 交谈完之后 南宫齐修又将毛衣拿了出来 这是小宝用羊毛纺线 做成的毛衣 毛衣柔软 南宫石渊拿在手里查看的同时 南宫齐修兢兢业业地 将世卫穿上后的效果 说了一遍 羊毛价格便宜 但是我们大厦 养那种绵羊的却极少 如果想要大批量生产的话 恐怕得向草原不足购买 草原不足擅长放牧 养的牛羊也多 但多是为了肉 羊毛卖不出好的价格 除了少部分用来做羊毛地毯的 其他的基本都是扔掉了 如今他们知道了 这羊毛的用处 能大量收购来 最好不过 南宫石渊 正会派人伪装成商人 去草原收购羊毛 如果可以 可能还会多买些羊回来养 比起冒险去草原收购 能有自己的羊毛货源 那当然是最好的 南宫齐修 倒是有不同的想法父皇 或许我们 可以把这件事 交给其他人去做 您日理万机 肯定不会去管理这些小事的 将收购羊毛 以及织毛衣的事情 都交出去 您只需要从中收取部分利益 并且管控好毛衣的价格 以免其胡乱叫价 反而本末倒置了 这父子两个 此时主要是为民生着想 大量收购羊毛纺织毛衣 为的当然是让普通人都能穿得上 能在寒冷的冬天活下来 南宫石渊 作为皇帝 每天有那么多的家国大事要处理 羊毛毛衣这件事 肯定不能亲力亲为 倒不如让出去与别人合作 但为了达到真正的目的 这毛衣肯定是不能随便乱叫价的 南宫石渊只要把控好毛衣的价格就好 不懂经商 也的确没经历的南宫石渊点头 可以 但是找谁合作也是个问题 宫氏商讨完之后 父子两个相对而做大眼瞪小眼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南宫石渊面无表情开口 你去找小宝丸 南宫奇修 表情依旧沉稳淡定而沉执到了 然后大家各干各的 倒也有种宁静的温馨感 晚上的时候 易影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 勤政殿中开始报告宣平侯府的事情 太长公主身边伺候的嬷嬷 差点被宣平侯灭口 已经被救下 姨娘娘回去后 和宣平侯大吵了一架 差点打起来 另外宣平侯府的少爷林浩存 今天发现自己 不行了 南宫石渊眼皮一跳 谁干的 影卫眼观鼻鼻关心公主的建议 诡异干的 南宫石渊 她说为什么眼皮跳了呢 小宝这么小 什么都不懂能有什么错呢 这肯定是诡异的错 整天都在叫小宝些什么东西 贾珍 你看这口锅 它又黑又大 隔天 小宝被师父抽查 没能完成任务 小脸苦细细地被惩罚了 三天不准吃零食 贪嘴的小宝挖的一声就哭了 贾珍不仅没同情 反而幸灾乐祸 该 让你最后两天才开始背书 小宝三天太多了 师父就一 半天好不好 可怜巴巴的小宝 将一天说成了半天 贾珍摸摸她小脑袋嘖嘖 瞧着可怜巴巴的 小宝期待地看着她 然而下一秒就听到 他师父残忍地说 不行呢 一天都不能少 小宝 他眼巴巴地跟在师父身边一天 一天好不好妈师父 无规矩不成方圆 我以后一定会乖乖看书的 嘴上说着 有什么用 你得靠实际行动啊 我还是小孩子 小孩子探完是正常的 师徒两个吵吵闹闹 最后小宝被惩罚的天数都没减少 气鼓鼓的小家伙 趁着师父午睡的时候 偷偷用毛笔在她脸上涂鸦 贾珍顶着一张大花脸 去给南宫石渊号卖 一路上都感觉这些宫女太监 看她的眼神 怎么奇奇怪怪的 难道是自己长得太英俊了 贾珍毫不知情 并且大摇大摆地 往勤政殿走去 守在门口的禁卫 以及太监宫女 一对上她的脸 顿时都呆住了 张了张嘴巴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皇上在里面吗 我来给她诊脉 您 您稍等 那人多看了两眼她的脸 然后憋笑进去通报了 出来接人的是福海 她也被贾珍在脸上 精彩的涂鸦给吓着了 怎么了 贾珍一脸茫然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 我脸上有东西 终于察觉不对劲的贾珍 伸手在自己脸上摸了一把 但墨水已经干了 倒是没发现什么异样 福海嘴角抽了抽 不用想她都知道 这是谁的杰作 她脸上笑咪咪的 倒没什么问题 只是贾先生看着更年轻了 这位也是个宠公主的 公主闹这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他们这些当奴才的陪着便是 于是面不改色地带着贾珍进去了 南宫石渊正端坐着处理奏折 他这人在战场上强势锐利 此哪怕是坐于高堂 那用来写字的毛笔 在他手里也愣像是一把锋利的剑一般 陛下 贾先生到了 福海出生 贾珍也行礼参见陛下 南宫石渊抬毛摁 起来吧 然后贾珍把一张格外精彩的大花脸抬起来了 南宫石渊的手一顿 正要写字的地方 一不小心留下了一大团墨迹 但即使这样 他也面不改色 福海垂头耸动肩膀憋笑 也不知道贾先生要什么时候 才能发现自己脸上的东西 皇上 我来给你把麦 南宫石渊面无表情地点头 等贾珍把麦的时候 眼神不动声色地扫了他脸上好几眼 我给您配的药再吃两天 就要更换成其他的了 虽然不能彻底拔除蛊毒 但勉强能压制住 看完病 贾珍就要离开了 不过在临走的时候 南宫石渊出于人道主义 还是提醒了一句 贾先生去洗洗脸吧 贾珍 我脸上有什么 然而南宫石渊提醒了一句 就不说话了 贾珍心里泛起嘀咕 摸摸脸走了出去 然而还没两分钟 南宫石渊忽然就听到了 外面传来的爆笑 那笑得都变形成嘎嘎的 鸭子叫声格外耳熟 福海也短促地笑了一声 正巧逍遥王来了 他们这些当奴才的 不敢笑那么明目张胆的 但是逍遥王就不一样了 哈哈哈哈 嘎嘎嘎嘎 此刻的南宫黎 看着贾珍的脸笑得肚子疼 眼泪都笑出来了 你的脸 噗 我不行了 这是谁画的 怎么这么有才呢 哎呦笑死我了 哈哈哈哈 南宫黎弯腰捂着肚子狂笑 就插在地上打滚了 周围的奴才侍卫 也低着头耸动肩膀 之前还能憋着 但是现在有逍遥王抬头 他们就再也逼不住了 贾珍黑着一张脸 好吧 因为脸上黑色的墨比 他的脸差不多能和郭迪比了 谁戴铜镜了 我有 我有 哈哈哈哈 给 给你自己看看 南宫黎一边笑得眼泪花都出来了 一边将随身带着的小镜子拿出来 视线一对上他的脸就笑 虽然是铜镜 但打磨得很细腻 看人也挺清楚的 贾珍拿起来往脸上一照 顿时气了的扬导 南宫锦西 好家伙 小宝的大明都给叫出来了 虽然是涂鸦 但小宝也不是乱画的 他的鼻子变成了猪鼻子 两边脸上还有胡须 额头在顶立一只歪歪扭扭的王八 原来是我小侄女画的 真好 真不错 南宫黎笑容灿烂的拍拍 他肩膀你还是第一个 被他在脸上画画的呢 挺有福气 贾珍美好气的 恶狠狠瞪他一眼这福气 给你要不要啊 南宫黎连忙白手 本王身板太脆弱 可无福销售 他本来是进宫 来给自己皇兄 还有小侄女侄子 他们聊宣平侯府八卦的 这几天 宣平侯府可精彩得很 谁知道这一来秦政殿就遇到花脸盘子的贾珍 哎哟 他小侄女可真是个活宝 等贾珍急匆匆的去洗脸了 南宫黎才慢悠悠的走到秦政殿去 皇兄我又来了 有没有兴趣听宣平侯府的消息啊 南宫石渊滚 某人瞬间把手里装逼的扇子收起来好嘞 您慢慢忙 然后转身离开 动作熟练的令人心疼 说他胆子小吧 他硬要往南宫石渊面前凑 说他胆子大吧 一句话都顶不住 耸得令人反应不过来 那皇兄 我去找小宝了哈 说完在南宫石渊面无表情的视线下脚底抹油开溜 公主呢 公主去哪了 小宝不在偏殿 南宫石渊就问人 公主去找几位皇子了 行吧 又溜达溜达往上书房去 还没走近呢 就听到上书房传来一阵鸡飞狗跳的吵闹声 小宝你给我站住 这熟悉的声音 不是贾珍那庄老头的家伙又是谁 我不 哥哥快救救小宝啊 贾先生 小宝还小有什么话好好说 不要打人啊 快快 小妹往外跑 我们替你拦住贾先生 然后一个漂亮的小团子从上书房跑出来了 南宫里一把将人抱起来 小宝额头上出了细密的汗水 虽然被师父追着跑 但小孩眼神依旧亮晶晶的 七王叔 快跑快跑师父来了 那精神格外活泼的小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在玩游戏呢 贾珍出来了 身上还挂着几个死活不松手脱后腿的 死沉 小宝 你给我解释清楚 在我脸上画猪鼻子 还有那个丑王八什么意思啊 拐着弯骂你师父我呢 小宝摇头并且狡辩没有没有 那不是王八 那明明是乌龟 乌龟能活好久好久 小宝是希望师父能活得长长久久 乔把这小嘴给能说会道的 你过来 我也给你画个长长久久的乌龟 小宝不要 太丑了 贾珍鼻子都差点给气歪了 你还知道丑 给我脸上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丑 小宝戳戳手指头 扭着小脑袋不说话了 贾珍 这糟心的小东西 坑了师父的小宝 最终还是没被贾珍找到麻烦 没办法 这里大大小小的都在护着那小家伙 四天不准吃零食 小宝双手插腰 小脖子一扭才不要 我找你爹爹说去 小宝撅着嘴巴 爹爹肯定是向着小宝的 最后 贾珍气得吹胡子瞪眼都拿小宝 没有一点办法 趁着拿师徒俩斗嘴的功夫 南宫离倒是和几侄子 开始说起了宣平侯府的八卦 太长公主都还没下葬呢 宣平侯家的孩子就耐不住寂寞 想要乱来了 结果却发现自己不行了 这可把宣平侯府的人都给吓得不轻 连忙去找郎中检查 本来吧这种事情都是偷偷的 但是谁让那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 不小心说漏嘴了 然后去祭拜太长公主的宾客们 都知道这个秘密了 那一家子丢了好大的脸 要说这段时间最热闹的 可不就是宣平侯家的事情 太长公主去世 宜贵妃被剥夺了贵妃位置 虽然从毕宫状态中出来了 却是被直接送回了娘家 有史以来就从来没有哪位娘娘 被从宫里放出来回娘家的 就算是那些犯错了的娘娘 那就算死 也是死在皇宫里的 像是宜贵妃这种 那不相当于被休了 这下宣平侯府 可算是丢脸丢大发了 然而这还不算 宣平侯那色鬼上身的儿子 还想在自己祖母去世守孝的时候 做那种事情 却被发现她突然不行了 宣平侯和宣平侯夫人 在各种压力下 直接因为一点小事 就在灵堂吵了起来 然后互相攀扯指责 就一个不小心 把自己儿子的秘密给抖出来了 当时在场的宾客 明面上在劝架 其实谁又不是竖起耳朵 在可劲地听着 恨不得他们能多爆料一些呢 然后不到一天的功夫 宣平侯府那些破烂事 整个皇城上到贵族下到乞丐都知道了 这太长公主死得也不安生 风光强势了半辈子 却不想死后家里闹成了那样 南宫里说的 那叫一个眉飞色舞的幸灾乐祸的 宣平侯那两口子 在灵堂上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呢 谁能想到 他们儿子竟然在守校期间还想 看了看三岁小宝 后面的话他还是没说出来了 而侄子要回来了 希望宣平侯府的事情 对他不要有太大影响吧 说到这个大家都沉默了 虽然宣平侯府内斗 他们都要说一句活该 但是那毕竟是二哥的母族 他们这几个兄弟都是一起长大的 说句实话 那在一起的时间 可比和自己母妃在一起的时间 都多太多了 感情上和亲兄弟也差不多 甚至在这皇家来说 比亲兄弟都要亲厚些 等二哥回来再说吧 他们也没啥办法呀 主要还是这母族太拖他后腿了 也是倒霉 在众人的期盼中 一行人马在黄昏将落的时候 风尘仆仆地赶来 皇城的城门都即将关闭了 二皇子归来 快开城门 南宫其末身边的禁卫 举起手中的令牌大喊 城墙上的人定睛一看 果真是代表着皇子身份的令牌 快 快把城门打开 那小将也没怀疑 因为二皇子这两天回来的消息 他们已经知道了 倒是没想到 他们会在城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回来 极匹骏马 急持着从打开的城门掠过进入城中 为首的少年见眉心目 一袭暗红色的禁装 将他精瘦的身材 衬托得修长俐落 五官更是精致地比女子更好看几分 但却一点都不女气 整个人显得英姿洒爽 他骑在高大的骏马背上 如疾风般一闪而过 却让无数人惊鸿一瞥 再也难以忘怀 为首的那少年 就是二皇子吧 听闻二皇子母妃一贵妃 曾经就是京城里出了名的美人 二皇子的容貌 当然也不会差 但比起容貌 二皇子身上的气势才更厉害 我敢肯定 他在边城 肯定是杀过人的 五匹战马到了热闹的集市 就逐渐减速了下来 少年几倍挺直 催动着马缓缓前行 然而这一慢下来 更多的人发现他了 南宫其末 原本冷白皮肤 在边关和战士们 一同在炙热的太阳下暴晒 如今也变黑了些 不过他的皮肤黑得不怎么明显 和边关那些战士比起来 他依旧白的 不像是能上战场的 只是比起以前 那慵懒金贵的少年公子 现在的他精神更好 狐狸也明亮锐利 身上多了意气风发的昂扬锐气 这样好看又自信的少年 怎么会不引人注意呢 这不 街上的小娘子们 都或羞涩或大胆奔放地 看向了他 这位小狼君是谁家的 生得如此好看 以前好像没见过 好生俊俏精神的小狼君 小婉你快去帮本小姐打听打听 这是谁家的 我想让爹爹娘亲去给提亲 我的夫君 以后要是有这般好看就好了 这样或委婉或直接的对话 发生在不同的地方 但不可否认 少年时非常耀眼的存在 谁还不是看脸的了 但凡是还没嫁娶的 都恨不得立马知道他的身份 然后嫁给他 那些已经嫁人的 就只心里暗暗后悔 自己嫁人太早 要是这少年早生几年 那该多好 男公其默默不挟视地往前走 要不是在热闹的集市中 不能纵马他 现在恨不得及时回去 忽然一个什么东西 朝着自己砸过来 已经在战场上训练的 对周围事物非常敏锐的 男公其默 眼眸瞬间凌厉 抬手轻而易举地 抓住了那东西 一看才发现 竟然是个香囊 小郎君抓住我的香囊了 一茶楼上 胆子比较大的少女 捂着嘴 双眼冒着星星般 惊喜尖叫 男公其默 他差点忘了 这皇城中 好像有这种习俗 那些长得好看的公子 走在街道上 很容易被 从天而降的香囊 给砸到 他经常待在宫里 当然没怎么经历过 这种事情 却没想到 这一回来到时 被砸得正着 而且这个香囊 却好像是某种信号一般 男公其默明显感觉到 周围不少少女 都开始蠢蠢欲动 快快 把我的香囊拿来 小郎君看这里 小郎君接住我的香囊啊 我叫 赤头X 男公其默 眼皮子一跳 顿时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不过眨眼的功夫 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香囊 宛若下雨一般 哗啦啦地落下来 虽然都是朝着 男公其默身上砸去的 但多的是准头不好的 跟在他身边的侍卫 都被砸得正着 他们人高马大的 不是现在女孩子们 所喜欢的那种类型 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待遇 嘿 咱们这还是第一次 这么受欢迎呢 一黑脸大汉 随手接了个荷包傻笑 旁边的侍卫 一点不客气地 翻了白眼要点脸吧 这些可都是冲着 二皇子来的 前面的男公其默 忽然接住了一个荷包 脑门儿青筋凸起 谁在这里里面放了石头 这要是真砸脸上 还是很疼的 话音刚落 他就听到 其中一个女子尖叫的声音 直冲云霄 我的我的 我就说 要放石头进去 准头更好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骄傲点剧PG 男公其默 侍卫们 卧槽 这群娘们儿 也太彪悍了些吧 快走快走 男公其默赶紧带着人离开 再不走的 被这些小娘子用香囊砸死 那也太憋屈了吧 男公其默策马离开 颇有点落荒而逃的意味 几个侍卫也连忙跟上 被几个带着石头的香囊 砸中了之后 再也不羡慕 二皇子的受欢迎了 这样的欢迎方式实在是有点无福销售 终于 在距离皇宫越来越近的时候 没人再丢香囊了 男公其默看着那高耸的宫门 心情有些激动 在外几个月的历练 不管什么原因 他今天回来了 也不知道小宝怎么样了 想到小宝 男公其默眼神柔和下来 他人虽然在边关 但时不时收到来自亲人们的包裹 除了训练的时候辛苦了些 刚去的时候 有些水土不服反应外 其他地方还真没怎么吃苦 从边关回来 男公其默第一时间 肯定是要去见皇上的 此时的小宝还不知道 一个多大的惊喜在等着他 小宝发现 自家另一个树下 又跑来一窝蜜蜂了 而且和他带回来的那些马蜂不同 这是一种能要蜜的蜜蜂 发现的第一时间 小宝就让人去做了蜂箱 然后抱着那还小小一个的蜂巢 放到了蜂箱里面 整个过程看得春喜他们 那叫一个心惊胆战 生怕那些蜜蜂会遮他们的公主 但事实证明 他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小宝很成功地将那个小蜂巢 连同里面的蜂王都转移了进去 他们这里已经养着一窝马蜂了 上百只左右 虽然数量还算不上太多 但个个个头大 那个蜂巢挂在偏院的一棵老槐树上 平时没什么人敢凑过去 这些马蜂也很乖 除非小宝的召唤 从来不去招惹人 只在固定的时间出去觅食 偶尔小宝还会用一些水果之类的东西喂他们 或许是那些肥美草的花开了 成片成片蓝紫色的小花 看起来很喜人 到时吸引来了一小波蜂蜜的蜜蜂 小宝当然欢迎这些小家伙的到来了 自家的马蜂不蜂蜜 吃的东西也砸 对肥美草花的兽粉 就没蜂蜜的那种蜜蜂积极 如今来了一波正好 他正愁肥美草花的兽粉 不算太多种子 也没有太多呢 这一窝蜜蜂 被他好好养着 放到肥美草这边 这段时间 就可以专门为这些肥美草兽粉了 公主 这种事情 下次还是叫奴才们来吧 春喜他们吓得要死 这被遮一下 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有了马蜂 但他们还是习惯不了啊 你们会被遮 小宝就不会啊 这种对花草有益的一虫 小宝以前就很喜欢的 而且小宝只要想到香香甜甜的蜂蜜 就又开始馋了 等以后他院子里的其他花开了 这些蜜蜂就可以酿百花蜜了 给蜜蜂 满安家后 小宝摸摸自己的小肚子 到吃午膳的时间了 于是小家伙蹦蹦跳跳的 就要去找爹爹 只是看到那片被拔了蜂蜀的地 小家伙又开始想要折腾大棚 把这里种成草莓了 回来就种 说到草莓 小宝又想到其他果子 特别是葡萄 他想酱葡萄酒了 现在正是秋季丰收的时候 山里肯定也有各种果子 他要去黄庄 还想去大国寺 听说大国寺的白金莲子 都可以收获了 脑子里想着一堆吃的 终于到勤政殿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熟悉中 又有些陌生的声音 熟悉是当然的 至于为什么会陌生 成长中的少年 不仅有身体核心境上的变化 声音也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了 小宝还没进去 但听到这声音 也只是茫然了两秒 然后瞬间睁圆了眼睛 他连忙往里面跑 还差点摔着了 但很快又调整好自己的小身体 继续跑进去 想要确认自己的猜测是不正确的 公主您慢点 跑得太快把伺候他人给吓着了 他们乱糟糟的出声 而在里间的南宫齐末 当然也听到了这声音 少年猛地扭头看去 一个雪团似的小团子 飞快地跑了进来 兄妹两个四目相对 小宝炮弹似的冲了过来 二哥哥 小家伙扑过来的时候 南宫齐末几乎想都不想地蹲下来 将人抱住 小宝紧紧地抱住二哥哥的脖子 毛茸茸的小脑袋 在他身上拱了拱 二哥哥 二哥哥 像是怎么也喊不够似的 软糯糯的小奶音 不停地喊着二哥哥 南宫齐末眼睛微微湿润 嘴角上扬嗡了几声 语气带着宠溺 二哥哥小宝好想你呀 你走了好久了 二哥哥你看起来都瘦了好多 还黑了 你是不是在外面吃苦了呀 二哥哥 他的话好像说不完一般 但说着说着 漂亮的大眼睛里水汪汪的 仿佛随时都会掉筋痘痘 二哥哥 你受苦了 小家伙摸摸他的脸 特别是他眉间一道细小的伤疤 稍远一些看不见 但近距离之下 被小宝眼见的发现了 二哥哥受伤了 这下眼泪珠子是真掉下来了 南宫齐末有些无措的 给他擦眼泪 别哭 我没事 乖 别哭了 他也不是没看到人哭过 但是面对别人的哭无感 小宝哭起来 他却只觉得心疼 就在南宫齐末 努力哄小宝的时候 一道阴影落下 然后将小宝抱了起来 别哭了 今天的惩罚取消 小宝打了个嗝 憋着眼泪水汪汪的 看着跌跌针 真的吗 南宫食渊均无戏言 好吧 小宝不哭了 就是眼睛依旧红红的 惩罚取消了 他能吃好多零食呢 二哥哥抱抱 南宫齐末 将软乎乎的一小团抱在怀里 下意识的还颠了颠 本来想说那句相别之后 见面对亲人都会说的一句话 但是 这扎实的体重 他张了张嘴巴还是闭嘴了 那违心的话 有点说不出口 哥哥的这小伤疤 还算不上伤 父皇身上才有很多伤呢 不过那些伤 不知道的人可能会觉得丑 但对上过战场的男儿来说 那些伤疤 却也是不可磨灭的记忆 有的甚至是荣誉 边关一场 南宫齐末成长了许多 思考的方式也改变了不少 久别重逢 小宝有好多话 要对自己的二哥哥说 抱着他的脖子 不放 整个就变成了一小年糕 一双眼眸神采意义的 说着自己遇到的事 只要是他自己觉得 有意义的能令人高兴的 都迫不及待的 和二哥哥分享 南宫齐末也很耐心地听着 一时间兄妹两个 倒是把旁边存在感 强烈的某位老父亲忽略了 南宫石渊 黑沉沉的毛子 盯着他们看了两秒 敏直了嘴唇 垮着一张脸 转身离开 呵 某只小东西的话 果然不可信 之前还说 最喜欢的是他呢 福海偷偷看了陛下一眼 见他一脸 我很不爽 但是我不说的样子 他现在也不害怕了 只在心里偷笑 陛下这是吃味了呢 兄妹两个 说了大概两炷香的时间了 被女儿忽略了这么久的 南宫石渊 终于有小脾气了 本来对这个刚回来的二儿子 多出来的那么点 父子感情消失 他觉得儿子碍眼了 小宝过来 娘儿哥哥才回来 还没回去洗漱收拾 别耽搭他了 小宝熬了一声 看看二哥哥有些疲倦的样子 才自责地连忙道 哥哥快先去休息 南宫齐末想说他不累的 但对上父皇的视线 他 刚才父皇那眼神 是在威胁他吧 是吧 南宫齐末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看错了 他怎么就惹着父皇了 过来 终于和二哥哥贴贴够了的小宝 此刻也没那么粘糊了 而且二哥哥还要休息呢 于是便也很乖顺地 屁颠屁颠地跑了过去 南宫石渊 将小小的一团抱起来 休息好了 去见见你的兄弟们吧 小宝有阵抱着 别就只顾着你妹妹了 南宫齐末抱拳拱手势 等离开了勤政殿 他再恍恍惚惚地反应过来 父皇不会是 吃胃了吧 这个念头刚生起来 又很快被甩开 怎么会呢 那可是父皇 不过 他的身体也是真疲倦了 赶了那么几天的路 马也累得不轻 这几天休息的时间根本不够 怎么可能不累呢 回到自己的宫里 洗澡换了身衣服 到了绝对安全的地方 南宫齐末几乎倒头就睡 这一睡 就到了第二天才起来 也是他这几个月来 睡得最安稳的一觉 醒过来后的南宫齐末 神清气爽 刚洗漱完换好衣物 就被告知他的兄弟们 以及小宝都到他这里来了 南宫齐末脚下的步子 更大了些走出去 二哥哥 正抱着一个包子啃的小宝 第一个发现了他 嘴巴叼着包子 就张开小胳膊跑了上去 二郭郭 叼着包子的某小只 说话都不清楚了 啪唧一下就挂在二哥哥腿上 小狗似的黏糊糊 怎么也甩不掉 要是有尾巴的话 肯定已经飞快咬起来了 二哥哥 你要不要吃包子呀 南宫齐晨将人抱起来 捏了捏他塞的满满的 软白塞帮子 吃了多少了 小宝拍拍自己的小肚皮 不多不多 笑容软乎乎又甜得很 二哥 其他几人也乐呵呵地凑了上来 哇 二哥你胳膊上肉都结实了 五皇子凑过来 羡慕地捏了捏他的胳膊 果然还是边关最锻炼人 你看起来还长高了 我要是去了 肯定就能练出 小宝说的八块腹肌了 和父皇一样 虽然他现在也在习武锻炼身体 但只有六块腹肌 剩下的两块他老眼馋 南宫齐锐 看了二哥一眼 黑了 以前的二哥皮肤冷白 女人看了都羡慕极度恨的那种 但是现在虽然稍微黑了点 却一点不影响他的颜值 甚至因为精神更挺拔 而更加好看了 小八二哥 你快和我们说说 编程那边的事情呗 听说那边特别穷 还很冷 是不是真的呀 南宫齐沫抱着小宝 看了弟弟们一眼 三弟呢 南宫齐晨三哥 在研究一个 可以更快更轻松 给稻谷脱利的东西呢 父皇让他到公布去了 这下倒是轮到南宫齐沫惊讶了 毕竟自己的三弟的性子是怎么样的 他才清楚不过 在兄弟几个中 他的存在感是最弱的 但现在他才离开多久 这个不爱说话 性格奇怪的三弟 竟然就混到公布去了 不错嘛 听着兄弟们 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了经过 南宫齐沫摸了摸下巴 笑着到没想到 三弟还有这本事呢 小宝三哥哥也很厉害的呀 南宫齐沫笑着捏捏 他肉嘟嘟的脸颊 没用力 但这手感是真的让人舍不得放下 有点上瘾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 南宫齐沫原本修长无瑕疵的手指上 已经多了些硬硬的剪子 但小宝一点都不嫌弃 非常主动地凑过去贴贴他的手 南宫齐沫 好乖 我今天要出宫去看大哥还有 还有宣平侯府那边 改天请你们吃饭 好啊 那兄弟们可就等着二哥你了 兄弟几个其乐融融 南宫齐沫带着小宝 向父皇请辞后离开了皇宫 他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衣服颜色 依旧要眼如火焰 只没语间多了坚韧 和令人不可忽视的傲然义气 坐着马车来到金王府门口 看着那大门 南宫齐沫竟罕见地犹豫了 是敬相情窃 还是一些其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情绪 南宫齐沫期待着和大哥的见面 但又生出了些许胆怯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 小宝牵着二哥哥的手 一脸茫然地看着他纠结的模样 二哥哥 我们快走呀 南宫齐沫 好 好 走吧 刚抬脚要上时间他就顿住了 视线和里面出来的人四目相对 南宫齐沫变了很多 而南宫齐修也变了 他依旧是那样 面如关玉之蓝玉树的清润少年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包容温和感觉 只是眉宇间更多了放松和怡然 大 大哥 南宫齐沫的双眸下意识地落到他的双腿上 见他依旧是坐在轮椅上的眼里 闪过失落和深深的内疚 回来了 南宫齐修声音温润 并没有几个月不见就疏离了 大哥哥 小宝松开二哥哥的手蹦蹦跳跳 跟小兔子似的跑进去 二哥哥快来啊 南宫齐沫摸摸鼻子嗷了一声 嘴角上仰走了进去 只是盯着大哥的双腿 想到什么他的目光又暗淡了下来 放在身侧的双手握紧 深吸一口气才走了进去 大哥 走到那人身边 南宫齐沫眼里交织着复杂的情绪 你的双腿 他收到过小宝 甚至是大哥自己写的信 信上说他的双腿能医治 他也有望站起来 只是到底没亲眼见到 此刻见大哥依旧坐在轮椅上 他内心是忐忑的 过来 南宫齐修并没有解释他想要知道的 只招了招手 等南宫齐沫走过去后 南宫齐修将自己骨节分明的手掌伸出来 帮大哥一下好马走 南宫齐沫伸手抓住他的那只手 然后在剧烈的心跳声中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大哥 缓缓站起来了 虽然慢 但对南宫齐沫来说 就像是一颗炸弹炸下来的一般 你 你 南宫齐修借着他的手臂走了两步 南宫齐沫赶紧扶着他 心里有不可置信 也有激动兴奋 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他的双腿 真的 真的可以走动了 他扶着大哥的手都是颤抖的 大哥 南宫齐修声音哽咽 眼睛也红了 南宫齐修拍拍他的肩膀 虽然现在还不能长时间站立走动 但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 不行 南宫齐沫瞳孔颤抖着说 怎么能满足呢 你以前能背着我可以走很远的路 能带着我爬墙看宫外的景色 带着我促居 更能带着我骑马畅游 以后 我希望以后 你也能带着我一起促居 一起骑马 他紧紧地抓住南宫齐修的双手 眼泪落到他的手背上 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颤抖 是我对不起你 南宫齐修拍拍他的手 你没对不起我什么 不 南宫齐沫红着眼睛 我的存在就是对不起大哥 要不是因为我 母妃他 阿末 南宫齐修打断了他要说的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退下 小宝 你去找肉肉和二哈玩好不好 小宝很乖地点头 虽然不知道大哥哥和二哥哥 要说些什么 但是小家伙很懂事地离开了 等所有人都走后 南宫齐末忽然蹲了下来 哭得像是个孩子 今天他打算将心里藏了许久的秘密 暴露出来了 哪怕会因此被厌恶 对不起大哥 都是因为我 你的双腿 叔母非算计的 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轮椅扶手 手背倾筋 像是蚯蚓一样 猙獰明显 南宫齐末永远也忘不了 自己得知大哥双腿被毁的噩耗时 完全不敢相信 他去找他 看见的却是血色尽湿 近乎透明到下一秒就会消失的人 那时候他就疯了 且在后面查出真凶的时候 不管不顾地拿着马鞭冲入那位娘娘的宫中 将人打得半死 那是个下雨天 谁都没拦得住发疯的南宫齐末 那位安妃娘娘的血染红了地上的雨水 他哭着哀嚎求饶 但圣幕中的南宫齐末 却想将人打死 却不想 最后安妃笑了 笑得疯狂 你以为你是在替大皇子报仇 啊 可笑 如果真要替他报仇 那你将自己杀了呀 这句话是那位安妃嘶吼出来的 宛若地狱的恶鬼一般 年少的南宫齐末虽然还不懂那句话的意思 但莫名的就是 有种良意从心肩生起 他想问安妃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却被当时还是一妃的李湘怡 强势带走了 一回到永安宫 他就被家法伺候 背上被打得血肉模糊 但南宫齐末一声不吭地忍下来了 惩罚结束后 他第一时间就想要去找大哥 但却被禁足了 当时被打都没吭一声的南宫齐末 却为了想要去见大哥跪下来求一妃 但他终究被看管了起来 哪里都不能去 南宫齐末当天淋雨又被打 发热烧得迷迷糊糊的 但还是在晚上的时候 强撑着想要偷溜出去 却不想正好听到了他母妃 和一个宣平侯府暗卫的谈话 而从他们的谈话中 南宫齐末绝望地发现 大哥会有此一劫不关安妃 原来是自己 怪不得 怪不得安妃会说那样的话 但是面对生了他的母亲 他却没有那样勇气 如安妃那般拿着买边去抽她 得知真相震惊之下的南宫齐末心如死灰 她又疯狂了 不管不顾地冲进去质问她 质问那个女人 明明知道她和大哥感情好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 她宁愿双腿被毁的人是自己 但是她的质问 只是让一飞心虚了下 随后却是狠狠地给了她一把掌 你问我为什么 我都是为了你 李湘怡声色俱力地 让人压制住她 说的话 也像是一把把刀子一般 插到她的心上 把少年一颗纯真炙热的心 插得血淋淋的 放肆 你是我的儿子 如今竟然为了一个外人 来质问你母妃 难道你还要为了她 告发你的亲生母亲 让皇帝治你母妃的罪吗 她是大皇子 你是二皇子 皇家从来没有兄弟情 就算现在是兄弟 你们以后也是敌人 身为皇子 你从来没有选择 你和她同样是皇帝的儿子 大皇子能争那个位置 你凭什么不能 别忘了 你身后还有我 还有宣平侯府 难道你要眼睁睁地 看着我们永远 对别人压一头吗 你们生来就是敌人 你是我李湘怡的儿子 你没有选择 皇上你看着我 本宫是你母妃 是生你养你的人 本宫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 你现在还小不懂等 一会长大了就知道了 所以你真的要为了一个外人 眼睁睁地看着本宫 还有宣平侯府的人去死吗 虽然那时候 她已经被烧得有些迷糊了 但她母妃所说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刀子一般 落在她身上 至今宛若魔咒一般 盘旋在她耳边 日日夜夜折磨 那之后 她浑浑噩噩地被带回去 反反复复发热三天 甚至一度心存死至 自己怎么活过来的都不知道 一边是自己最尊敬 最亲厚的兄长 一边是自己生生母亲 以及背后的整个宣平侯府 那时不过是13岁的少年 却面临着那样沉重的选择 那时候的她到底年少 对母亲有着依赖和期盼 所以在自我折磨了许久后 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只是从那时候开始 她也变了 她不敢再去面对自己兄长 把自己关起来绝食 想用自己的生命去还兄长 但是一飞怎么允许 她是一飞接连死了两个孩子后 好不容易保下来的 她代表的不仅仅是她的儿子 更是她争权夺利的工具 所以一飞威胁她 如果她死了 那哪怕倾尽全族之力 也要拉南宫齐修陪葬 于是她又活了 她怕 怕母妃真的会那样做 之后的南宫齐默 成为了她争宠的工具 什么都要和大哥争 一定要比她强 不然她不介意 想办法除掉绊脚石 南宫齐默不知道 自己的母妃有多大的能力 到底能不能除掉大皇子 但是她不敢赌 大哥已经失去了双腿 她不敢再赌上大哥的性命 所以她主动妥协了 成为了一个听话的皇子 但随着南宫齐默的长大 她在不断利用自己手里的势力 寻找能给大哥治病的神医的同时 也在削减宣平侯府的势力 对自己母妃 她心里有怨有恨 但始终不能眼睁睁看她去死 所以那件秘密 一直一直被她藏在心里 沉重地背负着 但今天 她选择说出来了 因为宣平侯府的衰落 因为她的大哥有希望站起来了 因为对母妃最后的那点亲情也没有了 南宫齐默低着头 不敢去看大哥 她怕从她的眼中看到失望和厌恶 对不起大哥 现在你的双腿好了 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她喃喃低语 声音带着颤抖 宣平侯府也倒了 她的母妃再也不能对大哥造成任何威胁 此刻说出了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 南宫齐默的心里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哪怕 大哥想要自己的命 他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还给她 空气安静到可怕 南宫齐默闭上眼睛 内心茫然又空洞 阿末 一只手落到她头顶 就像小时候一样 阿末没有错 南宫齐默抬头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有些狼狈 也很可怜 像是怕极了会被抛弃的小狗 南宫齐修的声音平静又温和 仿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换做是我 我也会难以抉择 谢谢你为了保护我所做的一切 兄长和母亲 这样的抉择放在任何人身上 都是一种痛彻心扉的折磨 她虽然选择了沉默 却也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来保护她 大哥 南宫齐默又哭了 像是小时候那样 趴在她怀里大哭 仿佛将多年压抑的黑暗 沉闷和委屈都发泄了出来 大哥对不起 对不起 她已经做好了 说出这个秘密以后 兄弟两个会形同陌路的打算 但是 但是大哥没有失望 没有厌恶她 甚至还安慰她 明明 明明大哥才是因为她受伤的那个人啊 南宫齐修安慰地摸摸她的头 眼里带着泪 嘴角却是带着笑的 你的出生不能选择 你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甚至在我和你母妃之间承担了那么多 安慰辛苦你了 大哥 我好累啊 好累啊 面对这样的大哥 她控制不住地吐出了自己所有的委屈 不怕 以后都不怕了 她终于知道自己养大的弟弟 为什么会在自己受伤之后 性情大变了 也知道了她原来背负了那么沉重的枷锁 但南宫齐修还是担心的你的母妃 还有宣平侯府 南宫齐末眼里闪过暗盲我这些年乖乖听话 变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宣平侯府和母妃对我都没有防范 所以我暗中削减了他们不少势力 宣平侯府越来越没落 母妃也没有另能力 说着他笑了比起让他全是滔天 我宁愿他被禁足在小小的一方天地 哪怕养他一辈子 我都愿意 至于宣平侯府 南宫齐末冷笑一声我手里有不少他们罪恶的证据 没想到还没等我出手 他们倒是胆子够大的敢对小妹出手了 在他原本的打算里 其实对宣平侯府的安排 是搜集到足够多的罪证之后 剥夺宣平侯府的一切权利 斩断母妃的希望 但是他没想到 自己还没动手 他们自己倒是开始做死了 可笑宣平侯府众人 还心心念念地 等得南宫齐末回来拯救他们呢 却不知道 他不沉寂打压都算是好的了 你打算就穿这一身过去 南宫齐修看着他身上那一身鲜艳的红色 真穿这一身 真是去吊咽 而不是去挑衅砸场子的 大哥借我一身衣服穿好不好 少年打开心里沉重的枷锁后 眼底深处的阴郁消散 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 兄弟两个关系最好的时候 都长这么高了呀 我记得你到上书房的时候 还没有我胸膛高呢 现在都和我差不多高了 南宫齐末起身抱住他大哥 以后我保护你 南宫齐修掩带笑意会抱着他 这一刻仿佛又回到了 他们还在上书房时 无忧无虑的样子 那个矮自己 一头的小少年 哭得眼睛鼻子红彤彤地抱着 因为自己的叛逆 而连累大哥 被父子打手心的大哥 声音哽咽 却也带着坚定地说 大哥 长大了 我保护你 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他虽然为了自己的母亲 选择沉默 却也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着他的大哥